第226集 陈墨 蒋飞飞 还有薛如三人 在离开了火车站以后 直接坐着输租车 奔着薛如家所在的位置开去 薛如特意让陈墨和蒋飞飞都坐在了后面 刚开始的时候 两个人可能还会随便地闲聊两句 但是也只不过都是一些客气话吧 陈墨把蒋飞飞当成是妹妹去看 而蒋飞飞对陈墨心里面也是非常不屑的 再加上这两个人的交际圈子 兴趣爱好什么的也都是不一样的 自然也就没有什么可聊的 后来两个人干脆就不说话了 陈墨直接扭头看向了窗外 闭着眼睛 休息了起来 蒋飞飞看见陈墨扭过头以后 眼神当中闪过了一丝异样 随即也直接扭过头 看着窗户外的风景 十多分钟以后 出租车在一栋别墅小区的门前停了下来 而这栋别墅小区 距离陈墨的别墅其实并不是很远 虽然陈墨对于这种房子这种东西啊 并不是很了解 但是能够在这个位置买下一栋别墅 最少也得是五六百万 在陈墨的印象当中 薛如的条件并不是很好 最多也就是一个普通家庭而已 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 薛如家的条件应该也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要不然绝对不可能在南阳市的这个位置 卖下一套别墅 陈墨 你阿姨我呀 最近几年一直在做生意 所以呢 赚了点钱 薛如似乎是看出了陈墨心中的疑惑 轻松冲着陈墨解释了一句 哦 原来是这样啊 嗯 陈墨轻轻地点了点头 并没有多说什么 陈墨之前还是在心中考虑 要不要给薛如一点钱 也算是报答薛如当年的恩情 但是现在这么看来 薛如应该也是不缺钱的 而且 陈墨如果直接给钱的话 难免有些太过于突兀 给了薛如 薛如他也不一定会要 而且最主要的是 陈墨现在还在考虑 自己到底要不要告诉薛如 他是富二代的这件事情 薛如家所在的这个小区啊 环境还是非常的不错的 但是跟陈墨的别墅相比较 差得还是有些远 薛阿姨啊 这套房子啊 应该得不少钱吧 陈墨笑呵呵地询问着薛如 啊 这套房子是我花了五百万买下来的 但是当初我对这栋别墅呢 其实并不是很满意 我比较喜欢皇家庭院那个位置 薛如淡淡地回了陈墨一句 陈墨在听到了薛如的这句话以后 愣在了原地 眼神当中闪过了一丝震惊 因为薛如说的这个皇家庭院 恰好就是陈墨别墅所在的小区 皇家庭院 是你们南阳市最好的别墅小区 环境优雅地理位置优越 而且房子也非常的漂亮 我妈妈看过之后就非常的喜欢 但是无奈那里的别墅 少得也得七八百万 大的上千万 实在是太贵了 所以我妈妈后来 在了这里买的房子 蒋飞飞看见陈墨 听到皇家庭院这四个字以后 根本就没有任何的反应 以为陈墨可能根本就不知道 皇家庭院是什么 所以主动给陈墨解释了一下 能够住进皇家庭院的人啊 都是你们南阳市的有钱人 我这些年虽然也挣了点钱 但是跟那些真正的有钱人相比 还是差了很多的 薛如笑着感叹了一句 我觉得薛阿姨你家 现在这栋房子 已经是非常的不错了 环境什么的都挺好的 陈墨笑呵呵地回了薛如一句 然后犹豫了一下 继续开口 如果薛阿姨你要是喜欢 皇家庭院的房子 等我以后有钱了 买一套送给您 阿姨就等着你送我别墅的那天了 薛如十分开心地回了一句 此时的薛如 也只不过就是把陈墨的这句话 当成是一句玩笑话而已 因为在他的眼中 陈墨只不过就是一个普通的大学生 根本不可能有钱买下 那么贵的一栋别墅 而刚才陈墨本来是打算 说自己其实就在皇家庭院 有几套别墅的 可以直接送给陈墨 但是后来想想 陈墨觉得自己要是这么说 非得把薛如吓傻了不可 到时候又得是像温若曦的那些朋友一样 来怀疑自己说的到底是真还是假 陈墨没有心情跟这些人解释这些东西 所以呢 也就没有直接说 要送给薛如 陈墨觉得自己还是慢慢地 把自己的身份告诉薛如比较好 这样 薛如也能够容易接受一些 但是 蒋飞飞在听到了陈墨的话以后 却是忍不住地微微皱眉了 刚才她也说了 皇家庭院的别墅 最少也得是五六百万 陈墨根本不可能有这么多钱 所以她觉得陈墨说这些话 明显就是在吹牛 蒋飞飞忍不住嘀咕了一句 看了陈墨一眼 但是心中对于陈墨的好印象 也算是一扫而空了 几分钟以后 陈墨跟随薛如蒋飞飞 走进了一栋西式的洋房别墅当中 别墅里面的装修还算是淡雅 典型的中式装修风格 家具什么的 也都是红色的檀木打造的 陈墨进入别墅以后 发现了一位戴着眼镜的中年男子 正坐在沙发上面看着电视 而这位中年男子不是别人 正是蒋飞飞的父亲蒋如海 陈墨虽然对于薛如的印象非常不错 但是对于这个蒋如海 却是并没有任何的好感可言 蒋如海原本在中海市那边 只不过就是一个芝麻大点的小官 也没有什么权利 但是这几年却不知道是因为什么 直接平步青云成为了中海市工商局的副局长 而且还被调到了南洋市的工商局 职位依旧是副局长 但是中海市的副局长和南洋市的副局长 还是有着很大的差距的 毕竟南洋市要比中海市发达很多 蒋如海的权利自然而然也能够大很多了 蒋如海一直都不怎么喜欢陈墨 所以看见陈墨进来了之后 也只不过就是轻轻地点了点头 陈墨 你快点去沙发那边坐坐 飞飞 你去给陈墨倒杯水 我呢 去厨房把菜热一下 咱们一会儿就可以吃饭了 薛如进入以后便开始安排了起来 蒋飞飞淡淡地看了陈墨一眼 轻声询问着陈墨 陈墨 你要喝什么 白水就行了 谢谢啊 蒋飞飞转身便走到了餐桌旁边 给陈墨倒了一杯白水 蒋如海笑呵呵地看了陈墨一眼 轻声开口 陈墨啊 你现在一个人在南阳市这边生活 一切可都还习惯呢 啊 都挺习惯的 陈墨淡淡地回了一句 以后啊 我跟你薛阿姨也会在南阳市这边生活 你要是碰到了什么事情 可以随时来我家找我 嗯 好 谢谢 陈墨点了点头 但是他的心里面清楚 蒋如海说的这些 只不过就是一些客气话而已 如果陈墨真的出了什么事情 薛如可能会帮忙 但是蒋如海绝对不可能帮忙的 哎呀 对了 陈墨 你学习成绩怎么样啊 嗯 我的学习成绩还可以吧 只能算得上是中等 平时需要出去打工挣钱 学习的时间也不是很多 陈墨轻声回答着蒋如海 蒋如海听到这话以后 扭头看了蒋飞飞一眼 然后笑着教育着蒋飞飞 你跟人家陈墨啊 多学习学习啊 人家陈墨上学的时候还在轻功俭学的 嗯 你再看看你 平时就知道乱花钱 哎呀 我知道了 蒋飞飞十分不耐烦地回了一句 毕竟在她的心里面 对于轻功俭学这种事情 还是非常地不屑的 谁生活在一个富裕的家庭当中 还愿意出去打工啊 这种事情 在正常的学生眼中啊 还是非常丢人的 什么啊 你轻功俭学 叔叔还是非常支持你 但是啊 你要记住 学业这东西啊 无论是什么时候 都是最重要的 所以你千万不能把学业给落下 一定要好好地学习 你叔叔我 要是当年不读书的话 怎么可能走得到 今天这个位置呢 嗯 沉默能够听得出来 蒋如海说的这句话 只不过就是想要吹牛而已 但是 蒋如海可能不知道 沉默现在的重心 根本就不可能放在学习上面 学习这种东西啊 对于普通人来说 可能非常的重要 但是对于沉默来说 根本就算不了什么 蒋如海看见沉默是这个态度 心里面对沉默还是非常失望的 原本薛如也跟着蒋如海说过 想要撮合沉默和蒋飞飞的事情 蒋如海觉得 如果沉默知道上进的话 其实这件事也是可以考虑的 毕竟 现在蒋家的条件也是非常不错的 根本就不在乎钱 到时候就把沉默当成是一个上门女婿就行了 但是在刚才短暂的聊天当中 蒋如海觉得 沉默明显就是自甘堕落 不求上进 蒋如海怎么可能同意 把自己的女儿嫁给沉默这种人 看来要好好地和小路聊聊 这个沉默根本就配不上飞飞 两个人在一起 估计也没有什么好结果 蒋如海忍不住在心里面轻声地感叹了一句 然后又扭头看了一眼蒋飞飞的位置 她觉得如果是按照蒋飞飞的眼光 应该不会喜欢上沉默 你们在这里聊什么呢 就在这个时候 薛如端着菜 从厨房里面走了出来 笑呵呵地询问着沉默 蒋如海等人 哼 有没有聊什么 我就是随便跟沉默说说家常 蒋如海伸手 轻轻地拍了拍沉默的肩膀 然后说道 行了 沉默 咱们去吃饭吧 哎 好 沉默点了点头 然后跟着蒋如海 走到了餐厅当中 吃饭的时候 蒋如海薛如等人 也随便和沉默打听了一下近况 但是说的也都是一些不痛不痒的话题 所以 这顿饭 吃的 也很是平常 吃完饭以后 沉默主动地帮忙收拾了一下桌子 而蒋如海和蒋飞飞妇女 则是坐在沙发上面看电视 根本就没有帮忙的意思 薛如倒也是不在意 收拾好了桌子 薛如开口了 沉默 你跟阿姨啊 过来一下 说完 薛如直接就转身 走进了卧室当中 沉默看着薛如的背影 犹豫了两秒钟 随即 也跟着走了过去 进入卧室以后 薛如看着沉默 表情认真地开口 沉默 阿姨知道 你这段时间 其实过得不是很好 阿姨也是找了很多的方式联系你 但是一直都没有找到你 阿姨心里面非常的愧疚 沉默刚张嘴想要说话 便被薛如打断了 阿姨知道 你这个孩子自尊心比较强 但是有时候你也不能什么事情都自己硬扛啊 你说是不是 薛如说完这句话以后 直接从自己的口袋里面拿出了一张银行卡 递给了沉默 然后轻声地解释 沉默呀 这是阿姨给你的 里面有二十万块钱 阿姨也没什么别的意思 希望你不要拒绝 哎 薛阿姨 你这是什么意思呀 要知道 这二十万对于沉默来说 可能根本就算不了什么 但是对于薛如来说 这也算是一笔钱了 薛如绝对还没有有钱到 可以不在乎这二十万的地步 哎 沉默 你快点收下 这是阿姨的心意 薛如直接把银行卡 塞到了沉默的怀中 第二百二十七集 沉默看着薛如塞给自己的这张银行卡 脸上的表情非常的无奈 因为现在的沉默根本就不缺钱 而且沉默心里面还多多少少有些内疚 毕竟自己有钱之后都没有想到第一时间联系薛如 而薛如却能够如此主动地找到沉默 沉默看着银行卡 决定把自己的真实情况告诉薛如 薛阿姨 这笔钱你还是自己留着吧 其实我现在还是挺有钱的 你一个还在上学的孩子 你能有什么钱呢 刚才你跟你叔叔说的话我都听到了 你现在还在勤工俭学呢 你还是快点把这笔钱拿着啊 这样的话你也不用去打工了 专心读书就行 徐阿姨 我真的 沉默张嘴还要和薛如解释呢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 蒋飞飞的声音在房间外面响了起来 妈 你干什么呢 啊 没事 我收拾一下东西 薛如回了一句 然后冲着沉默使了一个眼色 低声嘱咐 这笔钱是阿姨给你的 你叔叔并不知道啊 你千万别告诉别人 沉默张嘴刚要说话 但是薛如根本就不给沉默说话的机会 直接转身 走出了房间 沉默站在原地 看着自己手中的银行卡 脸上的表情十分无奈 犹豫了两秒钟之后 直接找到了薛如的包包 然后将银行卡放了回去 沉默 你出来一下 就在这个时候 薛如的声音再次响了起来 沉默连忙走出了卧室 然后笑呵呵地看着薛如问道 薛阿姨啊 怎么了 那个 飞飞说要出去买一些开学用的东西 你在家里不是也没什么事吗 要不然 你就陪着飞飞一块过去吧 沉默抬头看了蒋飞飞一眼 点头同意了 走吧 一会儿商场关门了 蒋飞飞十分傲慢地 冲着沉默喊了一声 然后 转身奔着别墅外面走去 沉默十分有礼貌地 和薛如 还有蒋如海两人打了一声招呼 然后便跟着蒋飞飞 一块走出了别墅 蒋如海看见沉默和蒋飞飞离开了以后 开口说道 小如啊 我觉得沉默这个孩子和飞飞好像不是很合适啊 要不然还是算了吧 怎么不合适了 你自己还看不出来吗 这个沉默根本就是不求上进 一点上进心都没有 而飞飞那孩子的性格你也是清楚的 飞飞喜欢的是那种有实力有上进心的男生 我觉得他们两个不会在一起的 而且就算是在一起了 也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 我却你还是打消掉你的这个念头吧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呀 你跟沉默也只不过就是见了一次而已 而且现在沉默只不过是个学生 你哪能看出他有没有上进心呢 有没有上进心 我一眼便能看得出来 哎呀算了算了 沉默跟飞飞能不能在一起 那是两个孩子之间的事 跟咱们两个有什么关系呀 哎这两个孩子呀 要是能走到一起 我自然开心 但是如果没有办法走到一起 那我也不会逼迫飞飞 你能想清楚这一点就行了 你得知道强扭的瓜不甜 薛如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脸上的表情似乎有些无奈 其实薛如也能够看出来 蒋飞飞似乎是真的对沉默不感兴趣 另一遍 蒋飞飞和沉默在离开了别墅以后 蒋飞飞看了沉默一眼 开口说道 我妈妈是不是给你钱了 沉默听到这句话以后愣了一下 然后皱着眉头回答 你是怎么知道的呀 我妈妈今天带我去银行里面存了二十万 而且还不让我告诉我爸爸 这说明这笔钱肯定是给你的 刚才你跟我妈在卧室里面 把银行卡给你的是吧 是 沉默看见蒋飞飞已经发现 薛如给她钱这件事情 所以呢也就没有否认 直接大大方方地承认了 把银行卡给我 蒋飞飞直接冲着沉默伸出了自己的小手 沉默眼神当中闪过了一丝不解 对啊 那是我家的钱 凭什么给你一个外援 而且你也是真的挺不要脸的 那么多钱 你竟然书收下了 你怎么一点骨气都没有 蒋飞飞此时也许是因为 没有其他人在场的缘故 所以和沉默说话 也是一点面子都不给沉默留 而沉默也是看着蒋飞飞没有说话 沉默 其实我觉得你还是挺不错的 但是你收下我妈妈这笔钱的事情 让我对你挺失望的 我知道你父母不在了 你一直都是自己养活自己 肯定缺钱 但是你也不能什么钱都要吧 男人可以没钱 但是绝对不能没有骨气 你快得把银行卡给我 蒋飞飞语重心长地教育着沉默 你要这张银行卡干什么 我不会动这里面的钱的 我帮你收起来好了 等到你 什么时候真的有急用了 你再来找我要 我不想因为我妈妈给你的这笔钱 让你觉得自己有钱了 就去挥霍这笔钱 沉默看着蒋飞飞眼神中闪过的一丝异样 原本以为蒋飞飞要这笔钱是自己用 但是没想到 蒋飞飞竟然是担心沉默挥霍浪费掉这笔钱 这倒是让蒋飞飞在沉默的心中印象好了不少 银行卡我已经还给徐阿姨了 这笔钱我没有要 你刚才说的话没错 男人可以穷 但是不能没有骨气 蒋飞飞在听到了这句话之后 眼神当中闪过了一丝惊讶 因为她觉得沉默这种人 如果能够莫名其妙地得到了二十万 那肯定会非常的开心 沉默怎么可能不要这笔钱呢 你是不是骗我 蒋飞飞瞪着大眼睛问着沉默 我骗你干什么呀 这二十万对我来说根本就算不了什么 嗯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能吹牛啊 之前说要给我妈妈在皇家庭院里面买房子 现在又说这二十万对你来说算不了什么 你是不是以为我不了解你的情况 蒋飞飞语气相当不屑呀 我都已经听我妈说了 你平时都是在学校里面勤工俭学 俭拉机维持生活的 你见过二十万这么多钱吗 沉默看着蒋飞飞 并没有要和蒋飞飞解释的意思 随便这个女生怎么去了解自己刚才说的那句话 我妈妈给你的那笔钱 你真的没有要 是不是 蒋飞飞看见沉默不说话以后 继续向沉默确认了一遍 我真的没有要 我已经把银行卡还给了薛阿姨 你要是不信的话 你可以自己去看看 蒋飞飞感觉 沉默这个样子应该不像是在说谎 那行吧 既然你没有要这笔钱那就算了 我一会儿跟我的朋友约好了 要一起去逛街的 你自己回家去吧 蒋飞飞根本就没有想要和沉默一起走的想法 嗯 好 沉默点了点头 然后竟然真的转身奔着路边走过去了 蒋飞飞看着沉默的背影 脸上的表情非常的不可思议 因为蒋飞飞原本以为沉默会厚着脸皮跟着自己 但是她万万没有想到沉默竟然会这么快地答应下来 蒋飞飞看着沉默离开的背影 心里面突然有些不忍 因为她觉得自己对待沉默的态度实在是有些恶劣 心里面甚至还产生了想要把沉默喊回来的冲动 只不过蒋飞飞想到自己和沉默之间的差距 还有就是沉默刚才吹的那些牛 所以最后还是忍下了这样的冲动 蒋飞飞 你跟沉默之间的差距非常大 你们两个根本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你还是不要可怜这种人 蒋飞飞在心中轻声感叹了一句 然后也独自离开了 三个小时以后 蒋飞飞购买了一些开学需要的生活用品 然后回到了家中 当薛如看见蒋飞飞是自己一个人回来的以后 有些不解 诶 飞飞啊 沉默怎么没跟你一起回来啊 我们两个买完东西 她就自己回家去了 那你怎么没把沉默带回来啊 我还准备留沉默在家里吃晚饭呢 诶 妈 我跟沉默根本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我们两个的事情 你就别管了 蒋飞飞心中清楚薛如的想法 之前她一直都没有说破 但是此时似乎有些不耐烦了 皱着眉头冲着薛如喊了一声 诶 没错 那小子根本就配不上我的女儿 还是抓紧时间断了联系吧 蒋如还冷哼了一声 哼 我还是觉得 卫市长家的公子 跟咱们家飞飞比较合适 蒋如还此时口中说的这个卫市长家的公子 就是蒋飞飞在高中时候的追求者魏晨 蒋如还走到了如今的这个位置 如果要是想要继续往前面走一步 那肯定是需要有人帮助的 如果没有关系的话 想要再往前面走 那可能就要费劲了 她清楚 中海市的副市长的儿子魏晨 一直都在追求蒋飞飞 魏市长呢 也和蒋如还说过几次这件事情 只不过那是蒋飞飞自己的事情 蒋如还一直都没有掺和 可是这次沉默过来 蒋如还发现 沉默和魏晨之间的差距实在是太大 心中也就确定了 想要让蒋飞飞和魏晨在一起的想法 薛如想要撮合沉默和蒋飞飞 而蒋如海则想要撮合魏晨和蒋飞飞 两人的观点不一致 自然而然就会产生很大的矛盾 所以两个人说着说着 竟然大吵了起来 蒋飞飞听到父母的争吵以后 脸上的表情也就更加的不悦了 直接转身回到了卧室当中 然后拿起薛如的包 打开看了一眼 当蒋飞飞看见 陈墨竟然真的把薛如给他的那张银行卡放入了包里以后 眼神当中闪过了一丝异样 轻声地感叹着 没想到 这个陈墨真的没有要这笔钱 与此同时 南阳市的某个小区内 五六名身材魁梧的壮汉 直接把两个女生堵在了小区的胡同里面 此时这两个女生都蹲在地上瑟瑟发抖 脸上的表情十分的恐惧 其中一个女生身穿红色的连衣裙 长相非常的漂亮 身材也非常好 穿着打扮非常时尚 而另外一个女生 长相可能就稍微差了一点 而这两个女生不是别人 正是陈墨的前女友高飞飞 还有就是高飞飞的好闺蜜徐娇 高飞飞 你应该知道我们是什么人吧 带头的一位壮汉 瞪着眼珠子问着高飞飞 知道知道 高飞飞抱着自己的脑袋点头 哼 既然你知道 我也就不跟你废话了 你欠我们精神赌场三千五百万 到底准备什么时候还呢 大哥 你再给我一点时间行不行 我一定会把这笔钱给你们凑齐的 此时 高飞飞的翘脸之上写满了恐惧 结结巴巴地回了一句 壮汉听到这句话 忍不住地冷笑了一声 哼 过段时间你肯定把这笔钱凑齐啊 高飞飞 这句话 你都已经跟我说过多少次了 我都已经给你多长时间了 但是你的钱在哪里呢 你告诉我 高飞飞抱着脑袋 表情十分恐惧地 看着自己面前的壮汉 张哥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 一个星期之内 我肯定把这笔钱给你凑齐 我现在 没有心情跟你在这里废话 既然你不打算还钱 那也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壮汉看着高飞飞大喊了一声 然后 扭头冲着自己身后的人大喊 你们还都愣在那里干什么 反正把这个人给我绑了带走 然后联系她的家人 让她的家人带着钱过来赎人 是 众人听到这句话以后 直接迈着步子 奔着高飞飞的位置冲了过来 然后 准备对高飞飞动手了 张哥 我求你了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 三天之后 我肯定把这笔钱还你 千万不要把这件事情告诉我家人 高飞飞看见这些人准备动手以后 情绪十分激动地大喊了一声 不行 我现在已经没有耐心跟你废话了 这件事情 必须让你家大人出来解决 你欠我们今生赌场的这笔钱 已经欠了一个多月了 可是张哥 我父母不过是普通人而已 你就算是把我绑起来 我爸爸也没有钱赎啊 壮汉张哥 听到这句话以后 忍不住愣了一下 眼神当中闪过了一丝不解 说既然你爸妈都是普通人 那你是哪里来的钱 去我们的精盛赌场赌的呀 高飞飞 我告诉你啊 你现在要是不和我说实话的话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听到了没有 张哥看着高飞飞 面露凶狠地威胁着 高飞飞深吸了一口气 脸上的表情似乎还是有些犹豫 但是他自己心里面也清楚 自己这个时候要是不说实话的话 张哥这些人肯定也不会放过自己 所以高飞飞只能开口回答 张哥 我家庭条件确实非常的一般 我父母也没有什么钱 就算是把我家所有的东西都卖了 也凑不起那么多钱 我的钱全部都是我前男友给我的 你钱男友竟然给了你这么多钱 张哥在听到了高飞飞的这句话以后 眼神当中闪过了一丝震惊 我的那个钱男友非常有钱 而且我手上有他的把柄 我之前就已经联系过他了 但是没有找到人 我相信只要我找到他 肯定能从他手里要到钱的 而壮汉看着高飞飞 露出了一个疑惑的表情 张哥 你要是不相信我说的话 你可以问问徐娇 我说的是不是真的 高飞飞看见对方仿佛有些 不相信自己以后 连忙表情激动地喊了一声 她说的是真的吗 张哥皱着眉头 扭头瞪向了徐娇 是真的张哥 他钱男友确实非常有钱 他这些钱也全是他钱男友给他的 徐娇想都不想 就直接点了点头 张哥在犹豫了片刻之后说道 嗯 那行 嗯 好 高飞飞啊 我现在 最后给你 三天时间 这三天的时间啊 你必须把欠我的钱给我凑齐了 知道了吗 啊 知道了知道了 谢谢张哥 谢谢张哥 高飞飞表情十分激动地喊了一声 我们走 张哥冷哼了一声 然后直接带着人转身离开了 片刻之后 张哥等人离开 高飞飞站了起来 脸上的表情十分绝望 三个月以前 高飞飞利用照片的事情 在沉默的手中勒索到了两千万 拿到这笔钱之后 高飞飞在南洋市给自己买了一套房子 然后就带着徐娇天天在酒吧里面 纸醉金迷 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高飞飞觉得这样的生活并不是她想要的 所以高飞飞在徐娇的建议下 来到了南洋市最大的赌场 金圣赌场 刚开始的时候 高飞飞也只不过就是随便玩玩 有的时候能赢一点钱 有的时候则是输一点钱 但是输赢都不是很大 最多也就是几千块钱而已 但是后来 随着高飞飞去金圣赌场的次数多了 认识的人也就多了 她玩的排局也逐渐的变大 而且高飞飞的运气一直都非常的好 最多的时候 一晚上赢了好几百万 这也就让高飞飞越来越膨胀了 但是好景不长 高飞飞赢了差不多 能有一千万的时候 她便开始疯狂地输钱了 仅仅不到半个月的时间 便把自己赢到手的钱 全部都输回去了 把这些钱输完之后 高飞飞原本是打算金盆洗手的 有很长一段时间 都没有去金圣赌场 但是高飞飞觉得 自己把这些钱都输没了 实在是有些不甘心 所以又重新回到了金圣赌场赌博 这一次啊 高飞飞是直接输得血本无归 将自己的手中的钱都输光了 不说啊 还欠下了三千万的高利贷 现在的高飞飞可以说是身无分文 最后实在是没有办法了 只能是继续找家里面要钱 但是高飞飞的家里面 只不过就是普通人 根本就不可能拿得出这么多钱 所以前段时间 高飞飞给陈默打了一个电话 但是陈默却并没有接电话 高飞飞脸上的表情十分绝望 因为她现在是陷入到了泥潭当中 无法自拔 飞飞 那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啊 高飞飞欠下这些钱 跟徐娇并没有什么关系 因为徐娇根本就没有参与赌博 她不仅没有输过钱 当初高飞飞赢钱的时候 还给了徐娇不少 所以现在徐娇手里面也有点钱 但是这些钱啊 肯定是不够还账的 高飞飞现在觉得自己非常的可笑 她根本就不曾想到 自己当初抛弃的陈默 现在竟然成了自己的 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金圣赌场是南洋市最大的赌场 如果高飞飞没有办法 把这笔钱还上的话 那么高飞飞的下场 肯定会非常的凄惨 甚至直接被金圣赌场杀掉 也是有可能的 此时高飞飞心里面 就算是再怎么不愿意 也只能咬着牙 去拨通陈默的电话 陈默在和蒋飞飞分开之后 回到了皇宫一号 随便吃了点东西 便准备休息了 皇家庭院里面的服务工作 做得还是非常到位的 陈默现在只需要 给工作人员打一个电话 然后说明自己想要吃什么 便会有人把东西给陈默送上门 就在陈默刚刚躺下的时候 手机突然响了起来 陈默看了一眼自己的手机 发现给自己打电话的 正是自己的前女友高飞飞 刚刚和蒋飞飞分开 现在高飞飞又给自己打电话 陈默忍不住觉得有些好笑 她发现自己跟叫飞飞的女生 好像是挺有缘分的 陈默犹豫了两秒钟 最后还是选择接通了电话 你有什么事情吗 高飞飞根本就没有想过 陈默竟然真的接通了自己的电话 刚才高飞飞还以为 陈默根本就不会搭理自己呢 而陈默接了这个电话的这个行为 在高飞飞的眼中就证明 陈默的心中或许还有自己 陈默 你居然接了我的电话 我实在太感动了 高飞飞声音哽咽 仿佛是准备和陈默叙叙旧 行了行了别废话了 你有什么事情直接说吧 陈默 我现在想要跟你见一面 我有非常重要的事情想跟你说 什么事情在电话里面不能说啊 不能 这件事情非常重要 那行吧 你现在在什么地方 我直接过去找你就好了 陈默 你是同意跟我见面了吗 啊 那真是太好了 我现在去咱们学校旁边的咖啡店 你来这里找我就好了 就是当初 咱们两个经常去的咖啡店 我知道 就是你当初找我要手机的那个咖啡店 陈默回了一句 便挂断了电话 高飞飞 在看到陈默答应自己 要和自己见面以后 脸上的表情十分激动 而徐娇看见高飞飞的这个模样 眼神当中则是闪过了一丝异样 皱着眉头 问着高飞飞 陈默答应跟你见面了是吗 对啊 陈默答应我了 我觉得 陈默心里肯定还是有我的 要不然 怎么会这么痛快答应呢 说不定 这次陈默肯定会帮我 徐娇听到高飞飞的这句话 脸上的表情 似乎有些难看 呃 飞飞啊 既然你跟陈默见面 那我就不跟你一起去了 毕竟 我跟陈默的关系也不是很好 就算见了面 我也说不上什么话 啊 你不用去了 我自己过去就行了 我现在回家换一身衣服 你 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吧 好 徐娇点头 直接转身离开 高飞飞非常重视 这次和陈默的见面 毕竟 这关系到 她能不能从陈默的手中 借到这笔钱 所以 她特意回家换了一身 非常性感的衣服 准备试图勾起陈默心中 对自己最开始的那份感情 一个多小时以后 高飞飞来到了 和陈默约定好的咖啡厅 而此时的陈默 已经坐在了咖啡厅里面 等着高飞飞了 陈默 高飞飞看见陈默过来了以后 表情激动地喊了一声 然后踩着高跟鞋 鸟鸟鸟停停地 奔着陈默的位置走了过来 今天的高飞飞啊 打扮得的确是非常的性感 精致的脸蛋 略是粉带 上身穿着一件黑色的紧身T恤 腰脂纤细 下身则是一条白色的超短裙 修长白皙的眉腿上面套着黑色的丝袜 散发着无限的诱惑 而脚上 则踩着一双十分昂贵的高跟鞋 即便高飞飞已经是这样的处境了 她依旧不愿意把自己的这些奢侈品卖掉 陈默 实在太不好意思了 我迟到了 高飞飞走到了陈默的面前 语气十分激动地冲着陈默表达歉意 行了 别废话了 有什么事情你直接说吧 高飞飞看见陈默的态度有些冷漠 直接坐在了陈默的对面 有些紧张地看着陈默 陈默 我今天过来找你 其实是有件事情想要找你帮忙 陈默知道 高飞飞把自己喊出来 那肯定是有事 要不然高飞飞绝对不可能主动联系自己 陈默 我知道 当初把你甩了跟李凯在一起是我不对 我现在也非常后悔 我当初真的不应该那么做 我 高飞飞一边说话 一边吊着眼泪 不得不说呀 这个女人的眼界 确实能够秒杀娱乐圈里面很多的明星 仅仅和陈默见面不到五分钟 竟然直接就哭了起来 第二百二十九集 仅仅跟陈默见面不到五分钟 竟然直接哭了起来 但是陈默现在对于高飞飞的这个套路 早就已经有些麻木了 你后悔跟我分手 是因为知道了我有钱 而不是因为其他的事情 所以 你不用在我这里假惺惺的演戏了 你要是有什么事情 你就直接说吧 高飞飞听到这句话之后 眼神当中闪过了一丝尴尬 伸手擦了擦自己的泪水 低声的便捷 陈默 其实 当初我是真的爱你的 你要是不说 我就走了 陈默看见高飞飞还准备跟自己煽情以后 根本就没有废话 起身便打算离开 高飞飞连忙伸手拽了陈默一把 然后表情激动地大喊 陈默 你别走 我跟你说还不行吗 你这么着急走干什么 我不想在你这种人身上浪费一分一秒的时间 陈默 我现在碰到了一个大麻烦 现在只有你能帮我了 什么麻烦 我欠了别人很大一笔钱 我现在根本就还不上这笔钱 如果我要是还不上 他们可能会直接杀了我 我当初不是给过你一笔钱了吗 你给我的那些钱 我 我已经全部都用掉了 一千万 你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既然全都花掉了 你还真是挺能花钱的呀 我是输掉了 那你现在是准备找我借钱吗 陈默好像并不是很关心高飞飞 到底是如何输掉的这笔钱 也不关心高飞飞 为何又欠下了别人钱 对 陈默 我现在真的非常需要这笔钱 你就 看在咱们两个曾经 在一起的份上帮帮我 好不好 高飞飞直接握住了陈默的手 然后继续哀求 陈默 我知道你非常非常的有钱 这笔钱 这笔钱对你来说只不过就是一笔小钱 但是对我来说却是救命的钱 你帮帮我好不好 高飞飞 高飞飞 当初我给你一千万的时候我跟你说过什么 既然当初你从我的手中拿走了那笔钱 那从那一刻开始 咱们两个之间就已经没有任何的关系了 你说的这笔钱对我来说可能确实算不了什么 但是我没有任何理由去帮你 我也并不想帮你 陈默 如果你要是不帮我的话 这些人真的会杀了我的 难道你准备见死不救吗 陈默听到了这句话 下意识地停下了脚步 回头看了高飞飞一眼 陈默 我知道你今天既然能够来见我 那说明你心里还是有我的 你肯定不会眼睁睁地看着我死 对不对 所以就当我求你了 你帮帮我好不好 而陈默听到了高飞飞的话 则是不懈地冷笑了一声 然后淡淡开口 高飞飞 我今天来见你 并不是因为我的心里面有你 而是我想要看看 你拿走我给你的那笔钱之后 你会活成什么样子 我说过了 这个世界 并不是什么事情都可以靠着钱来解决的 还有 就是你的死活 跟我有什么关系吗 这一切不都是你自找的吗 说完这句话以后 陈默迈着大步便要离开咖啡厅 就在陈默走了没有两步的时候 高飞飞竟然直接当着咖啡厅所有人的面 给陈默跪了下来 此时的高飞飞已经被逼到了绝路 她根本就不会在乎别人看她的眼神 也不会在乎自己的尊严 现在她的脑子里面就只有一个想法 那就是从陈默的手中拿到这笔钱 陈默看见高飞飞跪下之后 皱着眉头看着高飞飞 陈默 我求求求你了 你帮帮我吧 陈默没有说话 这笔钱就当是我借你的 只要你能够借给我钱 你让我做什么都可以 而在场的众人在听到了高飞飞的这句话以后 全部都露出了震惊的表情 那个男的有什么好的 是啊 这个女的至于这个样子吗 我觉得那个男的肯定是非常的有钱 要不然就是这个女的脑子有什么问题 在场的众人看着陈默还有高飞飞的位置 忍不住的小声议论了起来 陈默看着跪在自己面前苦苦哀求的高飞飞 感觉这一切都实在是有点太过于讽刺了 当初一直瞧不起陈默 感觉自己高高在上的高飞飞 此时竟然跪在了陈默的面前 高飞飞可能自己都不曾想到 自己有一天会在陈默的面前如此的卑微 陈默看着跪在地上的高飞飞犹豫了一下 然后轻声地问着高飞飞 你欠别人多少钱 不是很多 三千五百万而已 高飞飞以为陈默现在是改变了想法 所以连忙表情激动地回了一句 陈默听到高飞飞说出这个数字以后 忍不住地冷笑了一声 那我问你 你觉得你哪里值三千五百万了 高飞飞瞬间整个人都愣在了原地 脸上的表情十分的无奈 因为他心里面清楚 陈默说的这句话是个什么意思 既然你自己都不知道你凭什么值这么多钱 那我为什么要帮你啊 陈默没有任何的犹豫 直接转身离开了 高飞飞看见陈默如此绝情地离开后 整个人都瘫坐在地上 脸上的表情非常的绝望 因为 此时的陈默已经成为了高飞飞最后的救命稻草 而这颗救命稻草 也就这样无情地离他而去了 高飞飞坐在地上一时间 竟然有些不知道自己接下来做点什么才好 陈默独自一个人回到了家中 拿出自己的手机 拨通了一个电话 电话响了两声之后 对方接通了电话 传来了一道怯声声的声音 陈默 你 你有什么事情吗 你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剩下的事情 你就不用管了 你可以该干什么干什么去了 那 接下来 你打算怎么办啊 接下来的事情 就不用你操心了 陈默语气十分平静地回了一句 然后直接挂断了电话 放下手机以后 陈默的脑海里面开始回忆起了 自己和高飞飞刚认识后的场景 其实 那个时候的高飞飞 还是一个非常单纯善良的女生 虽然算不上有多好吧 但是最起码不坏 高飞飞变坏 就是从来到了南洋大学开始的 高飞飞在这里面认识了徐娇等人 这些人说的话 还有做的事情改变了高飞飞 让高飞飞从心里面瞧不起沉默 唉 如果不是因为来到南洋大学 也许就不会发生这么多的事情了 陈默忍不住轻声地感叹了一句 闭上了眼睛休息了起来 一眨眼 三天的时间过去了 在这三天的时间内 陈默大部分都是一个人在别墅里面待着 玩玩游戏 看看电影 日子过得非常的放松惬意 这三天也是陈默第一次体验到了 做一个富二代到底是什么样的感觉 之前陈默虽然有钱 但是很难得到一个彻底放松的时间 身边总是有各种各样的事情 而在这三天的时间内 无论是什么人都没有办法联系到陈默 也找不到陈默 而此时 距离开业也就仅仅剩下两天的时间了 陈默也准备和孟亮刘瑞等人联系一下 然后准备开学了 虽然现在陈默已经非常的有钱了 根本就不需要去上学 但是陈默发现 自己如果要是不去学校的话 也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做 毕竟现在陈默还没有办法去接受 公司里面的生意 更不用说去对付营商的那些人了 所以陈默觉得 自己现在最重要的 还是要抓紧时间 把学业完成 就在陈默准备给孟亮打电话的时候 手机再次响了起来 陈默低头看了一眼 发现是薛如打过来的电话 便连忙接通了电话 啊 喂 薛阿姨啊 你有什么事情吗 陈默呀 明天是飞飞开学的日子 你有没有时间呢 你要是有时间的话 能不能帮着飞飞办理一些入学手续什么的 啊 我呢 和你蒋叔叔啊 明天都有事儿 没办法陪飞飞过去 薛如直接说出了打电话的目的 薛如此时明显就是在给陈默 还有蒋飞飞两个人创造机会 只不过 她没有办法把话说得太直接 而陈默虽然对蒋飞飞并没有什么其他的意思 但是薛如都已经主动打电话了 她自然也不会拒绝 所以便笑呵呵地回答 好啊 薛阿姨 这件事就包在我身上了 我明天去接飞飞 哎 好的 薛如看见陈默答应了以后 十分开心地笑了笑 次日早上七点 陈默一个人坐着输租车来到了薛如的家中 然后带着蒋飞飞一块去了南洋大学 蒋飞飞 因为这是薛如的命令 所以呢 也就没有反对陈默和她一块去办入学手续的事情 只不过 蒋飞飞依旧非常的高冷 对待陈默也是一副爱搭不理的样子 今天是南洋大学大一新生入学的日子 而南洋大学真正开学的日子 则是后天 南洋大学在江南省这边 也算是比较出名的大学 基本上 能够考入这所大学的人 学习成绩应该都相当不错 当陈默和蒋飞飞 来到南洋大学门口的时候 发现学校门口处已经是站满了人 大部分都是准备入学的新生 还有一部分啊 就是负责接待新生的 大二 大三的学生 没想到 南洋大学竟然这么大 蒋飞飞看着南洋大学的大门 轻声地感叹了一句 还行吧 刚来的时候感觉是挺大的 但是以后习惯了 就发现其实也没有多大 沉默淡淡地看了蒋飞飞一眼 语气平静地回答 我听说 你经常在学校里面捡垃圾 这是真的吗 蒋飞飞犹豫了一下 轻声地问着陈默 嗯 是真的 沉默轻轻地点了点头 蒋飞飞听到沉默的这句话 眼神当中闪过了一丝异样 也不知道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 直接放慢了脚步 和沉默拉开了一段距离 仿佛是不想让别人看见 自己是跟着沉默一块来的一样 毕竟 蒋飞飞当初在他们高中 也算是女神级别的存在 如果是让自己的同学发现 自己是跟一个捡垃圾的穷小子一块来的 那对自己的名声 肯定有非常大的影响的 沉默心中明白 蒋飞飞这个做法是什么意思 只不过 沉默觉得按照蒋飞飞的性格 没有直接跟自己说 让自己离她远一点 已经是很顾忌她的感受了 而且 沉默现在根本就不会在乎这些东西 所以呢 她并没有多说什么 而是直接往学校里面 走了进去 第二百三十集 沉默用了两个多小时 就帮助蒋飞飞 办理好了所有的入学手续 还有入住手续 办理完这些手续之后 沉默又带着蒋飞飞 在学校里面转了一大圈 十分负责任地给蒋飞飞 介绍了一下学校这里面的情况 包括医务室 还有食堂一类的东西 全部带蒋飞飞去了一遍 方便蒋飞飞以后碰到什么事情 不知道应该怎么办 蒋飞飞面对沉默的用心和负责 心里面还是有些感动的 对沉默的印象也发生了一些好转 蒋飞飞觉得 沉默这个人虽然穷了一点 但是他妈妈给沉默的钱 沉默并没有要 所以还是有点骨气的 而且今天沉默带着蒋飞飞 办理那么多的手续 一直都是沉默一个人忙前忙后 根本就没有要求 蒋飞飞做任何的事情 如果不是沉默在帮忙的话 这些手续就够蒋飞飞一个人忙一天的了 而沉默从头到尾都没有任何的怨言 这一点也让蒋飞飞有些感动 这个沉默虽然不适合当男朋友 但是当个朋友还是挺不错的 蒋飞飞到沉默的面前 主动递给沉默一瓶水 轻声道谢 沉默今天谢谢你 沉默没有想到 蒋飞飞这种高高在上的女生 竟然也会说谢谢 哼 没什么谢不谢的 我只不过就是看在徐阿姨的面子上 多少帮你点而已 沉默拿出了自己的手机 问着蒋飞飞 对了 你电话号码是多少 蒋飞飞愣了一下 看着沉默没有说话 仿佛很是介意 把自己的电话号码告诉给沉默 别担心啊 我没有别的意思啊 我就是想把我的电话号告诉你 方便你以后有什么事情可以找到我 我知道你介意我是一个捡垃圾的穷吊丝 但是万一你以后碰到什么麻烦 说不定我还能帮你解决呢 毕竟我在这个学校的时间 可比你长得多呀 沉默虽然对蒋飞飞这个女生 一直都不怎么感兴趣吧 但是却是因为薛如的关系 沉默还是非常热心的 那好吧 蒋飞飞在明白了沉默的意思之后 勉强和沉默交换了电话号码 快中午了 你要不要去吃点东西啊 沉默拿到了蒋飞飞的电话号以后 轻声地问着蒋飞飞 不去了 我准备回到寝室收拾一下 然后去找我的闺蜜 那好 要是没有什么事情 我就先回去了 你有什么事情 直接给我打电话就行了 沉默看见蒋飞飞 没有跟自己吃饭的意思以后 也就没有多说什么 转身就打算离开 而蒋飞飞看着沉默的背影 眼神当中似乎有些犹豫 她站在原地沉默了两秒钟 然后轻声地喊道 沉默 今天晚上 我有个朋友过生日 我妈妈让我带你一块过去 要是没有什么事情的话 今晚 就跟我过去吧 如果是正常的情况 蒋飞飞是绝对不会邀请沉默的 但是她觉得 沉默今天帮自己忙前忙后的 也非常辛苦 而且只不过就是一个 小型的生日聚会 并不是自己和沉默的单独约会 应该也没有什么的 我过去合适吗 沉默并没有像蒋飞飞想的那样 直接就答应了下来 而是问了蒋飞飞一句 应该没事 反正也没有什么人认识你 而且这是我妈妈交代的事情 我要是不带你去的话 我妈妈肯定会说我的 你就过去吧 蒋飞飞小声地回答 嗯 那行吧 那今天晚上六点 你来学校旁边的咖啡厅 我在那里等你 好 然后 沉默直接转身离开 晚上六点多钟 蒋飞飞 跟自己的几个好闺蜜 聚在了学校旁边的咖啡厅里面 蒋飞飞的这些朋友 全部都考上了南洋大学 而且其中还有一个人 今天刚好过生日 所以 他们几个 才会凑在一起准备聚一下 蒋飞飞担心 沉默忘记了时间和地点 所以 还特意给沉默打了一个电话 沉默 我的朋友都已经过来了 你也快点过来吧 别让我的这些朋友 等太长的时间 蒋飞飞拿着电话 轻声开口 好 我马上就到了 沉默淡淡地回了蒋飞飞 然后就直接挂断了电话 蒋飞飞看见电话被挂断了以后 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然后放下了自己的手机 飞飞 你刚才给谁打电话呢 一位身材娇小 长相可爱 身穿一件香奈儿粉红色连衣裙的女生 表情疑惑地问着蒋飞飞 此时 在他们两个的身边 还坐着一位身材高挑性感 长相精致的女生 这两个人就是蒋飞飞的闺蜜 是我的一个朋友 蒋飞飞淡淡地回了一句 面无表情地说道 男朋友啊 娇小可爱的女生杨曼琪 笑盈盈地喊了一声 什么男朋友啊 蒋飞飞听到这句话 脸上的表情瞬间就变得非常的难看 这个人是我妈妈朋友的孩子 我妈妈也不知道喜欢她什么地方 竟然想要撮合我们两个 我也是实在没有办法了 所以才把她喊过来的 杨曼琪听到蒋飞飞的这句话 心里面更加的好奇了 那你这个朋友长得怎么样啊 有没有钱 跟我的男朋友赵航相比呢 赵航是杨曼琪的男朋友 当初在他们高中 也是一个非常出名的高富帅 而且家里面是做酒店生意的 无论是南阳市还是中海市 都有五星级的连锁酒店 当然了 杨曼琪的家庭条件也不错 也能够算得上是一个白府美了 两人在一起 门当户对 曼琪 你怎么这么肤浅啊 就知道看人家的家庭背景 就在这个时候 坐在他们身边的那个高冷的美女 语气无奈地开口 诶 冰冰 我觉得你这话可不对啊 现在这个社会要是没钱 没背景 而且也没有长相的话 那飞飞凭什么跟她在一起啊 她配得上飞飞吗 啊 曼琪 你在这里胡说什么呢 我跟那个人就是普通的朋友关系 人家根本就没有追求我的想法 那个人父母走得早 根本就没有什么背景可言 但是长得还算是不错的 而且人也非常的靠谱 老实 杨曼琪听到这句话直接笑了出来 脸上的表情十分无语 飞飞 你不是在跟我开玩笑吧 现在这个社会 最不缺的就是老实人了吧 飞飞 曼琪的话 虽然说得有些过分 但是其实也是有一些道理的 如果这个人真的没有任何的家庭背景 我觉得你就算是喜欢他 你们两个也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 因为你们两个 根本就是不同世界的人 他以后可能连自己都养活不起 那就更不用说养活你了 虽然如今这个社会 不能把个人的经济条件 看成唯一标准 但是 这绝对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哎呀 你们两个都在这里瞎操心呢 我刚才都已经跟你们两个说过了 是我妈比较喜欢他 撮合我们两个 我可没有喜欢他 嗯 那行 既然你不喜欢他 那一会儿等他过来了以后 我就好好的叫醒叫醒 让他清楚自己跟你的差距 这样呢 他就没有胆子继续纠缠你了 蒋飞飞听到杨曼奇的这句话 不知道应该说些什么才好 这个时候 陈默刚好走进了咖啡厅当中 虽然此时 咖啡厅里面的人还是挺多的 但是 因为蒋飞飞 杨曼奇 还有那个冷艳的闺蜜 都非常的漂亮 放在这个咖啡厅里面 也是非常的瞩目 所以陈默一眼便找到了他们几个 你来了 蒋飞飞看见了陈默 语气有些冷漠 也许是因为自己刚才和闺蜜说的那些话 所以蒋飞飞现在明显是在刻意地和陈默保持一定的距离 而那个身材性感 模样冷艳的闺蜜 甚至连看都不看陈默一眼 手中拿着咖啡 一双美眸 淡淡地看着窗户外面的风景 给人一种 只可远观 而不能靠近的感觉 你就是飞飞的朋友啊 杨曼奇站了起来 上下打量了陈默一眼 脸上的表情 十分的嫌弃 陈默此时身上穿着的衣服 其实都是国际大牌 这是王瑶瑶特意给陈默买的 放在了陈默的衣柜里面 今天陈默出门的时候 来得有些着急 所以呢 便随便穿了两件 套在了身上 但是陈默根本就不认识这些牌子 也不知道自己身上的这些衣服加起来 最少也得是十多万块钱 而杨曼奇此时如此嫌弃地看着陈默的原因 就是知道 陈默的身份背景一般 普通人根本就不可能穿得起这样的一身名牌 所以陈默的衣服 应该全部都是假的 杨曼奇觉得自己正好可以利用这一点 来好好的羞辱一下陈默 陈默还没回答呢 杨曼奇继续语气不善地开口 你这身衣服 花多少钱买的 陈默听到杨曼奇的这句话 忍不住愣了一下 脸上的表情有些不解 他不明白 杨曼奇为什么会这么问 哎小子 我问你话呢 你没听见是不是 杨曼奇看见陈默不敢回答自己这个问题以后 觉得陈默可能就是心虚了 所以脸上的表情更加的嚣张了 这些衣服都是别人给我买的 具体花了多少钱我也不知道啊 陈默面无表情地回了一句 哎呦 别人送给你的 杨曼奇阴阳怪气地开口 然后直接伸出了自己的小手 拽着陈默的外套 大哥 你知道这件外套是什么牌子的吗 你知道这件外套值多少钱吗 我刚才已经说过了这身衣服是别人送我的 你肯定不知道 你不知道我来告诉你吧 这件外套啊 我男朋友也有一件 是阿玛尼的最新款 一件十万多 你告诉我 你什么朋友送你这么贵的衣服啊 蒋飞飞听到杨曼奇的这句话 眼神当中闪过了一丝失望 原本蒋飞飞还以为 陈默就是一个非常老实的男生 做事呢也非常的低调 但是就是喜欢吹牛 可是他万万没想到 陈默竟然如此的虚荣 出来和自己的闺蜜聚会 竟然穿了一件高仿的衣服 蒋飞飞忍不住在心中感叹了一句 心中对陈默的印象更明显地低了几分 小子我告诉你 不是所有人都是傻子 我从小到大接触的名牌 比你吃的饭都多 你身上的衣服是真的还是假的 我一眼就能看得出来 杨曼奇瞥着小嘴 冲着沉默大喊 那你觉得 我身上的衣服是真的还是假的 沉默淡淡地问着杨曼奇 废话 当然是假的啦 沉默听到了杨曼奇的话 淡淡一笑 因为他心里面清楚 这些衣服全部都是王瑶瑶买的 自己和王瑶瑶是什么关系啊 王瑶瑶现在是他的公司总经理 非常的有钱 怎么可能会给沉默买假的衣服呢 只不过沉默现在并没有心情 和杨曼奇计较这些事情 毕竟他今天只不过就是给薛如一个面子 所以才会过来的 至于这些人 觉得自己这件衣服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沉默根本就不在乎 第二百三十一集 沉默迈着步子 想要往蒋飞飞的身边走去 但是 杨曼奇直接拦住了沉默 然后瞪着水汪汪的大眼睛 看着沉默 说道 小子 你这么急着走干嘛 我的话还没有跟你说完呢 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沉默语气平静地回了一句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穿一身高仿的名牌衣服 就可以去追求飞飞了呀 你也照照镜子好好看看你自己 你知道在我们学校有多少人在追求飞飞吗 有多少人追求她跟我有什么关系 还跟你有什么关系 我告诉你 你这样要钱没钱 要背景没背景的人 根本就没有资格追求飞飞 你还是尽早给我放弃 听到了吗 曼奇 你说什么呢 蒋飞飞感觉杨曼奇说的这句话 似乎是有些过分 连忙说道 飞飞 你不用拦着我 我觉得我就是应该跟这种人把话说清楚 要不然 他永远也看不清楚是怎么回事 杨曼奇不顾蒋飞飞的阻拦 继续情绪激动地打击至沉默 沉默好像根本就不在乎杨曼奇的这些话 我并没有追求蒋飞飞的想法 我今天过来 只不过就是参加一个聚会 所以 你的叹息有些多余了 听到沉默的话 杨曼奇一脸的疑惑 如果你真的有时间 最好还是多关心关心自己的事情 我和蒋飞飞之间的事情 还轮不到你来操心 沉默面无表情地 回了他一句 沉默 你别误会啊 曼奇也没有什么别的意思 蒋飞飞看着沉默 解释了一句 沉默在咖啡厅随便找了一个位置坐下 并没有继续搭理蒋飞飞 沉默根本就没有追求蒋飞飞的想法 他自然也就不会在乎这些东西 蒋飞飞和杨曼奇看见沉默不说话了以后 觉得目的已经达到了 所以呢 也就没有继续搭理沉默 而是小声地聊起了天 沉默下意识地看了一眼 距离自己不是很远的那位冷艳的闺蜜 这个女生 无论是身材模样 还是各个方面 都绝对能够秒杀蒋飞飞和杨曼奇两个人 身穿一件黑色的紧身T恤 腰脂纤细柔软 一双修长白皙的眉腿 直接暴露在空气当中 加上踩着一双高跟凉鞋 完美的身材搭配上精致的脸蛋 最后再加上那高冷的气质 这个女生 确实是非常罕见的大美女 而女生似乎也发现了 沉默正在打量自己 但是 她做出的反应 让所有人都觉得不可思议 女人根本就没有表现出 一丝一毫的厌恶 相反 主动冲着沉默打招呼 你好 我叫白纸冰 啊 你好啊 沉默愣了一下 随即连忙轻声地回了一句 白纸冰 只不过就是简单地和沉默 打了一声招呼而已 但是并没有继续和沉默交谈的想法 她直接把自己的脑袋转了过去 然后继续看着窗户外面的风景 沉默看见白纸冰没有继续跟自己说话以后 也就非常识趣地拿出了自己的手机 自顾自地玩了起来 至于这杨曼琪和蒋飞飞 似乎一直都在聊着些什么 只不过两个人说话的声音比较小 沉默也听不清楚 这两个人说的是什么 沉默也不关心他们两个在聊什么 众人在咖啡厅里面等了差不多十分钟的时间 一大群穿着打扮时尚靓丽的男男女女 走进了咖啡厅当中 是赵行他们过来了 杨曼琪看见走在最前面的青年以后 表情激动地喊了一声 然后扭头看着白纸冰 还有蒋飞飞两人 咱们过去吧 蒋飞飞直接起身 奔着赵行等人的位置走了过去 沉默也跟着走了过去 杨曼琪是赵行的女朋友 看见赵行以后 便直接扑进了赵行的怀中 赵行长相高大帅气 而且穿着打扮也非常的时尚 能够看得出来 肯定是家庭条件非常不错的那种学生 因为之前蒋飞飞白纸冰等人 都见过赵行 所以众人简单地寒暄了一番 而赵行却是直接看向了沉默 眼神有些不解地看着杨曼琪 亲爱的 这个人是谁呀 这人是飞飞的朋友 是飞飞他妈让这人过来的 杨曼琪解释了一句 然后又小声地在赵行的耳边 说了几句话 只不过此时的沉默距离他们的位置比较远 所以根本就没有办法听清楚杨曼琪和赵行说了什么 但是即便沉默听不到 他也能够猜得到了 赵行在听完杨曼琪说的话以后 眼神当中闪过了一丝不屑 随即直接迈着步子走到了沉默的面前 然后主动冲着沉默伸出了右手 你好啊 我叫赵行 杨曼琪的男朋友 你好 沉默看了赵行一眼 举起了自己的右手 我听说你想要追蒋飞飞啊 这不知道家里面是干什么的啊 既然这么大胆子 连我们学校校花都敢追啊 赵行的这句话 明显就是在嘲讽了沉默 因为杨曼琪刚才已经把沉默的情况和赵行说了 赵行应该是明明知道沉默没有任何的家庭背景 但是还这么问 就是想让沉默在这么多人的面前丢人 而沉默原本是打算和赵行握手的 但是在他听到了赵行的这句话以后 直接把自己的右手收了回来 然后迈着步子就往咖啡厅外面走去 赵行根本就没有想到 沉默竟然会如此直接地无视他 菲菲 你这个朋友挺有意思的啊 赵行看了蒋飞飞一眼 收回了自己的右手 想 晚上以后啊 咱们都在南洋大学 早着瞧吧 蒋飞飞听到了赵行的这句话以后 眼神当中闪过了一丝担忧 因为他心里面非常的清楚 赵行这个人 雅兹必报 沉默得罪了赵行 赵行肯定会报复回去的 当初在上高中的时候 就有一个学生得罪了赵行 后来直接把赵行的腿给打断了 而且赵行还发话 看见一次就打一次 后来这个学生实在是没有办法了 只能是选择退学 因为家里面是开大酒店的 所以赵行的父亲在这个社会上面 非常的有能耐 就算最后这个学生报警了 也只不过就是赔了点钱罢了 根本就不能把赵行怎么样 众人并没有把刚才发生的事情 太过的放在心上 杨曼琪娇滴滴地询问着赵行 老公 咱们今天是怎么安排的 咱们呢 一会儿先去酒吧唱歌 然后等唱完歌以后 再去我家的饭店吃饭 我给你弄了一个大包间 到时候咱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一切的消费都由我来买单 谁都不可以先走啊 赵行非常财大气粗地 扯着嗓子冲着众人喊了一声 众人知道有人请客吃饭了 而且还不用花钱 心里面自然非常的高兴 瞬间便爆发出了一阵欢呼声 赵哥 我听说在咱们南游市 新开了一个龙豪夜总会 那个地方环境不错 而且天天爆满 要不然咱们去那里玩玩吧 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学生扯着嗓子喊了一声 你知道什么 人家那个龙豪夜总会的生意 非常火爆 现在都几点了 咱们要是没有预定的话 就算是去了也很难有位置的 一个打扮得十分漂亮的女生 娇滴滴地开口了 嗨 没关系 我爸爸和这个龙豪夜总会的老板是朋友 到时候估计能给我这个面子 赵行语气十分得意 然后冲着众人挥了挥手 事宜上车 能够和赵行这种人玩到一块的 那肯定都是非常有钱的 所以这些人都是开着车来的 众人一窝蜂地上了车 最后唯独剩下沉默 一个人站在原地 毕竟沉默是坐出租车来的 并没有开车 而其他人的车子似乎都已经没有了位置了 就在赵行准备出发的时候 杨曼奇突然指着车窗外面的沉默大喊 亲爱的 沉默还没有上车呢 赵行听到了这话以后 愣了一下 然后笑呵呵地看着沉默 沉默啊 你不是开车来的呀 沉默是打车来的 蒋飞飞此时也坐在赵行的车子里面 面无表情地回答 哈 原来是这个样子呀 赵行淡淡一笑 然后看着车子外面的沉默 继续开口 哎 那个什么啊 沉默啊 你看我们现在人都满了 其他车子也都忍人了 要不然你看这样行不行啊 你自己打车过去吧 那个叶总会还是很有名的 大部分的出租车司机啊 都知道的 众人在听到了赵行的这句话以后 瞬间便爆发出来了一阵哄哮声 之前沉默得罪了赵行的事情 就已经让在场的很多人都不满意了 此时好不容易看见沉默出丑 这些人自然而然 要好好地取笑一下沉默 其实 有的车子里面根本就没有坐满人 还有空余的位置 只不过 这些人不想让沉默上车而已 沉默听到众人的嘲笑声 眼神当中闪过了一丝寒意 因为这已经不是赵行 第一次找他的麻烦了 现在 沉默已经不是最初的沉默了 如果真的把沉默惹急了 沉默也不介意 好好地教训一下赵行 蒋飞飞听到众人的嘲笑声以后 脸上的表情似乎也不是很好看 毕竟 沉默是他带来的 而且沉默现在的身份 也是他的朋友 自己的朋友被人这样的嘲讽 蒋飞飞就算是对沉默 没有什么别的意思 心里面也会非常的不舒服 蒋飞飞张嘴刚要说话 一个女生突然开口喊了一声 沉默 你坐我的车吧 我的车没有人 沉默看向了说话的那个人 邀请沉默上车的竟然是蒋飞飞的那个高冷闺蜜 白纸冰 白纸冰此时正坐在一辆粉红色的奔驰车当中 这辆奔驰车最少也得五六十万 白纸冰此时才上大学 竟然能够开得上这样的车子 那说明白纸冰的家庭条件肯定也是非常不错的 赵航也忍不住的看向了白纸冰的位置 眼神当中闪过了一丝不解 因为他想不明白 白纸冰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帮助沉默 莫非是白纸冰看上了这个沉默 赵航的脑海当中闪过了一个惊人的想法 然后忍不住的深吸了一口凉气 虽然现在的白纸冰并没有男朋友 但是其实很多人都知道白纸冰早就是名花有主了 在南洋市一个大家族当中 有一位公子哥正在追求白纸冰 只不过白纸冰没有答应罢了 没有人敢跟这位公子哥抢女朋友的 如果这白纸冰真的看上了沉默 那这件事情可就有意思了 就在赵航想着这些问题的时候 沉默已经走上了白纸冰的奔驰车 第二百三十二集 而杨曼七看见这一幕以后 忍不住微微瞥嘴 小声地嘀咕着 冰冰怎么想的 这种人竟然有资格上他的车 蒋飞飞此时心中也非常地疑惑 但是并没有多说什么 行了既然沉默都已经上车了 咱们也快点出发吧 赵航心里面明显有一点失望 毕竟他还是打算用这件事情 好好地羞辱一下沉默的 但是没有想到最后竟然是白纸冰救了沉默 心情非常的不爽 直接发动了车子 然后奔着夜总会的位置开了过去 众人纷纷跟在赵航的后面 沉默坐在了白纸冰车子的副驾驶上面 车子里的味道非常的好闻 那个谢谢你了啊 沉默轻声冲着白纸冰道谢 不用客气 白纸冰随即也发动了车子 沉默看着认真开车的白纸冰 心中对这个女生的看法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因为他觉得 虽然白纸冰看上去冷冰冰的 但是其实心地还是非常善良的 最起码要比赵航杨曼琪等人好事很多 差不多过了半个小时 众人终于开着车来到了南洋市非常出名的一个不夜城 这个不夜城里面啊 有非常多的酒吧夜总会 KTV饭店 基本上只要是你能够想象得到的娱乐场所 在这个地方都是可以找到的 众人将车子停好 然后三五成群地奔着龙豪夜总会里面走去 此时夜总会里面已经有非常多的客人了 而且众人刚刚走进大厅 便看见了一大群打扮得十分性感的姑娘 站在了一大排 齐声地冲着赵航等人问好 而跟着沉默一块进来的白纸冰看见这一幕以后 眼神当中闪过了一丝不悦 毕竟他是第一次来这样的场合 似乎非常不喜欢这里的环境 只不过今天是为了给杨曼琪过生日 众人才过来的 所以白纸冰并没有多说什么 赵公子 您竟然亲自过来了呀 而叶总会的大厅经理似乎也认识赵航 上前一步笑呵呵地寒暄着 王经理啊 今天是我女朋友的生日 我想开个包厢 有问题吗 赵航走到了王经理的身边 笑呵呵地看着王经理 哈 赵公子您都说话了 那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呀 王经理连忙笑了笑 然后继续补充 哈哈哈哈 哎呀 这但是赵公子啊 我们这里最好的包厢已经被人预定了 您要是想来玩的话 我们可能得给您安排一个 等级稍微低点的包厢 哎 但是服务什么的都是一样的 哎 您看行吗 啊 其他人来这里 可能连最低级的包间都预定不到 而王经理 此时竟然能够如此给赵航面子 赵航心里面 还是非常的开心的 所以呢 也就没有任何的废话 直接喊道 嗨 钱嘛 那我就不为那王经理你了 王经理看见赵航如此爽快地 答应下来以后 忍不住大笑了一声 然后连忙带着赵航沉默等人 奔着包厢的位置走去 众人进入到了包厢当中 虽然并不是这个叶总会最好的包厢吧 但是里面的环境还是非常不错的 赵航为了今天的聚会也是准备了很久 毕竟他和杨曼琪在一起三个月了 他准备先把杨曼琪哄开心了 然后剩下的事情啊 就都可以水到渠成了 所以今天的赵航也算是狠狠地出了一次血 直接点了十多万块钱的酒水 众人看见赵航如此的大方以后 也纷纷开始拍赵航的马屁 唯独陈默一个人 尴尬地坐在沙发上面 跟这些人格格不入 蒋飞飞白纸兵等人坐在一起聊天啊 自然没有心情搭理陈默 而陈默则是自己 一个人尴尬地坐在原地 心里面想着找个机会离开这里 毕竟陈默非常的不喜欢这样的环境 酒水上来之后 众人便开始玩游戏唱歌 但是众人才玩了没一会儿 包厢的大门被人推开了 一位身穿黑色长裙的美少妇 笑盈盈地走进了包厢当中 美少妇身穿一袭黑色的长裙 修长白皙的美腿 高耸的双峰 在包间昏暗的灯光下 看上去格外的妩媚诱惑 尤其此时在包间里面的 大部分都是刚刚上大学的学生 面对如此诱人的美少妇 那肯定是没有任何的抵抗能力的 所以当美少妇出现在了包房里面的时候 众人纷纷看傻了眼 直勾勾地盯着那美少妇 深不见底的勾鹤看 唯独沉默一个人 脸上的表情还算是平静 毕竟沉默见过的美女 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根本就不会对这样的一个女人 产生任何的想法 蒋飞飞似乎也注意到了这一点 心里面感觉沉默现在能够不为所动 其实还挺不容易的 毕竟就算是有了女朋友的赵行 此时都已经看傻了眼了 各位老板好 我是龙行夜总会的经理 美少妇进入包房以后 简单地介绍了一下自己的身份 然后又从自己的身后的服务员手中 接过了酒杯 众人看见这一幕以后 也就知道了是怎么一回事 肯定是因为赵行的面子比较大 所以人家夜总会的经理都特意给过来敬酒了 赵行脸上的表情也十分的得意 连忙举起了手中的酒杯 跟那美少妇喝了一杯 两人喝完酒之后 美少妇寒暄了两句 然后便离开了 美少妇离开了以后 整个包房都炸开了锅 所有人脸上的表情都非常的激动 诶 赵哥 刚才那个经理实在是太带劲了吧 我要是能够跟这样的女人在一起 那实在是太刺激了 一个长相猥琐 戴着眼镜的青年 呲着牙笑呵呵地看着赵行 我估计你这辈子都没什么机会啊 赵行身边的青年 忍不住冷笑了一声 诶 诶 周伯 你这句话什么意思呀 唯琐青年仿佛有些不太乐意地喊了一声 你知不知道刚才那个女人是谁的亲人啊 不知道啊 我跟你们说啊 刚才那个女人是杜云飞的女人 诶 你们知道杜云飞是谁吗 周伯此时依旧是一脸的神秘啊 哦 你说这个杜云飞莫非就是咱们南洋市黑道大哥杜天豪的职子杜云飞 赵行对于南洋市这边有名的大哥还是很了解的 毕竟家里面是做饭店生意的 诶 没错 就是杜天豪的职子杜云飞 周伯连忙回了一句 然后继续补充 杜天豪在咱们南洋市那也是个什么样的大人物啊 你们心里面应该都非常的清楚吧 整个南洋市都没有几个人敢招惹杜天豪啊 他的那职子那就更不用说了啊 仗着这杜天豪的关系啊 一般人那就根本不敢惹 而杜云飞就是这个场子的老板 你们有胆子 跟杜云飞强女人吗 哟 没想到赵哥你的面子揍的 连杜云飞的女人都亲自过来给你敬酒了 众人在聊杜云飞杜天豪两人的事情的时候 也不忘记好好地吹捧一下赵行 赵行听到众人的话 脸上的表情仿佛更加的得意了 但是赵行发现 沉默此时根本就没有任何的反应 脸色平静地坐在沙发上 其实刚才众人说的这些话 沉默都听见了 此时的沉默才知道 原来这个场子竟然是杜天豪侄子的 只不过赵行等人可能不知道 这个杜天豪就算是再怎么厉害 那也只不过就是沉默手底下一个打工的罢了 沉默 你觉得这里环境你还满意不呀 就在这个时候 赵行举起了自己手中的酒杯 笑呵呵地问着沉默 赵哥 你在这里开什么玩笑呢 沉默这种人 这辈子可能都没有来过这样的地方 他敢说不满意吗 沉默这边还没有说话呢 赵行身边的男生便扯着嗓子喊了一声 众人听到这句话以后 纷纷开始大笑了起来 而沉默 面对众人的笑声 眼神当中闪过了一丝不悦 张嘴刚要反驳 但是赵行这个时候却站了起来 然后冲着自己身边的几个人大喊了一声 我去上厕所啊 有没有人要去啊 赵行说完这句话以后啊 那众人是连忙纷纷响应啊 一大学人便是先后地离开了包房 众人离开之后 蒋飞飞看了一眼 跟这些人格格不入的沉默 想要劝说沉默 一会儿要是没有什么事情 就先走吧 其实想要让沉默走啊 也是为了沉默好 因为他知道 沉默就算是留在这里 也只不过就是被人嘲笑而已 哎呦我了 不好了 赵哥跟别人打起来了 快点都出去帮忙啊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 包房的大门突然被人推开了 一个戴着眼镜的青年 扯着嗓子喊了那么一声 包房里面剩下几个男生 听到这句话呀 连忙都是起身冲出了包房 而那些女生似乎也好奇 发生了什么事情 所以呢 也都跟着小跑了出去 沉默也起身 跟着众人走出了包房 沉默等人来到了卫生间门口 发现 此时赵行等人正按着一个青年 不停地殴打着这个青年 青年一个人势单力薄 此时已经被打得是满脸是血 模样十分的凄惨 沉默从众人的议论声当中听出 原来刚才赵行等人上厕所的时候 碰到了一个长得挺不错的小姑娘 其中一个男生喝了点酒 一时间没控制住 便骚扰了这个女生 本来在夜总会这样的地方 这种事情十分常见 但是谁也没想到 这个女生的脾气比较大 直接给了男生一个耳光 赵行等人瞬间便不乐意了 恰好这个时候 女生的男朋友也从厕所里面出来了 两拨人没说几句话 便直接打了起来 只不过因为赵行这边的人比较多呀 所以几个人 直接把那个男生摁在了地上打 众人打了一会儿之后 发现男生没有了反抗能力 这才收手 然后在赵行的带领下 回到了包房当中 小子 别他妈让我再看见你啊 要不然欠你一次 老子打你一次 赵行语气十分嚣张地 冲着躺在地上的青年 喊了一声 然后还似有似无地 看了沉默一眼 仿佛这句话 也是在威胁沉默一样 第233集 赵行威胁完后 带着众人回到了包房 众人似乎根本就没有意识到 这件事情的严重性 回到包房以后 众人该喝酒喝酒 该聊天的聊天 根本就没有人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 但是沉默却隐隐约约 在心里面感觉 这事似乎并不是那么简单的 赵哥 晚一会儿那小子找上门来 怎么办呢 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稍微清醒了一些的青年 低声地问着赵行 哎呀 是啊赵哥 毕竟咱们不是这里地盘 这南洋市啊 这要真的让人家找上门来 那可就麻烦了 就在这个时候 另外一个青年也跟着附和 毕竟 赵行等人 都是中海市的 他们家里面的关系 最多也就是在中海市那边 但是并不在南洋市这边 要是一旦真的碰到了什么情况 就算这些人家里面有关系 估计也救不了他们呢 要不然 咱们还是走吧 别再开学第一天 就惹到什么麻烦 蒋飞飞此事心里面 似乎也有些担心了 犹豫了一下之后 缓缓开口 飞飞 你不用担心 赵行他爸在南洋市这边 也认识挺多人的 要不然刚才那个女的 也不会亲自过来 给赵行敬酒吧 放心吧 出不了什么事了 杨曼琪此时则是 一脸的无所谓 淡淡地回了一句 小大美女 你不用担心 要真的出了什么事情 我爸绝对能够摆平 赵行被杨曼琪这么一夸 心里面更加的得意了 原本他其实也有走的想法 但是无奈 话说到了这个份上 如果真的就这么走了 那刚才自己岂不是白装了 所以他假装十分从容淡定地 留了下来 陈墨心里面担心 真的碰到什么麻烦 而且这件事情 本身和陈墨也没有什么关系 所以陈墨为了保险起见 轻声冲着蒋飞飞开口 时间不早了 要不然 咱们两个还是先走吧 其实陈墨之所以选择离开 并不是真的担心有危险 毕竟 在南阳市 陈墨只需要一个电话 就可以摆平任何一件事 在经历了这么多的事情之后 陈墨非常相信 李军成和杜天豪的实力 何况 这个场子 还是杜天豪侄子的 但是陈墨并不愿意 掺和到赵行等人的事情当中来 也不愿意过分地暴露自己的身份 而且还是在蒋飞飞的面前 所以陈墨打算离开了 哎 你小子 什么意思呀 但是就在陈墨的这句话说完之后 一个青年直接站了起来 指着陈墨喊了一声 你自己要是想走 你可以走 但是你把飞飞带走什么意思 杨曼琪也跟着喊了一声 赵行看着陈墨冷笑了一声 然后淡淡开口 陈墨啊 你要是不想留下来 没有关系 但是你想要带走飞飞 那是不是得看看飞飞自己的意思呀 没错 飞飞 你是要跟她走 还是跟我们留下来 杨曼琪接着冲着蒋飞飞 质问了一句 此时杨曼琪的这个问题 明显就是让蒋飞飞 在他们和陈墨之间做出一个选择 而蒋飞飞 在犹豫了两秒钟之后 轻声地回答 既然你们都想继续玩下去 那我就先不走了 很明显 蒋飞飞还是觉得 这些朋友比陈墨更加重要 说完这句话以后 蒋飞飞直接扭头看向了陈墨 陈墨 你要是想走的话 那你就先走吧 杨曼琪听到蒋飞飞的这句话 表情非常的开心 扭头看了陈墨一眼 语气十分不屑地开口 陈墨 你还愣在这里干什么 飞飞让你赶紧滚 你没有听到吗 杨曼琪似乎是故意用了滚这个字眼 众人听到这句话以后 纷纷开始大笑了起来 仿佛都在嘲笑着陈墨 陈墨 你还坐在这里干什么 杨曼琪本身就看着陈墨 非常的不爽 此时正好可以趁着这个机会 直接把陈墨给赶走了 白纸冰扭头看了蒋飞飞一眼 似乎是想要蒋飞飞说句话 让这些人停下嘲笑陈墨 但是 蒋飞飞并没有说话 因为她知道 如果自己现在这个时候 帮助陈墨说话的话 那就是相当于得罪了 杨曼琪和赵航两人呐 在她的眼中 杨曼琪和赵航这两个人 明显要比陈墨重要很多 陈墨清楚 蒋飞飞此时应该是真的没有想要跟自己离开的意思 所以转身准备离开 原本陈墨是打算带着蒋飞飞一起离开的 但是此时 蒋飞飞她不愿意走 那陈墨也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了 但是就在陈墨刚刚起身的那一瞬间 包房的大门直接被人从外面一脚踹开 七八个身穿黑色西服保镖模样的壮汉 冲进了包间之中 众人看见这一幕以后 纷纷站了起来 脸上的表情十分的疑惑 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 你 你们干什么的 赵航看见这些人来者不善 结结巴巴地喊了一声 而那些保镖一字排开 看着赵航的位置没有说话 孙公子 是这些人吗 其中一个保镖 扭头问着站在自己身后的青年 而众人在看见这个所谓的孙公子之后 也都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 因为这个孙公子不是别人 正是之前刚刚被赵航等人 在厕所里面毒打了一顿的那个人 沉默的预感果然没有错 这个青年的身份不简单 没错 就是这几个傻子 已经被打得满脸是血的青年 扯着嗓子 表情十分激动地大喊了一声 几位 跟我们走一趟吧 我们老板想要见你们 带头的保镖大手一挥 瞬间 七八个壮汉直接奔着赵航等人的位置 冲了过去 众人瞬间便陷入到了一阵慌乱当中 所有人脸上的表情都非常的恐惧 你们干什么呀 你们知不知道我是什么人啊 你们都疯了是不是 赵航此时心里面也非常的紧张 你是什么人哪 带头的保镖在听到了赵航的这句话以后 忍不住愣了一下 然后冲着自己身边的保镖挥了挥手 众人连忙松开了赵航 毕竟南洋市里藏龙卧虎 确实经常有很多的富二代来这个龙豪夜总会 所以呢 这个带头的保镖担心赵航真的有什么身份背景 一旦是惹到了什么大人物的话 对自己来说也将会是一个不小的麻烦 所以这个人准备先把赵航的身份弄清楚再说 我爸是红韵大酒店的老板赵胜 我爸跟你们叶总会的老板杜云飞认识 赵航犹豫了一下 低声冲着带头的这个保镖喊了一声 带头的这个保镖听到赵航的这句话以后 忍不住地愣了一下 然后面无表情地开口了 你说的这个人我们不认识啊 而且我刚才接到的命令 就是带着你们这些人去见我们的老板 赵航觉得这个人只不过就是一个保镖 不认识自己的父亲 其实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所以直接答应了 行 我们现在就跟你们去见杜总 但是你能不能把我 还有的朋友们都放开 放开你们能不跑吗 带头的保镖皱着眉头问 这里是你们的地盘 我们就算是跑了 你也有办法帮我们抓回来吧 没想到你小子还挺懂事的 那就跟我们走一趟吧 带头的保镖冷笑了一声 然后直接转身离开 包厢里面的众人看见保镖都离开了以后 脸上的表情十分紧张 老公怎么办啊 咱们用不用找找关系啊 杨曼琪十分焦急地看着赵航 不用害怕 我爸跟杜云飞认识 而且关系还不错 我觉得杜云飞不会把我们怎么样 我今天都要看看那小子想怎么样 赵航十分自信 扭头冲着众人大喊了一声 大家都不用害怕啊 咱们怎么多人 就算是杜云飞也不能把咱们怎么样 咱们现在就过去 说完这句话以后 赵航直接迈着步子 奔着包厢外面走去 众人也纷纷跟在赵航的身后 沉默其实是打算趁着这个机会赶紧离开这里的 但是后来沉默考虑到蒋飞飞此时 也跟着赵航等人一块离开了 一旦要是蒋飞飞出现了什么事情 沉默不好和薛如交代 所以犹豫了一下之后 也跟着走出了包厢 片刻之后 沉默等人跟着保镖走进了一个办公室当中 这个办公室非常的大 甚至比沉默等人刚才所在的包厢还要大 而且里面的装修也非常的奢华 光是看地上的地毯就非常的昂贵 而在办公室的里面摆放着一张真皮沙发 在沙发上面坐着一个青年 这青年的长相跟杜天豪还真有几分类似 身穿白色的西服 面色阴沉 沉默能够看得出来 这个人应该就是刚才赵航等人所说的杜云飞 但是杜云飞的身边坐着好几个美女 这些美女 无论是身材还是模样都是极品当中的极品 年纪也不是很大 阴阴艳艳十分诱人 而在沙发后面呢 则是站着青一色身穿黑色西服的保镖 看上去非常的有气势 而杜云飞 怀中则搂着一位身穿白色旗袍的美女 左手十分自然地放在旗袍美女的大腿上面 沉默能够认出来 这位旗袍美女就是当初去给赵航敬酒的那个美女 美女的脸上化着淡妆 长相非常的精致 身材也非常的好 白色的旗袍 岔开到腰上 露出了一双修长白皙的美腿 沉默看见办公室里面的情况以后 忍不住淡淡一笑 不得不说 这个杜云飞的日子 过得竟然比杜天豪还舒服 即便是他这个杜天豪的老板 都有些自叹不如啊 但是沉默并没有着急跟杜云飞说话 因为他想要看看 今天这件事赵航到底能不能够解决 如果赵航能够解决 沉默自然也就不用出手了 这样也就不用担心自己的身份了 杜总您好啊 赵航走到了杜云飞的面前 十分客气地打了个招呼 就是您打了孙公子是不是啊 杜云飞上下打量了赵航一眼 面无表情地问着赵航 赵航扭头瞅了一眼杜云飞身边那个青年 低声地回答 哎呦 杜总 我之前确实跟这个人发生点矛盾 但是当时我不知道这个人是您的朋友啊 哎呀 我们龙豪是不可以闹事的呀 无论是孙公子是不是我的朋友 你打人中就是不对的对吧 杜云飞慢条斯理地说 众人听到杜云飞的这句话 脸上的表情明显地紧张了几分 毕竟对方是杜云飞这样的大人物 他们只不过就是一些普通人 肯定不敢去招惹杜云飞的 杜总 我是赵胜的儿子 您看您能不能看在我父亲的面子上 赵航准备把自己的父亲搬出来 试图让杜云飞给他父亲一个面子 杜云飞听到赵胜这个名字以后 淡淡一笑 然后语气平静地开口 你说的是红韵大酒店的那个赵胜啊 对对对 赵航连忙点了点头 杜云飞冷笑了一声 然后不懈地看着赵航 赵胜算个什么东西 你以为你是赵胜的儿子 我就会放过你吗 在场的众人在听到了杜云飞的这句话以后 全部都愣在了原地 脸上的表情变得非常的恐惧 毕竟刚才这些人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了赵航的身上 他们认为赵航家里面是做酒店生意的 认识的大人物肯定非常多 估计杜云飞也不敢把赵航怎么样 但是谁都没有想到 杜云飞竟然根本就不把赵航的父亲赵胜放在眼里 而且不仅仅是不放在眼里那么简单 相反还说了一句赵胜算个什么东西 赵航此时自己也是有些傻眼了 呆愣愣地看着杜云飞 脸上的表情非常的不可思议 赵航根本就没有想到杜云飞会是这样的一个反应 孙公子啊 今天这事你打算怎么办呢 就在这个时候 杜云飞扭头看向了自己身后的孙公子 笑呵呵地问道 第二百三十四集 那个孙公子在听到了杜云飞的话以后 犹豫了一下 随即直接迈着步子 走到了之前调戏自己女朋友的那个青年面前 然后 抬腿便是一大脚 直接踹在了青年的肚子上面 青年被孙公子一脚踹躺在地上 脸上的表情十分的难看 下意识地扭头看向了赵航的位置 似乎是想要让赵航帮他求求情 但是 此时赵航心里面清楚 自己父亲也起不到什么作用了 自己都是自身难保的状态 怎么可能有心情给这个人求情啊 而且 就算是自己求情了 人家杜云飞 也不一定能给这个面子呀 所以赵航只能是无奈地站在一旁 一句话都不敢说 孙公子对着青年上去便是一顿的拳打脚踢 足足打了将近十多分钟 才气喘吁吁地停了下来 然后伸手指着躺在地上的青年大骂 你刚才 你刚才不是很牛吗 现在怎么不说话了 大 大哥 我知道错了 你别打了 我求你了 我真的知道错了 此时没有了赵航的保护 青年自然也是不敢继续得罪这个来历不明的孙公子 所以只能抱着自己的脑袋苦苦求饶 希望这个孙公子能够放过你 放过你啊 孙公子在听到了青年的这句话以后 忍不住地冷笑了一声 然后淡淡开口 行啊 你要是想让我放过你 也可以 你让你的女朋友今天晚上跟我走 我就放过你 你看怎么样啊 青年的女朋友在听到了这句话以后 眼神当中闪过了一丝惊慌 连忙后退了两步 而杨曼琪 跟这个女生的关系很好 也抬头 看向了赵航的位置 希望赵航能站出来说句话 毕竟 如果真的让孙公子把这个女生带走 那接下来 会发生什么事情 大家心里面也都清楚 陈墨此时虽然有能力去阻止杜云飞等人 但是陈墨跟这些人的关系却并不好 而且之前这个女生也没少嘲笑陈墨 陈墨并没有出手的打算 杜总啊 今天这件事是我们的不对 我给您道歉 但是这件事跟这个女生没关系啊 赵航犹豫了很长的时间 最后还是站了出来 杜云飞听到了这句话 淡淡地看了赵航一眼 然后面无表情地开口 我跟你爸见过几次面 今天我也就不为难你了 你带着你的人走吧 谢谢杜总 谢谢杜总 赵航听到了这句话以后 也是喜出望外 表情十分激动地喊了一声 然后冲着自己身后的人大喊 咱们快走吧 众人听到赵航的这句话 脸上的表情都非常的激动 所有人都迈着步子 转身准备离开 等一下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 杜云飞突然开口喊了一声 赵航等人愣了一下 然后纷纷扭头看向了杜云飞的位置 脸上的表情 似乎有些不解 唉 你们其他人都可以走 但是啊 那两个人得留下来 杜云飞伸手指了指 之前挨打的那个青年 还有那个青年的女朋友 很明显 即便是这个时候了 杜云飞 依旧没有放过那两个人的打算 而赵航自己心里面也清楚 如果自己真的现在就这么走了 那传出去 他肯定会成为别人眼中的笑话 以后 谁还敢和他赵航做朋友啊 哎呦 杜总 赵航眼神当中闪过了一丝无奈 而杨曼琪直接冲着杜云飞大喊 你是什么人啊 凭什么你说让他们两个留下来 他们两个就留下来 赵航听到了杨曼琪的这句话 眼神当中闪过了一丝崩溃 因为 杨曼琪既然有胆子说出这句话 那肯定是不知道杜云飞这个人有多么的恐怖 果不其然 杜云飞在听到了杨曼琪的这句话以后 大笑了起来 而其余在场的那些保镖呢 也跟着纷纷笑了起来 你 你问我是什么人 杜云飞笑呵呵地问着杨曼琪 没错 就算你是警察 你也没有资格把他们两个留下来 那行 今天我让你看看 我到底有没有这个资格 把这两个人都留下来 杜云飞大喊了一声 然后直接喊道 我原本是打算让这两个人留下来 其他人可以走的 但是 既然这样的话 那 你们这些人不想走 就全都别走了 众人听到杜云飞的这句话 脸上的表情明显更加恐惧了 赵航似乎意识到 情况有些不太对劲 连忙迈着步子走到了杜云飞的面前 然后结结巴巴地 冲着杜云飞解释 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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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 这位是我的女朋友 我女朋友他不懂事啊 你千万别跟他一般见识 您就当是给我爸一个面子啊 杜云飞抬手便是一耳光 狠狠地抽在了赵航的脸上 然后大声地喊道 你爸算个什么东西啊 你回去问问你爸 敢这么跟我说话不 赵航呆愣愣地站在原地 浴室间有些不知道如何是好了 你们三个女生留下来 其他人马上给我滚 否则 谁都别想走了 杜云飞面无表情地喊了一声 而杜云飞点名的那三个女人 不是别人 正是蒋飞飞 白纸冰 还有杨曼奇三人 其实 从这些人进入到办公室开始 杜云飞就已经看上了这三个女生 此时正好可以借题发挥 把蒋飞飞等人给留下来 众人在听到了杜云飞的话以后 脸上的表情明显有些动摇了 毕竟 他们不想因为这点事 而影响到自己 要不然我们还是先走吧 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小姑娘 语气紧张地看着自己的男朋友 虽然意气很重要 但是他们也清楚 大难临头各自飞的道理 现在这个时候 已经没有人想什么意气啊 不意气的了 杜云飞扭头看了一眼 自己身边的保镖 保镖马上就明白了杜云飞的意思 直接迈着步子 向着蒋飞飞 杨曼奇 还有白纸冰 三人的位置走了过来 而此时 众人已经全部都傻眼了 一个个呆愣愣地站在原地 脸上的表情十分的恐惧 原本他们以为 只要把跟那个孙公子 发生矛盾的青年 还有他的女朋友留下来 今天这些人 就都没有什么事情 但是 谁也没有想到 杨曼奇的一句话 直接激怒了杜云飞 此时 杜云飞不仅是想要 把那个青年留下来 还准备把杨曼奇 蒋飞飞 白纸冰 三人都留下 留下来要做什么 众人心里面非常的清楚 此时 赵行的那些朋友 现在已经是顾不上 朋友情谊了 连忙转身 奔着办公室外面跑去 一眨眼的功夫 仅仅就剩下了 陈默 赵行 蒋飞飞 杨曼奇 白纸冰 还有之前 得罪了那个孙公子的青年 陈默此时没有离开的原因 也非常的简单 这件事情 已经牵扯到了蒋飞飞 陈默根本不可能 扔下蒋飞飞 一个人在这里 不管的 要不然 陈默以后也没办法和薛如交代 蒋飞飞看了一眼自己身边的陈默 心里面还是有些诧异的 因为 赵行的那些酒肉朋友 刚才都趁着这个机会离开了 但是陈默此时竟然还留在这里 这确实是蒋飞飞没有想到的 但是 蒋飞飞自己心里面也很清楚 即便是陈默留在这里 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 但是 其实他心里面并不是很害怕 因为蒋如海 是在那里上班的 多多少少也算是有些人脉关系 杜云飞能耐虽大 但是也不敢跟白盗的官员过不去 所以蒋飞飞知道 自己今天不会有什么危险 至于白纸兵 杨曼奇等人能不能安全地离开 他心里面就不是很清楚了 而白纸兵此时脸上的表情也非常的平静 仿佛并没有太过于恐惧 唯独杨曼奇 此时都已经吓傻了 躲在赵行的身后 一句话都不敢说 赵行也早就没有了之前那个嚣张得意的模样 一直拼命地给杜云飞道歉 但是杜云飞根本连看都不看赵行一眼 毕竟 在杜云飞的眼中 就算此时求情的人是赵胜 杜云飞都不一定给这个面子 杜云飞是杜天豪的侄子 跟随在杜天豪身边多年 能耐十分的惊人 虽不及杜天豪那般的让人如雷贯耳 但是基本上 只要是南洋市的人 都会畏惧杜云飞几分 就在这个时候 那些保镖 已经走到了蒋飞飞等人的面前 伸手便要去拽蒋飞飞了 蒋飞飞也准备开口说出自己父亲的名字 但是就在蒋飞飞张嘴 刚要说话的时候 一只手突然拦在了她的面前 而这个人不是别人 正是陈墨 众人看见陈墨站出来以后 全部都露出了不解的表情 眼神十分疑惑地看着陈墨 似乎是不知道 陈墨这个时候站出来 要做什么 陈墨 蒋飞飞冲着陈墨喊了一声 而陈墨 根本就没有理会蒋飞飞 而是迈着步子 走到了杜云飞的面前 然后 语气平静地冲着杜云飞说 这两个女生是我的朋友 给我个面子吧 你现在 放了她们吧 因为陈墨现在还不想在 蒋飞飞的面前 暴露自己的身份 所以 这句话说的还是十分委婉的 陈墨 你是不是疯了 你在这里胡说什么呢 蒋飞飞听到陈墨的这句话 瞬间便吓出了一身的冷汗 连忙上前伸手拽来拽陈墨 低声地呵斥 毕竟 此时的蒋飞飞 根本就没有意识到杜云飞 有多么的可怕 她觉得 只要把自己父亲的名字说出来 然后 好好地道个歉 这件事啊 估计也就这么过去了 但是 如果陈墨突然站出来 说这么一句话 那事情可能会变得 非常的麻烦 杜云飞此时也注意到了 站在一旁 从来都不曾说过话的陈墨 杜云飞上下打量了陈墨一眼 然后眯着眼睛 低声开口 你小子 算是个什么东西啊 我凭什么要给你面子呀 此时的杜云飞心里面 其实已经非常的愤怒 毕竟今天这件事 也算是赵航他们主动闹事 而且刚才杨曼奇的那句话 就在杜云飞的心里面 非常的不爽了 此时又站出来一个陈墨 那杜云飞就更加地生气了 我是什么人 陈墨看着杜云飞愣了一下 然后淡淡回答 我是你永远都惹不起的人 陈墨的这句话说完以后 在场的所有人都陷入到了震惊当中 脸上的表情除了不可思议 便还是不可思议 因为谁都没有想到 陈墨竟然有胆子说出这样的一句话 众人此时看向陈墨的眼神 就好像是看一个大傻子一样 大哥 你在这里胡说什么呢 你知不知道你的这句话 会把我们所有人都给害了呀 赵航站在陈墨的身后 表情十分激动地冲着陈墨大喊 此时的赵航明显就是死心都有了 他如果知道 陈墨会如此没有脑子地 说出这样的一番话 那他说什么 都不会带着陈墨来这里了 原本只不过就是一些小矛盾而已 但是现在被陈墨这么一闹 那事情啊 可能就不一样咯 你说你是我惹不起的人 杜云飞看着陈墨笑了笑 然后眼神当中闪过了一丝阴狠 瞇着眼睛 低声开口 整个南洋市 我还没见过哪个人是我惹不起的呢 你现在已经见到了 沉默淡淡地回了杜云飞一句 哈哈哈哈 哎呀 行啊 今天我就冲你这句话让你见识见识 你我到底能不能惹得起 杜云飞听到这句话 忍不住大笑了一声 然后便指着陈墨大喊道 完了 今天这件事情闹大了 听到了杜云飞的这句话 江飞飞的眼神当中闪过了一丝恐惧 因为他的心里面非常的清楚 沉默刚才说的这些话 已经彻底的把杜云飞给惹脑了 这个沉默的脑子里面 都在想些什么呀 他是不是有病啊 这个时候 是他逞龙的时候吗 连赵航那种人 都不敢轻易得罪杜云飞 沉默凭什么得罪人家 蒋飞飞根本就想不明白 沉默的脑子里面 到底在想这些什么呀 老李 先把这小子给我废了 就在这个时候 杜云飞直接伸手指向了 沉默的位置 面无表情地说道 好 杜总 四五个保镖听到这话以后 连忙答应了一声 然后迈着步子 奔着沉默走了过去 第235集 这些保镖一个个长得都非常的高大威猛 而且脸上的表情也是凶神恶煞 仿佛是准备直接杀了沉默一样 而白纸冰似乎也没有见过这样的场面 眼神当中闪过了一丝恐惧 语气中十分急迫地冲着蒋飞飞大喊 菲菲 怎么办 你快点想想办法 现在我能有什么办法 这个沉默 简直就是在找死 我原本以为 我跟这个杜云飞说清楚我爸爸的身份 杜云飞 能够看在我爸爸的面子上 放过咱们一吗 但是这个沉默这个时候逞能 他什么身份背景都没有 杜云飞这种人 怎么可能轻易地放过沉默呢 蒋飞飞站在原地 表情十分无奈地回了白纸冰一句 白纸冰脸上的表情 从焦急变成了犹豫 紧紧地咬着自己的嘴唇 仿佛是准备说什么 但是却又不知道应不应该说 而这个时候 那些保镖已经全部都走到了 沉默的面前 其中一个带头的保镖 看着沉默冷笑了一声 然后淡淡开口 老子 今天这件事 可全部都是你自找的 别怪我不客气啊 沉默抬头看了保镖一眼 与其十分平静地 冲着杜云飞说 在你的这些保镖动手之前 会有一个要求 杜云飞看着沉默愣了一下 然后语气不解地问 哦 你有什么要求啊 说出来听听啊 让这些人先离开 剩下的事情 咱们两个解决 沉默语气平静地说道 剩下的事情 咱们两个解决 杜云飞冷笑了一声 然后语气不屑地开口 你算个什么东西 凭什么你让我放人 我就得放人呢 安 如果自己当着 蒋飞飞的面 给杜天豪打电话的话 那绝对会暴露 自己的身份 所以 沉默向杜云飞 提出了这个要求 但是 现在杜云飞显然不同意 所以 沉默在考虑了片刻之后 选择迈着步子 向着杜云飞的位置走去 你要干什么 其中一个保镖 直接伸手拦住了沉默 冲着沉默喊了一声 你放心 我不干什么 我就是有些话想和他说 沉默无奈地回了保镖一句 让他过来 杜云飞觉得沉默只不过就是一个普通的学生 自己身边现在有这么多的保镖保护 沉默应该也不会把自己怎么样 所以 语气十分自信地大喊了一声 保镖犹豫了一下 缓缓放下了拦着沉默的右手 沉默直接迈着步子 奔着杜云飞走去 而蒋飞飞 白纸冰等人表情十分疑惑地 看着沉默的位置 此时此刻 他们都不知道 沉默要做什么 诶 这个沉默到底在搞什么鬼啊 难道 真的打算把我们都害死了他才开心 是不是 赵航看着沉默 表情十分崩溃地喊道 蒋飞飞扭头看了赵航一眼 虽然沉默的行为在他的眼中也非常的鲁莽 但是不管怎么样 沉默今天的表现确实要比赵航有担当 人家沉默最起码是在为了他们几个 而赵航现在想的就是自己什么时候才能够离开这里了 两者相比 蒋飞飞觉得沉默今天要比赵航更加的有担当啊 另一边 沉默在走到了杜云飞的身边以后 用只有他们两个能够听到的声音 小声地 说了两句话 杜云飞听到沉默的话 猛然抬头看了沉默一眼 眼神当中闪过了一丝异样 你 你说的是真的 杜云飞不敢置信地看着沉默 如果你不想把事情闹大的话 你现在就把我这些朋友放了 我留下来 剩下的事情咱们两个解决 沉默语气平静地回了杜云飞一句 杜云飞坐在沙发上面犹豫了两秒钟 然后冲着自己身边的保镖大喊了一声 把这些人都放了 好的 杜总 带头的保镖连忙跟着喊了一声 蒋飞飞 杨曼奇 赵航等人 在听到了杜云飞的这句话以后 直接愣在了原地 脸上的表情非常的不可思议 因为谁都没有想到 杜云飞竟然真的会因为沉默的几句话 而放过他们 赵航 杨曼奇 还有之前得罪过孙公子的那个青年 在听到了杜云飞的话 感觉那就是如释重负啊 根本就没有任何的犹豫 直接转身奔着办公室外面跑去 而蒋飞飞和白纸兵两人 则是表情有些疑惑地站在原地 他们两个想不明白 沉默到底是怎么做的 你们两个还愣着干什么呀 杜总让你们两个离开 没听到吗 带头的保镖看见蒋飞飞和白纸兵两人 好像没有离开的意思以后 大喊了一声 沉默 白纸兵忍不住冲着沉默的位置 喊了一声 沉默扭头看了白纸兵一眼 唯唯一笑 开口说道 沉默看着白纸兵张嘴还想要说话 你们两个先走吧 剩下的事情我能够解决的 白纸兵看着沉默张嘴 还想要继续说话呢 你们走吧 不用担心我 沉默直接打断了白纸兵的话 白纸兵看见沉默的态度如此坚决以后 忍不住地扭头看了一眼自己身边的蒋飞飞 沉默 你真的不会有什么事情吗 蒋飞飞不解地问着沉默 啊 不会 沉默十分平静地回了一句 那行 宾宾 咱们两个去外面等她吧 蒋飞飞仿佛能够感觉到 沉默现在应该并不是在开玩笑 所以想了一下之后 准备转身离开 蒋飞飞想得非常的简单 自己离开之后 可以第一时间联系上蒋如海 如果沉默真的碰到了什么威胁 自己可以给蒋如海打电话 让蒋如海帮忙 反正她觉得 如果自己继续留在这里 也做不了什么 所以还不如先离开 白纸兵一脸担心地看了沉默一眼 犹豫了两秒钟之后 直接转身跟着蒋飞飞一块走出了办公室 这两个女生走了以后 杜云飞将自己怀中的美女推开 然后迈着步子走到了沉默的面前 上下打量了沉默仪 语气平静地问 你刚才说 你认识我叔叔 这件事是不是真的呀 你叔叔见到我 他得喊我一声陈公子 沉默面无表情地回了杜云飞一句 而沉默刚才和杜云飞说的话 其实就是他认识杜天豪 这么简单 杜云飞在听到了沉默的这话以后 眼神当中闪过了一丝惊讶 然后看着沉默 小子 你知不知道如果你骗我的话 会给你带来什么后果 那你知不知道 你现在跟我说这些话 会给你带来什么后果 沉默表情十分平静地回了一句 杜云飞张嘴刚要说话 但是杜云飞的这句话还没有说完 沉默便做出了一个 让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举动 沉默举起自己的右手 一巴掌直接抽在了杜云飞的脸上 你竟然敢打肚子 你小子是不是疯了 办公室里面的那些保镖 在看见沉默扇了杜云飞一巴掌以后 脸上的表情非常不可思议 毕竟这么多的保镖都看着了 谁能够想得到 沉默竟然敢动手打人 而且打的还是杜云飞这样的大人物 即便是坐在沙发上面 那个身穿白色旗袍的性感美女 在看见这一幕以后 也忍不住地露出了一丝震惊的表情 用自己的小手捂住嘴巴 表达着自己心中的震撼 这位美女在杜云飞身边的时间 虽说也不是特别长 她是最近两年才跟着杜云飞的 但是她对杜云飞的性格脾气 还是非常了解的 上次仅仅就是有人说了杜云飞的一句坏话 就差点被那些保镖给活活打死 而此时沉默竟然给了杜云飞一巴掌 那沉默的下场会有多惨 这位美女简直是想都不敢想啊 杜云飞的保镖 在经过了短暂的震惊之后 直接迈着步子 奔着沉默的位置冲了过来 我劝你最好让你这些保镖都离我远一点 否则你会后悔的 沉默看见这些保镖冲过来以后 语气平静地冲着杜云飞喊了一声 都别动 杜云飞感觉情况有些不太对劲 连忙大喊了一声 杜云飞不是傻子 她觉得沉默现在应该非常清楚自己的处境 但是沉默竟然还敢动手打自己 这说明沉默可能真的是不怕她 再加上刚才沉默说自己认识杜天豪 杜云飞现在开始有些怀疑 沉默的身份并不简单 所以她并没有着急让保镖动手 她现在准备把沉默的身份弄清楚 反正沉默就站在这里 也跑不了 而沉默在扇完杜云飞这一耳光以后 直接迈着步子走到了沙发旁边 然后坐在了那个身穿白色旗袍的美女身边 性感美女看着沉默 眼神当中闪过了一丝无奈 连忙起身走到了杜云飞的身后 知道我刚才为什么打你吗 沉默安静地坐在了沙发上面 语气平静地问着杜云飞 不知道 杜云飞低声回了一句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是想打你 沉默看着杜云飞淡淡一笑 你找死是不是 哎 别这么激动 你现在可以给杜天豪打个电话 告诉他 一个叫沉默的人扇了你一耳光 你听一听杜云飞是怎么说的 沉默坐在沙发上面 语气十分随意地冲着杜云飞说的 小子 我现在就给我叔叔打电话 如果叔叔不认识你的话 我绝对会亲手杀了你 杜总 我觉得这小子就是在这里装神弄鬼的拖延时间的 他怎么可能会认识您叔叔呢 一个保镖表情激动地冲着杜云飞喊了一声 是啊 杜总 别跟这小子废话了 直接废了这小子吧 都给我闭嘴 杜云飞刚才被沉默打了一耳光 心里面非常的愤怒 但是 他的性格一直都非常的谨慎 他觉得 南洋市有很多 真正有身份背景的人都十分的低调 万一这个沉默真的有什么背景的话 自己把事情闹大 那刻就麻烦了 在普通人的眼中 杜云飞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大人物 普通人不敢惹 但是 其实杜云飞和杜天豪不同 他根本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势力 完全就是仗着 自己和杜天豪的关系而已 而且 如果一旦要是让杜天豪知道 他平时做的那些欺男霸女的事情 杜天豪也肯定会狠狠地教训他 说不定还会收回他的一些权利 所以杜云飞觉得 今天这件事还是谨慎一些比较好 杜云飞拿出了自己的手机 拨通了杜天豪的电话 电话响了两声以后 杜天豪接通了电话 小飞 怎么了 叔叔 您现在说话方便吗 杜云飞语气十分恭敬地询问 方便 有什么事情 你直接讲吧 杜天豪淡淡地说道 叔叔 事情是这样的 今天有几个学生在我的场子里 把孙公子给打了 华北之夜 孙祖的儿子 杜天豪愣了一下 轻声地问道 没错 就是您之前跟我说 让我好好招待的那个孙公子 在这些学生当中 有一个叫陈墨的 哈叔您认识他 杜云飞扭头看了一眼 坐在沙发上面的陈墨 因为 接下来 杜天豪的回答 会关系到陈墨的下场 杜天豪听到陈墨这个名字以后 连忙问道 你说的那个陈墨长什么样子 杜云飞能够从杜天豪的语气当中 感觉到一丝不对劲 连忙形容了一下陈墨的长相 众人看着杜云飞的位置 他们能够感觉到 杜云飞在刚开始打电话的时候 脸上的表情还是非常轻松平静 但是 在杜云飞形容完陈墨的模样以后 杜云飞脸上的表情变得非常的紧张 眼神也变得有些恐惧 最后 额头上 都已经冒出了汗珠啊 很明显 电话对面的杜天豪 应该是和杜云飞说了些什么 而陈墨坐在沙发上面 竟然自顾自地吃了起来 脸上的表情异常平静 这一幕在众人的眼中 实在是有些诡异 按理说 现在紧张的人 应该是陈墨才对呀 第236集 所有人都清楚 肯定是杜天豪和杜云飞说了什么 要不然 杜云飞绝对不可能会是这样的一个反应 众人等了差不多五六分钟的时间 杜云飞终于缓缓地放下了自己手中的电话 然后颤抖着身体 走到了陈墨的面前 陈公子 我叔叔 有话跟您说 此时的杜云飞对待陈墨的态度 已经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 之前杜云飞称呼陈墨 一直都是那小子 而现在 竟然直接变成了陈公子 而且 最重要的是 杜云飞此时 竟然还用冷宁这个字呀 这足以证明 杜云飞现在心里面 十分地敬畏陈墨 陈墨 陈墨慢条思理地伸手接过了杜云飞的电话 然后轻声开口 喂 小豪 怎么了 陈墨的这句话说完 在场的所有人都愣在了原地 脸上的表情非常不可思议 因为他们知道 此时电话对面的人不是别人 正是杜云飞的叔叔 杜天豪 这些人长期跟在杜云飞的身边 心里面都非常的清楚 杜天豪那是多么恐怖的大人物 南洋市很多老板见到杜天豪都得喊一声杜老板 但是此时陈墨竟然喊杜天豪小豪 这个称呼用在杜天豪的身上 众人确实是第一次见到 他们觉得实在是有些不可思议 此时 即便是那个身穿白色旗袍的美女 看陈墨的眼神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所有人心里面都清楚 陈墨的身份背景绝对不一般 陈公子 实在是太对不起了 我侄子啊 他不小心冒犯了你 这都怪我平时太浇灌这个臭小子了 杜天豪语气似乎是有些紧张 啊 没关系 我和你侄子也是第一次见面 他不认识我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以后 改给他教纵这个毛病就好了 沉默淡淡地回了一句 杜天豪在沉默的身边 一直都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沉默在道上的生意 也全部都是杜天豪在帮忙打理的 而且 再加上上次王良一的事情 杜天豪和李俊成都没有选择背叛沉默 沉默也非常的感激这两个人 杜天豪和沉默虽然说是上下级的关系 但是 其实沉默的心里面 一直都是把杜天豪看成是朋友 他也没有想过 因为今天这点小事 而选择为难杜天豪 谢谢陈公子 您大人不计小人过啊 以后 我肯定好好的教训教训这小子 你要这么说话 那就太客气了 你侄子今天虽然是冒犯了我 但是 也没有对我做过什么过分的事情 所以 你就不用太担心了 沉默淡淡地说道 好 那剩下的事情 陈公子您看处理吧 只要给这小子留条命 您想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 杜天豪是一个非常懂事的人 他看见沉默都已经把话说到了这个份上 自然也就没有继续废话下去 嗯 好 沉默轻声回了一句 然后直接挂断了电话 挂断电话之后 沉默把手机 还给了那个 已经被吓得半死的杜云飞 杜云飞目光呆滞地看着沉默 犹豫了一下之后 做出了一个让在场所有人都觉得不可思议的举动 杜云飞竟然直接跪在了沉默的面前 啊 杜总 诶 杜总 杜云飞的那些保镖看见这一幕以后 纷纷上前 想要把杜云飞给拽下来 之前在沉默打了杜云飞一巴掌以后 所有人都在心里面猜测 沉默的结果到底会怎么样 毕竟他们还从来都没有人见过 有人胆子会这么大 直接扇杜云飞耳光 但是 谁能够想得到 最后的结果 竟然是杜云飞给沉默跪下了 众人忍不住联想起了之前沉默说的那些话 这个时候他们才反应过来 坐在他们面前 看上去就是一个没钱没事的小人物 那其实是杜云飞都得罪不起的存在 都给我滚开 杜云飞看见那些保镖想要伸手扶起自己 表情激动地喊着 保镖们听到后 纷纷后退 战战兢兢地看着杜云飞 而杜云飞则抬头看了沉默一眼 然后低声给沉默道歉 陈公子 实在是太对不起了 之前我不知道您的身份 对您有所冒犯 还希望你能够给我一个机会原谅我呀 杜云飞说这句话的时候 语气非常的诚恳 因为他现在已经清楚了 沉默其实就是杜天豪的老板 那就代表着沉默就是他的老板 杜云飞哪里来的胆子去招惹沉默呀 沉默眯着眼睛打量了一下杜云飞 刚才你不知道我的身份 而且再加上 你叔叔刚才已经跟我求了情 所以今天这件事情 我刻意不和你计较的 陈公子 您您说的是真 真的吗 杜云飞万万没想到 沉默竟然会这么好说话 猛然抬头看了沉默一眼 表情激动地大喊着 你觉得我会跟你开玩笑吗 不会不会 杜云飞愣了一下 随即连忙回答 但是从今天开始啊 你做事最好低调一些 否则要是真的碰到什么麻烦 到那个时候 可能连你叔叔都救不了你 知道了吗 沉默十分认真地提醒了杜云飞一句 知道了 知道了 杜云飞想都不想 连忙回答 沉默淡淡地看了杜云飞一眼 并没有多说什么 直接迈着步子 向着包间外面走去 陈公子 我送送你啊 此时杜云飞已经知道了陈墨的身份 自然要好好的巴结一下陈墨 他知道陈墨要走以后 连忙站了起来 准备将陈墨送出办公室 不用了 但是陈墨直接摆手拒绝了杜云飞 我现在还不想让太多的人知道我的身份 所以你也不要和别人说起我的事情 最多就说我和你叔叔是朋友关系 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 杜云飞听到了陈墨的话后连忙回答 而陈墨则是面色平静地走出了包厢 仿佛今天发生的这些事情在他的眼中 只不过就是一些不知一提的小事罢了 杜云飞目送陈墨独自走出了他的办公室 过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啊 杜云飞才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然后伸手擦了擦自己脸上的汗珠 仿佛给人一种劫后余生的感觉 而那个跟赵行等人发生了矛盾的孙公子 此时也是一脸的懵 杜总 今天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 孙公子 你今天可算是给我找了一个大麻烦呢 杜云飞走到了沙发旁边 一屁股坐下 脸上的表情十分的绝望 杜总 这小子到底是什么来头啊 竟然能够把您瞎成这样 莫非他跟您叔叔之间真的有什么关系啊 孙公子皱着眉头问 陈公子跟我叔叔 关系可不是一般的关系啊 他是我叔叔的老板 我叔叔是我的老板 你现在能够明白我为什么这么怕他了吧 孙公子听到杜云飞的这句话 明显有些傻眼了 单愣愣地坐在原地 脸上的表情非常的不可思议 因为这个孙公子之前还在怀疑 陈默的家里面有人认识杜天豪 所以杜云飞才会如此恐惧陈默 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 陈默的来头竟然是如此恐怖 是杜天豪的老板 即便是杜云飞的那个情人听到这话之后 也是忍不住地露出了一丝震惊的表情 因为他原本以为 杜天豪已经是他们公司最大的老板了 但是没想到 杜天豪后面竟然还有老板 而且这个老板的年纪 看上去也就将将不到二十岁的样子 杜总 这件事您确定弄清楚了吗 我看那小子 我叔叔亲口说的 还能有假吗 杜云飞低声地回了一句 孙公子呆愣愣地看着杜云飞 沉默了很长时间以后感叹道 唉 没想到 咱们南洋市这个小地方 还真是藏龙卧虎啊 陈公子这样的大人物 竟然看上去这么普通 如果不是杜总 您跟我说 打死我都不会相信 这个陈公子 有如此恐怖的背景啊 以后 碰到陈公子千万不能随便招惹了 今天如果不是因为我叔叔帮我求情 郭姐 咱们两个的小命都没了 杜云飞与气时分无奈地回了一句 而孙公子 看着杜云飞久久不能平静 心里面也是犯起了振振后怕 如果他们两个今天真的把陈默怎么样了 那后果简直不堪设想 另一边 陈默在离开了杜云飞的办公室之后 直接迈着步子奔着龙嚎外面走去 但是当陈默走出叶总会的大门的时候 在路边看见了两个熟悉的身影 陈默没有想到 蒋飞飞和白纸兵 竟然没有像赵行他们一样 选择第一时间离开这里 而是站在了叶总会的大门口 在等着她 虽然陈默心里面对蒋飞飞这个女生 没有什么太多的好感 但是此时蒋飞飞没有选择 把她扔在这里不管 她心里面还是有些感动呢 陈默迈着步子 奔着两人的位置走去 而此时 白纸兵仿佛正在跟蒋飞飞说着些什么 陈默走近之后 才听清楚了两人之间的对话 飞飞 你还是给你爸打个电话吧 这都已经过去半个小时了 陈默还没有出来 肯定是碰到了什么麻烦 白纸兵语气焦急地 冲着蒋飞飞喊了一声 好吧 真不知道这个陈默是怎么想的 明明今天这事不是很大 她非要去招惹那个杜云飞 怎么就这么喜欢逞能 如果不逞能的话 杜云飞会这么轻易地放过你们吗 嗯 蒋飞飞听到陈默的声音 猛然回头看了陈默一眼 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当中 雾满了不可思议 整个人都愣在了原地 陈 陈默 你竟然出来了 白纸兵此时也是一脸的震惊 结结巴巴的冲着陈默喊了一声 蒋叔叔只不过就是一个副局长而已 今天 你就算是告诉杜云飞蒋叔叔的身份 你最多呢 也就是不会被他伤害 但是绝对不可能放过其他的人 陈默没有回答白纸兵的话 而是看着蒋飞飞 淡淡开口了 你 你是怎么出来的 蒋飞飞调整了一下自己的情绪 收起了手机 语气不可思议地问着陈默 我跟杜云飞说 我认识他叔叔杜天豪 然后杜云飞打电话确认了一下 证明我确实认识杜天豪 所以 就把我放出来了 你认识杜天豪 蒋飞飞听到陈默的这句话 脸上的表情 似乎更加地不可思议了 这有什么可惊讶的呀 陈默与其平静地反问了一句 杜天豪 那可是南洋市的黑道上的大哥啊 你怎么可能会认识杜天豪呢 当初杜天豪出了车祸 是我救了他 并且把他送到了医院 所以我们两个就认识了 我对他来说也算是救命恩人了 这点小事 我觉得他还是很愿意帮忙的 陈默早就在心里面想好了 如何解释自己和杜天豪之间的关系 哦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怪不得你今天会那么淡定 我跟飞飞都以为你疯了呢 白纸冰在知道了怎么回事以后 语气有些激动地冲着陈默喊了一声 而蒋飞飞则是一脸疑惑地看着陈默 心里面似乎对陈默的这个解释有所怀疑 但是他又找不到什么理由去反驳陈默 陈默 你说的是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 要不然你觉得杜云飞为什么会放了我呀 陈默笑着回了一句 我不知道杜云飞为什么会放过你 但是我觉得事情肯定不是这么简单的 我现在就去找杜云飞 问个明白 蒋飞飞感觉今天的事情实在是有些诡异 语气激动地喊了一声 然后转身便要走进龙嚎 他觉得陈默根本就不是因为救了杜天豪 所以杜云飞才会放过他这么简单的 所以他准备找到杜云飞 把今天晚上发生的事情问个清楚 而且他仗着蒋如海的关系 心里面也不是特别的恐惧杜云飞 他觉得杜云飞肯定不会把自己怎么样 而陈默也是一脸的平静 并没有阻止蒋飞飞 毕竟自己之前已经和杜云飞把事情都说清楚了 现在就算是蒋飞飞去问 杜云飞也不会暴露陈默的身份 飞飞 你是不是疯了 飞飞 杜云飞是什么人 你又不是不知道 你现在进去了 那不就是在找死吗 就算是去找死 我也要把这件事情问清楚 我不相信 陈默会认识杜天豪那种人 蒋飞飞十分固执地回了一句 可是 如果陈默不是因为认识杜天豪那种大人物 杜云飞 怎么可能会放过陈默呢 白纸冰语气激动地喊了一声 然后继续说 不管怎么样 现在陈默没有事情就好 你就算进去问了 那又能问出什么结果 现在咱们这些人 都没有受到伤害 这不已经是最好的结局了吗 蒋飞飞 听到白纸冰的这句话 忍不住愣了一下 她觉得白纸冰这句话说的 其实还是挺有道理的 现在这个结果 对于他们来说 确实已经是最好的结局了 此时她如此激动地想要把事情问清楚 也只不过 就是怀疑这件事 并不是陈默说的那么简单吧 说简单点 蒋飞飞觉得 陈默现在就是在吹牛了 陈默根本就不可能认识杜天豪那种大人物 陈默今天之所以能够安然无恙地出来 那肯定是在办公室里面跪下求饶 所以杜云飞才会放过陈默的 蒋飞飞就是想要揭穿陈默的谎言 所以才会选择去找杜云飞问个究竟 但是后来蒋飞飞想到 陈默现在就算是在吹牛 那当初在办公室里面 赵航等人都吓傻了的时候 还是陈默站出来救了他们 不管陈默到底认不认识杜天豪 到底有没有吹牛 陈默所做的一切也都是在保护她 所以蒋飞飞才放弃了找到杜云飞一问究竟的想法 哪怕陈默真的是在吹牛 自己也没有必要真的去揭穿陈默 蒋飞飞看着陈默犹豫了一下 冷声地说 陈默 你以后不要再做这种危险的事情了 你知不知道 你刚才的行为 让人有多担心 陈默淡淡一笑 并没有说什么 其实 陈默现在也已经看穿了蒋飞飞的想法 只不过 陈默并没有表现出来什么 因为她现在已经不屑于和蒋飞飞这种小女声 计较什么了 行了 咱们都别在这里站着了 时间不早了 快点回家吧 要不然我妈又要给我打电话了 白纸冰轻声冲着陈默 还有蒋飞飞说道 好 那我送你们两个回家吧 陈默答应了一声 然后伸手拦了一辆出租车 带着蒋飞飞 白纸冰两个女生上了车 因为龙豪距离白纸冰家比较近 所以呢 陈默 蒋飞飞两人便先把白纸冰送回了家中 但是让陈默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白纸冰这个女生虽然看上去非常的低调 但是其实白纸冰家所住的小区 竟然也是南洋市数一数二的豪华别墅小区 虽说和陈默的皇宫一号没法比 但是也是有钱人才能够住的地方 送完了白纸冰以后 陈默和蒋飞飞又坐着出租车 往蒋飞飞家所在的小区感 哎 没想到这个白纸冰家里面还是挺有钱的呀 陈默主动和蒋飞飞说了一句话 蒋飞飞扭头看了陈默一眼 你 不会是看上冰冰了吧 嗨 没有 蒋飞飞听到陈默的这句话以后 忍不住地冷笑了一声 既然你没有看上冰冰 那你为什么这么关心她的家庭 陈默瞬间无语了 一时间竟然不知道 该如何回答蒋飞飞的这个问题了 刚才陈默只不过就是看两个人坐在车子里面 一句话都不说 气氛有些尴尬 所以才主动地找了个话题 但是她万万没想到 蒋飞飞竟然会理解成 自己这是在打探白纸冰的家庭 如果你对冰冰真的有什么想法 我劝你 最好还是早点打消这个想法 啊 为什么呀 陈默饶有兴趣地看着蒋飞飞 你配不上冰冰 听到蒋飞飞的回答 陈默忍不住笑了笑 不知道应该说些什么才好了 怎么 你还有些不服气啊 我跟你说 冰冰虽然是单亲家庭 但是她妈妈非常地有钱 是一个大公司的老板 白纸冰是单亲家庭 陈默愣了一下 语气有些惊讶地问着蒋飞飞 好像是 反正我认读冰冰这么长时间了 我只见过她妈妈 从来没有见过她爸爸 啊 原来是这样啊 陈默轻声感叹了一句 没有继续多说什么 而且冰冰的性子 也非常的高傲 当初在高中的时候 追求冰冰的人 比追求我的人还多 但是冰冰 从来都没有动过心 也没有谈过恋爱 甚至是一些非常出色的男生 追求冰冰 她都没有动心过 后来我问她为什么 你知道 她是怎么回答的吗 不知道啊 她说 那些男生 根本就配不上她 陈默听到这句话 直接就愣住了 那些优秀的男生 在冰冰的眼中 都没有办法配得上她 所以你 肯定也配不上她 我劝你 最好还是抓紧时间放弃吧 别再浪费时间了 蒋飞飞觉得 陈默应该是 被自己的话吓到了 所以语气冰冷地 劝着陈默 蒋飞飞以为 陈默是对白纸冰 有什么想法 所以 直接把白纸冰的情况 和陈默说了一遍 似乎是打算 让陈默早点打消掉 追求白纸冰的想法 但是 蒋飞飞万万没有想到 陈默在听完了 她说的那些话以后 竟是一脸的不在乎 仿佛 根本就没有 被她的那些话吓唬的 我刚才跟你说的话 你听到了没有 蒋飞飞看见 陈默这副 吊儿郎当的样子以后 气不打一处来 表情激动地 冲着陈默说 陈默扭头淡淡地 看了蒋飞飞一眼 我觉得 你可能有些误会了 我有些误会了 什么误会 我对白纸冰根本就没有其他任何的想法 我只不过就是把她当成了一个普通的朋友去看待 还有就是我对你也没有什么想法 所以你不用想那么多的 陈默觉得自己有时候啊 还是应该把话和蒋飞飞说清楚 毕竟蒋飞飞要是老是一直都这么误会 那也有些不好嘛 你真的对冰冰 没有什么其他的想法 没有 陈默直接否认 那算你 还有自知之明 陈默听到这句话 忍不住愣了一下 也许你还不知道吧 其实并不是我配不上白纸冰 还是白纸冰配不上我 冰冰怎么可能会配不上你 你在这里开玩笑啊 你以为你是谁啊 富二代 还是超级明星 你现在可能还没有办法了解我的意思 但是你早晚有一天 会明白我为什么会说出这句话的 而蒋飞飞开口 仿佛还要和陈默辩解什么 但是却发现 出租车已经停在了她家小区的门口 呢 你应该下车了 自大狂 蒋飞飞没有继续和陈默多说什么 伸手推开了车门 下了车 片刻之后 陈默注视着蒋飞飞 走进了小区当中 而出租车司机也扭头看了一眼陈默 小伙子 咱们就要来去哪里啊 啊 师傅 去皇家庭院吧 陈默淡淡地回应了一句 出租车司机在听到了陈默的这句话之后 眼神当中明显闪过了一丝震惊 毕竟皇家庭院在南阳市还是非常出名的 出租车司机本身就对南阳市非常的了解 他清楚能够住在皇家庭院里的人那得是多么恐怖的存在 刚才陈默在和蒋飞飞讨论白纸兵的事情的时候 出租车司机也都听到了两个人之间的对话 出租车司机觉得陈默这个男生看上去普普通通的 好像也配不上蒋飞飞这种女生 但是此时 他在知道了陈默住在皇家庭院以后 瞬间便改变了这个想法 司机心里面清楚 陈默既然能够住在那个小区里面 那确实不是一般女生能够配得上的 陈默也确实有说这句话的资本 很快 出租车便停在了皇家庭院的小区门口 陈默也没有跟出租车司机多说什么 付了车位以后便直接走下车 走进了小区当中 陈默独自走进了那栋豪华的别墅当中 看着别墅里面的装修和摆设 仿佛这一切都不是他的一样 他觉得这里的一切都是那么的陌生 陈默晃荡着步子走进了浴室当中 洗了一个澡 洗完澡以后 陈默便躺在床上准备休息了 也许是因为跟蒋飞飞这些人 折腾了一天 陈默本身就非常的疲惫了 所以他躺在床上没过多长时间 便睡着了 次日早上七点 陈默刚睁开眼睛 拿起手机看了一眼 发现 上面竟然有好几个未接电话 而且全部都是孟亮和刘瑞 这两个人打过来的 完了 我忘了今天是开学的日子了 陈默突然意识到 今天是他们学校开学的日子 惊呼了一声之后 直接转身 跑进了卫生间当中 洗了把脸 然后换了一身衣服 匆匆忙忙的跑出了别墅 半个多小时以后 陈默来到了南洋大学 然后找到了他们班级的教室 等到陈默来到教室的时候 发现里面早就已经坐满了学生 但是严童还没有过来 看见严童不在以后 陈默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因为如果要是让严童发现 陈默迟到了 那后果简直不堪设想呀 陈默得罪谁 也不愿意去得罪 严童那个女人呢 陈默迈着步子 走进了教室当中 当班级上面的那些学生 看见陈默以后 全部都露出了一丝异样的神色 很明显 现在这些学生 对待陈默的态度 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而陈默 则下意识地 看了一眼高飞飞的位置 发现高飞飞并没有来上课 但是柳迪徐教已经过来了 陈默知道 高飞飞现在应该还是在想办法凑齐那三千万 她根本就没有心情来学校上课 陈默 你小子可以啊 开学第一天就迟到 你是真的不怕烟老师收拾你啊 孟亮走到了陈默的身边 一把搂住了陈默的脖子 笑呵呵地冲着陈默说着 嗨我把开学的事情给忘了 陈默也笑呵呵地回了一句 跟着孟亮回到了座位上 坐到了座位上面以后啊 孟亮和刘瑞便开始聊起了 他们这两个人 在这个暑假都做了些什么 去什么地方玩了 陈默呢 则是一直都在安静地听着这两个人说 诶陈默 你这个暑假都干什么了呀 偷恨都干什么呀 本来是去打工呗 每个假期他都是去打工的 孟亮直接替陈默回答 嗯 这个暑假呀 我一直做到打工 而且还挣了一点钱 一会儿放学以后 我请你们两个去饭店吃点好的 行啊 哎我听说咱们学校开了个火锅店 还是挺不错的 要不然咱们三个去吃那一顿吧 嗯好 陈默十分大方地答应了一声 陈默的这句话刚刚说完 教室外面便是传来了一阵清脆的高跟鞋 敲击地面的声音 整个教室 瞬间便安静下来了 随后 就见颜同踩着高跟鞋 鸟鸟停停地走进了教室当中 当颜同出现在教室以后 几乎所有的男生都愣在了原地 脸上的表情异常地震惊 甚至有的男生都已经快要流鼻血了 没办法 颜同今天打扮得实在是有些太过于性感了 上身穿着一件黑色的唇棉T恤 胸前的双风在衣服的束缚下 勾勒出了一道十分迷人的弧线 随着颜同那鸟鸟停停的身姿 柔软的腰肢在腰叶之间散发出了无限的诱惑 而她的下半身 则是一条薄如蝉翼的短裙 裙子非常短 一双修长白皙的眉腿 直接暴露在了空气当中 简直是完美身材 完美的身材搭配上精致的脸蛋 颜同这样的女人 无论是什么样子的男人 看见了应该都会动心的 因为颜同的身上有一种 让你根本没有办法抗拒的魅力 这种魅力 别说是沉默这样的大学生了 即便是酒精沙场的中年男子 都会情不自已啊 颜老师好像又漂亮了 梦亮看着已经走到讲台上面的颜同 轻声地感叹着 哎呀 何止是漂亮啊 这简直就是女神啊 我什么时候要是能找到这样一个女朋友 那得 多好啊 刘瑞一边说着话 一边擦了擦自己嘴角的口水 沉默看见这两个人的模样以后 无奈一笑 不知道应该说些什么才好了 今天 是咱们学校开学的第一天 你们也都清楚学校的惯例 开学第一天是不上课的 就是点个名 确认一下学生的出勤情况就可以了 所以我就不给你们浪费时间了 咱们下面开始点名 点完名以后 直接放鞋 颜同清了清嗓子 用自己那性感的嗓音 冲着班级里面的学生说 好的 学生们在听到了颜同的这句话以后 纷纷表情激动地喊了一声 颜同拿出了名单 然后开始挨个点名 陈默 陈默在听到颜同 喊自己的名字以后 显示愣了一下 随即 连忙站了起来 高声地喊道 走 颜同淡淡地看了陈默一眼 然后冲着陈默轻轻地摆了摆手 陈默连忙坐下 然后 看着颜同的位置 脸上的表情 似乎是有些不解 因为他能够感觉到 刚才颜同在看他的时候 眼神似乎有些不太对劲 但是陈默也说不出来 是什么地方不对 他甚至都有些怀疑 自己是不是多心了 而颜同那边 则是继续点名 很快便点到了高飞飞 老师 飞飞她 她生病了 所以她今天没来 徐娇怯生生地站了起来 小声地冲着颜同解释 你让高飞飞 自己给我打电话解释 好 徐娇无奈地回了一句 然后坐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 十分钟以后 颜同终于点完了名 然后在喊了一声放学之后 便踩着高跟鞋 鸟鸟鸟停停地走出了教室 学生们知道 可以离开以后 纷纷收拾起了自己的东西 准备离开了 沉默梦亮 刘瑞三人也准备去学校外面的 火锅店吃火锅 沉默 你能出来一下吗 我有事跟你说 但是 就在沉默 梦亮等人准备离开的时候 徐娇突然走到了沉默的身边 表情十分紧张地 看着沉默 好 咱们两个去教室外面说吧 说完了这句话 沉默便迈着步子 奔着教室外面走去 而徐娇则紧紧地 跟在沉默的身后 孟亮和刘瑞看见这一幕以后 全部都露出了疑惑的表情 眼神非常不解 要知道 当初在学校里面 最瞧不起沉默的 可能就是 徐娇和柳迪他们两个了 之前徐娇柳迪 也没少羞辱沉默 但是此时的徐娇 在面对沉默的时候 就好像是换了一个人一样 仿佛非常害怕沉默的样子 诶 这徐娇跟沉默之间 是不是有什么事情 刘瑞疑惑地说 不清楚 但是我感觉到 沉默前段时间 一直都非常的不对劲 而且高飞飞今天 没有来上课 李凯还退学了 我觉得这些事情 应该都和那沉默有关系 孟亮低声地分析了一句 这些事情 跟沉默那有什么关系 沉默有能力 让李凯退学吗 我也不清楚 但是 我就是这种 有这种预感 刘瑞抬头看了孟亮一眼 犹豫了一下之后 没有再说话了 因为他也觉得 这些事情 有些不太对劲 与此同时 另一边 徐娇和沉默走出了教室以后 直接来到了一个 没有人的地方 你有什么事情吗 沉默轻声地问着徐娇 沉默 菲菲 是不是找你借钱了 嗯 但是我没有借给她 你为什么没有借给她呀 她现在已经非常惨了 你还想让她怎么样 难道 你真的忍心看见 她被那些人逼死吗 现在菲菲已经有了轻声的念头 你知道吗 她的事情我会处理的 你不用管了 沉默在听到 高菲菲的轻声诉说以后 语气 依旧非常的平静 如果这件事 跟我没有任何的关系 我肯定不去管 但是 当初是你威胁我 让我带菲菲去的 如果不是你逼着我 带她去那个地方的话 那她 就不会欠别人那么多钱 也就不会有今天的事 沉默看着徐娇 没有说话 沉默 这一切都是你一手造成的 而我 就是你的帮凶 我现在真的不忍心 看见菲菲被人逼成这个样子 这件事情 我也绝对不会不管 万一 菲菲要是真的轻声了 谁能负责 所以 就当我求求你了 帮帮她吧 这点钱对你来说 真的不算什么 我说过了 这些事情不用你管 沉默语气 十分冷漠地回了她一句 然后转身 便奔着远处走去 沉默 徐娇看见沉默要离开以后 连忙大喊了一声 而沉默 连看都没看徐娇一眼 继续往前面走去 当初高菲菲从沉默的手中 拿走一大笔钱以后 沉默威胁徐娇 要求徐娇把高菲菲 带到今生 因为沉默非常的清楚 高菲菲这种女人的性格 一旦高菲菲真的进入到了今生 那肯定会深陷其中 最后无法自拔 所以 高菲菲能够碰到现在这些问题 已经是沉默预料之中的事情了 当然了 沉默不曾想到 高菲菲竟然一口气 欠下了今生这么多钱 至于接下来如何收网 那就非常的简单了 所以 沉默现在并不是很着急 去处理高菲菲的事情 和徐娇分开之后 沉默再次回到了教室当中 发现 孟亮刘瑞两人正在等着他 诶 沉默 徐娇刚才喊你出去 跟你说什么了 孟亮十分好奇地问着沉默 啊 你没说什么 就是跟我说了说 高菲菲的事情 沉默淡淡地回了一句 孟亮和刘瑞 在听到了沉默的这句话以后 全部都愣了一下 脸上的表情十分的不解 嗯 高菲菲暑假的时候 好像欠了别人的钱 徐娇找我来借钱的 但是 我的经济情况 你们应该都清楚 我根本就拿不出来什么钱 所以呢 我就拒绝了 高菲菲竟然欠了别人钱 她干什么了 怎么会欠别人钱呢 孟亮在听完了沉默的话以后 脸上的表情非常不可思议 虽然平时高菲菲在班级里面表现的 确实非常虚荣 非常的喜欢钱 但是 孟亮觉得 高菲菲应该也不是那种 会找别人借钱的人 相反 高菲菲长得非常漂亮 肯定有大把大把的人 愿意给高菲菲花钱才对 我听徐娇说 好像是因为高菲菲 主播 输了钱了吧 算了 反正我和高菲菲啊 已经分手很长时间了 她的事情 跟我也没有什么关系 哎呀 咱们快点去吃饭吧 要不然一会儿可能没有位置了 哎 哎 行行行行 梦亮 刘瑞两人面对沉默的解释 也没有产生怀疑 毕竟 他们也觉得 虚焦肯定不是因为自己的事情 所以 才找到沉默的 沉默的这个解释 也是非常合理的 三人简单地收拾了一下自己的东西 然后便离开了教室 十多分钟以后 沉默 孟亮 刘瑞 三人来到了学校旁边新开的一家火锅店当中 也许是因为今天是学校的第一天开学 而且 再加上大一的新生也是刚刚入学 所以 火锅店的生意非常的不错 基本上呢 就是一个爆满的状态 沉默 刘瑞 孟亮 三人来的时候 发现竟然已经都没有了位置 我 竟然真的没有位置了 我就说咱们应该早点过来的 哎呀 孟亮看着火锅店里面那密密麻麻的人群 与其无奈地抱怨着 要不然 咱们换一下吧 反正 南洋市有那么多的火锅店 咱们也不用费得在这里吃啊 沉默犹豫了一下 轻声建议 其实 沉默本身就是想要请孟亮 还有刘瑞两人好好地吃一顿大餐呢 但是无奈 这两个人为了给沉默省钱 非得选择来学校旁边的火锅店 沉默呢 也找不到什么好借口 去拒绝这两个人 所以便勉强答应了下来 此时 正好这个火锅店已经爆满了 沉默完全可以借着这个机会 带着孟亮和刘瑞两人 去更好的饭店吃饭 毕竟一顿饭钱对于沉默来说 根本就算不了什么 可是这家火锅店刚刚开业 能打五折呢 孟亮低声冲着沉默喊了一声 孟亮对于沉默的情况 十分地了解的 他并不愿意让沉默花太多钱 请他们两个吃饭 毕竟沉默的钱 都是暑假里打工挣的 没关系 没关系 我这个暑假也没少挣钱 不差这一点啊 孟亮和刘瑞 看见沉默好像真的不在乎以后 也就没有多说什么 纷纷跟着沉默 一块离开了火锅店 喂 沉默 你暑假在什么地方打工啊 还是之前那个酒吧吗 孟亮刚才听说 沉默暑假的时候挣了钱 有些好奇地询问着 不是 我放假的时候啊 在手楼处里面卖房子 那里的工资比较高 而且卖出去房子还能有奖金 所以我这个暑假 挣了一万多块钱 你们两个真的不用为我省钱的 孟亮和刘瑞在听到了 一万这个数字以后 全部都露出了震惊的表情 眼神非常的不可思议地 看着沉默 这两个人根本就没有想到 沉默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 能够挣到这么多钱 现在卖房子竟然那么挣钱呢 那以后有机会 我要去卖房子 哦 其实也并不是特别容易挣钱吧 只不过就是我运气比较好 碰到了一些有钱人 所以拿到的奖金比较多而已 沉默现在就是故意这么说的 因为他担心 万一孟亮和刘瑞 把自己的话都当真了 真的去卖房子的话 挣不到钱 还得埋怨自己呢 哦 原来这样啊 那那那我还是不去了 我可没有那么好的运气 孟亮遗憾地回了沉默一句 仿佛已经打消了想要去卖房子的念头了 哎哎哎你们快看 哎那边怎么围来那么多人呢 就在这个时候 刘瑞伸手指了指学校旁边的一个西餐厅 表情疑惑地冲着沉默 孟亮喊道 沉默和孟亮在听到了这句话以后 纷纷扭头 看向了西餐厅的位置 他俩发现啊 此时西餐厅的门口确实是站满了人 好像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 咱们也都过去看看吧 人是不是有人打起来了 哎哎呀 孟亮一直都非常的八卦 自然不会错过这么好的看热闹的机会 所以率先奔着西餐厅的位置跑去 沉默和刘瑞无奈 只好也跟着跑了过去 等到沉默 孟亮 刘瑞等人 跑到了西餐厅门口以后 孟亮拽住了一个他认识的学生 表情疑惑地问 道立 这是怎么回事啊 我也不是很清楚 但是我听说 好像人在跟咱们需要的女神 严同严老师表白呢 沉默 孟亮 刘瑞三人听到男生的这句话 几乎是同时愣在了原地 脸上的表情 十分震惊啊 严同无论是身材还是长相气质 都能够算得上是极品中的极品 即便是放在这个美女如云的南洋大学 那也是非常抢手的存在 所以平时在学校里面和严同表白的人 肯定是不在少数的 这样的情况 沉默 孟亮等人也都看见过好几次 但是没有一次例外 无论是多么优秀的男人跟严同表白 严同最后都会选择无情的拒绝 有人和严同表白 确实不是一件什么稀奇的事情 但是闹出这么大动静的 还是第一次 哎呀 不就是跟严同老师表白吗 又不是头一次不断这种事情了 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 咱们还是赶紧去吃饭吧 我饿了 刘瑞知道 最后肯定是严同拒绝对方收场 这样的情况 他已经看过很多次了 所以他对这次表白也不是很感兴趣 拽爱着沉默孟亮两人准备离开 哎 这次的表白 跟往常的表白可不一样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 孟亮的那个朋友 大力 突然开口了 怎么不一样了啊 哎 哎 孟亮一脸兴奋地看着大力 这次 跟严老师表白的可不是男的 而是一个女人 大力此话一出 孟亮 沉默 刘瑞 三人 全部都愣在了原地 脸上的表情 要多震惊 就有多震惊 非常的不可思议啊 谁都没有想到 这次找严同表白的 竟然是个女人 大力 你说真的还假的呀 孟亮非常不可思议地看着大力 当然是真的 我也是刚刚收到的消息 说餐厅里面有一位美女 正在跟严同 严老师表白 你看见这些人了吗 全部都是为了看看这个女人 长成什么样子 所以才会在这里的 大力 伸手指了指 西餐厅里面的那些人 语气相当地肯定 我去 没想到严老师竟然有这么大的魅力啊 简直就是 男女通吃啊 孟亮表情激动地感叹了一句 然后扭头冲着沉默 刘瑞两人说道 哎哟 你们两个还在那里干什么呀 赶紧跟我进去看看 到底什么样子的女人 竟然敢跟严老师表白 哎哟 哎哟 大哥 这么多人哪 咱们还是别进去了 刘瑞语气略显 无奈地冲着孟亮说 为什么不进去啊 难道 你们两个都不好奇吗 孟亮拽着沉默 便往餐厅里面挤 沉默没有办法呀 只好跟着孟亮一块走进了餐厅当中 因为此时 餐厅已经是人满为患了 所以 孟亮和沉默 刘瑞 大力 四个人费了很大的力气 才挤到了餐厅的最中心 也终于看见了严童 还有那个 跟严童表白的女人 当沉默等人看见那个 跟严童表白的女生以后 这全部都愣在了原地呀 脸上的表情 非常的不可思议 因为 此时跟严童表白的这个女生 确实是个非常漂亮的大美女 脸上的表情 非常的不可思议 因为此时跟严童表白的这个女生 确实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大美女 即便是放在严童这样极品的油物面前 那也是丝毫不逊色 一张精致的瓜子脸 搭配上堪称完美的五官 高耸的双风 修长笔直 白皙的眉腿 纤细的腰肢 这个女人啊 浑身上下都散发出一阵阵的迷人的气息 女人此时 身穿着一件黑色的吊带连衣裙 而且这个裙子的面料 是那种下坠感非常强的面料 裙子的侧面有一个开叉 正好开在了大腿的边侧 挺翘圆润的香臀 在裙子的包裹下勾勒出了一条诱人的曲线 修长白皙的眉腿若隐若现 脚上踩着一双精致的高跟鞋 整个人看上去韵味十足 但是此时 这个女人竟然在和颜同表白 那说明这个女人喜欢同性别的人 如此漂亮的一个女人竟然出柜了 这是不是有点太抱舔天物了呀 大力啊 你确定这个女人是在跟颜老师表白 沉默扭头看了大力一眼 语气无奈 好像是吧 大力此时似乎也有些疑惑 不不不可能吧 这么漂亮的女人 怎么可能会出柜呢 不会的不会的不会的 孟良也忍不住地嘀咕了一句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 那个漂亮的女人终于开口说话了 你知不知道 这段时间我找你找得多辛苦 你就答应跟我在一起 好不好 漂亮女生的这句话 仿佛瞬间便点燃了在场的所有人 因为她的这句话就能够证明 此时她确实就是在和颜同表白 苏敏 我已经跟你说过多少次了 我真的不喜欢 我也没有办法跟你在一起 颜同与其十分无奈地 冲着自己面前的那个漂亮女人说着 沉默听到这句话才知道 原来此时和颜同表白的女人啊 叫做苏蜜 而且看年纪的话 苏蜜的年纪应该和颜同差不多 比沉默他们要大 颜同 你为什么就不能跟我在一起 此时 苏蜜那双漂亮的毛子 仿佛就快要滴出水来了 一动不动地看着自己面前的颜同 她面容精致 性感的身材 大亮白皙的肌肤 裸露在空气当中 给人一种说不出来的魅惑之感 此时在场已经不知道 多少个男人喜欢上了苏蜜啊 苏蜜这样的女人 简直就是极品 没有任何一个男人 能够抵挡住这女人的魅力 她也有资本 让任何一个男人为之疯狂 但是谁能够想得到 就是这样漂亮的一个女人 竟然喜欢女生 而且此时还在和南洋大学的女神 严同表白 如果这两个女人真的在一起了的话 那不知道南洋大学会有多少男人 彻夜难眠呢 苏蜜是南洋市的本地人啊 上个月在一个酒吧里面碰到了严同 然后呢便喜欢上了严同 并且啊 在刚刚过去的这个暑假 对严同那是展开了一段 非常猛烈的追求 只不过严同一直都没有答应这个苏蜜 这也是为什么 今天严同在班级里面 有些心不在焉的原因 他最近这段时间啊 被苏蜜弄得实在是有些心烦意乱了 陈默眯着眼睛看着严同的位置 脸上的表情也是饶有兴致 毕竟严同这个女人 一直都非常的有女王范 一直都非常的淡薄 但是此时陈默发现 严同的额头上面 竟然已经有些开始冒汗了 真的很难看见 严同有如此紧张的模样 苏蜜虽然已经出柜了 但是其实他在南洋市这边 还是非常有名气的 首先呢 是因为家庭的关系 苏蜜所在的苏家 在南洋市这边 也能够算得上是一个大家族了 而且苏蜜所在的苏家 和苏木白所在的苏家 似乎还有一些亲戚关系 只不过苏蜜所在的苏家 在南洋市这边比较有名气 而苏木白所在的苏家 则是在苏家镇那边 比较有名气 这如果真的说 这两个苏家 哪一个更加的厉害一些 那可能还是苏蜜所在的苏家 经济实力更加的雄厚 其次啊就是苏蜜本人啊 长得也是非常的漂亮 非常的迷人 每到让人看一眼就无法自拔了 所以她的身边 还有非常多的追求者 只不过因为性取向的缘故 苏蜜从来都没有谈过恋爱 按理说 南洋市的那些公子哥 已经知道了苏蜜的性别取向了 那他们应该主动放弃才对啊 但是其实不然 因为男人心里面 都有一种征服欲 如果能够征服苏蜜 这样的特殊的女人 那绝对要比任何 征服一个普通的女人 更加的刺激 而言同似乎也从来都没有 遇到过这样的追求者 如果换成是一个普通的男人 言同此时可能早就已经离开了 但是 他在面对苏蜜的时候啊 就没办法做到那么冷漠了 此时 言同那张精致到 无可挑剔的俏脸上 挂满了无奈 不知道应该如何是好了 他哪里能够想得到 苏蜜竟然直接追到了学校这边啊 现在学校的这些学生都在看着 言同觉得自己简直就是 丢人丢到家了 言同 我知道 你现在可能没有办法接受我 但是你可以试着 跟我相处一段时间 我保证你会喜欢上我的 我也会比任何一个男人 对你都好 苏蜜面对言同的拒绝 似乎根本就没有放弃的意思 反而依旧是紧追不舍 苏蜜那双漂亮的毛子 死死地盯着言同 等待着言同的回应 言同看着苏蜜 苦笑了一声 然后轻轻地揉了揉自己的太阳穴 原本自己今天是打算和苏蜜 把话说清楚 让苏蜜以后不要再纠缠自己了 但是她没有想到 苏蜜竟然又跟自己表白了 而且还弄出这么大的动静 她现在都有些 不知道应该如何收场了 苏蜜 我已经跟你说过多少次了 我是不可能跟你在一起的 为什么 因为我是个正常的女人 我喜欢男人 我不会跟一个女人在一起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言同这句话说的 还是非常直接的 之前她一直都在顾及苏蜜的面子 所以从来都是非常委婉地拒绝苏蜜 但是 这一次她觉得 自己已经没办法再继续委婉下去了 她希望苏蜜知道了自己的意思之后 能够打消 跟自己在一起的想法 我知道你喜欢男人 但是这种事情 又不是没办法改变的 但是让言同万万没想到的是 苏蜜竟然还是没有要放弃的意思 言同看着这苏蜜 瞬间她就无语了呀 一时渐渐 有些不知道应该说些什么才好 言同 我知道你喜欢男人 你跟我不一样 但现在你也没有男朋友 你可以试着跟我交往一下呀 就当是给我一个机会也行啊 苏蜜用一种可怜兮兮的目光看着言同 给人的感觉 真的是可怜到了 让人不忍心伤害的地步 如果此时站在苏蜜面前的不是言同 而是一个正常的男人 别说是答应跟苏蜜在一起了 就算是让这个男人去死 沉默觉得都会有人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 我跟你真的没有办法沟通 我不可能答应你的 反正你现在也没有男朋友 也没有喜欢的男人 你为什么就不能跟我在一起呢 站在不远处的沉默笑呵呵地看着热闹 他还是第一次看见 外表冰冷的言同言女神 有如此窘迫的模样 沉默认识了这么多的女人 无论是什么样子的女人都有 但是唯独有三个女人 让沉默印象最为深刻了 第一个就是认识时间最长的言同 从沉默见到言同的第一眼睛 他便觉得他这个女人不简单 有一种让人说不出来的魔力 即便是已经继承了遗产的沉默 心里面还是非常恐惧言同的 而第二个 那就是沉默最爱的苏木白 第三个则是一直让沉默感觉 十分头疼的美女网红洛秋 沉默觉得洛秋比较特别 是因为沉默永远都猜不透 洛秋这个女生的脑子里面 到底在想着些什么 洛秋做的事情 也是一直都让沉默感觉 非常的匪夷所思 是谁告诉你 我没有喜欢的男人 言同为了能够让苏密彻底的死心 准备随便编出一个人来 你喜欢的男人是谁 这个跟你好像没有什么关系吧 言同无奈地回答 苏密的美眸当中闪过了一丝异样 上前两步 用自己那双漂亮的眸子 盯着言同看了两秒 然后非常自信地开口了 言同 你一定是在骗我 我找人调查过你 你根本就没有男朋友 也没有喜欢的人 很多人找你表白 但都被你拒绝了 我真的已经有了喜欢的人了 你别再来烦我了 言同语气无奈地回了一句 然后转身想要离开 苏密一伸手直接拽住了言同 激动地喊了一声 言同 你要是想让我放弃对你的追求也可以 但你必须告诉我 你喜欢的人是谁 如果你今天说出来了 我马上就走 但是你要是说不出来 那你就得答应跟我在一起 很明显 此时的苏密是打算 对言同霸王硬上功了 而言同听到苏密的话 整个人都崩溃了 毕竟他现在确实没有喜欢的人 刚才他说的那些话 只不过就是在骗苏密而已 你说话呀 你不是已经有了喜欢的人吗 你现在就告诉我 你喜欢的人是谁 苏密咄咄逼人 而言同扫了一眼围 在自己身边看热闹的人 目光直接落在了沉默的身后 低声开口了 我喜欢的人 就是他 第二百四十集 言同竟然说自己喜欢的人是沉默 这句话也算是一时激起千层浪 整个餐厅都沸腾了起来 所有人都忍不住扭头 看向了沉默的位置 脸上的表情除了震惊之外 便还是震惊 谁能够想得到 在南洋大学鼎鼎有名的女神 喜欢的人竟然是一个穷学生 言老师怎么会喜欢这个沉默呢 是啊 我听说 沉默不就是个穷屌丝吗 言老师这种女神 竟然会喜欢一个屌丝 我的天哪 这到底是什么剧情 屌丝 逆行女神了 艺术间里 众人看着沉默的位置 开始小声地议论了起来 仿佛所有人都不相信 言同真的会喜欢沉默 但是刚才言同却自己亲口承认了 他们觉得 言同也不应该用这种事情来开玩笑吧 一道道 疑惑的目光 聚集在了沉默的身上 言同刚才说这句话 简直是要比苏密对言同的表白还要劲爆啊 尤其是在场有很多同时认识沉默和言同的两个人的学生啊 一个人是靠着捡垃圾维持生活的穷屌丝 一个呢是无数人心中高高在上的女神 而且两个人本身还是师生关系 言同竟然喜欢沉默 哟 这实在是我些让人难以理解了 沉默在听到了言同的话以后 整个人都傻掉了 呆愣愣地站在原地 表情 非常的疑惑 但是 当沉默看见言同的目光以后 他便明白了 此时言同明显就是在人群当中随便找了一个人 帮他演戏吧 说白了 言同就是想让沉默当一下挡箭牌 而且此时啊 言同还通过眼神给沉默传递了一个信号 似乎是想让沉默帮着他演戏 大哥 你跟阎老师是什么时候的事情啊 是啊 你们两个啥时候在一起的呀 我说阎老师看你的眼神不对劲呢 没想到你们两个竟然在一起了 大哥 你真是我哥呀 你实在是太牛逼了 既然把咱们班的班主任给追到手了 虽然说咱们跟阎老师年纪差不多 但是你能追到这样的女神也太狠了吧 孟亮和刘瑞两人此时似乎也没有弄清楚是怎么回事 反正呢表情就十分激动的 冲着沉默大声的喊着 我没有跟阎老师在一起 阎老师就是在拿我灯挡箭牌 你俩看不出来吗 沉默压低了声音 语气有些无奈地冲着两个人解释 哎 挡箭牌是啥意思啊 孟亮表情疑惑地看着沉默 沉默张嘴刚要说话 突然听到了一阵清脆的脚步声 没错 没错 那个身穿性杆杆裙 身材高挑 踩着高跟鞋 露出白皙滑腻眉腿的苏蜜 已经奔着沉默的位置 走了过来 苏蜜这个女生的身高 本身就已经将近一米七五了 此时还穿着一双十厘米高的高跟鞋 身高将近一米八五 足以秒杀一米七八的沉默了 所以从气势上 沉默就已经输了 沉默仿佛有些虚心地 抬头看了一眼自己面前的苏蜜 忍不住在心中感叹 这个女人的身材还真是极品啊 苏蜜用一种非常凶狠的目光打量着沉默 而沉默也在打量着苏蜜那双白皙的眉腿 片刻之后 苏蜜的美眸当中竟然闪过了一丝不屑 然后竟然都没有搭理沉默 直接就回到了颜同的面前 颜同 你骗不了我的 你不可能喜欢这种男生 我怎么就不会喜欢这种男生 你了解他吗 颜同低声地回了一句 这个男生无论是长相身高 还是穿着打扮都那么普通 你怎么可能会喜欢上这样的人 你只不过就是随便找了一个人 说你喜欢他 你是想让我放弃而已 苏蜜这个女人还是非常聪明的 直接就看穿了颜同的意图 而站在远处的沉默 听到这句话以后 非常的不开心啊 因为他觉得这苏蜜简直就是赤裸裸地在羞辱自己啊 丝毫不给自己留任何的面子呀 我喜欢什么样子的男人 还轮不到你来评价吧 沉默确实看上去非常的普通 但是我就是喜欢他 我不仅喜欢他 我还要追求他 颜同 我真的非常喜欢你 我知道 你可能现在没有办法接受我 但我希望你能够给我一次机会 咱们两个可以慢慢去培养感情 我相信 你早晚有一天会喜欢上我的 答应秘密姐吧 是啊 秘密姐是真的喜欢你 我从来没有见过秘密姐这么深情过 想什么呢 快点答应吧 那些跟苏蜜一块过来的女生纷纷开口劝颜同答应 而颜同则是轻轻地揉了揉自己的太阳穴 脸上的表情真的非常的无奈呀 沉默看见苏蜜如此的激动 他能够感觉到苏蜜应该是真的喜欢颜同 如果不是因为性别的原因 沉默觉得颜同可能会考虑苏蜜 但是无奈 这苏蜜她是个女人哪 苏蜜 我真的已经有了喜欢的人了 而且我想要的爱情 是你给不了的 你也给不了我一个完整的家庭 你不要再纠缠着我了 好不好 难道这样的穷了司 能给你爱情 他可能都没有办法养活你 你知道吗 这种人 根本就不配跟你在一起 众人纷纷看下了沉默的位置 小声地议论着沉默 脸上的表情十分的不屑 而沉默 也是老脸的不乐意 毕竟今天这件事跟他也没有什么关系 但是到头来 自己竟然 被人指指点点的 而且还是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就算是沉默的脾气再怎么好 也受不了这种羞辱吧 孟亮和刘瑞两人 则是一脸同情地看着沉默 现在他们两个知道了 挡箭牌是什么意思了 刚开始被严同拉出来当挡箭牌的时候 沉默也没有觉得怎么样了 毕竟就是当一下挡箭牌而已 但是现在 伴随着苏密一次又一次的羞辱沉默 沉默终于是有些忍不住了 直接走到了苏密的面前 冷声冲着苏密喊了一句 这位小姐 我配不配跟严老师在一起 应该不是你说了算的吧 我能不能配得上严老师 那是我们两个人的事情 跟你没有任何的关系 对不对啊 你算什么东西 我跟严同说话轮得到你插嘴吗 苏密从头到尾都觉得 沉默只不过就是严同随便找到的一个人 假装说是自己喜欢的人 所以苏密根本就没有把沉默放在眼里 对待沉默的态度也是非常恶劣的 沉默是我喜欢的人 他当然有资格说话了 严同看见沉默主动站出来帮助自己 心里面当然非常的开心啊 但是严同也是知道的 如果是光说的话 自然没办法证明他确实喜欢沉默 如果没办法证明他确实喜欢沉默 那苏密今天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 咳咳 所以严同做出了一个非常大胆的决定 扭头低声冲着沉默开口 沉默 报警我 没错 严同打算用这样的方式来刺激苏密 这样的话苏密可能就会知难而退了吧 沉默在听到了严同的这句话以后 瞬间便愣在了原地 脸上的表情十分的震惊 刚才 沉默只不过就是被苏密一顿羞辱 有些挂不住脸了 所以才会主动站出来的 但是他其实根本就没有什么别的想法 但是沉默万万没有想到 严同竟然主动要求他抱着自己 这个要求 是不是有些过分呢 不太合适吧 严老师 沉默表情无奈地看了严同一眼 与其无奈地拒绝了 精致的脸道 完美的身材 高冷的气质 这样完美的女人要是抱在怀里的话 那肯定是没有男人能够拒绝的 但是无奈 这个女人啊 是严同 所以沉默还真的不敢动手 别废话 让你抱你就抱 严同现在是为了赶走苏密 彻底地豁出去了 一伸手直接就拽住了沉默的手 然后将沉默的手 放在了他那纤细柔软的腰肢上面 沉默完全就是本能地 将严同抱在了怀中 此时 他能够清晰地闻到 严同身上那股淡淡的香气 和他寝室里的优香是一样的 严同原本是打算清一下沉默 证明自己确实喜欢沉默的 但他觉得这么多学生都在看着 如果自己真的清了沉默 那肯定会引起不好的影响 所以他才会选择 让沉默抱着他的 此时的沉默是从背后抱住的严同 他的鼻子正好在严同秀发的位置 能够清晰地闻到他头发上的香气 右手放在他那平坦的小腹上面 感受着纤细柔软的腰支 这一幕也算是看傻了 孟亮和刘瑞两人 之前他们两个还有些可怜沉默 被苏蜜羞辱呢 但是此时他们两个心里面 却是非常的羡慕沉默 你给我松开 苏蜜看见沉默抱住了严同以后 表情十分激动地冲着沉默喊了一声 苏蜜 你能不能别再继续闹下去了 我让沉默抱住我 就是想让你清楚 我喜欢的人就是沉默 要不然 我绝对不会让他抱我 所以请你以后不要再来骚扰我了 我是真的不可能跟你在一起的 不可能 我不相信你会喜欢这种人 我们两个都已经这样了 你还觉得我不会喜欢沉默是吗 你只不过就是不了解沉默而已 沉默非常的优秀 我喜欢他 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苏蜜看着严同沉默了两秒钟 然后直接踩着高跟鞋 走到了沉默的面前 一边伸手拽住沉默 一边大声地呵斥着 你快点把手给我松开 我不松开 沉默淡淡地回了一句 我现在有话要单独跟你说 苏蜜拽着沉默便打算离开这里 有什么话 你直接在这里说就行了 沉默当然不会真的跟苏蜜离开 所以直接拒绝了 你到底是不是男人 你要是个男人的话 你现在就跟我走 我有话跟你说 沉默听到苏蜜的这句话愣了一下 然后扭头看了严同一眼 你去吧 严同淡淡地开口 行 沉默回了一句 然后直接松开了严同 准备和苏蜜离开 众人此时也是一脸的不紧 他们想不明白 原本就是苏蜜和严同的表白 怎么现在还变成了 苏蜜有话和沉默说呢 你跟我过来 苏蜜语气冰冷地喊了一声 然后直接转身走进了 餐厅的一个包房当中 沉默觉得 这苏蜜只不过就是一个女人嘛 应该也不能把自己怎么样吧 所以犹豫了一下之后 直接迈着步子 走进了包房当中 严同看见苏蜜和沉默离开了以后 也算是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然后想都不想 便直接迈着步子 奔着餐厅外面走去 他现在只想抓紧时间离开这里 另一边 沉默在进入到了包房以后 苏蜜直接把包房的大门给关上了 你想跟我说什么 沉默好奇地问着苏蜜 你先坐下吧 苏蜜指着指沉默身后的椅子 沉默看着苏蜜也没有多想什么 直接坐在了椅子上面 当苏蜜看见沉默真的坐下去以后 眼神当中闪过了一丝寒意 随即一伸手直接抓住了沉默的一领子 然后上前一步 将自己的双腿狠狠地压在了沉默的大腿上面 让沉默动弹不得 苏蜜这个女人虽然看上去十分柔弱呀 但是 背地里她其实是一个跆拳道的黑道高手啊 她觉得自己对付沉默这样的普通人还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刚才餐厅里面那么多人 自己在南洋市里面也算是有些小有名气的 如果真的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和沉默打起来了 对苏蜜自己的名誉也会有很大的影响 所以 苏蜜才会故意把沉默带进包厢之中 然后狠狠地收拾一下这小子 让沉默放弃言同 沉默这个时候才反应过来啊 苏蜜竟然是打算对自己动手了 你 你这是干什么呀 沉默有些不敢置信地看着苏蜜 你竟然敢跟我抢言同 看我今天怎么收拾你 苏蜜胸巴巴地冲着沉默喊了一声 第241集 你叫沉默对不对 在动手之前 苏蜜胸巴巴地问着沉默 对啊 怎么了 沉默此时完全就是一脸懵的状态啊 不解地看着苏蜜 我警告你 从今天开始 你给我离言同远一点 不可以再靠近言同 否则的话 我就 苏蜜 苏蜜举起了自己的小拳拳 威胁着沉默 我是言同的学生 我们两个见面 好像是很正常的事情吧 沉默略显无奈地回了苏蜜一句 我不管你跟严同到底是什么关系 你这种臭男人根本就不配跟严同在一起 所以 你必须马上离开他 最好直接离开南洋市 我再也不想在南洋市看到你了 不是 严同喜欢我 那是严同的事情 你威胁我有什么用啊 沉默此时并不打算和苏蜜动手 毕竟对方只不过就是一个女生 沉默觉得 如果真的动起手来 自己也站不上理啊 我不管那么多 我就问你 你能不能答应我的要求 苏蜜十分霸道地问着沉默 我要不答应 你打案怎么办呢 沉默笑呵呵地看着苏蜜 说实话呀 还有点见受的感觉 苏蜜听到沉默的这句话冷笑了一声 然后直接举起自己的小拳拳 奔着沉默的脸上打了过去 我靠 你竟然来真的呀 沉默看见苏蜜既然真的准备动自己动手以后啊 惊呼了一声 然后本能地伸手抱住了苏蜜那纤细柔软的腰肢 用力想要从椅子上面站起来 但是苏蜜根本就不给沉默这个机会 双腿发力 想要将沉默死死地压在椅子上面 让沉默动弹不得 虽然 苏蜜练习过跆拳道 对付个普通人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沉默的力气还是非常大的 根本就不是苏蜜能够比得了的 沉默猛然间站起了身 然后将苏蜜放在了包间的桌子上面 喂 我不想跟你懂耍 沉默将苏蜜放在了桌子上面以后 转身准备离开 但是沉默万万没有想到 苏蜜竟然是不依不饶 用自己的高跟鞋 直接奔着沉默的肚子上面 踹了过来 沉默没有办法 只好用力地将苏蜜压在了桌子上面 让苏蜜没法动弹 此时 这两个人的姿势还是非常的暧昧的 沉默整个人都压在了苏蜜的身上 苏蜜蜜蜜上的表情非常的羞愤 因为她从小到大 都不曾跟任何一个男人 有过如此亲密的接触 毕竟 她平时只要看见男人 都会发自内心地觉得恶心 那就更不用说 用这样暧昧的姿势接触了 苏蜜就好像是疯了一样 不停地挣扎着 小手也开始胡乱地拉扯着沉默的衣服 仿佛是想要将沉默从自己的身上推开 而沉默 看见苏蜜的反应如此激烈以后 她并没有想到 是苏蜜没有和男人接触过的缘故 相反了 沉默反而还不敢松开苏蜜了 因为她不知道 自己一旦要是松开了苏蜜 那苏蜜会做出什么疯狂的举动啊 苏蜜用力地想要将沉默推开 但是 无奈 沉默就好像是一块大石头一样 死死地压在了自己的身上 而且今天苏蜜穿的是裙子 在刚才疯狂地挣扎下 裙子已经被拽了下去 露出了性感的锁骨 还有那黑色的内衣 两人的身体也紧紧地贴在了一起 由于苏蜜一直都在挣扎 所以她和沉默肯定会有接触 沉默发现自己的身体 竟然有些不受控制 渐渐地有了反应 苏蜜虽然没有过男朋友 但是面对这样的异样 心中也自然清楚是怎么一回事 脸上的表情非常地惊慌 与其激动地大喊 你这个大色狼 你放开我 沉默闻着苏蜜身上那淡淡的香气 再加上 此时两人的姿势实在是有些暧昧 沉默竟然没有松开苏蜜的打算 相反 还不受控制地压了上去 沉默的呼吸开始变得急促了起来 双手竟然鬼使神拆地 放在了苏蜜那滑腻白皙的长腿上面 你干什么 你快给我滚开 苏蜜在感觉到沉默手上的温度以后 脸上的表情似乎更加地激动了 用力地想要将沉默给推开 此时 苏蜜心里面非常的后悔 后悔自己根本就不应该把沉默带进来 而沉默同学现在根本就不受自己大脑的控制了 喘着粗气 奔着苏蜜的嘴身上面 清了过去 苏蜜看见沉默清过来了以后 整个人都傻眼了 连忙将自己的小脑袋扭到了一边啊 然后开始疯狂地挣扎 苏蜜的眼神当中闪过了一丝绝望啊 她哪里能够想得到 自己在一个正常人的眼中简直就是毒药 没有人能够在她的面前把持住 苏蜜看着自己面前的沉默 张嘴刚要说话 但是她没有想到自己却给了沉默一个机会哦 沉默的嘴唇直接就映在了苏蜜的嘴唇上面 沉默的嘴唇在触碰到苏蜜嘴唇的那么一瞬间 苏蜜感觉自己的大脑里面一片空白啊 苏蜜感觉自己的身体就好像是有一股电流传过影 一种前所未有的感觉席卷了苏蜜的心头 要知道这可是苏蜜的初吻 她根本就不喜欢男人 但是也没有跟女人谈过恋爱 自然也不知道接吻是个什么感觉 她哪里能够想得到 自己的初吻竟然会 被这样一个自己才认识 刚刚不到半小时的男人给拿走 也许是因为本能 苏蜜甚至还没有好好地体会一下 接吻到底是什么感觉 直接狠狠地咬住了沉默的嘴唇 沉默惨叫了一声 瞬间便清醒了不少 连忙后退了两步 看着桌子上面那个衣衫不整的苏蜜 沉默语气十分无奈地自责着 也许是因为自己刚刚有了 王瑶瑶那个热情似火的女人 所以沉默的心中老是有一种欲望 而这也就是这种欲望 导致了她刚才对自己的身体 失去了控制 苏蜜看见沉默松开了自己以后 直接坐在桌子上面大哭了起来 她从小到大什么时候受过这样的委屈 什么时候被人抢吻波呀 苏小姐刚才实在太对不起 我失控了 沉默连忙冲着苏蜜道歉 你给我滚 你这种人根本就不配跟严通在一起 你给我滚 苏蜜一边哭泣 一边伸手指着沉默大喊 对对对对不起啊 刚才是我的不对 苏小姐你实在是太诱人了 沉默连忙拿起了纸巾 递到了苏蜜的面前 态度诚恳地道歉 滚 我让你给我滚 苏蜜一伸手直接将沉默递过来的纸巾打飞了 沉默站在原地犹豫了两秒钟 转身准备离开 你给我站住 沉默愣了一下 然后扭头看向了苏蜜 你跟严通到底是什么关系 苏蜜擦了她自己脸上的泪水 看着沉默 苏小姐 其实杨老师根本不喜欢我呀 我就是这个穷屌丝 要钱没钱 要长相没长相 人家杨老师是我们需要的女神 她怎么可能喜欢上我呢 她今天之所以这么说 不过就是想要拒绝你而已 沉默看见苏蜜都已经这个样子了 自然也就不忍心 继续在欺骗苏蜜了 所以呢 只好和苏蜜说了实话 你说的是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 我没有必要骗你吧 沉默淡淡地回了一句 而苏蜜知道真相以后 心情好像好了不少 不懈地瞥着小嘴 冲着沉默说 我就说严通 怎么可能会喜欢上你这种男生 沉默看着苏蜜 眼神当中闪过了一丝无奈 但是她想到 刚才自己确实也做错了事情 所以呢 也就没有反驳苏蜜 苏小姐 刚才确实是我做的不对 我 沉默看着苏蜜仿佛 还想要再解释一下呢 你不用跟我解释什么 我知道你们男的都是什么德行 但是我希望刚才发生的事情 不可以有第三个人知道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苏蜜此时的情绪明显冷静了不少 轻声地嘱咐着沉默 我知道我知道 沉默连忙回了一句 毕竟沉默他也不是傻子呀 刚才发生的事情如果说出去的话 那对于沉默来说也没有什么好处 他肯定不希望还有其他人知道今天这件事啊 那你可以走了 苏蜜似乎并没有追究沉默刚才强吻他的意思 直接冲着沉默摆了摆手 示意沉默现在可以走了 而沉默走到门口的时候 突然停下了脚步 然后扭头看了一眼 坐在桌子上面 风情万种 诱惑迷人的苏蜜 语气有些疑惑的开口 苏小姐 其实有件事我一直都想不明白 什么事 我觉得你长得非常漂亮 而且看你的穿着打扮家里面应该非常有钱啊 身边的追求者肯定非常多 那你为什么不喜欢男人 还喜欢女人呢 沉默实在是想不明白 苏蜜这样的女人为什么会出柜 如果是那种找不到男朋友的女生 沉默也许还能够接受 但是此时这个苏蜜 好像并不是找不到男朋友的那种女生才对啊 男人有什么好的 其实我并不是什么同性恋 我只不过就是单纯的抵触男人而已 当初我父亲抛弃我妈还有我 我一直都是跟在我外公身边生活的 我原本姓赵 但是后来 因为我爸跟其他女的跑了 我就跟我妈一个姓 姓苏了 那你是被你爸妈的感情刺激到了 可能也有这方面的原因吧 苏蜜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我爸离开我妈以后 我妈一直给我灌输男人没有好东西的思想 我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的 所以从小非常排斥男人 我也不喜欢男的 就算我身边的追求者再这么优秀 我也不会动心 因为我知道 他们现在说的花言巧语 只不过就是为了骗我 你们这些男的 一旦要是玩腻了 就会把我们女人抛弃掉 沉默听到苏蜜的这句话 本来还是想要辩解一下的 但是他又想到 自己刚才对苏蜜做的那些事情 到最后觉得还是算了吧 自己好像也没有什么资格 说这句话 虽然我一直都非常讨厌你们男人 但我也不是很喜欢女人 直到前段时间 我碰到了严童 我觉得自己好像是喜欢上了严童 但我也并不能确定 我是不是真的爱严童 我只不过就是想要 跟她在一起而已 其实苏小姐 我觉得你这样的情况 应该去看一看心理医生 毕竟啊 你也不知道自己 是不是单纯的讨厌男人 还是真的是个同性恋啊 沉默低声地建议着 苏蜜听到这话以后 忍不住地 冷笑了一声 整个南洋市没有人不认识我苏蜜 一旦我真的去看了心理医生 那岂不是南洋市的所有人都知道 我是同性恋了 那你这么大张旗鼓地跟严童表白 别人不也都知道了吗 沉默无奈地回了一句 那是不一样的 外人知道了我可以不在乎 只要我外公还有我妈不知道就行了 听完苏蜜的叙述 沉默才发现 苏蜜其实并不是什么真正的同性恋 只不过就是比较痛恨男人罢了 而苏蜜将自己的事情跟沉默说了以后 好像原本压抑在心中的情绪 也得到了些许释放 拎着自己的包包 便转身离开了 第242集 沉默看着苏蜜的背影 心中只有无限的惋惜 因为他真的觉得 苏蜜这种女人 如果是一个同性恋的话 那简直就是南洋市广大男性同胞的损失 苏蜜离开之后 沉默自然也走出了包房 但是沉默走出包房以后 发现原本在那里等着 看热闹的人都已经离开了 严筒也不知道去了什么地方 就剩下了 孟亮刘瑞 点了两杯水 坐在大厅里面等着沉默 喂 沉默 刚才你跟那个女的在包房里面干什么来着 怎么才出来啊 孟亮看见沉默以后 连忙跑到了沉默的身边 语气不解地问着沉默 啊 你没干什么 就是聊了聊关于阎老师的事情 他希望我能够离开阎老师 那你怎么说的呀 我还能怎么说啊 刚开始的时候我说啊 我是不会离开阎老师的 但是后来我也实在是没有办法 我就承认 其实阎老师根本就不喜欢我 他只不过就是在说谎而已 然后苏蜜就相信我的话了 就把我给放了哦 就这么简单把你给放了呀 哎呦 孟亮看这沉默 语气仿佛有些失落地喊了一句 那你以为 他还能把我怎么样啊 在包房里 打我一顿 哎 那我刚才为什么好像听到包房里面有哭声啊 沉默听到孟亮的这句话呀 眼神当中闪过了一丝尴尬 连忙解释 嗯 那那可能是你听错啊 不应该呀 我真的听到里面有哭声了 行了行了行了 肯定是你听错了 我跟苏蜜在里面聊得挺好的 哎 你们两个在外面等了这么长时间 应该也饿了 要不然 咱们就在这里吃一顿得了 沉默不想继续和孟亮聊这个话题 所以直接建议在这个西餐厅里面吃饭 大哥 你是不是疯了 这个地方的菜可是非常贵的 咱们三个人吃一顿 最少也得一千块钱啊 刘瑞起身冲着沉默大喊了一句 叔啊 就我们两个人 刚才就点了两杯水 还八十块钱呢 嗨 没关系 我有钱 咱们就在这里吃吧 因为刚才苏蜜的事情 沉默自然也就没有什么心情折腾了 直接冲着不远处的服务员摆了掰手 然后轻声开口 服务员 点菜了 好的 服务员笑呵呵地答应了一声 然后拿着菜单 跑到了沉默的面前 孟亮和刘瑞两人 以为沉默是真的在暑假里挣到了钱 所以看见沉默真的要在这里吃饭以后 也没有阻拦沉默 还是找了一个位置坐了下来 沉默点完了菜 然后开始和孟亮刘瑞两人闲聊了起来 但是沉默现在心里面想的都是自己刚才跟苏蜜在包厢里面发生的那一幕 所以他根本就没心情和孟亮刘瑞两人聊天 一直都在看着窗户外面的风景 西餐厅里面的人并不是很多 所以沉默点完了菜以后 没过多长时间 服务员便开始上菜了 孟亮刘瑞两人虽然家里面条件不错 但是其实他们也是第一次来这样高级的西餐厅 看见一道道精美的菜肴以后 两人也都非常的好奇 你们俩快点吃啊 一会儿凉了就不好吃了 沉默笑呵呵地冲着孟亮刘瑞说 诶 沉默 你怎么点了这么多菜啊 这也多少钱呢 刘瑞仿佛有些替沉默感觉心疼 疑惑地看着沉默 嗨 没事 我要是没钱了 以后就你们两个请我吃饭好了 沉默淡淡地回了一句 然后插起了牛排 便开始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 而孟亮刘瑞两人看见 沉默已经开始了以后啊 自然也就不和他客气了 纷纷开始大吃大喝了起来 三个人吃了不到十分钟 沉默的手机便响了起来 沉默听到了手机铃声以后愣了一下 随即拿出手机看了一眼 发现 竟然是洛秋给自己打的电话 今天是南洋大学开学的日子 洛秋肯定也过来了 但是沉默并不知道 洛秋给自己打电话是因为什么事情 而且沉默还有种预感 洛秋来找自己 那肯定是没有什么好事 所以沉默在犹豫了一下之后 直接选择了拒接 但是沉默这边才刚刚挂断电话 洛秋竟然再次打了过来 沉默清楚洛秋这个女生的性格 如果自己一直不接电话的话 那么洛秋肯定会一直打下去 所以沉默最后无奈地 只好是接听了电话了 啊 喂 沉默接了电话以后 轻声开口 沉默 你干什么呢 刚才为什么没有接我的电话 洛秋听到沉默的声音以后 语气十分不乐意地抱怨着 我跟朋友吃饭呢 你有什么事情吗 今天是开学的日子 姐姐我特意跟剧组请了假回来 咱们两个这么长时间没有见面了 你是不是想我了 要不然请姐姐我吃顿饭啊 洛秋笑盈盈地说 大姐 咱们学校想要请你吃饭的人 应该很多才对吧 你去找他们吧 别来找我了 沉默一直都觉得 洛秋这个女人 她的脑回路非常的古怪 沉默也弄不清楚 洛秋到底想要干什么 所以她觉得 自己还是离洛秋这种女生 远一点比较好 小沉默 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 你不想见姐姐我是不是 是啊 沉默十分诚实地回了一句 然后便挂断了电话 虽然沉默知道自己这么做 可能有些无情 但是 她觉得 还是离洛秋远一点比较好 因为这个女人实在是太危险了 自己身边的女人已经非常多了 跟这个洛秋走得太近 对于沉默来说绝对没有什么好处 此时 南洋大学的校门外 一位打扮的十分漂亮的性感美女 坐在奔驰车当中 看着自己的手机 脸上的表情异常愤怒 而这位美女便是刚刚和沉默通完电话的洛秋 好你个沉默 竟然敢挂姐姐我的电话 你知道不知道 有多少人争着抢着 想要请姐姐我吃饭 都没有这个机会呢 你竟然这么不珍惜 实在是太不知道好歹了 洛秋磨着牙凶巴巴地喊了一声 然后拿起手机 又准备拨通沉默的电话 但是他想了一下之后 并没有再次给沉默打过去 因为他清楚 就算是自己打过去 沉默应该也不会接的 小沉默 你是不是以为你挂了电话 姐姐我就找不到你了 洛秋冷笑了一声 然后拿起自己的手机 打开了自拍模式 确定自己每个地方 都美得冒泡了以后 他按下了开始 然后用自己那性感的嗓音 叫滴滴地开口喽 宝宝们 我现在想让你们帮我找一个人 这个人叫沉默 是南昂大学大三的学生 如果谁能够帮我找到这个人 现在在哪里 会有奖励哦 拍完短视频之后 洛秋十分认真地检查了一下视频 确定没有问题之后 便发送了出去 要知道 洛秋可是一个拥有上千万粉丝的网红啊 他的这些粉丝 全部都是真实的 并且遍布全国各地 南洋大学的男学生 基本上都关注了洛秋 洛秋的这段视频 仅仅发出去不到五分钟 便收到了上万条的回复 而且刚才苏密和严同表白的时候 有很多学生都看见了沉默 也听到了严同说 他喜欢的人是沉默 对沉默的印象自然也是非常的深刻 纷纷留言告诉洛秋 沉默现在的位置 洛秋认真地查看了每一条留言 确定 沉默现在就在南洋大学旁边的一家高级西餐厅以后 露出了一个非常得意的 微笑 小沉默 你别想逃出姐姐我的手掌心 洛秋冷笑了一声 然后直接启动了车子 奔着沉默现在所在的餐厅开了过去 而沉默呀 此时还不知道自己已经被洛秋全网通缉了 这才是井井开学的第一天 沉默便已经成为了南洋大学的风云人物了 沉默在南洋大学待了三年 大部分人都是因为沉默经常在学校里面捡垃圾才认识的沉默 但是今天 他们并不是因为沉默的穷 而是因为两个女神 之前言同说喜欢的人是沉默时 便已经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先不说 言同到底是不是真的喜欢沉默 能够和言同这样的女神传出绯闻 那就已经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了 多少人想要找这个机会 哪都找不到呢 然而 言同这件事还没过去呢 学校里面的另外一个网红女神洛秋 竟然又直接在自己的短视频账号上面 发布视频 全网寻找沉默 要知道 洛秋和言同那可都是南洋大学非常出名的女神 一个普普通通的男生 能够同时被两个女神青睐 这得是多么光荣的事情 甚至南洋大学的一些论坛上 都已经开始讨论沉默到底是什么人了 很多洛秋 颜同的粉丝心里面都非常的羡慕沉默 但是啊 沉默同学自己确实是苦不堪言呢 因为只有他自己知道 同时被这两个女神青睐 是多么痛苦的一件事 这两个女神也算是给沉默惹来了不小的麻烦 沉默原本是打算低调地度过自己的大学生活 然后去跟着李军成学习管理公司 但是颜同和洛秋两人今天做的事情 让沉默想低调都低调不了了 就算是这些人不知道沉默是一个身价万亿的富翁 就是靠着洛秋和颜同的行为 他们也能够猜出来 沉默绝对不是什么普通人 西餐厅内 沉默和孟亮 刘瑞 三人还不知道外面都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哎呀 沉默 刚才给你打电话的是谁啊 孟亮吃饱了以后 笑呵呵地问着沉默 我的一个朋友 男朋友还是女朋友啊 这要问吗 刚才我都听到了 那是一个女生 女生跟沉默打的电话呀 刘瑞在一旁跟着起哄 哎 只不过就是一个普通朋友而已 你们两个千万别误会啊 就算是女朋友 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啊 反正你和高飞飞已经分手这么长时间了 找个女朋友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你要是自己找不到的话 我也可以给你介绍几个呀 孟亮 冲着沉默说道 啊 你还是关心关心你自己的事情吧 你现在跟那个魏佳琪 怎么样了 沉默其实 一直都想要提醒一下孟亮 魏佳琪那个女生啊 并不适合她 但是 沉默也不知道应该如何开口 毕竟有些事情 沉默作为一个外人 说多了也不好 还能怎么样啊 人家对我一直都是爱搭不离的状态 说白了还是因为我没钱 如果我要是有钱的话 那魏佳琪早就跟我在一起了 孟亮眼神当中闪过了一丝无奈 我觉得啊 一个女生是因为钱才和你在一起 那么 这个女生配不上你呢 我觉得沉默说的没错 魏佳琪那个女生不是什么好人 你就应该离她远一点 刘瑞的话明显要比沉默的更加的直接 孟亮看着两人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有些无奈 哎呀 其实你们两个说的这些话 我自己心里面也都清楚 但是没办法 我就是喜欢这个魏佳琪 就是忘不了她 我能有什么办法呀 反正能劝你的话我都劝过了 你要是不听的话 我也没有什么办法了 刘瑞无奈地笑了笑 没有多说什么 拿起自己的手机玩了起来 沉默看见孟亮似乎也不想聊这件事 所以也没有继续说下去 但是就在几秒钟以后 刘瑞猛然抬头看了沉默一眼 表情非常的不可思议 你 怎么了 沉默看见刘瑞的眼神有些不太对劲以后 轻声地问道 大哥 你什么时候认识的骆秋啊 刘瑞语气激动地冲着沉默喊道 第243集 你怎么知道我认识骆秋啊 沉默听到刘瑞问自己的话以后 也是一脸的疑惑 毕竟他和骆秋之间的事情 他从来都没有跟其他人说过呀 我怎么知道的 人家骆秋现在正满世界地找你呢 刘瑞一边说话 一边把自己的手机递到了沉默的面前 此时手机上面播放的视频 正好就是骆秋找沉默的那段视频啊 沉默自己是一脸的崩溃啊 不是 这个骆秋到底要干什么呀 大哥 你跟我说实话 你跟这个骆秋到底什么关系啊 刘瑞一脸激动地 冲着沉默喊着 毕竟 骆秋在南洋大学还是非常出名的 很多的男生都暗恋着骆秋 在刘瑞孟亮等人的眼中 能够认识骆秋这样的女神 就已经是一件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 那就更不用说 被骆秋发视频全网寻找了 我们两个就是普通的朋友关系啊 沉默低声解释了一句 然后拿起手机准备给骆秋打电话 毕竟 现在沉默想低调还低调不过来呢 骆秋怎么一弄 到时候 估计整个南洋大学的学生都认识沉默了 到那个时候 骆秋可能没有什么影响 但是沉默自己的麻烦却非常的大 所以沉默让骆秋马上把这段视频删除掉 防止看见这条视频的人越来越多 但是就在沉默刚刚拿起手机的时候 他突然看见一辆白色的奔驰车 停在了餐厅的门口 骆秋气势汹汹地从奔驰车里面走了出来 沉默能够感觉到 骆秋现在应该非常的生气 自己一旦要是和骆秋见面的话 指不定骆秋能够做出什么事情来 所以沉默灵机一动 低声冲着孟亮说 亮子啊 我去上厕所啊 哦 沉默想都不想 直接转身奔着厕所的位置跑了过去 而沉默这边才刚刚离开 骆秋便迈着大长腿 走到了刘瑞和孟亮两人的身边 刚才你们两个是不是在跟沉默吃饭 骆秋趾高气昂地 问着刘瑞还有孟亮 而孟亮和刘瑞在听到这句话以后 同时扭头看了骆秋一眼 当他们两个看见骆秋以后 全部都傻眼了 刘瑞抬头看了看骆秋 又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机 结结巴巴地开口了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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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骆秋 没错 我就是骆秋 沉默刚才 是不是在跟你们两个吃饭 骆秋十分自然地回了一句 刘瑞坐在原地愣了两秒钟 骆秋你好啊 我是你的粉丝 我已经喜欢你很长时间了 你能不能给我个签名啊 别废话 我问你 刚才沉默是不是在这里 骆秋有些不耐烦地冲着刘瑞大喊 是是是是 刘瑞此时已经彻底被骆秋给惊呆了 想都不想直接点了点头 沉默人呢 沉默他刚才去厕所了 刘瑞伸手指了指厕所的位置 而骆秋在听到这句话以后 根本就没有任何的犹豫 直接迈着步子 便要奔着厕所的位置冲去 但是走了两步以后 骆秋突然停了下来 因为他知道 沉默去的应该是男厕所 他一个女生 也不方便进去啊 你现在就去厕所里面 把沉默给找出来 骆秋指着刘瑞十分霸气地命令着 哎哎好好好 好嘞好嘞 刘瑞连忙答应了一声 然后迈着步子 奔着男厕所的位置就跑了过去 而骆秋则坐在了椅子上面 安静地等待着刘瑞出来 孟亮上下打量了骆秋一眼 而骆秋也扭头看了孟亮一眼 你好啊 孟亮似乎有些尴尬的 冲着骆秋笑了笑 你跟沉默是什么关系啊 骆秋轻声地询问着孟亮 朋友 我们两个是朋友 骆秋听到孟亮的这句话 淡淡地看了孟亮一眼 并没有多说什么 呃 呃 你你你 你好像比视频中还要好看 嗯 孟亮看见骆秋没有说话以后 尴尬地找话题聊天 还行吧 骆秋淡淡地回了一句 那个 那个什么 我能问一下吗 你跟沉默是什么关系啊 你为什么要找沉默呀 孟亮此时 有些控制不住 记记那颗八卦的心啊 笑呵呵地问着骆秋 骆秋眯着眼睛轻声反问 你觉得我这么着急找他 我们两个 会是什么关系呢 你 你不会是沉默的女朋友吧 骆秋淡淡一笑 没有承认 也没有否认 而孟亮 呆愣愣地坐在原地 他觉得自己就好像是在做梦一样 现在就算是打死他 他都没有办法相信 沉默竟然会是骆秋的男朋友 就在这个时候 刘瑞慌慌张张地跑了回来 然后气喘吁吁地冲着骆秋说 哎呀 沉默不见了 他不在厕所里面 骆秋听到这句话 猛然站起身来 然后扭头看了一眼餐厅外面 果不其然 此时沉默已经从餐厅的后门跑出去了 刚刚上了一辆出租车 该死的沉默 你给我等着 我看你能躲到什么时候 骆秋与其愤怒地喊了一声 然后直接踩着高跟鞋 迈着修长的美腿 奔着餐厅外面跑去 很快 骆秋便冲出了餐厅 然后上了自己那辆奔驰车 消失在了街道上 刘瑞和孟亮 两人看着骆秋消失的背影 脸上的表情非常的疑惑 哎 不是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骆秋为什么要找沉默啊 是不是沉默欠了骆秋的钱呢 刘瑞语气疑惑地嘀咕着 那个什么 我说出来你可能不会相信啊 孟亮目光呆滞地回了一句 什么你说出来我不相信啊 刚才骆秋跟我说 她是沉默的女朋友 刘瑞在听到这句话以后 目光匪夷所思地看着孟亮 结结巴巴地说道 大大大大大大哥 你你在这里跟我开什么 过去玩笑的呀 我早就说了 你不会相信的 孟亮一脸无奈地看着刘瑞说 沉默在跑出了餐厅以后 直接伸手拦了一辆出租车 然后拽开车门就上了车 小伙子 咱们去哪里啊 出租车司机扭头看了沉默一眼 笑呵呵地问 去皇家庭院 沉默急急忙忙地回了一句 出租车司机听到沉默说出这个小区的名字以后 明显地愣了一下 毕竟皇家庭院在南洋市这边 还是非常出名的 能够住在那种地方的人 都是非富即贵的存在 沉默地穿着打扮十分地普通 压根就不像是能够住进那种地方的富二代 小伙子 有亲戚在那边啊 出租车司机一边慢悠悠地启动了车子 哦 算是吧 沉默淡淡地回了一句 他现在 就是想抓紧时间摆脱骆秋那个疯女人 根本就没有心情和这个司机说话 能在那个地方有亲戚 小伙子你家里面的条件应该挺不错的吧 司机 似乎对沉默非常的感兴趣 一边开车 一边和沉默说话 而沉默 则是死死地盯着车后面 生怕骆秋会追上来 过了一会儿之后 沉默发现 骆秋并没有追上来 也算是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拿出了自己的手机 简单地看了一眼 发现上面竟然全部都是未接电话 很多都是沉默的同学打过来的 很明显 只要是认识沉默的人 应该都知道了 沉默被骆秋全网通缉的事情了 哎呀 这个骆秋怎么尽给我添麻烦呀 沉默将手机屏幕关闭 表情十分无奈地感叹了一句 原本一直都想要低调的沉默 这一次算是彻底的低调不下来了 就在这个时候 沉默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 沉默原本以为是骆秋打过来的电话 本能地想要拒绝 但是当他看见来电号码并不是骆秋的以后 便按下了接通键 喂 哪位啊 陈公子 您好 我是金圣的老板 苏洪小 对方语气十分恭敬地回答了沉默 哦 金圣的人呢 沉默淡淡地回了一句 对对对 陈公子 您之前交代我们的事情都已经办好了 现在人也在我们金圣厂里 您看您接下来打算怎么处理这个人呢 沉默在听到了苏洪小的话以后 脑海当中浮现出了高飞飞的模样 忍不住地轻声感叹 也是时候 该跟这个女人做个了断了 那 陈公子 您的意思 是让我做掉那个人对吗 哎 不用了 不用了 我一会儿过去一趟 沉默连忙回了一句 哎 好的 那我等着您啊 嗯 沉默答应了一声之后 直接挂断了电话 然后对着出租车司机说道 师傅 咱不去皇家庭院了 直接去金圣吧 哎 好 出租车司机 此时心里面似乎更加的好奇 沉默的身份了 毕竟无论是金圣也好 皇家庭院也罢 这两个地方 可都不是普通人能够去得起的 出租车司机 似乎还想要和沉默聊聊天 询问一下沉默的身份 但是他看见 沉默似乎一直都在闭着眼睛休息 所以也就没有说话 另一边 金圣内 此时已经是晚上的七点多钟了 客人们纷纷进入到了金圣当中 要知道 赌场这种东西 虽然在豪江那边非常的普遍 但是其实国内还是非常少的 而金圣却能够开起来 并且每天都会有大量的客人出入 这足以证明 这个金圣会所的老板 后面的关系有多么厉害 据说 这个金圣的老板姓苏 叫苏洪小是南阳市一个非常出名的企业家 年轻的时候啊 就是靠的这个发的家 后来在南阳市打通了关系 开了一个金圣会所 金圣会所的规模非常大 一栋楼能够容纳将近上千人 而且根据你手中筹码的多少 你能够进入的楼层也是不一样的 受到的服务自然也是不同的 在一楼玩的 基本上都是一些游客 或者是一些学生 方式也非常的简单 都是老虎机一类的东西 输赢都不是很大 主要就是起到一个娱乐效果 来检查的时候 也能够掩人耳目 一楼是什么人都可以进来的 没有要求 但是二楼就不一样了 二楼的要求就是 你手中必须要有十万块钱以上的筹码 玩的内容也非常的多 基本上只要是会所里能够看见的 二楼都有 而三楼的标准 那就是百万级别的客人 这些客人一般都会有单独的包厢 所以环境非常的安静 有专门的人士 当初高飞飞就是在三楼输的钱 至于四楼 那就更加的厉害了 能够上四楼的客人 全部都是身家过亿的存在 而且手中的筹码 最少也得是几千万以上那种 普通人能够去三楼玩一玩 就已经非常的厉害了 四楼 那是他们根本想都不敢想的存在 因为在四楼一晚上 随随便便就能输好几千万 甚至是好几个亿 这么大的输赢 根本就不是一般人能够承受得起的 而精盛会所的五楼 则是工作人员的办公室 无论是经理还是总经理 都会在这里办公 精盛会所能够算得上 是江南省最大最出名的场子了 这个地方一直都非常的安全 而且据说 精盛会所里面有将近一百多个保安 这些保安 全部都是经过专业训练的 不间断的巡逻 据说当初有一个人 在精盛会所里面出老千 后来被保安活活打死了 那件事之后啊 就再也没有人敢在这里出老千了 当然了 精盛会所里面也有一种特殊的情况 那就是精盛会所的人 自己出老千 这种情况没有人能够查得出来 也没有人会去查 毕竟这是人家 自己的地盘啊 第二百四十四集 精盛会所五楼经理办公室内 高飞飞和徐娇两人 站站兢兢地坐在沙发上面 脸上的表情异常地紧张 因为 此时距离张彪给高飞飞的还钱期限 已经到了时间了 但是高飞飞已经没有办法 偿还欠精盛会所的三千万的巨款 所以张彪这次直接让人 把高飞飞带到了精盛会所 而徐娇因为是高飞飞的室友 张彪担心徐娇打小报告 所以就把徐娇一块给带过来了 张哥 我求求你了 你再给我几天时间行不行 我真的有办法把这笔钱凑起的 高飞飞与戏十分紧张地 冲着张彪哀求人 张彪在听到了高飞飞的这句话以后 忍不住冷笑了一声 高飞飞 我都已经给了你多少天时间了 钱呢 你告诉我钱在哪里啊 哪怕你现在能够先还上一半也行啊 到现在我一分钱都没看见 你告诉我怎么给你时间 张哥 我那个钱男友真的非常有钱 我一定会想办法从她手中把这笔钱要出来的 此时的高飞飞已经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了沉默的身上 因为她心里面清楚 只有沉默能拿得出来这笔钱 也只有沉默能够帮她 我已经没有心情跟你废话了 你就在这里老老实实地给我等着吧 张彪十分不耐烦地冲着高飞飞说道 张哥 我等什么呀 还等什么呀 一会儿我们会所的老板就过来了 到时候看看老板准备怎么收拾你吧 高飞飞听到张彪的这句话 眼神当中闪过了一丝紧张 关于金圣会所老板的事情 她还是有所耳闻的 她清楚 如果真的是让金圣会所的老板来处理自己的话 那自己肯定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张哥 我真的能凑起这笔钱 我求求你了 再给我点时间行不行 高飞飞一激动 直接就跪在了地上 表情十分的可怜 而张彪根本就不看高飞飞 因为她现在知道 如何处理这个高飞飞 根本就不是她能够说了算的 张哥 我 我不欠你们钱 要不然 要不然你们先把我放了吧 我保证出去以后肯定不会乱说话的 徐娇此时也开始变得紧张了起来 结结巴巴的 都他们别废话了啊 我说过了 一会我们金圣会所的老板就过来了 到时候怎么处理你们两个 都是我们老板说了算的 不是我能够决定的 张彪语气十分烦躁地说的 高飞飞看见张彪是这个态度以后 知道今天自己肯定是凶多吉少了 所以整个人都瘫坐在了地上 脸上的表情十分的绝望 飞飞 你快点想想办法呀 这些人肯定不会放过咱们两个的 徐娇脸上的表情 则是更加的紧张 她在不停地催促着高飞飞 我能有什么办法 给陈墨打电话吗 陈墨根本就不可能帮我们 你再试一试啊 你跟陈墨在一起那么长时间 我觉得陈墨肯定不会见死不救的 徐娇现在似乎还对陈墨抱有一丝希望 表情很是激动 张哥 我能给我前男友打个电话吗 张彪看着高飞飞犹豫了两秒钟 然后冲着自己身边的保安 使了一个眼神 保安直接把高飞飞的手机拿了出来 递给了高飞飞 高飞飞接过电话以后 联盟找到了陈墨的号码 拨通了过去 电话响了两声以后 陈墨竟然接通了电话 喂 陈墨的声音响起 高飞飞在听到了陈墨的声音以后 整个人都非常的激动 陈墨 是你吗 是我 你有什么事情吗 陈墨淡淡地回了一句 陈墨 上次我跟你说的事情你还记不记得 我现在已经被精神会所的人抓住了 我求求你了 就当是 看在咱们两个在一起这么长时间的份上 你帮帮我好不好 只要你愿意帮我把这笔钱还上 你让我做什么都可以 高飞飞 当初咱们两个分手的时候 你还记不记得你跟我说过的话 陈墨与其平静地打断了高飞飞的话 高飞飞直接愣在了原地 你说过 我和这种人根本就不配和你在一起 你跟我在一起 也会成为你人生的一个污点 当时的我在你的眼中是那么的不肯 是那么的配不上你 而你现在却又来求我 你不觉得你有些不要脸吗 你现在知道跟我提以前在一起的情分了 当初你当着那么多人的面羞辱我的时候 你有考虑过情分二字吗 陈墨的这两句话说得高飞飞哑口无言 高飞飞拿着手机目光呆滞 不知道应该如何回答陈墨的话 还有就是 当初你从我的手中拿走了两千万 你不也说过 以后你的事情和我没关系了吗 你现在为什么还要来求我 陈墨看见高飞飞不说话以后 继续质问着 陈墨 我 我当初是不懂事 高飞飞结结巴巴地说 既然现在你知道你当初不懂事 那就应该为你当初的不懂事买单 陈墨想都不想直接挂断了电话 陈墨你听我说 我真的非常后悔 我也可以弥补你 高飞飞拿着电话还想要解释 但是陈墨已经挂断了电话 手里面只有几声急促的声音 手机从高飞飞的手中滑落 高飞飞脸上的表情异常的绝望 此时他终于明白了 当初他和陈墨分手 到底是个多么错误 多么愚蠢的决定 京盛会所的大门口 陈墨在挂断了高飞飞的电话以后 直接迈着步子 走进了会所当中 一位站在门口等待多时的青年 看见陈墨以后 连忙走到了陈墨的身边 然后语气十分恭敬 您应该就是陈公子吧 嗯 是我 陈墨轻轻地点了点头 我是苏老板的司机小孙 苏老板已经恭候您多时了 麻烦您里面请吧 青年冲着陈墨 做出了一个请的姿势 嗯 好 陈墨轻轻地点了点头 然后跟随着青年 走进了赌场之中 此时苏洪小的司机 心里面还是有些震惊的 因为他没有想到 这个所谓的陈公子 竟然如此的低调 如果不是因为他之前 见到过陈墨的照片 根本就没有办法看出来 陈墨是一个 让南阳市无数大佬 卑躬屈膝的存在 而陈墨没有注意到 自己这边才刚刚 跟着青年走进赌场当中 一辆白色的奔驰车 便停在了赌场的门口 时尚漂亮的洛秋 踩着高跟鞋 从奔驰车里面走了出来 然后抬头打量了一眼 自己面前的精盛会所 脸上的表情十分疑惑 洛秋本身也是南阳市人 自然清楚南阳市的 精盛会所是什么地方 陈墨来这个地方干什么 陈墨不会是来这里赌博的吧 他哪里来的钱啊 说完这句话以后 洛秋直接踩着高跟鞋 身姿摇曳地走进了赌场当中 但是进入赌场以后 洛秋在一楼的大厅里面 找了一大圈 并没有找到陈墨的踪影 所以洛秋便准备去二楼看看 因为洛秋也是第一次 来到精盛会所 所以呢 根本就不了解赌场里面的规矩 还不等他走上二楼的楼梯 便被保安给拦了下来 小姐您好 请出示一下您的筹码 保安看见洛秋打扮得十分漂亮 所以跟洛秋说话还是非常客气的 毕竟来这里玩的白富美 还是非常常见的 保安明显就是把洛秋 当成了这类人 什么筹码 小姐 您应该是第一次来我们的赌场吧 对啊 我是来找人的 如果您是来找人的话 您现在可以给您的朋友打个电话 让他带您进去 要不然按照我们赌场的规定 进入二楼的客人 手中必须要有十万以上的筹码 否则是不可以进去的 保安轻声地向洛秋说明规则 洛秋听到十万元以上的筹码以后 直接愣在了原地 他并不是因为这十万块钱而感觉惊讶 毕竟他也不缺钱 十万块钱对于洛秋来说 算不了什么 他是因为陈墨能够拿出这十万块钱而感觉惊讶 在洛秋的印象当中 陈墨一直都非常穷才对啊 小姐 您看您是给您的朋友打个电话呢 还是去兑换筹码呢 保安看见洛秋没有说话之后 轻声地询问着洛秋 我又不玩 我要那么多的筹码干什么呀 从二楼出来 是不是也得走这个楼梯 啊 没错 也得走楼梯 那行吧 我就在这里等着 我就不信 这个陈墨还不出来了 洛秋抱着肩膀冷哼了一声 然后竟然真的搬了一把椅子 坐在了楼梯口旁边 一边玩着自己的手机 一边等着陈墨出来 保安看见洛秋也没有闹事 而且也没有违反规定 自然呢 也就没有管洛秋 继续站在楼梯口旁边值班 另一边 五楼的经理办公室内 高飞飞在给陈墨打完电话以后 整个人都绝望了 因为他最后一颗救命稻草 也这样就没了 整个人都摊坐在了地上 仿佛是在等待着命运的判决 徐骄呆愣愣地站在原地 脸上的表情十分的不解 因为他现在想不明白 陈墨到底想要做什么 现在 还准备给谁打电话吗 张飘走到了高飞飞的面前 没有了 高飞飞抬头 看了张飘一眼 十分绝望地摇了摇头 张飘伸手捡起了高飞飞的电话 然后坐在椅子上面 安静地等了起来 大约过了差不多有十分钟的时间 办公室的大门被人推开了 一位身穿着红色糖装 个子不高 身材有些瘦弱的老者 带着两个保镖走进了办公室 而这位老者不是别人 正是今生会所里真正的老板 苏洪小 张飘等人看见苏洪小以后 全部都站起了身 语气十分的恭敬 老板好 苏洪小冲着张飘等人 轻轻地摆了摆手 笑着说 这里又没有什么外人 你们不用这么客气啊 该有的礼数还是要有的吗 张飘笑呵呵地回了一句 然后迈着步子 走到了苏洪小的身边 老板 这个人就是欠了咱们赌场 三千万的那个高飞飞 苏洪小淡淡地看了高飞飞 嗯 这么小的年纪 竟然欠了这么多钱 还真是厉害啊 苏老板 我求求你了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我肯定会想办法 把这笔钱凑齐的 高飞飞语气很是激动 苏洪小听到高飞飞的这句话 淡淡一笑 而张飘 则是拿出了一张椅子 放在了苏洪小的身后 苏洪小慢条丝里地 坐在了椅子上面 上下打量了高飞飞语 嗯 姑娘 我调查过你的家庭条件了 你父母都是普通的工人 而你也只不过就是一个 在校大学生而已 虽说你长得不错 但是如果靠着你这张脸蛋 估计这辈子 都很难挣到三千万呢 苏老板 我这辈子当牛做马 你会把这笔钱还给你的 高飞飞情绪十分激动 算了 你这笔钱 我就当是丢了 我不要了 苏洪小十分平静地 回了一句 这笔钱 您不要了 高飞飞看着苏洪小 眼神当中 闪过了一丝惊讶 第二百四十五集 苏洪小说出不要这笔钱以后 高飞飞和徐娇两人 全部都以为 苏洪小是看在高飞飞年纪比较小 准备放了高飞飞 所以两个人的脸上表情 十分的激动 苏老板 太感谢您了 谢谢您 高飞飞激动地都已经跪在地上 给苏洪小磕头了 他自己都没有想到 这件事竟然会这么轻松地解决 这对于他来说 简直就是天大的好事啊 谢谢我 苏洪小看着高飞飞淡淡一笑 你为什么要谢谢我呀 苏老板 刚才您不是说 那笔钱您不打算要了吗 高飞飞愣了一下 感觉苏洪小的表情 似乎有些不对劲 那笔钱我肯定是不打算要了 因为我知道 你这辈子都还不上这笔钱 但是不要这笔钱并不代表 我就会这样放过你 我也是有些要求的 也是 这么多钱您肯定也不会就这么把我放了 有要求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苏老板 您有什么要求就直说吧 只要是我能够做到的 我肯定会尽力去做的 放心吧 我的这个要求非常的简单 你肯定能够做到 苏洪小轻声地回了一句 而高飞飞则是有些紧张地 看了苏洪小一眼 忍不住在心中疑惑着 莫非是苏洪小看上了自己 苏洪小的年纪 都可以当高飞飞的爷爷了 而且跟在这样的男人身边 高飞飞觉得 自己根本就拿不到任何的好处 所以她对这件事啊 还是非常抵触的 苏老板 您到底有什么要求啊 高飞飞犹豫了一下之后 轻声询问着苏洪小 要求非常的简单 这样好了 我要你两只手 你钱我的三千万 也就一笔勾销了 你觉得如何呀 苏 苏老板 你要是真的要我两只手 那我不就成废人了吗 高飞飞一时间 没办法接受这个事实 而站在高飞飞身边的徐娇 也彻底的傻眼了 她哪里能够想得到 苏洪小的这个要求 竟然如此的过分 你是不是废人 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欠债还钱 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如果你没钱 那我就只能从你的身体上面 拿走一点别的东西 苏承晓语气十分冰冷 苏老板 我求求你了 我真的知道错了 我不应该欠欠不还的 但是 您 您再给我一次机会 好不好 别看我的手呀 你现在 没有资格和我讨价还价 张飞 动手吧 哦 好的老板 张飞轻轻地点了点头 然后直接带着保镖 奔着高飞飞的位置 走了过去 不 不呀 高飞飞看见张飞 带着保镖 奔着自己的位置 走了过来以后 十分的恐惧 但是张飞等人就好像是 没有听到高飞飞的这句话 一步步地靠近高飞飞 苏老板 我求求你了 你就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我真的求求你了 我还钱还不行吗 高飞飞跪在地上 一边哭泣 一边哀求 你拿什么还钱你告诉我 嗯 我真的会还钱的 我求求你 放过我吧 苏红小淡淡地看了高飞飞一眼 没有说话 因为她根本就没有心情 和高飞飞这种人废话 给我把她按住 张飞面无表情地冲着身后的保镖喊道 几个保镖再听到了这句话 直接冲到了高飞飞的面前 然后将高飞飞按在了地上 而高飞飞就好像是疯了一样地挣扎着 呼喊着 脸上的表情除了绝望之外 便还是绝望 但是却没有人理会她 徐娇此时已经完全吓傻了 带愣愣地站在原地 双腿微微发颤 她不知道自己应该做些什么 也不知道这些人会不会对自己动手 心中只有无限的恐惧 虽然高飞飞一直都在挣扎 但是毕竟她只不过就是一个女生 力气有限 几个壮汉根本就没有费多大的力气 就把高飞飞给按在了地上 其中两个保镖按住了高飞飞的身体 而另外的两个保镖则是一个按住了高飞飞的右手 一个按住了高飞飞的左手 高飞飞整个人都贴在了地面上 身体摆成了一个大字 给人的感觉就好像是任人宰割的羔羊一般 苏红小面色平静地坐在椅子上面 脸上根本就没有任何的表情 不要 张哥 我求求你了 你放了我吧 即便是都已经这个时候了 高飞飞依旧没有放弃求饶 但是明显没有任何的效果 张飞不知道从哪里拿出了一把斧头 这把斧头是专门为了对付那些欠钱不还的人的 高飞飞看着那寒光闪闪的斧头 眼神当中闪过了一丝恐惧 希望你能够长点记性吧 张飞看着高飞飞轻轻叹了一口气 然后举起斧头 直接奔着高飞飞的手腕处落了下 一声巨响 斧头稳稳落下 高飞飞看见张飞真的动手了以后 本能地尖叫了一声 但也许是因为过度的恐惧 还不等斧子到他手腕上面 高飞飞就已经昏迷了过去 而站在不远处的徐娇 根本都不敢看这一幕啊 当他听到了砰的一声巨响之后 整个人身体一颤 当场就吓得坐在了地上 等到徐娇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 整个人都愣住了 因为他惊讶地发现 张飞的这斧子呀 竟然并没有落在高飞飞的手上 而是落在了地板上面 直接在地板上面 留下了一个巨大的深坑 这 这是怎么回事 徐娇不解地抬头看了张飞一眼 因为地板上面的深坑 距离高飞飞的手腕 还是有着很大的距离的 就算是张飞偏了 那也绝对不可能偏这么多的呀 而张飞并没有搭理徐娇 而是扭头笑呵呵地看着苏洪小 呵呵 苏老板 我刚才演得不错吧 嗯 还可以 苏洪小轻轻地点了点头 而张飞也很是不解 但是老板哪 我想不明白 这陈公子为什么 要让咱们演这么一出戏啊 他到底图什么呀 要是想要对付这个女的 陈公子随便找点人 笑呼笑呼他 不就行了吗 当你没有真正经历过 死亡来临的感觉的时候 你永远都不会意识到 死亡有多么的恐怖 陈公子让咱们这么做 估计就是想让这个女生 清晰地记得刚才的恐惧 苏洪小瞇着眼睛 轻声分析了一句 虽然外面有很多 关于陈墨的传闻 说陈墨根本就没有任何的才能 只不过就是运气好 继承了一大笔的遗产 但是苏洪小觉得 外面的那些传闻 其实并不是很真实 最起码他觉得陈墨能够用这样的方式 去处理这个高飞飞啊 那就证明陈墨要比一般人 有头脑 陈墨不想杀了高飞飞 也不想伤害高飞飞 不管怎么样 高飞飞都跟他在一起过 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 陈墨又担心高飞飞会一直都利用 他们两个的事情来威胁自己 这样的话 高飞飞可能就会成为 陈墨一直都解决不了的麻烦 所以陈墨觉得 只有高飞飞心里面真的恐惧了自己 他才算是彻彻底底地解决掉了这个麻烦 要不然高飞飞肯定会一直从他的手中勒索钱 当初陈墨给高飞飞两千万以后 直接找到了徐娇 并且要求徐娇带着高飞飞来到精盛会所 陈墨的手中有徐娇的把握 徐娇自然不敢拒绝陈墨 所以便按照陈墨的意思 带着高飞飞来到了精盛会所 然后 陈墨又让杜天豪去跟精盛会所的人沟通 意图非常的简单 就是让高飞飞一步步地走到现在这个样子 而精盛会所的老板苏洪小 虽然不是陈墨手底下的员工 但是也听说过陈墨的事情 再加上杜天豪和陈墨的关系 苏洪小肯定要给陈墨这个面子 高飞飞从踏入这个会所的第一步起 就有人开始在监视他 而且不仅如此 精盛会所的人还故意出老千 先让高飞飞赢钱 后来又开始输钱 高飞飞没办法接受这样的大起大落 输钱之后想着赢回来 但是赢钱又需要本金 他只能从精盛会所里借钱了 仅仅是一个暑假 高飞飞经历了可能他这辈子 都不敢想象的大起大落 先是从一个普通学生 变成了千万富翁 然后又变成了一个 负债三千万的穷光蛋 天天东躲西藏的日子 无时无刻地 不再折磨着高飞飞的神经 这种感觉 简直就是让高飞飞生不如死 最后 沉默开始收网 故意让苏鸿小和张彪两人演了一出戏 这样的话 高飞飞就会明白 什么才是真正的绝望 苏鸿小觉得 沉默能够用这么长时间 下这么大的一个套 这绝对不是一般人能够想象出来的 而且最主要的是 沉默从来都没有出现过 在这个计划当中 这也是沉默这个套最厉害的地方 所以苏鸿小才会觉得 外界那些关于沉默的传闻 其实也并不都是真的 就在这个时候 办公室的大门 被人从外面推开了 沉默迈着步子 走进了办公室当中 沉公子 沉公子 张彪 苏鸿小两人 连忙起身 和沉默打招呼 徐骄带愣愣地看着 走进办公室的沉默 现在他终于明白了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了 他也知道了 原来自己只不过就是 沉默计划当中的 一颗棋子罢了 人怎么样了 沉公子 人已经昏迷过去了 刚才应该被吓得不轻 苏鸿小回答着 把他弄醒吧 我有话跟他说 沉默自顾自地坐在了 之前苏鸿小坐的 那张椅子上 张彪等人也不敢怠慢 连忙跑到了 卫生间里面 接了一大盆的凉水 然后直接倒在了 高飞飞的脸上 高飞飞瞬间便清醒了过来 我的手 高飞飞醒来之后 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检查自己的身体 但是让高飞飞 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此时她竟然是毫发无声 两只手竟然都还在 这 这是怎么回事 高飞飞本能地嘀咕了一句 然后抬头发现 沉默正眯着眼睛 看着高飞飞 这 沉默 你 你怎么在这里 高飞飞结结巴巴的 你说我为什么会在这里啊 你是来救我的对不对 高飞飞有些激动 就你 沉默冷笑了一声 然后轻轻摇头 高飞飞 你还真是天真呢 飞飞 沉默跟这些人 都是一伙的 徐焦忍不住轻声 提醒了高飞飞一句 高飞飞感觉自己的脑袋 好像有些不够用了 沉默 是你联合这些人 一起来坑我的 对不对 第246集 我跟这些人联手坑你 沉默在听到高飞飞的话以后 忍不住淡淡一笑 钱是你自己输的 债也是你自己欠下的 跟我有什么关系 如果你自己不去找 金圣会所的人借钱 难不成我还能逼着你借钱啊 高飞飞瞪着水汪汪的大眼睛 看着沉默 怪不得你当初肯借钱给我 这一切 本身就是你设计好的 你到底想要怎么样 我并不想怎么样 这是你和苏老板之间的私事 我今天过来 只不过就是看看热闹而已 高飞飞眼神当中闪过了一丝恐惧 连忙拽着沉默的裤脚 沉默 我知道你跟这些人都是一伙的 你要是说话的话 这些人肯定会听 你快点帮我说句话 让这些人放了我吧 我真的知道错了 高飞飞 你还记不记得 你当初从我手中拿走那两千万的时候 我跟你说过什么呀 沉默轻声地冲着高飞飞问道 高飞飞看着沉默 眼神当中闪过了一丝不解 看来你是不记得了 我曾经跟你说过 现在的这个社会 并不是你有了钱 就能够解决一切问题 有很多的烦恼和问题啊 是你有钱没有办法去解决的 其实沉默现在还是非常有资格说这句话的 毕竟 现在沉默已经非常的有钱了 全世界都很难再找出几个比沉默还有钱的人 但是沉默的烦恼依旧非常的多 因为有些事情你可以拿钱去解决 但是有些事情你是拿钱解决不了的 我不明白那些大道理 但是沉默 我现在的问题是可以用钱解决的 只要我把这笔钱还上 苏老板就快放了我 那你能还上吗 我还不上 但是你可以帮我还呢 高飞飞连忙回答 沉默听到这句话 忍不住地笑了笑 那我为什么要帮你还这笔钱啊 沉默 我知道你今天过来 肯定这是为了帮我的 要不然你也不会过来了 你说你到底想要我怎么样 高飞飞这个女人非常的聪明 她觉得沉默今天肯定不单纯地 过来看看热闹那么简单的 行 那我就直接跟你说了吧 我这次过来确实可以帮你 但是我并不会帮你还这笔钱 沉默也不想继续和高飞飞废话了 那你想要怎么样 我虽然不能还上这笔钱 但是我可以让苏老板暂时不找你要这笔钱 暂时不找我要这笔钱 是什么意思 意思非常的简单 从今天开始 我再也不想要看你 只要我一天不看见 苏老板就一天不会找你要这笔钱 但是如果让我看见了你的话 或者是你再来勒索我的话 苏老板跟你之间的事情 我就不管了 高飞飞现在都已经快被苏红小张彪等人折磨疯了 沉默开出来的这个条件 和张彪等人折磨相比 简直就是太容易了 所以高飞飞根本就没有任何的犹豫 直接高声冲着沉默大喊着 好 我答应你 只要这些人不再来找我的话 我就不会再去找你了 我马上就退学 离开哪样式 我保证这辈子都不会再出现在你的生活当中了 你确定你能够做到 其实沉默绕了这么大的一个圈 目的也只不过就是想让高飞飞 彻底地消失在她的生活当中而已 上次高飞飞找沉默勒索钱的事情 也算是给沉默敲响了一个警钟 她觉得如果高飞飞一天不消失 自己身边就总会有一颗定时炸弹 到时候如果高飞飞还是利用同样的手段来威胁自己的话 那沉默到底是给不给高飞飞钱呢 虽然这些钱对于沉默来说根本就算不了什么 但是人的欲望是无穷无尽的 谁能够保证高飞飞以后会做出什么事情来呢 所以沉默当时便下定决心 无论如何都必须让高飞飞这个女人消失 而高飞飞和李凯则是不同 高飞飞这个女人非常的不要脸 沉默的手里面也没有什么她的把握 当初沉默对付李凯的时候 可以通过李凯的父亲给李凯施压 但是高飞飞本身就是一个普通人 要钱没钱要背景没背景 简直就是死猪不怕开水烫 沉默想要用正常的办法让高飞飞消失 那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如果要是直接做到高飞飞 那事情可能就会简单很多 但是沉默念在自己和高飞飞也算是认识一场 而且杀人这种事情沉默也非常的抵触 她并不想用这样的办法 所以沉默才有了现在的这个计划 沉默你放心吧 只要这些人不来找我要钱 那我肯定也不会来找你 我肯定能够做到这一点 高飞飞十分认真 好 既然你都这么说了 那我也就不为难你了 但是你记住了 如果你要是再敢出现在我的生活当中 或者是你主动联系我 那你和苏老板之间的事情 我也不会管 明白我的意思了吗 明白明白 高飞飞想都不想 连忙点了点头 滚吧 沉默面无表情地喊道 高飞飞听到沉默的这一声滚字 感觉自己就好像是劫后余声一般 连忙站起身来 奔着房间外面跑去 但是就在高飞飞跑到了房间门口的时候 她突然停下了脚步 然后扭头看向了沉默的位置 你还有什么事情吗 高飞飞站在原地 看着沉默沉默了两秒钟 沉默 你到底是什么人 其实 高飞飞一直都很好奇这个问题 毕竟当初沉默和高飞飞在一起的时候 也只不过就是一个穷屌丝而已 可是现在 沉默竟然摇身一变 成为了连京盛会所的老板都毕恭毕敬的公子哥 高飞飞实在是想不明白 这一切到底都是怎么一回事 我也不知道我是什么人 要不然苏老板你帮我回答一下吧 苏洪小看着沉默愣了一下 然后语气十分认真地说道 陈公子 我对您的背景啊 也不是很了解 我能够知道的 仅仅就是整个南洋市 基本都是您说了算 您旗下的公司 已经遍布了黑白两道的任何地方 任何行业了 说您是我们南洋市的第一公子哥 也不为过 您在南洋市 只要随便说一句话 那就足以引起一场大地震呢 高飞飞看着沉默 脸上的表情非常不可思议 原本高飞飞以为 沉默只不过就是一个有钱的富二代而已 但是她哪里能够想象得到 沉默的能力竟然会如此的恐怖啊 苏洪小在南洋市 也是非常有威望的老板 高飞飞知道 苏洪小肯定不会说话 当然了 这只不过就是陈公子 您在南洋市的影响力而已 至于您在其他城市的影响力 我就不得而知了 苏洪小一边说话 一边扭头看向了高飞飞 哎呀 五娘啊 你当初能够和陈公子在一起 那是你八辈子修来的福气啊 但是你却不知道珍惜 唉 你可能不知道 南洋市有多少明媛贵妇 都希望有一个这样的机会 但是他们却没有你的运气啊 高飞飞站在原地 脸上的表情异常的后悔 她觉得 自己当初抛弃了沉默 而选择和李凯在一起 简直就是天底下 最愚蠢的决定了 这种感觉就好像是因为 你因为五千块钱 而错过了五千万一样 只可惜 这个世界上没有后悔药 高飞飞现在想后悔 也已经来不及了 而站在角落里的徐娇 脸上的表情似乎是更加的不可思议 她现在也对陈默的身份 有了一个新的认识 你现在还有什么想问的吗 陈默扭头 淡淡地看了高飞飞一眼 没 没有了 高飞飞结结巴巴地回了一句 然后迈着无比沉重的步伐 奔着办公室外面走去 陈 陈默 我 我现在可以走了吗 徐娇犹豫了一下之后 也冲着陈默问道 陈默扭头看了徐娇一眼 你知道的事情有些多了 我也不希望再看见你了 明天 你和高飞飞一样 都去办理退学手续吧 然后 离开南阳市 好 好的 我明天就去办退学手续 徐娇想都不想 连忙答应了一声 她现在 可不敢忤逆陈默的意思 陈默坐在椅子上面 犹豫了两秒钟 她觉得 徐娇和自己其实 也并没有什么深仇大恨 只不过就是当初 徐娇羞辱过陈默几次而已 陈默还不至于小肚鸡肠道 因为这些事情 就让徐娇 无缘无故地退学 算了 明天我会让你到学校 帮你办理转学的手续 到时候 你会找到别的大学 这样的 你的学业呢 也不会受到什么影响 陈默突然改变了主意 而徐娇在听到了 陈默的这句话以后 十分的激动 陈默 谢谢你 谢谢你 苏老板 让你的人 给他准备十万块钱的现金 就当做是给他的补偿好了 陈默没有继续搭理徐娇 还是冲着苏鸿小吩咐着 陈公子 您还真是宅心仁厚啊 苏鸿小淡淡地感叹了一句 然后扭头看了张彪一眼 张彪当然清楚苏鸿小的意思 所以连忙走到了徐娇的身边 小姑娘 你过来跟我拿钱吧 徐娇现在的脸上表情 十分的激动 因为他万万没有想到 陈默竟然并没有报复自己 反而还要给自己 办理转学的手续 而且还要给自己十万块 这对于徐娇来说 简直就是天大的好事啊 陈默 谢谢你 真的是太谢谢你了 徐娇一边跟着张彪往门外走 一边再次冲着陈默道谢 等一下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 陈默突然开口喊了一声 徐娇听到这句话 连忙停下了脚步 然后看着陈默的位置 他觉得陈默可能是改变了主意 唉 给他拿二十万吧 多出来的十万 你转交给高飞飞 陈默轻声吩咐着 好 好的 徐娇有些惊讶地答应了一声 然后迈着步子 走出了办公室 高飞飞 徐娇等人都离开了以后 陈默也算是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毕竟这个大麻烦 终于算是解决了 苏老板 这件事情 谢谢你了 陈默扭头看了苏洪小一眼 与其认真的道谢 陈公子 这只不过就是举手之老板了 没什么谢不谢的 能帮到陈公子您 那是我的荣幸啊 苏洪小连忙回了一句 毕竟高飞飞这件事情 苏洪小本身也没有费什么事 也没有任何的损失 还能让陈默这样的人欠下自己一个人情 何乐而不为呢 说完这句话以后 苏洪小连忙拿出了一张银行卡 递到了陈默的面前 陈公子 这是那个姑娘在我们赌场里输的两千万 你留着吧 就当是给张彪她们的辛苦费了 陈默淡淡地说道 毕竟现在陈默也不在乎这两千万 陈公子 这笔钱我们不能收下 毕竟这是您的钱嘛 苏洪小一边说话 一边把银行卡递给了陈默 而陈默也知道苏洪小的意思 如果自己现在收下这张卡 那就代表着陈默还欠苏洪小一个人情 但是如果陈默不收下这张卡 陈默就不欠他人情了 一个是陈默的人情 而另外一个则是两千万 到底哪个更加重要 苏洪小心中还是清楚的 陈公子 这笔钱您务必要收下呀 苏洪小语气认真地冲着陈默说道 第247集 陈默看见苏洪小如此固执以后 也就没有继续僵持下去 毕竟这两千万对于他们两个来说 都算不了什么 苏洪小是什么意思 陈默也是非常清楚的 陈默将银行卡收下 心中忍不住觉得有些好笑 没想到最后这笔钱 竟然还是回到了陈默自己的手中 以后苏洪小你要守什么事情 尽管开口 只要是我能够帮得上忙的 我肯定会帮忙的 陈公子 既然您这么说了 那我还真就有一件事相求啊 苏洪小等的就是陈默的这句话 所以连忙表情激动地回了一句 陈默在听到了苏洪小的这句话以后 眼神当中闪过了一丝无奈 虽说苏洪小是什么意思 大家都是心知肚明的 但是苏洪小现在表现的 是不是有点太不矜持了呀 什么事情啊 陈默虽然心中是这么想的 但是嘴上却没有说出来 三天之后是我孙女的生日晚宴 到时候我希望陈公子您能够过来参加 就当是蓬蓬场 您看您有没有这个时间呢 苏洪小笑呵呵地邀请着陈默 就这么简单 简直就是爆炸呀 南洋市的那些人 估计也都会明白 苏鸿小和陈默之间的关系 这对于苏家来说 简直就是天大的好事 而且 苏鸿小也并不是单纯的 想要借助陈默帮自己造势 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原因 陈默和苏木柏有婚约这件事 知道的人并不是很多 所以苏鸿小看见 陈默和自己的孙女年纪相仿 说不定还能撮合撮合两人 这一旦要是真的 把自己的孙女嫁给了陈默 那苏家也算是一步登天了 好 三天之后你给我打电话吧 如果有时间 我会去的 陈默直接起身离开 陈公子 我去送送你 苏鸿小看见陈默 如此痛快地答应下来以后 心情自然非常的不错 起身准备将陈默送出赌场 不必了 我自己出去就行了 但是 陈默直接拒绝了苏鸿小 毕竟赌场里面人多眼杂 陈默并不想让太多人注意到自己 如果自己和苏鸿小一块出去 被认识自己的人看见了 肯定也会惹到麻烦 哎呦 我忘了陈公子不太招摇了 那老夫我就不送了 苏鸿小瞬间便明白了陈默的意思 嗯 陈默轻轻地点了点头 孤身一人走出了办公室 离开办公室以后 陈默直接顺着楼梯走到了一楼 此时 已经是将近晚上十点多钟了 赌场一楼里面的客人 也是最多的时候 但是 这些客人基本上都是一些年轻人 喜欢玩一玩老虎鸡什么的 啊 没想到 这个金圣会所的生意 竟然这么火爆 陈默看着一楼里人来人往 忍不住轻声地感叹了一句 然后 转身准备离开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啊 一道倩影拦在了陈默的面前 陈默忍不住愣了一下 随即连忙抬头看了一眼 发现竟然是骆秋正冷笑着看着自己 骆秋今天打扮得非常漂亮 上半身穿着一件白色的衬衣 双风高耸 而下半身 则是一条短裙 圆润的香臀勾勒出了一道十分迷人的曲线 修长白皙滑腻的眉腿 直接暴露在了空气当中 脚上则是踩着一双高跟鞋 无论是身材还是模样 都能够算得上是极品 只不过 陈默现在可没有心情去欣赏这些东西 他一脸无奈地冲着骆秋问道 你 你怎么在这里啊 小陈默 可算是让我抓到你了 嗯 骆秋抱着肩膀笑了一声 你刚才上楼干什么去了 我上楼干什么跟你好像没有关系吧 你为什么老是缠着我不放啊 那你为什么一直都躲着我 大姐 是你先缠着我的 而且还要骚扰我的未婚妻 所以我才会躲着你的 我那只不过 就是在跟你开玩笑而已 我又不是真的同性恋 骆秋拽着沉默就要往会所外面走去 你拽我干什么 我明天就得回剧组了 所以你今天必须请我吃顿饭 骆秋十分霸气地说 你回不回剧组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我为什么要请你吃饭呢 你这个人 废话怎么这么多啊 我让你请我吃饭 那是给你面子 你知道不知道 有多少人想请我吃饭 还没有这个机会呢 骆秋瞥着小嘴淡淡地回了一句 你确定只给你吃顿饭 没有什么其他的事情 对不对 沉默犹豫了一下 皱着眉头冲着骆秋问道 其他的事情 你还想跟我做什么其他的事情啊 骆秋眨了眨水汪汪的大眼睛 笑盈盈地冲着沉默 我没想跟你做什么其他的事情 我就是问问你 还有没有其他的什么事情 没有了 只要你请我吃顿饭 我就可以放你离开了 那行吧 沉默无奈地答应了一声 他觉得只不过就是和骆秋吃顿饭而已 也没有什么其他的事情 浪费不了多少时间的 啊 骆秋 你松开我吧 我跟你去吃饭行了吧 我松开你 你不会跑是不是 我跑什么呀 那行吧 我松开你好了 骆秋淡淡地回了一句 然后松开了拽着沉默的手 沉默跟在骆秋的身后 也是一脸的无奈 因为他现在确实想不明白 骆秋到底要做什么 沉默在骆秋的威逼之下 只好无奈选择了妥协 跟着骆秋一块走出了会所 然后陪骆秋去吃饭 我就想不明白了 喜欢你的人那么多 你为什么偏偏跟我去吃饭呢 你现在只要随便发一条什么视频 但就不知道多少人都 争着抢着要和你去吃饭呢 而且你想吃什么就能吃什么 沉默表情有些无奈 我就是喜欢我得不到的东西 我越得不到 我就越是想要得到 骆秋淡淡地回了沉默一句 沉默看着骆秋不知道 应该说些什么才好了 突然间想到了视频 对了对了对了 你现在快地把你那个 什么视频给我删了 它现在已经严重地 影响到了我的生活了 你知道不知道 你陪我吃完饭 我就删掉 骆秋看着沉默笑了笑 然后伸手掐了掐 沉默的脸蛋 你干什么呀 沉默下意识地躲了一下 你能不能别老是 做出一副不情愿的样子 姐姐我让你请我吃饭 那是你的荣幸 骆秋指着沉默威胁道 我可没有这种感觉 沉默略显无语地回了一句 你这个人 真的是不知道好歹 我都不知道 说点什么好了 骆秋冲着沉默摆了摆手 然后迈着步子 继续往会所外面走去 然而 就在沉默和骆秋 刚刚走出会所的时候 一辆宝马车停在了门口 一个青年 从车子里面走了出来 当青年看见骆秋以后 脸上的表情十分激动 高声地喊道 骆秋 你果然在这里啊 靠 我就知道碰到你这个女人 肯定没什么好事 沉默看见青年是奔着 骆秋来的以后 语气十分无语地喊了一声 他怎么还找过来了 骆秋看着那个 从宝马车里面走出来的青年 语气疑惑地嘀咕了一句 你认识这个人呢 认识啊 这个人是我在剧组里 认识的一个演员 我听说他家里面 好像挺有钱的 最近这段时间 一直都在追我 但是我不喜欢他 所以没有同意 骆秋看了沉默一眼 大姐 你要干什么呀 沉默发现骆秋的眼神 有些不太对劲以后 连忙紧张地询问 沉默 你帮个忙呗 嗯 骆秋笑盈盈地说 帮什么忙啊帮忙 我就知道碰到你这个女人 绝对就没有什么好事 你要是想帮忙 你找别人去吧 我回家了 沉默知道 骆秋肯定是 又准备拿自己当挡箭牌了 所以想都不想 转身便打算离开 沉默 你现在要是敢走的话 我回家以后就发视频 说我是你的女朋友 沉默听到骆秋的这句话 瞬间就愣在了原地 脸上的表情十分崩溃 大姐 大姐 你要干什么呀大姐 我到底什么地方得罪你了呀 你为什么偏偏拽手我不放呢 没办法 现在只有你在我的身边 你要是走了 我怎么办 骆秋撇着小嘴 沉默可是知道 骆秋的那些脑残粉 有多么恐怖啊 光是骆秋发了一个 寻找沉默的视频 沉默现在就已经被 所有人都知道了 如果骆秋现在要是直接说 他们两个是男女朋友的话 那后果简直就是不堪设想啊 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呢 很简单 你假装一下我的男朋友 帮我把这个人见人烦的饭量赶走 我就可以放过你了 骆秋笑盈盈地回答着沉默 就是假装你男朋友啊 之前沉默就在餐厅里面 帮助颜瞳演了一出戏 现在竟然又得帮助骆秋演戏 沉默都不知道 自己的运气到底是好 还是不好了 不是 沉默 你什么意思啊 我让你假装我的男朋友 你还不乐意了 是不是 我只要帮你把这个人弄走 你就放过我是不是 没错 只要你帮我 把这个人弄走就可以了 骆秋看着沉默 轻轻地点了点头 行 希望你说话算数 沉默心里面清楚 骆秋这个女人啊 可不能轻易地得罪 一旦要是得罪了这个骆秋 骆秋真的可能 什么事情都能做得出来 就在沉默和骆秋 达成了交易之后 骆秋的那个追求者范亮 已经走到了骆秋的面前 然后笑呵呵地冲着骆秋打招呼 骆秋 可算让我找着你了 没想到 你竟然真的在这里啊 你找我干什么呀 骆秋上下打量了范亮一眼 语气似乎有些不耐烦的问道 而沉默也在打量着这个范亮 他能够认出来 这个范亮确实现在是一个国内 非常出名的小鲜肉 长相帅气 但是演技却是非常的一般 据说家里面非常的有钱 当初是在剧组拍戏的时候 范亮认识了骆秋 并且一见钟情 然后便对骆秋展开了疯狂的追求 但是无奈人家骆秋根本就不喜欢他 所以呢 已经拒绝过范亮好几次了 前两天时间 范亮又去骆秋的剧所来找骆秋 但是他听说 骆秋因为开学 所以呢 需要去报道 已经回了南洋市 这个范亮啊 便又来到了南洋市 在通过了朋友的帮助 知道骆秋的车子 就停在精盛会所的门口之后 所以呢 他就跑到了精盛会所 让范亮没有想到的是 骆秋竟然真的在这里 骆秋 我在你们南洋市最好的饭店里面 预定了位置 你跟我去吃饭吧 咱们两个一边吃一边聊 怎么样啊 范亮笑呵呵地邀请着骆秋 咱们两个有什么可聊的 骆秋看着范亮淡淡地开口 范亮 我当初已经跟你把话说得非常清楚了 我根本就不喜欢你 我也不会跟你在一起 所以你还是死了这条心吧 骆秋 你别把话说得这么绝情啊 反正你现在也没有男朋友 你可以给我一个机会试一试啊 也许是因为被骆秋拒绝了太多次 所以 范亮现在都已经有些麻木了 根本就没有生气的意思 谁告诉你我没有男朋友的 但是骆秋的一句话 直接在范亮的脑袋上面 浇了一盆凉水 第二百四十八集 骆秋 你 你刚才说什么 我说我现在已经有男朋友了 骆秋淡淡地回了范亮一句 然后直接跨住了陈末的胳膊 笑盈盈地看着范亮 这位就是我的男朋友 陈末 我们两个 是刚刚在一起的 这 这 这个人是男朋友 范亮听到骆秋的这句话 明显有些傻眼了 脸上的表情非常不可思议 因为刚才范亮也看见了 站在骆秋身边的陈末 但是范亮看见陈末的穿着打扮 还有长相 都非常的普通 根本就不像是一个有钱人 模样也不如自己 所以他觉得 既然骆秋连自己都没有选择 那肯定也不会选择陈末 他觉得 陈末就是骆秋的一个朋友而已 骆秋 你别跟我开玩笑了 行不行啊 你怎么会和这种人在一起呢 陈末听到了范亮的这句话 脸上的表情非常的难看呢 这已经是陈末第二次 被人家瞧不起了 之前是被一个女人 现在又来了一个男人 陈末都不知道 自己到底是得罪了谁 老是能够碰到这样的事情 范亮 你在这里胡说什么呢 我就是喜欢陈末 我就是想跟他在一起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吗 陈末这边还没有不可以呢 骆秋嫌不乐意了 瞪着水汪汪的大眼睛 冲着范亮喊 可这个人根本就配不上你好不好 陈末能不能配得上我 那是我说了算的 不是你说了算的 现在你也看见了吧 我已经有了男朋友 所以你以后 不要来骚扰我了 我是不可能跟你在一起的 骆秋 我知道你一直都想要成为明星 只要你现在跟这个人分手 跟我在一起 我绝对会给你捧红的 到时候你想演什么戏 就演什么戏 你跟这种人在一起 他什么都给不了你的 范亮知道 骆秋确实没有开玩笑以后 语气激动地冲着骆秋大喊 不好意思 我确实想成为明星 但是我希望 我是通过我自己的努力 成为明星 而不是靠别人 我现在跟陈末挺好的 我不会跟他分手的 骆秋 你为什么宁愿跟这种人在一起 也不愿意跟我在一起啊 我能给你的东西 绝对不是这个人能给的 你知道不知道啊 范亮瞪着眼珠子 表情异常地激动 陈末能给我的东西 也不是你能给的 骆秋跨着陈末的胳膊 往前面走去 骆秋 你别走 范亮看见骆秋要走以后 连忙伸手拽住了骆秋 范亮 你干什么 你松开我 骆秋瞪着水汪汪的大眼睛 语气激动 骆秋 你今天要是不跟这个人分手 我就不会放开你 骆秋听到范亮这句话以后 眼神当中闪过了一丝无奈 范亮 你要是不放开我的话 我现在就给上面打电话报警 你信不信 你打吧 我不相信他们敢把我怎么样 范亮现在明显就是把不要脸的精神 发挥到了极致 无论骆秋说什么都不愿意把手松开 而陈末则是站在一旁看着热闹 他觉得这个范亮明显就是不把自己放在眼里 虽然陈末只不过就是一个假装的男朋友 但是刚才范亮说的那些话 已经让陈末非常的生气了 所以陈末直接走到了范亮的面前 麻烦你松开我的女朋友 范亮听到这句话 忍不住抬头看了陈末一眼 你算个什么东西 哪里轮得到你跟我说话 我让你放开我的女朋友 你听到了没有 那我今天就不放开了 我看你能把我怎么样 范亮扯着嗓子 冲着陈末大喊着 你确定你不放开是不是 没错 今天无论如何我都不会放开 好 那你就别放开 陈末直接转身走进了赌场当中 洛秋和范亮看见陈末离开以后 全部都露出了不解的表情 似乎都不明白陈末要做什么 洛秋 你看见了吗 你的这个男朋友就是一个怂包 你为什么还要跟这种人在一起啊 你快点跟他分手吧 啊 范亮看见陈末离开了以后 十分得意地劝着洛秋 范亮 我就算是跟陈末分手 我也不会跟你在一起的 你死了这条心吧 洛秋语气十分冰冷地回了范亮一句 就在这个时候 原本都已经离开的陈末 竟然拿着一把水果刀从会所里面走出来了 洛秋和范亮看见陈末手中的水果刀以后 脸上的表情似乎更加的疑惑了 而范亮则是一脸的淡定 因为他觉得陈末应该不会把自己怎么样 陈末走到了范亮的面前 刚才你说你不会放开的是不是 对啊 我不放开 你能怎么样啊 你还敢杀了我呀 范亮语气挑衅地回答着陈末 哼杀了你呀 我没有这个胆子 但是 陈末的话还没说完呢 举起自己手中的水果刀 直接奔着范亮的手上刺了过去 刀子下落的速度不快 但是也不慢呢 你是不是疯了 范亮反应过来以后大喊了一声 然后完全就是出于本能地松开了自己的手 刀子稳稳地停住了 你刚才不是说你不会放开的吗 嗯 陈末笑呵呵地问着范亮 范亮看着陈末 脸上的表情十分尴尬 毕竟 刚才的事情 他确实有些丢人 就你这种人 也可以跟我抢女朋友 陈末看着范亮不屑一笑 然后扭头冲着骆秋说 骆秋 咱们走吧 胆小鬼 骆秋也不忘记嘲讽范亮一句 然后踩着高跟鞋 准备和陈末一块离开 小子 你敢不敢跟我赌一场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 范亮突然扯着嗓子 冲着陈末大喊了一声 陈末在听到范亮的话以后 忍不住愣了一下 脸上的表情十分不解 他有些不明白 范亮说的这个赌一场 是个什么意思呀 这里是会所 那咱们就按照会所的规矩办事 你给我赌一场 谁要是输了 谁就离开骆秋 你敢还是不敢 而陈末在听到范亮的这句话以后 忍不住淡淡一笑 他没有想到 这个范亮竟然会这么幼稚 想要用赌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不好意思啊 我不喜欢赌博 我也没有兴趣跟你赌下去 陈末带着骆秋转身准备离开 你是不敢和我赌吧 范亮在听到了陈末的话以后 忍不住冷笑了一声 然后撇着嘴巴 语气十分的不屑 我看你这个穷三样 应该是拿不住钱来跟我赌 要不我借你点钱怎么样啊 范亮 你在这里胡说什么呢 骆秋在听到范亮的话以后 脸上的表情非常的不乐意 我说的就是实话呀 骆秋 我没想到你竟然找了一个这样的怂包 连赌都不敢赌 要是没钱 还装什么富二代出来泡妞啊 范亮此时明显就是使用激将法 想让陈末和他赌 只不过 范亮的激将法对于陈末来说 并没有什么用 陈末低声地询问着骆秋 咱们两个走吧 为什么要走 这个范亮 不是想跟你赌吗 那咱们就跟他赌好了 陈末没有想到 骆秋竟然真的会上当 语气有些无奈了 哎呀 赌什么赌啊 我现在手里面就只有几十块钱 拿什么给人家赌 陈末虽然非常的有钱 但是他并不想在范亮这种人身上浪费时间 而且自己本身就是假装 骆秋的男朋友 无论是输赢对于陈末来说都没有任何的好处 温胖 我手里面有钱 你放心地去跟他赌 骆秋十分痛快地回了陈末一句 要知道 他当网红的这几年 无论是收到的礼物还是代言费 都是一笔非常可观的数字 上次 陈末也在骆秋的直播间里面 刷了好几百万的礼物 现在的骆秋也算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小富婆了 那我要输怎么办呢 陈末担心地询问着骆秋 输了就算我的 不管怎么样 今天你不能让这个范亮瞧不起 骆秋想都不想 直接爽快地回答 啊 那行吧 陈末看见骆秋如此坚决地要赌以后 无奈地答应了一声 毕竟陈末现在根本就不在乎这点钱 如果真的输了 自己也可以去骆秋的直播间里面 把这笔钱还给骆秋 只不过 就是有些便宜范亮了 怎么 想明白跟我赌了是不是 范亮听到陈末的话以后 笑呵呵地问着陈末 既然你想玩 那我就陪你玩玩呗 陈末淡淡地回了一句 你想怎么玩啊 嗦哈你会不会啊 范亮平时都喜欢玩这两种玩法 而且他也知道 这两种玩法 一旦要是上头了 输赢也会非常的大 他准备从陈末的手中 狠狠地赢一笔 嗦哈不会 要不然 就玩百家乐吧 范亮听到陈末的这句话以后 瞬间便乐了 因为他能够通过陈末说的这句话 感觉到陈末应该是真的不会赌钱 根本就没有两个人玩百家乐的 大哥 你不是在跟我开玩笑吧 两个人怎么玩百家乐啊 咱们两个就直接发牌比大小不就行了吗 别的玩法我不会 你要是能玩就玩 要是不能玩的话 那我现在就走了 陈末从小到大都没有参与过赌 唯一一次 就是跟着孟亮他们玩过一次百家乐 也清楚百家乐的规矩 所以陈末此时才会选择这个玩法 那行 咱们两个就在发牌之前下注 谁的牌大谁赢 你觉得如何呀 可以 那走呗 范亮直接转身奔着赌场里面走去 骆秋也连忙拽着陈末 一块走进了赌场当中 进入到了赌场以后 范亮去兑换了筹码 而骆秋也准备去兑换筹码 原本打算回家的苏鸿小 正好看见了站在原地等待的陈末 连忙迈着步子 走到了陈末的面前 笑呵呵地说 呦 陈公子 您还没有走啊 呻 碰到了点麻烦 一会儿你不要让别人知道 咱们两个认识 陈末看见骆秋不在 连忙嘱咐了苏鸿小一句 他担心 万一一会儿 自己会和饭量赌的时候 苏鸿小一不小心 说漏了嘴 那事情可就麻烦了 啊 放心吧 我明白 苏鸿小轻声地回了陈末一句 然后 直接转身 走到了保安的身边 轻声地询问了一下情况 苏鸿小在知道陈末 要和饭量打赌以后 脸上露出了一丝淡淡的微笑 忍不住地打量起了这个骆秋 暗暗地将骆秋跟自己的孙女进行比较 虽然这个姑娘不错 但是我的孙女也不差 陈公子既然能够为了这个姑娘一帜千金 那也肯定会喜欢上我孙女 苏鸿小忍不住在心中感叹了一句 然后忍不住地开始暗暗地合计着自己 到底应该如何撮合陈末和他的孙女 范亮和骆秋两人都已经兑换好了筹码 范亮一口气直接兑换了一百万 而骆秋看见范亮兑换了一百万 所以也给陈末兑换了一百万 不管怎么样 在气势上 骆秋是绝对不会输的 因为陈末和苏鸿小认识 所以苏鸿小特意给陈末范亮两人 倾出了一张桌子 并且找了一个十分专业的美女合官 为两个人发牌 范亮傻呵呵地以为 苏鸿小是认出了自己 是在给自己面子 所以还主动地跟苏鸿小寒暄了两句 但是他可能不知道 人家苏鸿小根本就不认识他是谁 第二百四十九集 陈末和范亮两人坐在桌子的两侧 而骆秋则站在了陈末的身后 敲脸之上布满了好奇和紧张 虽然骆秋的性格一直都是那种大大咧咧的 但是他其实还没有来过会所呢 也没有碰到过这样的情况 而且这还是随便一出手就是好几万的豪赌 心里面肯定非常的激动 二位都准备好了吗 身穿制服的美女合官 笑盈盈地询问着陈末还有范亮 准备好了快点开始吧 范亮此时已经有些迫不及待地想要赢钱了 所以十分着急地喊了一声 陈 陈公子 你也准备好了是吗 美女合官知道陈末的身份 所以一时间竟然说漏了嘴 陈末连忙扭头瞪了美女合官一眼 然后淡淡地回答 嗯 我也准备好了 美女合官意识到自己刚才说错了话 连忙轻声地咳嗽了一声 然后递给了陈末一个抱歉的眼神 陈末和美女合官之间的互动 还是非常隐蔽的 所以洛却和范亮两人都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范亮上下打量了一眼陈末面前的筹码 他觉得如果要是一直和陈末这么玩下去 也没有什么意思 毕竟万一陈末要是一万一万的下 那俩人估计能玩一晚上都分不出个输赢了 陈末啊 咱们两个要是只比大小的话 那下注怎么下呀 范亮笑呵呵地问着陈末 什么下注怎么下呀 你看到啊 现在的情况是这样 我要是下一百万 你要是想下一万 那咱们两个的意见是不是就出现分歧了 到了那个时候就没办法继续玩下去了 你说是不是 那你觉得怎么样才合适 我觉得还是这样比较好 咱们两个第一轮发牌啊 就不要下注了 谁要是赢了 谁决定下一轮出多少筹码 如果你赢了就是你决定 然后要是我赢了就由我来决定 怎么样啊 范亮此时明显就是在给陈末下圈套 而陈末对于赌博这种东西也不是很了解 所以看了洛秋一眼轻声地问着洛秋 你觉得行吗 行啊 我觉得还是挺公平的 那行 就按照你说的办吧 陈末笑呵呵地回了范亮一句 然后扭头又冲着洛秋问 你会玩百家乐吗 懂一点 但是我没有玩过 洛秋小声地回了陈末一句 然后上下地打量了陈末一眼 表情有些不可思议地冲着陈末喊了一声 大哥 你不会是要跟我说 你根本就不知道百家乐怎么玩吧 陈末似乎有些尴尬地挠了挠头 然后低声回答 那个什么 我之前跟我的朋友玩过 但是现在好像有些 记不起规则了 大哥 你这是在耍我呀 既然你连规则都不知道 那你为什么不早说 咱们可以去打麻将啊 洛秋一时间有些崩溃 他觉得自己的钱 肯定要打水漂了 那个什么呀 你现在跟我讲讲规则 应该还能来得及 洛秋看着陈末深吸了一口气 尽量控制住自己的情绪 低声地说道 规则其实挺简单的 就是每个人发三张牌 所有牌的点数 加在一起最接近九的人人了 要是超过了九 那就取各位数 比如 你拿到了三张八 你的点数就是二十四 所以就取一个四 明白我的意思了吗 哦 明白了 对了 如果你拿到了 勾 圈 开 还有十 全部都是按照零来计算的 洛秋看着陈末 继续补充了一句 我知道了 大哥 我真的是服了你了 我要是早知道 你真的一点都不会玩 我就不让你玩了 早就跟你说了 但是你一直都不相信啊 陈末此时也是一脸的无奈 谁知道你是真的一点都不会啊 我还以为你是在谦虚呢 准备扮猪吃老虎呢 洛秋撇着小嘴 大姐 你是不是电视剧看的有点多了呀 洛秋看着陈末 实在是不知道说点什么好 就在这两个人 研究百家乐玩法的时候 性感的美女和官 已经开始发牌了 首先是每个人发两张牌 不得不说 范亮的运气确实非常的不错 拿到的前两张牌 就是七和二 这也就代表着 范亮的点数已经达到了九点 而陈末的运气就非常的不好 竟然拿到了一张S和一张二 这样的话 陈末的点数就是三点了 当然了 此时最关键的第三张牌还没有发出来 如果陈末能够拿到一张六的话 他的点数就是九点 很快 第三张牌发下来了 范亮拿到的是一张十 而陈末 则拿到了一张五 我是九点 你是八点 你输了 范亮看见两人的牌以后 笑呵呵地说 就差一点 落秋仿佛有些可惜地说道 没关系啊 反正第一把也不输钱 陈末轻声安慰了落秋一句 然后看着范亮 按照规矩 下一把的赌注是你说了算的 你准备下多少 咱们两个都是男人 要玩就玩得大一点 我直接下一百万 范亮看见自己的计划得逞了以后 根本就没有任何的犹豫 直接把他刚刚兑换好的筹码 全部都推到了桌子中间 站在不远处看着热闹的苏洪小 看见这一幕以后 眼神当中闪过了一丝异样 但是并没有多说什么 你一口气 吓出一百万 你是不是疯了 陈末面对这一百万 当然是没有什么反应的 毕竟一百万对于陈末来说 根本就算不了什么 但是骆秋的反应却是非常的不可思议 因为他没有想到 范亮竟然会玩得这么大 这不是摆明了就是在欺负 陈末不会玩吗 范亮 你玩得是不是有点大了呀 我觉得还行啊 不就是小小的一百万吗 范亮笑呵呵地回了一句 原本在会所里面看热闹的那些赌客 看见范亮直接下注一百万以后 全部都露出了震惊的表情 现在并不是在演电视剧 也不是在拍电影 现实当中 如果真的有人拿出来一百万的话 那绝对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 除非这个人他真的非常的有钱 但是真正像陈末那么有钱的人 又能够有几个 陈末看见骆秋非常的震惊以后 也假装出了一副吃惊的模样 我觉得没必要玩这么大吧 要不然你还是下少一点吧 这东西玩的不就是一个刺激吗 但属手里只有一百万的筹码 要是输了就都输没了 陈末继续演戏 即便是站在不远处的苏鸿小 听到陈末说的这些话 也是忍不住地笑了笑 心中暗暗感叹 陈末的演技还真是不错 刚才苏鸿小给陈末两千万的时候 陈末连眼睛都没有眨过一架 现在竟然会因为这一百万而心疼 这不是在开玩笑吗 你输没了 你可以继续去兑换筹码呀 但是之前的规矩 咱们都是说好了的 谁赢了 谁决定下一把的赌注 刚才很多人都听到了 你不会是打算在这个时候反悔吧 我们什么时候说要反悔了 不就是一百万吗 我输得起 说完这句话以后 骆秋直接将陈末面前的所有筹码 也都推了出去 范亮看见骆秋一次又一次地 为陈末出头 心里面还是非常嫉妒的 而且他也知道 其实这些钱根本就不是陈末的 而是骆秋的 但是 范亮 他清楚骆秋的经济情况 一百万对于自己来说 可能就是一笔小钱 但是对于骆秋来说 那也不少了 骆秋能够为陈末花这么多的钱 这足以证明 陈末在骆秋的心中 有多么的重要 发牌吧 范亮深呼吸了一口气 然后扭头 冲着美女合官说道 好的 美女合官开始发牌 陈末和骆秋两人都非常紧张地 盯着陈末面前发的牌 毕竟这次可是一百万呢 要是输了的话 一百万可就没了 很快 陈末这边的三张牌发完了 当骆秋和陈末看见牌以后 脸上的表情异常地崩溃 因为陈末拿到的是一张十一 一张K 还有一张三 所以陈末的点数就是三点 而三点在百家乐当中 已经是非常小的牌了 除非是碰到了一和二 否则的话 是根本不可能赢的 完了 输定了 骆秋十分沮丧地看着陈末 小声地嘟囔着 我今天的运气可能有些差 陈末略显尴尬地回了骆秋一句 然后将自己手中的牌 扔到了桌子上面 低声地回答 我是三点 范亮在看见陈末手中的牌以后 十分嚣张地大笑了起来 虽然范亮并不知道自己的牌是什么 但是他觉得 就算是自己的牌再怎么小 也绝对不可能小过三点吧 而在场的其他赌客 此时看陈末的眼神 也非常的可怜 毕竟 这可是一把一百万的好赌 陈末既然拿到了这么小的牌 运气实在是差得可怜呢 你们还是快点去兑换筹码吧 范亮十分得意地冲着陈末喊了一声 然后缓缓地掀开了自己手中的三张牌 范亮的牌是一张七 一张A 还有一张高 八点 范亮喊了一声 这一局 还是范亮赢了 原本陈末还以为 能够有什么奇迹出现呢 但是当他看见范亮的牌以后才知道 根本就没有什么奇迹 现实就是这样的残酷 一百万 眨眼的功夫就输光了 不好意思啊 我输了 陈末十分抱歉地冲着骆秋说 没关系 不就是一百万吗 没什么大不了的 骆秋不介意地撇着小嘴安慰了陈末一句 然后拽着陈末准备起身离开 咱不玩了 走吧 好 陈末点了点头 起身准备和骆秋一块离开 你们现在要是想走的话 那也可以 但是你们两个必须分手 然后骆秋你跟我在一起 否则的话 你们两个就得继续留在这里陪我玩 凭什么呀 就凭我之前已经跟陈末说好了 玩这个并不只是赢钱 谁要是输了 谁就得离开你 你们现在输了 而且准备离开 所以陈末就必须离开你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无耻啊 我喜欢跟谁在一起就跟谁在一起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你是谁啊 你凭什么决定我的事情 原本输了一百万 骆秋的心情就不是很开心 此时听到 范亮如此无礼的要求 骆秋自然就更加的愤怒 骆秋 之前咱们都说好的事情 你不会打算反悔吧 我什么时候跟你说好了 骆秋张嘴还要说话 但是陈末却突然伸手拦了骆秋一把 然后十分平静地看着范亮 如果今天你要是输了 你就再也不会骚扰他了 对不对 对呀 我范亮一直都是说话算数的 行 那我就陪你赌下去 陈末面无表情地说了一句 然后直接扭头看着骆秋 你去兑换筹码吧 好 我现在就去兑换筹码 下一把 我打算下注两百万 你最好多兑换一点 范亮看见骆秋离开了以后 笑呵呵地喊了一声 第二百五十集 范亮 你是不是疯了 我怎么疯了呀 刚才不是都已经说好了的规矩吗 上一把我赢了 所以这次 我打算下注两百万 你有什么意见吗 范亮笑呵呵地说 很明显 范亮此时就是在逼着骆秋 和陈末认输 行 你打算赌两百万是不是 那我就陪你赌 骆秋咬着嘴唇 然后直接走到了兑换筹码的地方 拿出自己的银行卡 冲着工作人员说 麻烦现在 给我兑换两百万的筹码 好的 工作人员在听到了骆秋的话以后 连忙答应了一声 然后从骆秋的银行卡里面 划走了两百万 并且给骆秋 拿出了两百万的筹码 苏鸿小看见情况似乎有些不对劲 趁着骆秋不注意的时候 直接走到了陈末的身边 低声询问着陈末 陈公子 需不需要我帮忙呢 毕竟 苏鸿小是会所的老板 如果苏鸿小想要帮助陈末出老千的话 那还是非常容易的 哼 这么点钱 还用不着出老千呢 陈末直接了当地回了一句 苏鸿小在明白了陈末的意思以后 并没有多说什么 直接转身离开了 很快 骆秋拿着自己兑换好的筹码 回到了陈末的身边 然后轻声安慰着陈末 陈末 你不用紧张 我的卡里面有五百多万 大不了 今天咱们两个都输了 我以后 还可以挣回来 但是千万不能让这个饭量得逞 放心吧 这次我不会输的 我相信你 骆秋根本就没有任何的迟疑 直接冲着陈末点了点头 陈末 骆秋 饭量 三人回到了桌子前面 饭量直接将两百万的筹码全部都推到了桌子的中间 然后笑呵呵地冲着陈末说 这一次啊 我下出两百万 我也下出两百万 这一次陈末根本就没有任何的犹豫 直接把自己面前的筹码 推了出去 呵呵呵 你这是打算破釜沉舟啊 饭量看了美女何官一眼 失意可以发牌了 美女何官很快便发完了牌 饭量拿起了自己面前的三张牌 十分认真地看了一眼 随即脸上便露出了一丝得意的微笑 一张七 一张十一 一张尖 不好意思 八点 饭量笑呵呵地冲着陈末说 要知道 八点在百家乐当中是仅次于九点的牌 此时除非陈末能够拿到九点 否则陈末必输无疑 这也是为什么 饭量脸上的表情会那么自信的原因 而陈末从发牌开始到饭量看完牌 一直都是坐在原地没有动 所以没有人知道陈末到底是什么牌 陈末缓缓地掀开了自己的第一张牌 是一张钩 钩在百家乐当中代表着零 所以这张牌根本没有任何用 紧跟着陈末翻出了第二张牌 是一张六 此时陈末的点数是六点 那也就是说 陈末如果最后一张牌是二的话 两个人打平 如果是三的话 陈末就赢了 一时间里 气氛开始变得紧张了起来 骆秋死死地盯着陈末手中的最后一张牌 毕竟 这张牌可是关系到两百万的输赢 在场那些跟陈末没有任何关系的人 此时也忍不住替陈末捏了一把冷汗 陈末将自己的最后一张牌掀开 然后扔在了桌子上面 一张黑色的黑陶三 出现在了众人的视线当中 在场所有人都愣在了原地 谁也没想到陈末的牌竟然真的是九点 范亮呆愣愣地看着陈末 脸上的表情非常不可思议 他甚至都没有办法相信自己看见的一切都是真的 哇塞 竟然真的是九点 陈末 你太帅了 骆秋在反应过来以后 十分开心地大喊了一声 一时间没有控制住情绪 直接抱着陈末的脑袋 用自己那性感滑腻的小嘴 在陈末的脸上轻了一口 陈末被骆秋轻了一下之后 脸上的表情似乎有些尴尬 但是骆秋却并没有想那么多 指着范亮大声地喊着 范亮 你刚才不是很嚣张吗 现在怎么不说话了 不就是赢了一把吗 什么了不起的 咱们继续 范亮咬着牙低声回了一句 那 这些应该都是我的了吧 陈末伸手指了指桌子上面的筹码 没错 都是咱们的 骆秋十分开心地 想要将筹码收回来 但是 陈末却拦住了骆秋 没必要收回来了 为什么呀 骆秋眨了眨水汪汪的大眼睛 很是不解 根据我们两个之前下的约定 下一局的赌局 是我说了算 所以 我准备下四百万 听到陈末说出赌注是四百万 骆秋脸上的表情非常不可思议 因为他也没有想到 陈末竟然也会变得这么疯狂 准备把所有的钱都下进去 陈末 你不会是在开玩笑吧 咱们要是输了的话 那就都输光了 放心吧 咱们输不了的 陈末语气平静 然后瞇着眼睛看着范亮 怎么样啊 你敢不敢继续玩啊 很明显 陈末此时用的套路 和范亮用的套路 都是一样的 陈末觉得 这么一直和范亮玩下去也没有什么意思 还不如下注下大一点 直接把这个范亮给吓跑了 哎呀 你小子是胆子不小啊 范亮深吸了一口气 然后直接从自己的钱包里面拿出了一张银行卡 递给了自己身边的服务员 低声说 留取四百万的筹码 好 服务员连忙答应了一声 然后拿着范亮的银行卡 转身离开了 几分钟以后 服务员抱着筹码 跑回到了范亮的身边 范亮直接将所有的筹码都推到了桌子上面 面无表情地冲着陈末喊道 四百万 我陪你玩 陈末原本以为 自己拿出来四百万 范亮肯定会好好地考虑一下 说不定还会直接放弃 但是 让陈末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范亮竟然这么有钱 四百万 连眼睛都不眨一下 此时 桌子的周围已经站满了人 毕竟刚才一百万的赌注 就已经让人觉得非常不可思议了 现在直接变成了四百万 众人肯定会好奇看看热闹 陈末坐在椅子上面 脸上的表情十分平静 毕竟这些钱也不是他的 发牌吧 陈末轻声地冲着美女合官喊道 美女合官听完这句话以后 连忙开始发牌 翻完牌之后 范亮直接掀起了自己手中的三张牌 一个六 一个八 一个七 范亮看见自己的牌以后 整个人都傻眼了 因为这三张牌的点数加在一起 正好是二十一 也就是说 范亮的点数是一点 是百家了当中最小的牌 范亮看见自己的牌以后 忍不住地低声骂了一句 而陈末和骆秋却是非常的开心 毕竟 他们的牌就算是再小 也绝对不可能小于一点 果然 陈末的点数为四点 虽然同样算不上是什么大牌吧 但是 赢范亮的一点 已经是够用了 还要继续玩下去吗 陈末觉得范亮输了整整五百万 应该已经涨激情了 估计不会继续玩下去了 毕竟五百万也不是什么小数目 为什么不玩啊 范亮红着眼睛回了一句 很明显 他现在已经梳几眼了 而且 范亮现在已经失去了理智 五百万对于他来说 确实非常多 但是也不至于手里面没有钱了 范亮觉得陈末不可能一直都赢下去 自己早晚能够把这些钱赢回来 而此时 陈末正好也是这样的一个想法 陈末觉得 自己今天好运气 就算是再怎么好吧 也绝对不可能赢下去啊 你怎么不下注啊 范亮看见陈末一直都没有下注以后 问着陈末 不着急啊 陈末将自己面前的八百万的筹码收了回来 你什么意思啊 范亮看见陈末把筹码都收了回去以后 表情激动地说 这些都是我的筹码 我干什么 还需要跟你说吗 陈末淡淡地回应了范亮一句 然后从自己面前的筹码当中 找出了三百万 递给了骆秋 轻声冲着骆秋说 这儿咱们的本钱 你收着 如果我要是输了 咱们就不玩了 好的 骆秋十分开心地答应了一声 而范亮在听到陈末的这句话以后 好学没直接气吐血 此时他明白了陈末是什么意思了 陈末明显就是在打算 在这里空手套白狼啊 范亮就算是接下来赢了 那赢回来的也只不过就是 自己输的钱而已 而陈末则将剩下的五百万 推到了桌子中间 笑呵呵地说 这把我下注五百万 你这个人实在是太惊花了 范亮咬着牙 低声冲着陈末说 还行吧 按照规矩就是 这把下多少钱 我说了算 你要是没钱的话 现在可以认输啊 谁说我没钱的 范亮冲着身边的服务员喊道 你你你去给我拿五百万的筹码过来 好的 服务员答应了一声 然后拿着范亮的银行卡转身离开 现客之后 服务员回到了范亮的身边 范亮直接将筹码推到了陈末的面前 小子 我在这张卡里面有三千万 你要是真的厉害 今天你就把这些钱都引走 陈末听到这句话 忍不住淡淡一笑 没有多说什么 美女荷官开始发牌了 而这次的结果和上次差不多 范亮是五点 陈末为七点 陈末赢 范亮看着桌子上面的筹码 十分的心疼啊 因为他现在 已经输给陈末一千万了 此时 桌子上面的钱 全部都是范亮一个人的钱呢 就算是范亮非常的有钱 身家过亿 但是此时就这样输了一千万 他心里面还是非常心疼的 还要继续玩吗 陈末笑呵呵地询问着范亮 玩啊 咱们不玩了 我说了 你什么时候把我手里面的三千万全部引走 什么时候完事 范亮扯着嗓子大喊了一声 嗨 你说你这又是何必呢 陈末无奈地笑了笑 然后从桌子上面的筹码当中 拿出了两百万递到了落秋的面前 笑着说 这是咱们赢的两百万 收好了 好 看见陈末赢钱以后 落秋心里面自然非常的开心 你怎么又拿走两百万 范亮瞪着眼珠子 冲着陈末喊 我的钱 我想怎么样 就怎么样了 沉默淡淡地回了一句 然后继续下注 我这把下注八百万 我跟你 范亮大喊了一声 然后把银行卡扔给了服务员 把我卡里的所有钱 都给我兑换成筹码 今天就不幸了 好的范先生 服务员淡淡地笑了一下 答应了一声 然后直接拿着银行卡 转身离开了 几分钟以后 服务员抱着将近三千万的筹码 回到了范亮的身边 其实 陈末这么下注 只不过就是为了下跑范亮而已 而且陈末也算是给了范亮机会 毕竟 陈末只不过就是拿走了小部分钱 如果范亮可以赢一把的话 他就有机会翻本了 但是今天的范亮不知道是中了什么鞋呀 除了开始赢了两把以后 一把都没有赢过了 陈末甚至都有些怀疑 是不是苏洪小暗中帮助自己 但是苏洪小给陈末的眼神 就是他跟这件事 根本就没有任何的关系 几把牌过后 陈末已经把范亮手里面 将近三千多万的筹码 都赢过来了 整整一桌子的筹码 全部都是范亮一个人的 这些筹码就放在范亮的面前 范亮就是没办法赢回去 他心里面非常的不服啊 他也不甘心 就这样 把钱输给陈末呀 一眨眼的功夫 范亮便输给了陈末 将近三千多万的巨款 这笔钱要是放在 普通人的眼中 那绝对是一个 不敢想象的数字 毕竟这三千万 足够一个普通人生活 一辈子了 而且还得是那种 非常奢侈的生活 但是放在陈末的眼中 这笔钱根本就算不了什么 因为陈末根本就不缺这点钱 骆秋站在陈末的身后 翘脸之上布满了兴奋 因为骆秋仅仅就是拿出来了三百万 此时竟然直接翻了十倍 变成了三千万 骆秋心里面怎么可能不激动呢 范亮看着桌子上面将近两千五百万的筹码 脸上的表情异常的不甘心 此时陈末觉得自己不可能一直赢下去 如果要是输了的话 那桌子上面的钱就都会变成饭量的 只不过陈末已经让骆秋拿走了一千万 这样的话即便是陈末输了 他们两个也可以赢将近七百万 这笔钱对于骆秋来说已经不少了 所以陈末觉得自己一旦要是输了 那就直接认输不玩了 陈末和范亮不同 他现在可不在乎面子不面子的问题 能够赢钱还是真的 范亮看着桌子上面的筹码 心里面非常的不服气 他此时已经不考虑面子不面子的问题了 他心里面想的就是如何才能够把这笔钱给赢回来 范亮虽然是一个富二代 但是这三千万对他来说也不是一笔小钱 但是有一个非常尴尬的情况摆在他的面前 那就是范亮此时手里面已经没有钱了 而且范亮本身也不是本地人 在南洋市也没有朋友 所以他必须找人借钱才能继续赌下去 你们会所的老板在哪里啊 范亮面无表情地冲着自己身边的服务员喊道 服务员在听到了范亮这句话以后 连忙扭头看向了站在不远处的苏洪小 苏洪小迈着步子笑呵呵地走到了范亮的身边 然后轻声冲着范亮介绍自己 先生您好啊 我是这家赌场的老板苏洪小 请问您有什么事情吗 你这里能不能借钱啊 范亮红着眼睛低声地问 范亮并不是第一次来厂子里玩 他心里面清楚 一般这个规模的厂子都会提供借钱的 当然前提是你得有偿还的能力 还有就算是借的钱也是需要利息的 金圣会所自然也会提供这样的服务 您是打算借钱吗 苏洪小笑呵呵地问 没错 那您准备借多少钱啊 范亮简单地扫了一眼桌子上面的筹码 低声地开口 我 想要借两千五百万 苏洪小听到这个数字以后 脸上的表情似乎有些为难 毕竟他现在并不认识范亮 也不知道范亮到底有没有还款的能力 先生啊 您借的钱有些多 您也是第一次来我们赌场 这笔钱 我可能没有办法借给你 苏洪小低声婉拒 我叫范亮 我父亲叫范承宏 你现在可以去打听打听我有没有偿还的能力 别说是你这个小赌场了 就算是澳门那边的赌场 我说要借一个亿 他们都不会有任何的犹豫 而苏洪小在听到了范亮的这句话后 露出了震惊的表情 十分不可思议地看着范亮 您是范总家的公子 您认识我父亲啊 认识 认识 苏洪小轻轻地点了点头 然后扭头看了沉默一眼 似乎在询问沉默的意境 毕竟苏洪小借钱给范亮 而范亮是准备拿这些钱和沉默赌的 他担心自己会得罪沉默 而沉默犹豫了一下之后 他觉得如果苏洪小不借给范亮钱 那范亮肯定也不会善罢甘休 而且再加上沉默觉得自己就算是输了 也能够帮助落秋赢到一千万 这笔钱也不少 所以呢 就轻轻地点了点头 默许了苏洪小借钱的这件事 范亮在看见沉默和苏洪小的眼神沟通以后 脸上的表情有些疑惑 因为他感觉这两个人的关系肯定不简单 要不然苏洪小没必要用那样的眼神 去看沉默 只不过 此时的范亮明显就是疏红了眼 根本就想不了那么多了 他现在只想抓紧时间 把自己输的钱赢回来 还愣在这里干什么 快点去把借款合同拿过来 苏洪小冲着自己身边的经理喊了一声 啊 好的苏老板 经理答应了一声 然后转身离开了 几分钟以后 经理拿着一份借款合同 走到了苏洪小的面前 将合同递给了苏洪小 苏洪小接过合同以后 笑呵呵地递给了份量 范公子 这是我们赌场的借款合同 上面有还款的期限 还有利息 您可以好好地看看 这东西有什么可看的呀 我觉得您还是有必要看看 范亮听到苏洪小的这句话 忍不住愣了一下 随即连忙拿起合同仔细地看了一会儿 当范亮看见合同上面的利息以后 整个人都傻掉了 脸上的表情非常的不可思议 冲着苏洪小大喊 你们你们利息怎么这么高啊 不好意思呀 范公子 我们的利息一直都是这样的 如果您要是能接受 那就签字 要是不能接受 就算了 苏洪小笑呵呵地回了一句 很明显苏洪小就是故意 把利息提高了一倍 他希望能够通过这样的方式 让范亮尽快收手 毕竟如果范亮一直这么输下去 肯定还得借钱 说不定还会闹出什么大麻烦来 自己把利息弄得高一些 范亮也就直难而退了 沉默也能够赢点钱 这简直就是一举两得的好事 范公子 您还要借钱吗 苏洪小看见范亮 一直都没有说话以后 笑呵呵地问着 范亮是经常出没场子的 那种公子哥 但是 他也是第一次和场子借钱 毕竟 范亮手里面一直都有 几千万的现金 根本就不需要借钱 可是这一次 范亮没想到 自己竟然会把自己手里面的钱 全部都输光了 或于无奈 范亮只好找苏洪小借钱 范亮看着自己手中的借款合同 脸上的表情十分的纠结 此时 他在苏洪小的手中借两千五百万 三个月之内还款 无论什么时候还钱 都必须还三千万 三个月多出来五百万的利息 这简直就是高利财 范公子 要不然 我觉得还是算了吧 今天 你的运气也不是很好 没必要继续玩下去了 苏洪小看见范亮有些犹豫以后 十分善意地劝着范亮 我今天的运气怎么就不好了 今天我就不信了 这小子还能一直赢下去啊 说完这句话以后 范亮直接拿起笔 在合同上面签了字 苏洪小看见这一幕 眼神当中闪过了一丝无奈 轻轻地叹了口气 不知道说点什么才好 这样的富家公子哥 苏洪小见得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这些富二代 其实都有一个通信 那就是 根本不会把钱当成钱 而陈默 则和这些所谓的富二代不同 陈默从头到尾 一直都非常的理智 即便是输了钱 也不会有任何的情绪变化 刚才 陈默仅仅就是输了一百万 便打算收手 要知道 这一百万 对于陈默来说 可能也只是一百块钱 那么简单的事情 但是陈默却知道适可而止 而范亮 却不明白这个道理 去拿手码吧 范亮在签完了合同之后 直接把合同 扔给了苏鸿晓 苏鸿晓十分认真地 检查了一下合同 在确定没有任何的问题之后 冲着自己身边的经理 轻轻地点了点头 经理在明白了 苏鸿晓的意思之后 直接拿着合同 离开了 几分钟以后 经理抱着整整 两千五百万的筹码 回到了范亮的身边 众人看见这么多的筹码以后 脸上的表情都非常的激动 毕竟 这笔钱可能是普通人 一辈子都挣不到的 而范亮却能够如此挥霍 这也许就是有钱人和普通人之间的差距吧 范亮低声冲着陈默说 现在可以开始了吧 嗯 当然可以了 陈默直接将桌子上面的筹码 全部都拿到了自己的面前 你什么意思呀 范亮有些不解的问道 嘿 我觉得啊 你刚才那句话提醒了我 我根本不可能一直这么赢下去 我觉得我这把可能会输 所以我准备这把吓得少一点 范亮听到陈默的这句话 表情异常愤怒地拍了拍桌子 高声地冲着陈默大喊 你小子耍我是不是 范亮 你这是什么话 当初这个规矩 可是你自己定下来的 谁赢了 谁能决定下一把下多少注 你现在准备反悔是不是 你要是反悔的话 我们不玩 范亮看着骆秋 缓缓地坐在了椅子上面 低声地答应 行 你说吧 这把你打算下多少 陈默数出来一百万 扔到了桌子中间 笑呵呵地说 哼 我这把下一百万 我跟一百万 范亮将自己手中的筹码扔到了桌子中间 然后冲着美女和官说 愣着干什么 发牌啊 好 何官无奈地答应了一声 然后开始快速地发牌 很快 三张牌发完了 范亮缓缓地拿起了自己面前的三张牌 当范亮看见自己手中的牌以后 脸上的表情异常地激动 但是这种激动 很快便一闪而过了 因为他这把拿到的是百家乐中最大的牌 九点 如果要是前几把 范亮完全可以把自己刚才输的钱全部都赢回来 但是可惜偏偏是这一把 陈默没有把所有的筹码都压上 而是下注了一百万 这也就代表着 范亮这把只能赢一百万 我是七点 沉默笑呵呵地冲着范亮说 我是九点 范亮说这句话的时候啊 险些一口鲜血喷出来 也许没有什么事情比现在这个情况更加气人了吧 下注多的时候 自己拿到的全部都是小牌 下注小了 自己却拿到了大牌 范亮都有些要崩溃啊 嗯 你赢了 这些钱是你的了 陈默指着桌子中间那些筹码 笑呵呵地看着范亮 范亮在听到了陈默的话以后 直接将自己面前所有的筹码都推到了桌子中间 上一把是我赢了 所以这把下注是我算了算 我要下注两千六百万 你跟还是不跟 此时范亮手中的筹码是刚刚从苏鸿小手里面借来的两千五百万 还有就是从陈默手中迎来的一百万 一共是两千六百万 而陈默的手中呢还剩下两千四百万的筹码 以及陈默让骆秋收起来的一千万的筹码 陈默看了骆秋一 骆秋直接拿出来两百万的筹码放在了陈默的面前 陈默将所有筹码都推到了桌子中间 冲着范亮说 我跟你 好 快点发牌 在场的所有人都愣在了原地 脸上的表情十分不可思议 因为此时桌子上面的筹码已经将近五千万了 这得是多么大的局啊 何官连忙开始发牌 等一下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 范亮突然喊了一声 范公子怎么了 何官轻声地冲着范亮问道 第二百五十二级 你发牌的时候 直接把牌给我亮出来 我们两个的牌都亮出来 范亮在何官准备发牌的时候 突然红着眼珠子 喊了一声 范公子 没有这个规矩 我说有就有 陈默 你敢不敢亮着发牌 此时范亮之所以会提出这样的要求 原因非常的简单 他觉得今天陈默实在是有些邪门了 一旦要是下大柱的时候 陈默就能赢 但是如果是下柱小的时候 陈默就会输 所以范亮觉得 陈默可能是在出老千 如果要是亮着发牌的话 那陈默是根本没有办法碰到牌的 自然也就没有机会出老千了 陈默清楚范亮想的是什么 所以语气平静地回答 既然你想亮着发牌 那就亮着发牌好了 范亮看见陈默答应下来以后 低声冲着何官说的 开始发牌吧 好的 何官轻轻地点了点头 然后直接开始发牌 因为上把是陈默输了 所以这次先给陈默发牌 众人看见何官发牌之后 一个个脸上的表情都非常的激动 所有人看着赌桌的位置 似乎生怕自己错过什么一样 很快 第一张牌发过来了 陈默的第一张牌是八 而范亮的第一张牌则是钩 紧跟着便是陈默的第二张牌 是一张红桃三 此时的陈默点数为一点 所以范亮脸上的表情开始变得紧张了起来 因为他心里面清楚 陈默接下来的第三张牌将会非常的关键 只要陈默不拿到九以上的牌 那陈默的点数都不会小 而范亮的第二张牌则是一张A 两个人此时的点数全部都是一点 所以胜负的结果就是看这两个人的第三张牌了 一瞬间整个场子都安静了下来 所有人都表情紧张地看着何官 即便是洛秋也握紧了自己的小手不敢说话了 何官深吸了一口气 随即继续开始发牌 很快 陈默的第三张牌出现在了众人的视线当中 但是 让在场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 陈默的第三张牌竟然是戏剧化的K 众人在看见陈默的第三张牌以后 全部都傻眼了 一个个脸上的表情非常的不可思议 谁也没有想到 如此关键的一把牌 陈默竟然拿到了一点 这简直就是在和陈默开玩笑啊 洛秋站在陈默的身后 脸上的表情十分的无奈 因为他心里面也清楚 这个一点到底代表着什么 陈默看着洛秋淡淡一笑 然后轻声安慰着 没关系 就算这把书了 咱们两个手里面 不是还有八般的筹码吗 咱们两个也赢了五百万了 那倒是 输就输吧 洛秋反应过来之后 也笑着回了陈默一去 而范亮的脸上表情 则是非常的得意 因为他觉得 是自己刚才的计划 起到了效果 陈默没有办法碰到牌 自然也就没有办法继续出老千了 所以拿到小牌 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我就不相信 你的运气能好一晚上 范亮十分得意地冲着陈默笑了笑 仿佛已经胜券在握了 毕竟 范亮的点数也是一嘛 只要范亮最后的这张牌不是九 那他最差也是和陈默打平 但是此时 明显是范亮赢的机会比较大 何冠犹豫了一下 缓缓地抽出了第三张牌 放在了范亮的面前 但是 当范亮的第三张牌 出现在众人的视线当中以后 所有人都傻眼了 包括范亮自己 范亮简直都没有办法相信自己的眼睛了 整个人 都呆愣愣地看着桌子上面的扑克 脸上的笑容 也凝固住了 因为 此时范亮拿到的第三张牌 竟然真的是九 所以范亮的点数加在一起 是零点 是百家乐当中 最小的牌 这 这怎么可能呢 范亮脸上的表情非常不可思议 因为 他原本以为自己这把牌肯定能赢 但是他没有想到 最后自己竟然是零点 此时桌子上面的这些筹码 全部都是范亮一个人 一共有五千多万 其中范亮还找苏洪小借了两千五百万 范亮呆愣愣地坐在原地 一时间没办法相信 自己今天所经历的事情 都是真的 我 我们赢了吗 骆秋瞪着水汪汪的大眼睛 好像 是赢了 沉默看了骆秋一眼 笑呵呵地回了一句 沉默 你也太厉害了吧 我们竟然赢了这么多钱 骆秋忍不住地交呼了一声 然后抱着沉默开始欢呼了起来 只不过 这一次 骆秋明显冷静了不少 并没有再 主动亲吻沉默了 范亮看见骆秋沉默两人如此开心以后 脸上的表情似乎更加的难看了 猛然站起身来指着沉默 你出老千 范亮的这句话 说完以后 整个场子都安静了下来 所有人都表情不可思议地看着范亮的位置 范亮觉得 今天这件事实在是有些太奇怪了 奇怪地让人没有办法相信 沉默从一开始 除了第一把之外 一直都在赢钱 唯独中间输了一把 沉默还突然地减少了下注 所以范亮觉得 沉默肯定就是在出老千 范公子 您刚才说什么 苏洪小上前一步面色阴沉 苏老板 我觉得这个沉默肯定就是在出老千 要不然绝对不可能这么巧的呀 范亮伸手指着沉默 表情十分激动地冲着沉默喊着 范公子 有些话可以说 但是有些话却是不能说的 何官是我们场子的何官 发牌也是按照你的意思去发牌的 陈公子从头到尾没有碰到过牌 他怎么出老千呀 在场这么多人 只有苏洪小一个人清楚沉默的身份 所以苏洪小知道沉默根本就不可能出老千 一个身价超过万亿的公子哥 怎么可能会因为这点钱而出老千呢 那万一是你们会所跟这个沉默串通好了的呢 范亮一着急 说出了这句得罪苏洪小 以及整个精盛会所的话 苏洪小万万没有想到 范亮竟然有胆子说 自己会所的人和沉默串通好了这句话 虽然苏洪小当初确实想要帮助沉默 但是却被沉默给拒绝了 所以今天沉默和范亮的这个局 根本就没有任何不公平的地方 范亮 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呀 我们精盛会所经营了这么多年 一直都是靠着信誉而自 你现在竟然说我们会所和陈公子串通好了 一起出老千 你这是不相信我们精盛会所呀是不是 那用不用我现在给你的父亲打个电话 让你父亲过来 你看看他敢不敢说这句话 苏洪小面无表情的 冲着范亮说的 虽然苏洪小会给范亮父亲一个面子 但是并不代表苏洪小真的害怕范家 范亮似乎也意识到了自己说错了话 精盛会所这么多年 一直都是号称最安全的会所 不仅是精盛会所自己人不会出老千 里面的客人也不敢出老千 苏先生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刚才就是一着急说错话了 我觉得 这小子肯定是身上藏着牌 是他偷偷换了牌 沉默听到范亮的这句话 忍不住淡淡一笑 你现在怀疑我藏牌是不是 没错 我就是怀疑你藏牌 苏老板 如果要是有些人出老千 你们会所着什么规矩啊 非常的简单 直接断双手 并且把赢的钱双倍要回来 行 我知道了 你要是现在怀疑我身上藏着牌 那我就给你一个机会 我可以让精盛会所里的人 对我进行搜身 一旦要是真的找到了牌 我把我刚才赢的钱 双倍地还给你 而且 还可以让你断我的双手 但是如果要是搜不出来 你自断双手 再拿五千万给我 你觉得怎么样啊 范亮听到沉默的这句话 瞬间便愣在了原地 范亮万万没有想到 沉默竟然会如此的有魄力 现在弄得他 反而有些骑虎难下了 而且他能够感觉到 沉默刚才在说这些话的时候 非常的有自信 这说明 沉默可能真的没有藏牌 自己刚才已经输了五千万 他现在都不知道 应该怎么还上这笔钱 如果沉默真的没有出老千的话 那自己不仅要失去双手 还得赔给沉默五千万 这笔买卖明显不合适啊 怎么样啊 你敢还是不敢 要是敢的话 咱们两个可以让苏老板 当个公正人 你要是不敢的话 就把嘴给我闭上 沉默上前一步 十分霸气 范亮站在原地低声地说 行 沉默 算你狠 说完这句话 范亮看了苏洪小义 苏老板 我还想再借五千万 此时的范亮竟然还没有死心 还想继续和沉默赌下去 哈哈 范公子 根据我们会所的规矩啊 在您没有偿还完上笔借款之前 我们是没有办法借给你钱的 而且就算您把钱还上 我们也没有办法借给你五千万 因为您没有这个资格 苏老板 你这是在质疑我的偿还能力吗 苏洪小此时 根本就不给翻亮面子 直接笑着回答 哈哈 没错 我现在就是在质疑你的偿还能力 你要是真的想借钱也可以 你现在让你的父亲给我打电话 只要你父亲同意 我随时都可以借钱给你 范亮听到这句话 脸上的表情异常地崩溃 因为他根本就不可能让他的父亲知道这件事情 如果真的让他父亲知道了 他在会所里面一晚上输了五千万 估计能活活把他给打死 行 你们都合起来一块耍我是不是 范亮咬着牙低声地说 范公子 请你注意你的言辞 如果你要是继续诽谤我们会所 我会让保安 把你给扔出去的 苏洪小语气冰冷地说道 不用你们扔 自己走 范亮扯着嗓子 然后迈着步子 走到了陈墨 还有洛秋两人的面前 小子 我记住你了 你跟老子我等着 行 我等着你过来给我送钱 陈墨笑呵呵地说着 范亮咬了咬牙 然后直接扭头奔着厂子外面走去 几分钟以后 范亮消失在了会所当中 洛秋看着桌子上面的那些筹码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所经历的事情都是真的 那可是整整五千万呢 陈墨 这些钱真的都是咱们的了吗 洛秋看着陈墨 还不是呢 也是 兑换成现金 就是咱们的了 洛秋十分财迷地喊了一声 然后继续喊道 陈墨 你别愣着了 咱们两个快点把这些筹码收起来 去兑换现金啊 陈墨看着洛秋 眼神当中闪过了一丝犹豫 因为 此时摆在洛秋面前的钱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这笔钱对于陈墨来说 可能根本就算不了什么 但是对于洛秋来说 那绝对能够算得上是一笔巨款 一旦要是让洛秋突然有了这么一大笔钱的话 陈墨担心 洛秋的生活可能会受到影响 让一个人有钱是一件好事 但如果突然有了一笔特别多的钱 并不见得是一件好事 而且这笔钱当中也有陈墨的一半 一旦陈墨真的答应洛秋拿走这笔钱的话 那陈墨其实也就成为了一个有钱人 自己也就没有办法隐藏身份了 所以陈墨觉得 无论是为了自己还是为了洛秋 都必须把这笔钱处理掉 而处理钱最快的方法 就是输掉这笔钱 第二百五十三集 洛秋 我觉得 今天我的运气挺好 要不然我再玩一把 你觉得怎么样啊 陈墨笑呵呵地征求着洛秋的意见 陈墨 你 你是不是疯了 咱们两个 已经赢了这么多钱了 你为什么还要赌下去啊 我从来都没有见到过这么多钱 我心里面虽然激动 但是我始终觉得 这笔钱并不属于咱们两个 我也不想拿走这笔钱 在听到了陈墨的话以后 洛秋还是能够理解陈墨这句话的 毕竟陈墨不是什么有钱人 相反 之前陈墨在学校里面还是非常的穷的 现在突然给了陈墨这么大的一笔钱 陈墨没办法接受这个事实 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这种感觉 就好像是一个人突然在地上 捡到了几千万的巨款 那这个人 绝对没有胆子 花这笔钱 他心里面会觉得 非常不安心 那你现在 想怎么办啊 洛秋 我现在也不知道 我应不应该拿走这笔钱 所以我打算 让老天给我做这个决定 你 让我用这笔钱 最后赌一把 如果要是赢了 咱们两个就拿走这笔钱 要是输了 你的手里 不还有一千万吗 咱们两个也算是赢了钱的 所以 也没有什么可惜的 那不如 我把咱们两个赢的所有钱 都拿出来吧 陈墨没想到 洛秋竟然会这么快地答应下来 但是其实陈墨是想要把那一千万 留给洛秋的 毕竟 这笔钱 对于洛秋来说 并不是特别多 但是也能够帮助洛秋 改变他现在的生活 可是陈墨万万没想到 洛秋竟然要全部都拿出来 还是算了吧 就用桌子上面那些钱就行了 即便是输了 咱们两个也是赢钱的呀 行 我支持你的决定 洛秋本身就是不缺钱的人 所以也不是很在乎这笔钱 而且他觉得 这些钱全部都是陈墨一个人赢的 即便陈墨最后输了 也没有什么 陈墨看见洛秋如此痛快地 答应下来以后 心里面还是很吃惊的 而且此时陈墨心里面 对洛秋的印象 也明显好了不少 他觉得洛秋有时候 虽然做的有些事情 有些奇怪吧 但是其实洛秋还是非常善良的 而且也不是很物质 那你打算怎么赌啊 一般人肯定不跟咱们赌 陈墨看向了苏洪晓的位置 笑呵呵地冲着苏洪晓说 苏老板 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跟我赌一把 跟之前饭量的玩法一样 你要是赢了 这些筹码都是你的 我要是赢了 你再给我五千万的筹码 陈公子 您这是 苏洪晓听到陈墨的这句话 十分不解 苏老板 我觉得这笔钱赢得实在是太容易了 要是就这么拿走的话 我有些不安心 所以我想再赌一把 要是赢了 那说明这笔钱就应该属于我 但是要是输了 那就是不属于我的了 陈墨一边冲着苏洪晓解释 一边眨了眨眼睛 想要告诉苏洪晓 赶紧把这笔钱赢走 苏洪晓看着陈墨愣了一下 瞬间就明白了陈墨的意思 联系起来他对陈墨的了解 他觉得陈墨肯定就是不想拿走这笔钱 所以才会这么说的 我觉得会所里面其他人 应该也不会和我赌这么大的 要不然苏老板咱们两个玩一把 你觉得如何呀 陈墨看着苏洪晓说 苏洪晓看着陈墨淡淡一笑 好啊 既然陈公子有这个兴致 那我肯定是要奉陪的 一把五千万 我现在就要人去准备筹码 不用那么麻烦了 你是赌场的老板 我觉得你肯定不会赖账 直接发牌就行了 陈公子果然是个爽快人哪 那咱们就开始吧 苏洪晓笑呵呵地回了一句 然后看了一眼自己身边的经理 王经理 要不然就你来发牌吧 王经理本身是一个非常厉害的老千 出签的技术也是非常的了得 此时苏洪晓让王经理亲自去发牌 那他是什么意思呀 王经理心里面自然清楚 啊 好的苏老板 王经理笑呵呵地 直接迈着步子 走到了桌子旁边洗了洗牌 随即给陈墨 还有苏洪晓两人发了三张牌 陈墨拿起自己面前的三张牌 仔细地看了一眼 然后扔在了桌子上面低声地说 我是七点 不好意思陈公子 我是八点 苏洪晓也将自己的牌晾了出来 笑呵呵地看着陈墨 陈墨假装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看来老天真的是不让我拿走这笔钱呢 早知道就不让你玩了 要是有了这笔钱 咱们两个这辈子什么都不用做 就可以舒舒服服地过一辈子了 骆秋撇着小嘴 是啊 早知道我就不赌了 行了 你也别伤心了 我手里面还有一千万呢 除了我的三百万之外 还有七百万 是你今天赢的 到时候姐姐我分你一半 虽然不能让你舒舒服服地过一辈子 但是足够你生活的了 骆秋看见陈墨似乎有些伤心以后 轻声地劝了陈墨一句 陈墨听到这句话 忍不住地看了骆秋一眼 怎么样 是不是心里面非常感动啊 是不是觉得姐姐对你很好啊 骆秋十分开心地询问着陈墨 那是我赢来的钱 行什么要分给你一半啊 陈墨笑呵呵地反驳着骆秋 你个没良心的 姐姐我是好心分给你一半 你现在竟然要把这笔钱独吞啊 陈墨 我没有想到你竟然是这种人 如果当初不是我借给你钱 你怎么可能赢这么多钱 你现在竟然想要独吞这笔钱 你实在是太过分了 你刚才不也说了吗 这些钱都是我赢的 我赢的钱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陈墨看见骆秋如此地激动以后 也是笑呵呵地回了骆秋一句 骆秋看着陈墨 艺术简里竟然有些不知道 应该如何反驳陈墨了 哈哈哈哈 好了我跟你开玩笑呢 这笔钱我一分钱都不会要的 全部都归你了 只不过就是区区七百万而已 陈墨根本就不会在乎这笔钱 所以他刚才说的这些话 只不过就是在骗骆秋而已 这笔钱你一分都不会要 骆秋听到陈墨的话以后 非常的不可思议 对啊 刚才我输掉了那么多钱 剩下的钱我当然不会要了 陈墨 你的情况我还是了解的 我知道你并不是什么有钱人 如果咱们两个平分这笔钱的话 你应该也能够拿到三百多万 你为什么不要这笔钱啊 骆秋此时没有办法理解陈墨的想法 别说一个像陈墨这样的穷人 就算是一个普通人 也根本不可能会放弃 这三百多万呢 虽然三百多万跟刚才的五千万相比 少得有些可怜了 但是也足够改变一个人的人生了 还记得我之前跟你说过的话吗 之前你跟我说过的话 什么话 我跟你说过 如果老天觉得这笔钱属于我 我就会拿走这笔钱 但是如果老天觉得这笔钱不属于我 那我就不会拿这笔钱的 陈墨 你是不是脑子有什么问题啊 我怎么脑子就有问题了呀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的情况 你在这里跟我装什么富二代啊 你要是真的有钱 你说你不要这笔钱 我肯定不拦着你 毕竟少一个人分钱 我还能多拿一部分 但是你的情况并不好 你连学费都凑不起 现在有三百万摆在你的面前 你为什么不要 你告诉我 骆秋瞪着水汪汪的大眼睛 我的学费 我自己可以挣出来 哎呀 但是这笔钱 我是肯定不会要的 陈墨没有想到 骆秋会如此的固执 竟然非得让自己收下这笔钱 不行 你今天不要这笔钱不行 陈墨看着骆秋 脸上的表情十分无语 一时间里 竟然有些不知道 该说些什么才好 刚才我说 我想要独吞这笔钱 你不同意 现在我说 我一分不要 你也不同意 你到底想要怎么样啊 啊 我现在可没有心情 跟你讨论这些东西 这笔钱 咱们两个必须一人一半 这样的话 你就不用再为你的学费 而担心了 我还从来没有见过 你这种人呢 给你钱 你竟然都不要 肯定是脑子 有什么问题 你要是非得给我这笔钱也行 那我现在就去输掉它 陈墨故意这样说的 你 你到底想怎么样啊 骆秋听到了陈墨的话以后 整个人都崩溃了 都不知道说点什么才好了 就在骆秋和陈墨讨论着 七百万到底应该如何分配的时候 范亮一个人坐在了他的那辆宝马车内 脸上的表情异常的愤怒 原本范亮今天是奔着骆秋来的 但是最后不仅没有能够抱得美人归 相反还让自己的情敌狠狠地羞辱了一顿 然而这还不是让范亮感到最生气的 最让他感觉生气的 是自己竟然在会所里面输了整整五千多万 这个数字即便是他这样的富二代 也会觉得非常心痛 陈墨 老子我非得弄死你给我等着 范亮深吸了一口气 启动车子准备离开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 陈墨和骆秋从会所里面走了出来 陈墨说不过骆秋 但是也绝对不会同意 这笔钱放在自己的手中 因为如果陈墨真的收下了这笔钱的话 那骆秋就知道自己是一个有钱人了 其他人也有可能会知道这件事情 所以呢 陈墨和骆秋已经说好了 这笔钱他们两个一人一半 但是全部都放在骆秋的手中 如果陈墨真的碰到了什么急用钱的情况 可以从骆秋的手中拿走这笔钱 骆秋也觉得陈墨这个办法比较靠谱 所以便答应了下来 陈墨知道 自己如果是正常的情况 肯定不会用到这笔钱 但是如果真的出现了什么意外 就比如上次王良一那种情况 陈墨真的失去了继承遗产的资格 陈墨也算是给自己留了一个后手 反正这三百多万并不是王成的遗产 而且也不是通过王成的遗产挣到的 全部都是陈墨自己赢下来的 到时候就算是陈墨真的失去了继承遗产的资格 他也可以靠着这笔钱活下去 骆秋和陈墨有说有笑地走出了会所 此时骆秋的心情还是非常开心的 毕竟刚刚陈墨叫醒了范亮一顿 而且还从范亮的手中赢下来了这么多钱 心情自然是好了 王马车内的范亮 看见两个人有说有笑的样子以后 脸上的表情似乎更加的愤怒了 眼珠子都红了 都怪这个该死的陈墨 如果没有这个陈墨的话 骆秋可能早就跟我在一起了 范亮语气阴冷地嘀咕了一句 然后开始在车子里寻找起了武器 第二百五十四集 范亮在车子里面找了半天 最后终于找出了一把锋利的水果刀 今天的这些事情 明显就是让范亮失去了理智 范亮看着自己手中的水果刀 眼神当中闪过了一丝兴奋 然后直接将刀子 藏在了自己的衣服里面 推开车门走下了车 陈墨 你一会儿想去吃点什么呀 中餐还是西餐呀 姐姐我现在可是真的有钱了 你想吃什么 我就请你吃什么 吃到饱了一只 不是你来找我吃饭的吗 你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我吃什么都可以的 那行吧 我知道咱们南洋市 有一家中餐厅的菜 做得还挺不错的 咱们两个去那里吃吧 行 陈墨跟着骆秋 降着停车的位置走去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 陈墨突然发现 范亮竟然奔着他们两个的位置 走了过来 骆秋 范亮尽量控制着自己的愤怒 低声冲着骆秋喊了一声 范亮 你怎么还在这里啊 你怎么没有走啊 骆秋 我是珍惜喜欢你 你能不能考虑跟我在一起 这个人根本就不配合你在一起 范亮 我已经跟你说过很多次了 我根本就不喜欢你 我就算是跟陈墨分手 也绝对不会跟你这种人在一起的 所以 你还是死心吧 骆秋听到范亮的话以后 十分的不耐烦 骆秋 你真的不打算 考虑一下跟我在一起 对不对 没错 我这辈子 永远都不会考虑 跟你这种人在一起 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吗 呵呵呵 范亮看着骆秋冷笑了一声 陈墨 咱们两个走吧 骆秋伸手拽了陈墨一把 然后转身奔着路边走去 陈墨其实是能够感觉到 现在的范亮有些不太对劲的 但是 他又说不出来 到底是什么地方不对劲 他觉得 可能范亮就是输了钱心情不好 并没有多想什么 转身准备离开 就在陈墨和骆秋转身的那一瞬间 范亮 眼神当中闪过了一丝阴狠 然后 根本就没有任何的犹豫 直接将衣服里面的水果刀 拿了出来 既然你不愿意跟我在一起 那就去死吧 这句话 这句话喊完之后 范亮手中的水果刀 直接就奔着骆秋的后背 刺了过来 这一切发生的实在是有些太过突然了 骆秋压根就没有反应过来 这是怎么一回事 而陈墨也是心中大惊 他哪里能够想得到 范亮竟然会如此的疯狂 仅仅就是因为这点事情 就要杀死骆秋 其实 如果仅仅就是输了钱 范亮也不至于此 但是 他今天不仅是输了钱 而且还非常的丢人 范亮觉得 今天可能是自己最耻辱的一天 多重的情绪积压在他的心中 最后才会导致范亮情绪爆发 陈墨的反应速度非常快 一伸手 直接将骆秋 搂进了自己的怀中 骆秋本能地尖叫了一声 陈墨一转身 将自己的手臂 挡在了骆秋的身前 虽然陈墨的反应速度确实非常的快 但是陈墨终究不是什么武林高手 所以 范亮手中的水果刀 还是滑在了陈墨的手臂上 鲜血瞬间染红了陈墨的胳膊 去死吧 你们这对狗男女 范亮看见自己这一刀并没有刺中骆秋以后 大喊了一声 然后举起自己手中的水果刀 再次奔着陈墨的胳膊上面刺了过来 陈墨根本就不给范亮第二次出手的机会了 海腿便是一大脚直接踹在了范亮的身体上面 也许是因为生命受到了威胁 陈墨的这一脚几乎是出尽了全力 直接闷在了范亮的胸口处 范亮这样的富二代 行尸早就已经被九色掏空了身子 身体素质和陈墨自然是没办法相比的 所以在硬生生挨了陈墨一脚之后 连续后退了两步 然后咣当一声撞在了他那辆宝马车上面 陈墨不顾自己手臂上的伤口 向着范亮的位置追了过去 范亮心里面清楚啊 自己肯定不是陈墨的对手 所以连忙拽开了车门上了宝马车 上车之后 范亮直接启动了车子 然后奔着街道上面冲了过去 在连续撞开了两根护栏之后 范亮消失在了陈墨的视线当中 陈墨 你 你没事吧 骆秋此时才反应过来 是怎么一回事 连忙快步冲到了陈墨的面前 看着陈墨那已经被鲜血染红的手臂 骆秋的眼泪瞬间便掉了下来 骆秋非常的清楚 刚才范亮明显就是奔着自己来的 而不是奔着陈墨来的 如果不是因为陈墨帮自己挡住了这一刀 那么此时自己可能已经倒在了血泊当中 哼 这个范亮不是什么专业的杀手 刚才这一刀 死得也不是很深 应该没有什么大事 陈墨看了骆秋一眼轻声地回了一句 那 我用不用 打电话报警啊 显然 骆秋也没有意识到 范亮今天竟然会这么疯狂 敢当街拿刀伤人 你不是说这个范亮的家里面很有势力吗 如果他们来人看见我这条小伤 估计也没有办法给范亮一个教训 要不然还是算了吧 沉默淡淡地回了一句 此时 沉默心里面的想法非常的简单 自己完全可以利用自己手中的势力 去收拾这个范亮 根本没有必要因为这点事 就惊动了上面 到时候 原本很简单的一件事情 就会变得非常的复杂 你说的 好像也有道理 那咱们两个 快点去医院包扎一下吧 你这样一直流血 也不是那么回事 范亮本身就不是什么专业的杀手 而且 再加上刚才范亮的情绪非常的激动 手中的刀子 也只不过就是一把水果刀而已 所以范亮只不过就是在沉默的手臂上面 划了一个口子 口子虽然出了不少的血 但是情况并不是很严重 骆秋看见沉默 真的没有受到什么伤害以后 脸上的表情明显轻松了不少 连忙拿出了车钥匙 启动了车子 然后奔着医院的位置 开了过去 骆秋带着沉默来到了医院之后 医生也只不过就是 简单地给沉默包扎了一下 然后又绑上了一层纱布 骆秋在和医生确定了好几遍之后 沉默真的没有任何危险以后 才放心地带着沉默离开了医院 今天真的是吓死我了 离开医院之后 骆秋打量了沉默以后 你的手臂疼不疼啊 还行吧 刚开始的时候有点 现在好多了 沉默笑呵呵地回了一句 你说 你怎么这么傻 你当时为什么不躲开啊 我当时要是躲开了 这一刀 可能就会刺在你的身上 现在咱们两个都没有什么大事 这可能是最好的结果了 骆秋在听到了沉默的这句话后 眼神当中闪过了一丝感动 毕竟刚才沉默可是冒着生命危险去救他 这样的情况无论是什么人 可能都会感动 沉默 今天真的谢谢你了 如果不是你 那个范亮 指不定会对我做出什么事情来的 你也不用谢我 我觉得 范亮之所以会这个样子 可能和他输钱也有关系 最近那段时间 你还是小心一些吧 我担心 范亮还会找你的麻烦 这个 你就不用担心了 我过两天就要回去拍戏了 到时候剧组里面那么多的人 范亮啊 绝对不敢把我怎么样 骆秋小声地回了沉默一句 啊 对啊 你最近好像一直都是在拍戏 你拍的戏怎么样了 什么时候能够上映啊 沉默闲着没事 便开始跟骆秋聊起了家常 我 我拍戏挺好的呀 但是 得过段时间才能够上映呢 骆秋在说这句话的时候 眼神明显有些躲闪 而且 语气有些紧张 似乎有什么事情 隐瞒着沉默一样 你拍戏 遇到了什么麻烦 沉默能够感觉到骆秋的不对劲 没 没什么麻烦的 我拍戏挺好的 骆秋连忙回了沉默一句 沉默此时才反应过来 骆秋似乎一直都没有主动跟自己提过拍戏的事情 而且也从来都没有说过拍戏拍的怎么样 沉默觉得这根本就不是骆秋的性格 再加上骆秋此时支支吾吾的 沉默觉得事情可能有些不对劲 所以想要继续问问骆秋是不是碰到了什么麻烦 如果骆秋真的碰到了什么麻烦 自己可以帮一下她 在经历了今天的事情以后 沉默心里面已经开始有些接纳骆秋这个女生了 我能有什么事情 我都挺好的 你家在什么地方 我送你回家吧 但是很明显 骆秋就是在逃避这个问题 根本就没有继续和沉默聊下去的打算 而沉默在听说 骆秋准备送自己回家以后 忽然想起来 自己现在一直都住在皇宫一号 如果自己真的让骆秋把自己送回去的话 那骆秋肯定会发现不对劲 但是如果不让骆秋去的话 那按照骆秋的性格肯定也不会善罢甘休 而且沉默确实也找不到什么 不让骆秋送自己的理由 毕竟沉默自己没有开车 但是骆秋有车 所以呢 沉默轻声回答 你不是要请我吃饭吗 咱们两个还是先去吃饭吧 沉默准备带着骆秋去饭店里面骗她喝点酒 这样的话 骆秋就没办法开车了 沉默便可以正大光明地自己打车回家 骆秋瞥着小嘴说道 大哥 你都已经是什么样了 竟然还有心思去吃饭 嗨 有点饿了 骆秋上下打量了沉默一言 轻声地询问着 你身体 现在能行吗 我说去吃饭也不是去赛跑 有什么不行的呀 真是服了你了 刚才好悬 没有被人杀死 竟然现在 还有心情去吃饭 还愣在那里干什么呀 快点上车吧 反正姐姐我过几天 也要回去了 没有机会陪你吃饭了 沉默笑了笑 然后迈着布子上了奔驰车 上车之后 沉默简单地打量了一下车子里面的情况 你的这辆车好像挺贵的吧 还行吧 也就二百多万 跟你今天输掉的那些钱相比 根本就算不了什么 你是哪里来的这么多钱 我现在随便接个广告 就好几十万 你别忘了 我可是有好几千万粉丝的网红 只不过 我平时比较懒 不喜欢接广告 挣到的钱 也就比较少 但是这些钱 也足够我花很长一段时间了 今天 你还帮我赢了这么多钱 我就更不用接广告了 是啊 你既然这么有钱了 那你为什么还要去拍戏啊 我从小的梦想 就是能够当演员 我当演员啊 根本就不是为了挣钱 梦想 你懂不懂 沉默听到骆秋的这句话 忍不住笑了笑 你笑什么呀 难道 你没有梦想吗 沉默看着骆秋轻声地回答 我其实 原来也是有梦想 但是 后来就没有了 为什么呀 因为穷 呵呵 第二百五十五集 因为骆秋经常去他说的那家饭店吃饭 所以 对路还是非常熟悉的 差不多 用了半个多小时的时间 骆秋将车子 停在了一家 名为青红酒楼的饭店门前 一路上 沉默和骆秋聊了很多之前的事情 沉默发现 骆秋这个女生的行为 虽然有时候非常的奇怪 但是心地却是非常的善良 最起码要比沉默想象中的骆秋好了很多 这就让沉默对骆秋的印象改善了不少 只不过沉默发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地方 那就是 只要沉默一说起骆秋拍戏时候的事情 骆秋就会躲躲闪闪 仿佛并不是很喜欢聊这件事情 所以后来沉默干脆就没有继续聊下去 既然骆秋自己不愿意说 沉默觉得 他应该也没有办法问出来什么 我之前经常来这家饭店吃饭 这里的饭菜还是挺好吃的 你一定要多吃一点 骆秋一边带着沉默往饭店里面走 一边呢笑意盈盈地冲着沉默介绍着 放心吧 我肯定会多吃的 反正今天也不是我请客吗 沉默笑呵呵地回了一句 骆秋的身材非常的高挑性感 一般的网红在发布视频的时候 都喜欢美颜一下 但是骆秋从来都是不需要美颜的 因为骆秋本身就长得非常的漂亮 仅仅是略施粉带便能够魅惑众生了 如果要是开了美颜的话 那效果还会适得其反 骆秋的身高差不多能有一米七左右 而且今天骆秋还穿着一双十厘米的高跟鞋 整体的身高将近一米八 这就让身高只有一米七八的沉默 有些尴尬了 两个人走在一起 骆秋明显要比沉默高出去一点 沉默自己心里面倒是没想什么 但是无奈饭店里面的那些人 在看见沉默和骆秋一块走进来 而且举止有些亲密以后 全部都误会 沉默就是骆秋的男朋友 一个是看上去十分普通的沉默 而另外一个则是无论身高还是颜值 都有些逆天的骆秋 这两个人放在一起 明显是有些不太般配啊 哇 这女人真漂亮 身材好好啊 其中有不少的女生看着骆秋的位置 都露出了羡慕的表情 这个女的长得确实不错 但是她男朋友是不是有些太矮了 这两个人明显不般配啊 我要是能够找到一个这样的女朋友 那简直是爽死了 这个男的肯定非常有钱 要不然 怎么可能找得到这么漂亮的女朋友呢 众人的议论声 传进了沉默和骆秋的耳朵当中 骆秋看了沉默一眼 十分得意 你听到这些人说什么了吗 我又不是笼子 他们说这么大声 我当然能够听到了 他们误会咱们两个是情理 而且还说 你配不上我 他们明显就是眼睛瞎了 沉默在靠窗户的位置坐了下来 人家眼睛怎么瞎了 很明显人家都能够看得出来 你配不上我好不好 我又不喜欢你 配得上配不上你 有什么关系啊 你这个人 可真没见 骆秋冲着不远处的服务员 摆了摆手 服务员连忙拿着菜单 走到了沉默骆秋两人的身边 二位想要吃点什么 沉默 你来点菜吧 算了 我是第一次来这里吃饭 还是你来点菜吧 我不挑食 吃什么都行 那 我就不客气了 骆秋十分开心地笑了笑 然后开始点菜 也许是因为经常来这里吃饭吧 所以骆秋对于这里的特色菜 还是非常地了解的 一口气点了很多道菜 而且这其中还有很多的荤菜 沉默看着骆秋表情无奈地开口了 大姐 咱们就两个人 吃得了这么多东西吗 怎么就吃不了了 我马上就要进剧组拍戏了 你是不知道 在剧组的日子有多苦 我这次 必须在外面吃够了再回去 现在这剧组的伙食 应该也不错吧 还行吧 但是跟外面相比啊 还是差远了 骆秋淡淡地回了一句 将菜单递给了服务员 行了 就先点这些东西吧 如果要是不够的话 那我再点 好的 服务员笑呵呵地 回了骆秋一句 然后便拿着菜单 转身离开了 等一下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 沉默突然开口了 骆秋在听到了沉默的话以后 表情十分不解 还有什么事情吗 那个什么 我想喝点酒 沉默轻声地冲着骆秋说 你怎么突然想起来喝酒了 我觉得今天咱们两个赢了这么多钱 而且还是大难不死的 是不是应该喝点酒庆祝一下呀 你 你是不是想让我喝醉 然后把我灌醉 企图对我 图谋不轨啊 嗯 你要是这么想的话 那还是别喝了 喝多了咱们两个 指不定谁对谁图谋不轨呢 我跟你开玩笑呢 我觉得咱们两个 今天也确实应该喝一点酒 庆祝一下 你想喝什么酒 鱼酒 还是红酒 啊 啤酒就行了 沉默让骆秋喝酒 只不过就是想让骆秋 没办法开车 打车回家 这样的话 沉默就不用担心 暴露自己的身份了 那 就再上两瓶啤酒 嗯 骆秋扭头笑盈盈地 看着服务员 好 沉默和骆秋简单地 聊了一会儿之后 服务员便开始上菜了 不得不说 这家菜的味道 确实非常的不错 最起码 沉默吃起来 也非常的舒服 所以呢 两个人在上菜之后 便开始自己吃自己的 并没有过多的交谈什么 但是 此时沉默却不知道 一场危险 正在逐渐靠近 青红酒楼门下 一辆白色的面包车 缓缓地停在了 骆秋车子旁边 车窗缓缓地摇了下来 一个戴着帽子的青年男子 将自己的脑袋伸了出来 然后 十分仔细地观察了一下 落秋的车子 大哥 就是这辆车 人应该在酒楼里面 下车 司机直接推开车门走下了车 青年下车以后 直接迈着布子 奔着酒楼走去 哎 你干什么呀 司机看见青年 迈着布子 奔着酒楼里面走去以后 喊了一声 还 还能干什么呀 咱们两个过来 不是行刺的吗 现在那两个人 就在酒楼里面 咱们两个进去 直接灭掉这两个人 不就行了吗 司机听到这话以后 一巴掌 直接拍在了青年的脖子上 你是不是脑子里 有什么问题啊 酒楼里面那么多人 咱们两个 现在要是进去的话 就算是能够灭掉那两个 咱们两个怎么出来 你告诉我 那大哥 你说现在怎么办 我跟你说了多少次 干咱们这一行的 就是把脑袋摔在了裤腰带上 做事千万要小心啊 要不然 你都不知道哪一天 就被人给整死了 中年司机从自己的车子里面 找了一个不大的机器 趁着门口处的保安不注意 直接走到了 落丘的奔驰车旁边 然后动作隐蔽地 将机器放在了车门上面 差不多十多分钟过去了 中年司机伸手 擦了他自己脸上的汗珠 哎呀 这个奔驰车就是牛啊 怎么把娘子整开 说完这句话 中年人一伸手 直接拽开了车门 然后上了落丘所在的奔驰车 上车以后 中年人简单地检查了一下 车子里面的情况 确定没有什么问题以后 吩咐这青年 咱们两个埋伏在后座 他们就两个人 一会儿吃完饭呢 肯定会开车回去 而且肯定是坐在前排 到时候 等他们两个上了车 你一个 我一个 明白了吗 哦 明白了 青年连忙点了点头 然后拿出了一个武器 冲着中年人 冲着中年人询问 那 我用不用把消音器装上啊 你是不是脑子有什么问题啊 不装消音器能行吗 不装的话 咱们两个怎么跑啊 哦 也对啊 青年点了点头 然后将消音器拿了出来 装在了武器上 中年人则是坐在后排 眯着眼睛 看着酒楼门口的位置 安静地等待着 沉默和落秋竹 这两个人 在南洋市 非常的有名气 但是从来都没有 被人抓到过 其中这个年纪 稍微大一点的中年人 真名 没有人知道 但是认识他的人 都喜欢称呼他为 秃鹰 而另外一个年纪 稍小一点的 则是秃鹰的亲弟弟 虎子 噓 啊 都够啊 等我扳完这两个人 我不打算继续干下去了 虎子一边抽着烟 一边轻声地 冲着秃鹰说道 为什么呀 你不是说 这次咱们两个 要是能够灭掉这两个人 可以拿到一千万的酬劳吗 我觉得 这笔钱已经足够 咱们两个活一辈子了 咱们两个 完全没有必要 继续干下去了 天天这么提心吊胆的 嗯 你说的也有道理 咱们两个干完这一把 就进盆洗手 回老家做点小买卖 嗯 哎 对了 周围的摄像头 你都处理掉了吗 这个你就放心吧 咱们两个 也不是第一次干这种事了 根本的事情 我都已经做好了 现在 就等着那两个人出来了 虎子 从自己的衣服里面 拿出来了两张照片 其中一张呢 就是沉默 还有一张 就是落秋 大哥 你说这小子到底是惹了什么麻烦呢 既然有人出家一千万 我怎么看都没看出来 这小子 哪里出一千万呢 虎子看着照片轻声地嘀咕了一句 既然 既然有人能够出一千万 那说明 他肯定值这个价格 虎子看着自己手中的照片 那个什么 大哥 我跟你商量个事呗 什么事啊 我看这小子身边那个女的 长得可真漂亮啊 好 好像还是个网红呢 无论是身材还是模样 都是极品 咱们两个好不容易碰到 这么极品的一个娘们 是不是有些浪费了呀 图音听到了虎子的这句话以后 忍不住看了一眼 落秋的照片 哎呀 这娘们看上去确实不错 大哥 这次的任务目标是灭掉沉默 而这个女人只不过就是第二目标 咱们两个干完这一次 也算是筋盆洗手了 要不然今天就别动他了 咱们两个可以先爽一爽吗 行 就按你说的办吧 很明显 图音对落秋也非常的感兴趣 虎子在听到了这句话以后 十分开心地笑了笑 盯着饭店出口的位置 动个沉默 还能够和落秋这样的美女在一起 虎子想想 便觉得 有些刺激 第二百五十六集 酒楼内 沉默和落秋根本就不知道 他们两个现在已经被一对 穷凶极恶的人给盯上 差不多一个多小时以后 落秋终于吃饱了 萧莹莹地看着沉默 啊 撑死我了 这顿饭吃完以后 估计我又得胖好几斤 你这么瘦啊 多吃点也行 沉默淡淡地回了一句 那怎么行 我可是要当演员的 必须时刻保持我的身材 落秋撇着小嘴 服务员 买单 美女 您今天一共消费一千三百二十八 沉默听到这顿饭的价格以后 脸上的表情十分的惊讶 他没想到 这顿饭竟然这么贵 虽然沉默现在有钱 也不在乎这点钱 但是他还是觉得 两个人一顿饭吃了一千多块钱 实在是有些夸张了 这里的价格一直都非常贵 要不然也不会这么好吃了 就算是好吃 也不能这么贵吧 沉默站起身来 迈着步子奔着酒楼外面走去 落秋则紧紧地跟在了沉默的身后 此时已经是晚上十二点多了 街道上面行人不多 到处都闪烁着霓虹灯 而落秋呢 则从自己的包包里面找出了车钥匙 然后迈着步子奔着他的那辆奔驰车走去 奔驰车里面那两个杀手 看见落秋沉默从饭店里面走出来以后 脸上的表情明显变得紧张了起来 目标出现了 快点爬下 扑鹰低声冲着虎子喊 虎子连忙趴在了后座上面 安静地等待着沉默和落秋上车 此时从车外面看 根本就没有看见车子里面 还藏着两个人 沉默 我开车送你回家吧 落秋一边迈着步子往奔驰车走去 一边笑盈盈地冲着沉默说道 哎 那个什么 你刚才喝了酒了还是别开车了 对啊 我刚才喝了酒不能开车 咱们两个打车回去吧 我先把你送回家 然后我再回去 行吧 沉默 这里距离咱们市的南江又不远 反正咱们两个也没有什么事情 你陪我去江边走走怎么样 沉默听到落秋的这句话 张嘴刚准备拒绝落秋 但是却发现 落秋根本就是不管沉默同意还是不同意 直接踩着高跟鞋 鸟鸟鸟停停地奔着江边走去了 此时的落秋心情似乎非常的不错 手中呢 拎着一款黑色的迪奥皮包 走到江边以后 情不自禁地张开了双手 感受着江边那微微凉风拂面的感觉 也许是因为姿势的缘故 落秋那完美的身材 直接地暴露在了沉默的视线当中 双腿修长笔直 纤细白细 双风高耸挺翘 腰肢纤细柔软 不得不说 落秋之所以能够成为网红 不是没有原因的 他浑身上下每一个位置 都满足了大部分男人的审美 沉默也觉得落秋非常的美 只不过 沉默现在心里面已经有了苏木白 而且也有了王瑶瑶这个女人 所以沉默并没有 跟落秋发生点什么的打算 而与此同时 奔驰车里面的虎子和秃鹰 还在安静地等待着 沉默和落秋上车呢 但是等了一会儿之后 虎子突然感觉有些不对劲 大哥 这都多长时间了呀 这两个人怎么还没有上车呀 我哪知道啊 秃鹰十分不耐烦地回了一句 要不 我看一眼呢 行 你看一眼吧 秃鹰和虎子之前 都是趴在车子里面 虽然外面的人 看不见他们两个 但是他们两个 也没有办法看见外面 你给我小心点 千万别暴露了 我知道 虎子缓缓地抬头 望着车窗外面看了一遇 那两个人 那两个人怎么了 秃鹰焦急地开口询问 那两个人 好像不见了 怎么还能不见了呢 秃鹰开始四处地寻找起 陈墨和骆秋了 小谷 咱们两个是不是被发现了呀 虎子似乎是有些紧张地 询问着秃鹰 不可能 咱们两个不可能被发现 这两个人肯定是去了别的地方 咱们两个下车找找 说完这句话以后 乌鹰直接伸手推开了车门 下车 奔着江边的位置走去 毕竟 现在陈墨和骆秋能够去的地方 也就只有江边了 南江 一直都是南洋市非常出名的一个景点 因为这个地方 可以说是整个南洋市最漂亮的一个地方 一旦要是到了晚上 会有非常多的情侣来这边 南江的前面 还有一个广场 名为南江广场 但是大部分的年轻人 还是喜欢称呼它为接吻广场 因为会有很多的情侣 会选择在这个地方接吻 但是因为陈墨和骆秋来的时间比较晚 所以此时广场上面一个人都没有 十分的冷清 骆秋迈着步子走到了江边 然后将自己的手臂搭在了栏杆上 交去微微前倾 微微的凉风吹动着骆秋的发烧 此时 骆秋脸上则是带着淡淡的微笑 因为角度的问题 骆秋那挺翘浑圆的香臀 正好就暴露在了陈墨的视线当中 陈墨总是会无意识地 盯着骆秋那个诱人的位置看 陈墨就算是对骆秋没有什么想法 也会忍不住地多看两眼 而与此同时 虎子和秃鹰两人也摸索到了江边 恰好就看见了陈墨和骆秋 动手吗 虎子有些激动地冲着秃鹰问道 江边 陈墨 你知道这个广场叫什么吗 骆秋转过了身子 轻声地问着陈墨 不知道啊 我从来都没有来过这个地方 平时 陈墨一旦有了休息的时间 都会去打工 根本就没有时间出来玩 所以呢 就算是在南阳市生活了很长的一段时间 陈墨对于南阳市的很多地方 都是不了解的 这个广场 叫接吻广场 当初 我刚刚来到南阳市的时候 便听说这个地方 我就想着以后有机会 一定要带我的男朋友来这里 但是我却一直都没有找到男朋友 最后 竟然是跟你来到了这里 你不是说 你是同性恋吗 我说我同性恋 那只不过就是为了让那些骚扰我的人 死心而已 其实 我是一个正常人 我不喜欢女人 你怎么这么傻 哦 原来是这样啊 那 你现在有喜欢的人了吗 有了 你喜欢的人是谁啊 陈墨听到骆秋说 已经有喜欢的人以后 心中多少有些好奇 好奇 骆秋这种女人 到底会喜欢什么样子的男人呢 我告诉你干什么 陈墨 我想要站上去试一试 大姐 你是不是疯了 你穿着高跟鞋 你上去干什么呀 哎呀 我就是想上去看看不行吗 你快得帮我 那你自己能爬上去吗 你这不是废话吗 我现在穿的可是短裙 我怎么上去啊 你先上去 然后 再把我拽上去就行了 快点上来呀 那你上去看一眼 咱们两个就回家 好 陈墨无奈 只好按照骆秋的意思 直接跳到了栏杆上面 然后站稳身子 将自己的右手 递到了骆秋的面前 你上来吧 骆秋连忙把自己的小手 放在了陈墨的手中 陈墨一用力 直接将骆秋拽了上来 但是上去之后 因为骆秋本身 就是穿着一双高跟鞋 自然不会像陈墨 那么稳定 所以陈墨一直用力地 帮助骆秋站稳 就在这个时候 骆秋身子一歪 直接失去了平衡 陈墨的反应速度 还是非常快的 一伸手直接搂住了骆秋 那纤细柔软的腰肢 将骆秋搂进了自己的怀中 不得不说 骆秋的腰肢非常的纤细 搂在怀中也非常的舒服 而骆秋在看见陈墨 抱住自己以后 也知道陈墨是为了保证自己的安全 所以才会这么做的 所以呢 他并没有说什么 只不过眼神当中闪过了一丝羞涩 有些后悔 自己不应该上来 现在被陈墨白白占了便宜 自己却没有办法说什么 咱们 现在能下去了吗 陈墨轻声冲着骆秋问道 你把我的手机帮我从包里面拿出来 我要拍一张照片 这都什么时候了 还拍照啊 而且 对面就是一片漆黑啊 你就算是拍 你也看不到什么呀 你懂什么呀 快点把我的手机拿出来 骆秋撇着小嘴回了一句 陈墨执拗不过骆秋 只好无奈地伸手打开了骆秋的包 准备把骆秋的手机拿出来 但是 就在陈墨低头的那一瞬间 他突然看见了 虎子和秃鹰两个人 快步地奔着他和骆秋的位置 走了过来 陈墨看见这两个人以后 眼神当中闪过了一丝疑惑 首先呢 现在已经是将近凌晨了 这个时候江边的人非常的少 这两个人的出现 明显有些不太对劲 而且还有更加重要的一点就是 陈墨看见虎子和秃鹰两人 包裹得非常严实 穿着风衣还戴着帽子 虽然是凌晨了吧 但是南阳市这边的天气 还是非常炎热的 骆秋穿的还是短裙和T恤呢 如果要是这样的打扮 陈墨觉得肯定会非常的热 陈墨脸上的表情变得紧张了起来 忍不住在脑海当中回想起 范亮今天晚上在会所门口做的那些事情 而且就算是这两个人跟范亮没有什么关系 陈墨本身的敌人也非常的多 无论是营商的人还是王良一的人 可能都非常的希望看见陈墨死 陈墨 你找到手机没有 你是不是在这里 故意拖安时间啊 骆秋看见陈墨半天都没有动静之后 冲着陈墨低声地问道 你会不会游泳啊 你说什么呢 我问你会不会游泳 陈墨低声地再次说了一句 我 我还行吗 骆秋呆呆地回答 那就行 陈墨一用力 直接将骆秋推进了南江当中 骆秋本能地尖叫了一声 根本就没有反应过来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陈墨把骆秋推下去之后 自己也纵身一跃 跳进了南江当中 骆秋本能地尖叫了一声 根本就没有反应过来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陈墨把骆秋推下去之后 自己也纵身一跃 跳进了南江之中 陈墨远处的虎子和秃鹰两人 在看见这一幕以后 眼神当中闪过了一丝震惊 因为他们两个 根本就没有想到 陈墨竟然会发现他们两个 动手 秃鹰大喊了一声 然后连忙伸手将自己的武器拿了出来 奔着栏杆的位置跑了过去 这小子 反应竟然这么快啊 虎子也忍不住地感叹了一句 然后快步地追了上去 但是当两个人都来到了栏杆前面以后 发现陈墨和骆秋已经全部都掉进了江水当中 看不见了踪影 南江旁边 虎子和秃鹰两个人 在看见陈墨和骆秋全部都掉进了江水当中以后 脸上的表情异常地愤怒 毕竟 陈墨现在一条命 可是价值一千万的 而且他们两个原本以为 冻陈墨应该会非常的容易 但是 让他们两个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一连串的巧合之下 竟然让陈墨找到了逃生的机会 虎子盯着江面 与其有些着急地问着秃鹰 大哥 现在咱们两个该怎么办呢 还能怎么办呢 这次要是弄不死这小子 咱们两个下次动手就没有这么容易了 你在这里看着点 我下去弄死这小子 图鹰一边说话 一边将自己的外套脱了下来 然后将武器和手机扔在了路边 拿出了一把笔手 呼唐一声 直接跳了下去 因为虎子的水性并不是很好 所以他并没有第一时间跳下去 而是站在栏杆前面 死死地盯着江面的情况 此时 江边的人非常少 基本上没有人看见 刚才发生的这惊险的一幕 虎子的手里面死死地握着武器 一双眼睛无比紧张地盯着江面 只要陈墨一出现 他便会直接对陈墨动手 而陈墨 在和洛秋跳进了江水当中以后 洛秋本能地挣扎了一下 想要伸出脑袋 陈墨连忙伸手拦住了洛秋 是一洛秋千万不能露头 刚才陈墨看见了虎子 和秃鹰把武器的动作 所以他非常的清楚 这两个人的手里面 肯定是有厉害武器的 如果洛秋露头的话 那就会暴露他们两个的位置 陈墨的水性不错 一直都在屏住呼吸 观察着水里面的情况 陈墨觉得 既然对方是专业的杀手 那肯定会追下来的 几秒钟以后 陈墨并没有察觉到什么异样 伸手轻轻地拽了洛秋一把 带着洛秋往前面游去 现在是黑夜 如果是在街道上面 陈墨和洛秋根本就没有 任何生还的可能 毕竟 对方的手里面有武器 但是此时是在江边 江面上面根本就没有光线 陈墨觉得只要他能够带着洛秋游出去一段距离 就算是他们再怎么厉害 也不可能找得到他们两个 洛秋虽然现在没有弄清楚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但是他心里面清楚 陈墨之所以会这样 那肯定就是因为有危险的 所以他也按照陈墨的意思 用力地向前面游去 大约过了十多秒钟的时间吧 陈墨觉得自己有些呼吸困难了 所以本能地想要抬头缓口气 顺便观察了一下他们的位置 但是 就在陈墨刚刚准备抬头的那一瞬间 洛秋突然尖叫了一声 陈墨猛然回头 看了洛秋一眼 发现洛秋的脚踝处 竟然握着一只手 而拽着洛秋的那个人 正是秃鹰 不好 陈墨心中大惊 连忙快速地奔着洛秋的位置游了过去 而秃鹰看见陈墨过来了以后 直接松开了洛秋 右手拿着匕首 奔着陈墨的位置刺了过来 如果是在正常的情况下 陈墨根本就不可能是这个 秃鹰的对手 但是好在此时是在水中 刚才秃鹰为了追上陈墨和洛秋两人 已经浪费了很大的力气 此时他是在水里面用刀刺向的陈墨 因为水中的阻力 秃鹰的动作并不是很快 陈墨本能地躲了一下 刀尖没有刺中陈墨的要害 而是画在了陈墨的胳膊上 陈墨不顾手臂上面的疼痛 将自己的脑袋伸出了水面 长长地呼了口气 而秃鹰似乎也打算趁着这个机会还口气 但是陈墨根本就没有给秃鹰这个机会 一大脚直接踹在了秃鹰的脑袋上面 原本就有一些供养不足的秃鹰 在被陈墨踹了一脚之后 发现自己的右腿竟然抽筋了 整个人都在水中疯狂地挣扎了起来 陈墨清楚 秃鹰现在这个情况肯定是抽筋了 但是他现在可没有心情管秃鹰的死活 直接冲着洛秋大喊 快点我前面有 洛秋明白了陈墨的意思之后 挥动着自己的手臂快速地奔着前面游去 而陈墨看了一眼还在水里面挣扎的秃鹰 其实他心里面是有种窗洞 想要去救秃鹰的 但是他又担心万一秃鹰是在演戏骗自己 那就麻烦了 唉 你自求多福吧 陈墨看着秃鹰轻声感叹了一句 然后奔着洛秋的位置追了过去 大哥 你怎么了呀 我 我 我抽筋了 快点下来救啊 啊 怎么还能在这个时候抽筋呢 虎子语气崩溃地喊了一声 然后将自己的东西扔在了路边 直接跳进了水中 陈墨看见有第二个人跳进水中之后 心里面明显放松了不少 因为他知道 肯定是坏人的同伙下来救人 这样的话最起码不用死人 陈墨 我好像也抽筋了 我游不动了 就在这个时候 洛秋突然冲着陈墨喊了一声 此时南央市的天气虽然炎热 但是水里面还是非常冷的 正常人下来肯定是会抽筋的 陈墨直接将洛秋搂进了自己的怀中 抱着洛秋往前面游去 陈墨 咱们现在去哪里啊 洛秋被陈墨抱在了怀中 脸上的表情非常的不好意思 毕竟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拖累陈墨了 游到对面 刚才那个人抽筋了 如果咱们两个要是回去的话 那肯定是死路一条 陈墨十分冷静地分析了一句 那个人会不会死啊 洛秋语气有些恐惧地问着陈墨 洛秋一天之内经历了两次刺杀 心里面肯定是非常的紧张 陈墨都能够感觉到 洛秋的身体一直都在微微地颤抖着 应该不会 我听见他的同伙下来救他了 那 那就好 幸好南洋两岸的距离并不是很远 最多也就是三百米左右的样子 所以陈墨就算是抱着洛秋 也能够游过去 这要是换成是魔都的黄浦江 估计啊 两个人都得死在江水里面了 十多分钟以后 陈墨带着洛秋终于游到了岸边 两个人上岸以后 模样非常的狼狈 不过幸好两人都没有受到什么重伤 只不过就是陈墨的手臂 又被秃鹰划了一刀而已 如果不是因为陈墨刚才反应非常快 现在他们两个可能都已经死在了 秃鹰和虎子的手枪之下 微风袭来 陈墨和洛秋两人全身湿透了 洛秋的郊区微微发颤 哆哆嗦嗦嗦的 陈墨 刚才多亏了你救了我 我没有想到这个范亮 竟然这么丧心病狂 会找人过来害我 对方可能不是奔着你来的 应该是奔着我来的 陈墨坐在岸边低声地回了一句 怎么可能呢 你只不过就是一个普通的学生 你跟什么人 有这么大的仇啊 至于 找人过来害你吗 如果 真的是范亮找的 我觉得 他们应该不会这么快找上门来 毕竟他们找人 也得需要时间啊 那你 是得罪了什么人吗 陈墨听到这句话 忍不住地看了洛秋一眼 他现在还不想把自己的事情 都告诉洛秋呢 说不定是会所里面的人 盯上了咱们两个手中的钱 所以想要绑架咱们两个 勒索钱财 你说的 也有可能 陈墨觉得 这两个人不一定是范亮找过来的 因为范亮 根本就不可能这么快找到人 陈墨觉得 很有可能是营商的人 或者是王良一找过来的 如此狠辣的手段 王良一 绝对有胆子做出来 那个什么 陈墨 这里距离我家 也不是很远 要不然咱们两个 先去我家洗个澡 换件衣服吧 嗯 陈墨将洛秋扶了起来 迈着步子 奔着路边走去 几分钟以后 陈墨跟着洛秋走到了路边 正好有一辆出租车路过 陈墨连忙伸手 拦住了出租车 大约过了十多分钟吧 陈墨和洛秋来到了洛秋家所在的小区 这并不是陈墨第一次来洛秋的家了 所以两个人很快便回到了家中 到家之后 洛秋才发现 陈墨的手臂竟然一直都在流血 哎 陈墨 你的手臂怎么又出血了 咱们两个用不用去医院啊 不用去医院了 随便找纱布钥匙包扎一下就行了 陈墨一直都觉得 自己碰到洛秋之后 就不会有什么好事发生 现在 这句话果然就应验了 陈墨一个暑假都没有碰到过这个洛秋 什么事情都没有 但是今天只要一碰到这个洛秋 就连续受伤 而且还是受伤两次 真的没有什么事情吗 你放心吧 我没有那么脆弱的 那行吧 洛秋从自己的家中找出了 纱布 红药水一类的东西 帮助陈墨简单地包扎了一下 包扎完事以后 洛秋轻声地对着陈墨说 那个什么 陈墨 要不然 你先去洗个澡吧 哦 还是你先去吧 我现在还不冷 陈墨发现 此时洛秋已经被冻得浑身发抖了 身上的衣服也全部都湿透了 如果继续下去 那肯定会感冒的 那 我就先去洗澡了呀 哦 你先去吧 我等一会儿没关系的 洛秋直接转身 走进了卫生间当中 几秒钟后 陈墨听到了卫生间里面传来的流水声 陈墨直接拿出了自己的手机 但是他发现自己的手机因为浸水已经不能用了 所以陈墨便走到了洛秋家的电话旁边 然后根据自己的记忆 按下了李军成的电话号码 电话响了几声之后 李军成接通了电话 哪位啊 我是陈墨 李军成在听到了陈墨的声音以后 明显的愣了一下 陈公子 您怎么用这个号码联系到我呀 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刚才碰到两个人 这两个人 应该都是奔着灭掉我来的 李军成文言语气大变 陈公子 你现在在什么地方 我这就带着人过去找您 不用了 我现在已经脱离了危险 给你打电话 是想让你帮我调查一下 这两个人的信息 他们两个现在应该还在南洋市 最好是找到他们两个 并且把他们两个后面的人问出来 明白我的意思吗 明白 李军成连忙回答 陈墨简单地和李军成形容了一下 这两人的长相和模样 虽然并不能非常的详细 但是好在这两个人的脸上 都有比较明显的特征 陈墨觉得李军成按照这些特征去找的话 应该能够找到这两个人 好的 陈公子 我知道了 我现在就要人去办这件事情 李军成在听完陈墨的描述之后 急急忙忙地 回了一句 陈墨这边才刚刚和李军成通完了电话 洛秋便从卫生间里面走了出来 也许是因为刚刚洗完澡的缘故 此时的洛秋看上去非常的漂亮 一头乌黑的绣发披在肩膀上面 皮肤水润粉嫩 宛如一朵出水的芙蓉一般 因为卫生间里面只有一件 洛秋平时自己在家里面穿的睡裙 这件睡裙 非常的暴露 露出了大片白花花的肌肤 修长白皙的眉腿也暴露在了空气之中 但是 洛秋也不能穿着湿的衣服出来 所以只好穿着这件睡裙 走出了卫生间 陈墨看见洛秋以后 忍不住地愣了一下 心中暗暗感叹 这个女人还真的是让人看一眼 便有想法的那种极品油物啊 只不过 陈墨现在可没有什么其他的想法 他满脑子想的 都是到底是什么人 对自己动的手啊 陈墨 你刚才在跟谁打电话啊 洛秋一边擦拭着自己的头发 一边轻声地问着陈墨 我的朋友 陈墨随便回了一句 然后站起身来 你这洗好了是吗 那我去洗澡了 快点去吧 别感冒了 陈墨奔着卫生间的位置走去 但是走了两步之后 突然停了下来 对了 你家里面有没有衣服啊 我的衣服都湿了 一时半会儿可能干不了 我家里面都是我的衣服 没有男人的衣服 这样好了 你先去洗澡吧 等我的头发干了 我出去给你买一套衣服回来 现在应该还有商场开门 那麻烦你了 麻烦什么呀 今天是你救了我 要不是因为你 我可能早已经死了 应该受谢谢的人 是我 陈墨看着洛秋淡淡一笑 转身走进了卫生间当中 洛秋看见陈墨进入卫生间以后 找到了吹风机 将自己的头发吹干 然后又换了一身衣服 急急忙忙地离开了家 十多分钟以后 陈墨洗完了澡 裹着一条洛秋的浴巾 走出了卫生间 坐在沙发上面 陈墨拿起自己的手机 犹豫了两秒钟 拿出吹风机 对着手机吹了几分钟 看见手机上面的水机 全部都被吹干了以后 陈墨直接按下了开机键 不得不说 陈墨手机的质量 还是挺不错的 竟然还能开机 开机之后 陈墨直接找到了 李军成的电话 拨了过去 电话响了几声以后 李军成接通了电话 调查得怎么样了 陈墨低声询问 陈公子 刚才我找人调查了一下 您给我描述的这两个人 他们是非常专业的杀手 一个叫秃鹰 一个叫虎子 经常在咱们的南洋室座 只不过我们现在还没有找到这两个人的位置呢 但是我已经让人把南洋室给封锁住了 估计用不了多少时间就可以找到他们了 李军成连忙回答 行 我知道了 陈墨相信李军成的实力 只要能够确定这两个人的身份 那想要找到这两个人 应该也不是什么难事 陈公子 您最近有没有得罪过什么人呢 李军成轻声地询问 得罪过什么人 陈墨忍不住地愣了一下 刚才我联系了一下王子静 王子静说 王良一最近这段时间一直都在国外 按理说 应该没有时间找杀手过来杀您 所以我觉得王家人那边应该可以排除了 至于营商那边 我觉得他们应该也不会这么着急动手 毕竟陈公子 您现在还没有彻底地接手公司的生意 根本就对营商没有任何的威胁才对 我怀疑 可能是其他人对您动的手啊 李军成仔细地分析着 王子静的话可惜吗 这个陈公子您放心啊 王子静肯定不敢骗我 毕竟我现在手中 有能够拿捏他的把柄 陈墨犹豫了两秒钟 范亮你认识吗 听说过 是范城洪的儿子 没错 我今天跟这人发生了点矛盾 而且 这个人还想要对我的朋友不利 我不确定会不会是这个人动的手 陈公子啊 范城洪是咱们公司的人 我觉得范城洪 应该没有这个胆子对您动手 可是这个范城洪没有胆子 并不代表范亮没有啊 这样吧 你联系一下范城洪 我跟他聊聊 沉默轻声吩咐 好 我明白了 李军成立刻答应 那就先这样吧 现在最重要的还是找到那两个杀手 明白吗 陈墨又强调了一遍 突然想起了一阵的敲门声 陈墨知道应该是骆秋回来了 行了 我先不跟你说了 有什么事情随时给我打电话吧 好 李军成连忙挂断了电话 陈墨直接将手机关机 他现在还不想让骆秋知道自己太多的事情 因为知道的太多对于骆秋来说没有什么好处 陈墨深吸了一口气 走到了门前伸手打开了门 外面的商场都已经关门了 还好 我认识一个朋友就是卖衣服的 所以 我特意让他帮我拿了一套你能够穿的衣服 骆秋笑盈盈地看着陈墨 谢谢了 陈墨笑呵呵地回答 谢什么呀 你还跟我这么客气干什么 骆秋撇着小嘴 然后将自己手中的袋子递给了陈墨 你快点试一试 合适不合适 好 陈墨伸手接过了袋子 转身奔着卧室走去 骆秋非常的细心 给陈墨买了新的上衣 裤子还有鞋子 而且这些衣服全部都是大牌子 随便拿出来一件 可能都得好几千块钱 毕竟现在的骆秋 也算是一个小富婆了 根本就不会在乎这点钱 但是 陈墨却发现了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 那就是 骆秋竟然忘记给他买那裤了 陈墨看着袋子里面的那些名牌衣服 脸上的表情异常无语 骆秋虽然非常的细心 但是他的那个朋友又不是卖内衣的 根本就没有给骆秋准备内衣啊 要是不穿内裤的话 陈墨就感觉非常的不舒服 尤其是骆秋给陈墨买的还是一条牛仔裤 这这这这这怎么办呢 陈墨犹豫了两秒钟 冲着屋子外面喊了一声 骆秋 你们要狂买内裤啊 哎呀 我朋友啊 不是卖内衣的 他不会给你准备内衣的 骆秋此事也反映过了 语气似乎有些无奈 那你能不能出去 再帮我买一条内裤回来啊 陈墨皱着眉头 大哥 外面的商店都关门了 这些衣服啊 都是我朋友从仓库里面拿出来的 你现在让我上哪买啊 你就将就一晚吧 并不是骆秋不想出去 而是现在已经是将近凌晨两点了 根本就没有商场开门了 我没有不穿内裤的习惯呢 陈墨叹了一口气 啊算了算了 我去把我换下的那条内裤洗一洗 吹干了穿上吧 陈墨 你刚才 是不是把你的内裤 扔进垃圾桶里面了 门外的骆秋无奈地问道 对啊 怎么了 陈墨瞬间便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我刚才看见 卫生间里的垃圾桶满了 所以我下楼 把垃圾给扔了 其实骆秋怎么做 是因为 他刚才换下来的那些内衣 也都扔进了垃圾桶里面 他担心被陈墨看见尴尬 所以才会主动把垃圾扔掉的 但是没想到竟会惹出来 这一个麻烦 不是 你再给我扔了呀 那我现在怎么办呢 我 这 陈墨语气十分的激动啊 对啊 我没有想到这一点 骆秋有点无奈 那 那 现在怎么办呢 陈墨瞬间就崩溃了 坐在床上 不知道应该说些什么才好 骆秋站在沙发旁边 脸上的表情十分为难 仿佛正在犹豫什么事情一样 啊 算了 那我就这样待一晚上吧 等到明天早上 我自己出去买好了 陈墨披着浴巾从卧室里面走了出来 一个内裤 有那么重要吗 骆秋 撇着小嘴问道 不是 大姐 这是习惯 这是我的习惯 而且 没有内裤怎么穿裤子呀 陈墨一屁股坐在了沙发上面 无奈地喊了一声 骆秋扭头看了陈墨一眼 此时 陈墨全身上下 仅仅就撇着一条浴巾 他觉得 也不能让陈墨 就这样待一个晚上吗 骆秋深吸了一口气 那个什么 你在这里等我一下啊 你干什么去啊 让你在这里等我 你就等我就行了 骆秋十分不耐烦地回了陈墨一句 走进了自己的卧室中 几分钟以后 骆秋红着翘脸将自己手中的东西 递到了陈墨的面前 你要实在受不了 你 你就先 先将就 将就一下穿我的吧 骆秋在说完这句话以后 一张翘脸红的就好像是 能够滴出水来一样 陈墨先是愣了一下 连忙 低头看了一眼骆秋手中的东西 此时 骆秋手里面竟然拿着一条看上去 非常性感的黑色蕾丝内裤 骆秋原本是打算找一条新内裤给陈墨的 但是发现 自己的新内裤全都放在了剧组 而自己这次回来 只不过 就是报道而已 根本就没有把行李拿回来 所以只能找到一条自己穿过的内衣 而且 这条内裤已经非常的保守了 这条内裤虽然非常的保守 但是在陈墨的眼中 却非常的性感 陈墨看着自己面前的骆秋 彻底傻眼了 瞪着眼珠子 不知道应该说些什么才好 我家里面没有别的内衣 就只有这样的 你要是能将就就将就 你要是不能将就 就算了吧 此时 骆秋的俏脸飞红 在灯光的照耀下 十分的迷人 而且 骆秋的身材本身就非常好 再加上那张精致到不像画的俏脸 整个人看上去 简直就是风情万种 美艳诱人 我一个男人 穿你的内裤 是不是有些不太合适啊 陈墨皱着眉头 有些犹豫 反正 都已经这么晚了 肯定买不到内裤了 你要是能用 就用 不能用 就算了 你的内裤 我能穿得下吗 你怎么这么废话呀 你以为 是我想借给你 是不是 我能借给你 那是因为看在你救路好几次的份上 你知道不知道 骆秋有些气愤 陈墨犹豫了两秒钟 他觉得 有的穿 肯定要比不穿强 所以直接从骆秋的手中 接过了那条性感的内裤 你快点去换衣服吧 骆秋红着脸轻声地催促 啊 好 陈墨轻轻地点了点头 然后直接奔着卧室跑了过去 进入卧室以后 陈墨看着自己手中的内裤 脸上的表情异常崩溃 他没有想到 自己竟然有一天 还要穿女人的内裤 骆秋的内裤质地 非常的柔软 应该也是个名牌 当然了 这并不是最重要的 陈墨觉得最重要的是 这条内裤 是骆秋穿过的 陈墨是一个正常的男人 面对这样的诱惑 就算他心里面 对骆秋没有什么想法 那也会忍不住 往那个方面想 陈墨现在只要一想到 骆秋那精致的面容和身材 便觉得是热血沸腾 到底是穿 还是不穿呢 陈墨看着自己手中的内裤 脸上的表情 异常的犹豫 这毕竟是人家穿过的内裤 我要是穿上的话 总是觉得有点奇怪啊 还是算了吧 纠结了一会之后 陈墨最后还是将 骆秋的内裤放到了床边 然后将骆秋买来的那些衣服 穿在了身上 虽然不穿内裤 非常的不舒服 但是陈墨 还是没有办法 穿一条女人的内裤 而且这条内裤 还是别人穿过的 几分钟以后 陈墨走出了卧室 骆秋似乎还在为了 刚才内裤的事情而害羞 红着翘脸 坐在沙发上面 假装着看着电视 只不过骆秋还是用自己的余光 看了一下陈墨 发现他换上了新的衣服以后 嗯 还是挺帅的 这个还给你吧 我还是不穿了 就在这个时候 陈墨直接把骆秋的内裤 拿了出来 递到了骆秋的面前 骆秋愣了一下 你 你怎么不穿了 那个什么 我觉得还是有些不合适 你这个是女生的内裤 我穿上也不舒服 还是算了吧 我等到明天早上 自己出去买一条好了 那好吧 骆秋连忙从陈墨的手中 抢过了内裤 然后 转身跑进了自己的卧室 第259集 骆秋将自己的内裤 收了起来 然后又转身走出了卧室 那个什么 我现在 去弄一点姜汤 嗯 刚才我在外面的药店 给你买了点药 你 先吃点药吧 什么伤口发炎 嗯 陈墨点了点头 然后坐在沙发上面 看起了电视 几分钟以后 骆秋端着两碗 热气腾腾的姜汤 走到了陈墨的面前 宛如一个小媳妇一样 轻声细语 你快地把姜汤喝了 省得感冒 好 陈墨也没有拒绝 直接端起了姜汤 喝了起来 两人喝完了姜汤之后 骆秋又主动地将他在外面 药房买来的药 拨开了 放在了陈墨的面前 这都是止血消炎的药 你手臂上本来就有伤口 万一药是感染了就麻烦了 快点把药吃了 说完这句话以后 骆秋又主动把水杯递到了陈墨的面前 陈墨看见骆秋如此贤惠地 侍候自己 心里面多多少少有些感动 他发现有的时候 然后骆秋这个女人 似乎并没有他想象中那么可怕 吃完药之后 骆秋和陈墨都坐在沙发上面 也许是因为刚才内裤的事情 所以两个人的气氛 开始变得尴尬了起来 陈墨 骆秋犹豫了一下之后 轻声地喊了一句 怎么了 你今天为什么要救我 为什么 陈墨眼神中闪过了一丝不景 没有为什么呀 也许就是因为本能吧 本能 骆秋在听到陈墨说出这两个字以后 脸上的表情似乎更加的疑惑了 对了 你还没有跟我说 你在剧组怎么样呢 拍戏拍太习惯吗 陈墨主动换了一个话题 还好吧 虽然我是个网红 但我在娱乐圈 也只不过就是一个新人而已 还有很多东西啊 都需要学习呢 这可不是你的性格啊 在我底下当中 你好像不是这么谦虚的人呢 骆秋听到这句话 轻轻地白了陈墨一眼 你这句话 是什么意思啊 我之前 不谦虚吗 不谦虚 陈墨想都不想 直接摇头 懒得跟你这种人聊天 骆秋十分不耐烦 但是当他说完这句话后 突然想起来 陈墨好像已经有了未婚妻了 对了 陈墨 你这段时间 跟你那个未婚妻 怎么样了 陈墨听到了未婚妻 这三个字以后 忍不住地愣了一下 他出国了 出国了 为什么出国了 骆秋十分八卦地追问 我们两个之间发生了点小矛盾 所以他出国了 那 你们两个现在是分手了吗 应该还算不上是分手吧 但是我们两个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联系了 陈墨有些无奈 那你 真的是太可怜了 我当初 还打算把你给搅黄了呢 但是没想到 根本就不需要姐姐我出手 你就已经这样了 骆秋似乎根本就没有同情陈墨的意思 相反 还在取笑他 你为什么 要把我跟我的未婚妻搅黄了呀 陈墨有些不解 没有为什么呀 我就是想把你们两个搅黄黄了 然后 让你当我的男朋友 啊 能不能别跟我开玩笑了 我长得不帅 而且没有钱 你怎么可能会喜欢上我呢 你的粉丝那么多 追求者那么多 随便拿出来一个 应该都比我有钱 比我适合你 陈墨根本就没有把骆秋的这句话当真 你对自己 就这么没有信心啊 骆秋 扎了扎 他那哺啰啰啰啰的大眼睛 我不是对我自己没有信心 而是我对我自己 有自知之明 我知道 我这种人配不上你的 骆秋看着陈墨 犹豫了两秒钟 然后 表情认真地问 陈墨 那 我要是真的喜欢你呢 你会不会和我在一起啊 陈墨直接愣住了 他能够感觉到 骆秋在说这句话的时候 语气十分认真 好像根本就不是在和他开玩笑 你 真的喜欢我 陈墨看见骆秋如此认真 皱着眉头问道 对啊 我喜欢你 你要不要 跟你的未婚妻分手 然后跟我在一起啊 骆秋笑盈盈地回了一句 陈墨表情疑惑地看着骆秋 不知道他现在准备干什么 骆秋见陈墨半天都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淡淡一笑 行了 姐姐 我就是跟你开一个玩笑 我的追求者那么多 我怎么可能会喜欢你呢 呵呵 陈墨忍不住淡淡一笑 然后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万一这骆秋是真的喜欢自己 那就有些麻烦了我 骆秋抬头看了一眼时间 时间不早了 你今天就住我家吧 我去休息了 嗯 好 陈墨此时正好也没有离开的意思 毕竟折腾了一晚上 早就没有力气继续折腾下去了 晚安 骆秋冲着陈墨摆了摆小手 然后转身想要离开 啊 就在骆秋转身的那一瞬间 他突然叫呼了一声 然后整个人都失去了平衡 直接奔着茶几倒了过去 啊 小心 陈墨反应 速度非常的快 一伸手直接搂住了 骆秋那 纤细柔软的腰肢 将他搂进了自己的怀中 你没事吧 陈墨将骆秋放在了沙发上面 轻声询问 哦 没事 骆秋眼神中闪过了一丝痛苦 我好像是崴脚了 刚才你穿的是拖鞋 怎么会崴脚呢 陈墨连忙低头看了一眼 发现骆秋此时的脚踝 已经明显发红了 之前在赌场门口的时候 我就崴了一次脚 但是并不是很严重 我就没有当回事 刚才不知道 为什么突然就严重 崴了脚你怎么不说呀 陈墨十分无奈 崴脚虽然不是什么大事 但是如果你不去处理的话 可能一个月都好不了 骆秋忍不住惊呼了一声 过几天 我还得去剧组拍戏呢 会不会影响我拍戏啊 你现在试一试看看 你能不能自己走路 我试一下吧 骆秋缓缓地站起了身 尝试了两下之后 发现自己的脚踝疼得厉害 根本就没有办法走路 走不了 骆秋扭头看了陈墨一眼 轻轻摇头 那肯定是严重了呗 你先躺在沙发上面 我帮你看一眼 骆秋犹豫了一下 最后还是听陈墨的话 乖乖地躺在了沙发上 陈墨直接将骆秋脚上的拖鞋 拖了下来 骆秋的小脚 非常的精致 十分的诱人 陈墨忍不住多看了两眼 然后在那白嫩的小脚上面 轻轻地捏了一下 疼吗 很疼 骆秋连忙点了点头 有些着急 陈墨 我什么时候能好 我现在也不清楚 但是你好像摆得挺严重的 明天早上带你去医院看看吧 我现在先帮你简单地揉一揉 能够帮助你清除淤血 防止加重 你竟然 还懂这些 骆秋扭头看了陈墨一眼 十分不可思议 我也就是上学的时候 学习过一点 但是也不是特别懂 陈墨解释了一下 那 你会不会给我弄严重了 骆秋似乎有些不相信陈墨 这个你就放心吧 肯定不会弄严重的 我就是帮你简单地揉一揉 清清淤血 陈墨将自己的手 放在了骆秋的脚踝处 十分认真地揉捏了起来 当陈墨的手接触到了骆秋那精致的小脚丫后 一种柔弱无骨的触感传到了心头 让人感觉非常的舒服 那种滑润的感觉 让陈墨有种低头咬一口的冲动 陈墨忍不住地深吸了一口气 发现自己的身体好像也有了反应 没办法 这骆秋的小脚丫实在是太迷人了 骆秋自然没有注意到陈墨的意样 闭着眼睛安静地享受着 陈墨的手法还算是不错 让骆秋感觉非常的舒服 甚至有些迷恋 精致的小脚丫时而弯曲 时而舒张 没想到 陈墨的手法 还是挺不错的 骆秋忍不住在心中轻声地感叹 陈墨手上的力度逐渐加大 骆秋下意识地咬紧了嘴唇 尽量不让自己发出任何的声音 没办法 这种感觉实在是太舒服了 舒服到骆秋 都有种想要身影的冲动 现在这个力度可以吗 陈墨此时也在控制着自己的情绪 可以 骆秋红着翘脸 低声回应 陈墨听到 可以这两个字以后 直接再次加大了力度 骆秋情不自禁地喊了一声 虽然骆秋之前一直都在控制 但是因为陈墨的力度加大 他根本就控制不住 喊完了之后 骆秋的翘脸似乎越发地红润了 陈墨愣了一下 是不是刚才我的力气太大 弄疼你了 没 没有 骆秋连忙摇了摇头 非常担心陈墨停下来 因为刚才的感觉非常的舒服 他希望陈墨继续按摩下去 真的没有关系吗 陈墨看着骆秋 没有 骆秋再次摇了摇头 而陈墨听到骆秋的这句话 也就放心了 继续按摩了起来 也许是因为刚才已经发出了声音 所以呢 骆秋也就不再继续控制自己的情绪 继续发出了阵阵诱惑的声音 类似于这样的声音 传进了陈墨的耳朵当中 骆秋可能不知道 他的这些声音对于陈墨的刺激有多大 尤其是此时陈墨的手中 还握着骆秋的谦谦欲足 虽然陈墨心里面 一直都在告诉自己要冷静冷静冷静 但是有些时候 并不是自己想要冷静就能够冷静下来的 骆秋本身就是一个性感游 无论是身材还是模样 都是极品中的极品 而且身上还散发着欲解独有的气质 一个能够成为千万级别的网红 不知道是多少人心中的梦中女神呢 何况此时这个女神还在你面前发出 阵阵诱人的声音 这陈墨也是个正常男人呢 他明显有些控制不住情绪了 右手开始缓缓地往上面移动 原本陈墨只不过就是按摩脚踝的位置 但是神不知鬼不觉的 他竟然开始端着骆秋那笔直纤细的小腿 揉捏了起来 而骆秋自然也注意到了陈墨的动作 但是他也不知道为什么竟然没有开口阻止 看到骆秋没有任何的反应之后 陈墨的胆子也开始渐渐地大了起来 手也开始逐渐地往大腿的位置移动 骆秋虽然脸上没有任何的表情 但是心里面还是非常紧张的 刚才骆秋在问陈墨如果自己喜欢他 那陈墨会不会和他在一起这个问题的时候啊 他并没有和陈墨开玩笑 而是非常认真的 从上次陈墨为了骆秋出头爆打马天石的时候 骆秋的心里面就已经喜欢上了陈墨 这是为什么骆秋会想要将陈墨和苏木白搅和黄了的原因 只不过骆秋这个女人的性子 意志都非常的高 他不可能主动地和陈墨表白 他也清楚陈墨应该也不会主动地和他表白 一段时间内骆秋都是非常纠结的 这次回来骆秋之所以会找到陈墨 想要请他吃饭 其实也只不过就是因为 想和陈墨最后见一面 然后忘记他 但是骆秋没有想到 竟然又发生了这些事情 今天发生的这一切让骆秋的心里面 似乎更加地喜欢陈墨 陈墨在骆秋的眼中其实除了穷了一点之外 也没有什么其他的毛病 长得还算是不错 而且心地善良 最重要的是 当初陈墨竟然宁愿冒着 得罪马天时的风险保护自己 这才是骆秋最感动的地方 就算骆秋是个女神 但是他也是个女人呢 有时候也需要一个男人的呵护啊 但是骆秋能够碰到的男人 都是奔着跟他上床来的 骆秋在这些男人的身上 根本就找不到一点安全感 可这种安全感 陈墨却可以给他 有的女人可能希望自己 未来的另一半能够有钱 有的女人可能希望自己 未来的另一半长得帅有背景 但是陈墨根本就不在乎这些东西 他只是希望未来的另一半 能够真心地对自己好 而在骆秋的眼中 陈墨可能是唯一一个真心对他好的人 骆秋看见陈墨的手逐渐往上面移动 他清楚 陈墨现在的行为已经失去了控制 只要自己配合一下 陈墨就会无法自拔 但是 骆秋心里面却是非常的犹豫 他知道陈墨已经有了未婚妻 不知道自己这么做是不是在犯错 心里面非常的纠结 面对一个自己爱的男人 骆秋并不知道应该如何选择 就在这个时候 陈墨的手已经放在了骆秋的大长腿上面 此时骆秋仅仅穿着一条短裙 陈墨能够清晰地感觉到 美腿的滑嫩 触感十足啊 第二百六十集 骆秋在感觉到陈墨手上的温度以后 身子情不自禁地软了下来 直接意味在了陈墨的怀中 这还是他第一次跟男人 有过如此亲密的举动 骆秋握紧了粉拳 内心仿佛一直都在做着挣扎 他不知道自己这个时候 应该做出什么样的选择 他喜欢我吗 骆秋忍不住在心里面重复地 问着自己这个问题 虽然今天能够为了救自己而义无反顾 甚至不惜冒着生命危险 但是骆秋觉得 陈墨应该并不是因为喜欢他 所以才会那个样子 陈墨的心中真正喜欢的人 应该是苏木白 想到这里 骆秋觉得自己不可以让陈墨继续下去了 本能地伸手想要将他的手拿开 但是 此时的陈墨 已经彻底地被骆秋吸引住了 这跟上一次王瑶瑶的情况是不一样的 上次在王瑶瑶的家中 陈墨根本就没有任何的意识 而且他也是把王瑶瑶当成了苏木白 所以才会和王瑶瑶做了不应该做的事情 但是这一次陈墨是真的对骆秋动了情了 骆秋无论是身材还是长相都是极品 陈墨其实一直对骆秋都非常的感兴趣 他一直都在躲着骆秋 就是担心有一天自己会控制不住自己做出什么事 但是现在 陈墨终于还是控制不住了 这是一个男人最原始的本能 陈墨现在脑子里面没有别的想法 只想把骆秋这个性感游物占为己有 这种冲动 是陈墨自己都没有办法控制 陈墨虽然心里面爱着苏木白 但是面对骆秋这样的诱惑 他根本就没有办法控制情绪 换句话说 在这样的情况下 如果还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 那陈墨可能就不是一个男人了 骆秋本能地想要将陈墨推开 但是陈墨根本就没有给他这个机会 直接扑了上去 吻在了他的嘴唇上面 骆秋原本一直都在纠结 但是当他感觉到陈墨抱住自己以后 也就不再继续控制自己的情绪了 双手直接搂住了陈墨的脖子 性感的嘴唇微微张开 用力地迎合着 陈墨在感受到了骆秋的回应之后 身体的血液好像是沸腾了一样 手上的动作也开始逐渐地变大 两个人在沙发上面 缠绵了起来 两人紧紧地抱在了一起 此时的骆秋已经做好了 和陈墨一起放纵的准备 因为陈墨接二连三地救了他两次 他也心甘情愿地想要将自己 交给这个男人 陈墨似乎并不满足于现状 此时他的脑海里面 已经全部都被骆秋所占据了 就在他准备进行下一步动作的时候 骆秋一不小心压住了陈墨的胳膊 剧烈的疼痛 瞬间便席卷了陈墨的脑海 让他清醒了不少 你没事吧 骆秋十分紧张地问 没 没事 陈墨低声回了一句 但是手上的动作已经停了下来 因为此时的他 已经清醒了不少 骆秋看着陈墨 犹豫了两秒钟之后 直接伸手将开推开 陈墨 你现在是因为喜欢我 所以才这样 还是只是想跟我上床 我 陈墨被骆秋的这个问题问得愣住了 一时间里 竟然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了 我承认 我刚才确实有些冲动了 但是陈墨 我骆秋 并不是一个随便的女人 如果 你只不过就是想跟我上床的话 我没有时间陪你玩 但是如果你承认 你喜欢我 就算 你已经有了亏婚期 我也愿意陪你疯狂一次 但是 你要考虑好这件事情 骆秋一脸认真地冲着陈墨说 这件事情很重要吗 对于我一个女人来说 当然重要 我不想将我最宝贵的身体 交给一个根本就不爱我的人 我骆秋身边 从来不缺追求者 我不想这么委屈自己 骆秋一脸的严肃 而陈墨坐在原地 脸上似乎是有些纠结 不知道该如何回答骆秋的这个问题 骆秋则是一脸的期待 其实 他刚才的表现就是已经在告诉陈墨了 他心里面是喜欢陈墨的 甚至愿意交出自己的身体 此时的骆秋只不过就是 需要陈墨的一句肯定了 但是陈墨清楚 自己刚才只不过 就是一冲动 才会做出那些事情 他心里面根本就没有办法忘记苏木白 苏木白在陈墨的心中地位 根本就不是任何一个女人 所能够取代的 对不起 刚才 是我冲动了 陈墨低声地道了一个歉 然后直接奔着房间外面走去 陈墨 骆秋脸上的表情十分失落 忍不住站起身来大喊了一声 我 我的情况你应该是了解的 我是有未婚妻的 虽然我们两个现在有些误会 但是我并不想做出什么 对不起她的事情 对不起 陈墨说完这句话以后 直接推开了房门 走出了骆秋的家 骆秋呆愣愣地站在原地 看着陈墨的背影 不知道应该如何形容自己的心情 无论是身材长相还是气质 骆秋觉得自己都不会输给任何一个女人 但是此时他发现自己还是没有办法取代 苏木白在陈墨心中的地位 甚至都已经这个时候了 骆秋都没有办法换来陈墨的一句 我喜欢你 陈墨 你怎么这么傻 哪怕你偏偏我也行 骆秋忍不住苦笑了一声 或许 这就是我在那么多的男人当中 选择了你的原因吧 你跟其他的男人不同 你不会对我说谎 你喜欢 就是喜欢 不喜欢 就是不喜欢 说完这句话以后 骆秋直接转身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陈墨在离开了骆秋的家以后 一个人行走在凌晨的街道上 此时 街道上一个人都没有 虽然南洋市白天的温度还是挺高的 但是到了凌晨 也明显地冷了不少 其实 陈墨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喜不喜欢骆秋 但是他清楚 刚才自己做的那些事情 只不过就是想要 占有骆秋而已 并不是因为他真的喜欢骆秋 即便是刚才 陈墨的脑子里面 也会忍不住地闪过苏木白的模样 啊 陈墨深吸了一口气 脸上的表情异常的无奈呀 在继承了王诚的遗产之后 陈墨觉得自己的运气似乎也变得好了起来 身边开始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美女 也会出现各种各样的诱惑 陈墨也是一个正常的男人啊 面对这样的诱惑 他也想过要放纵自己 但是最后都没有办法做出任何对不起苏木白的事情 啊 当然了 王诚那件事啊是个意外 因为那个时候陈墨根本就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身体了 陈墨的身后 突然响起了一阵气笛声 陈墨听到了汽车喇叭声以后 扭头看了一眼 发现是一辆出租车 小伙子 坐车步啊 出租车司机摇下了车窗笑呵呵地问 陈墨犹豫了一下 直接伸手打开了车门然后上了车 小伙子 你去哪里啊 出租车司机扭头看了陈墨一眼 去皇家庭院 出租车司机明显愣了一下 但是并没有过多问什么 直接启动了车子 奔着皇家庭院的位置开了过去 就在这个时候 陈墨的手机铃声响了起来 陈墨拿出手机看了一眼 发现竟然是洛秋打过来的电话 陈墨看着手机上面洛秋两个字 脸上的表情有些纠结 因为他不知道 自己接了电话之后 要跟洛秋说点什么 吓 陈墨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最后 还是按下了接通键 怎么了 陈墨 今天的事情 咱们两个 就当做什么都没有发生吧 以后咱们两个 咱们两个 应该还能做朋友吧 电话那边的洛秋 似乎是有些紧张 陈墨听到洛秋的这句话 整个人都愣在了原地 因为他根本就没有想到 洛秋给自己打电话 竟然就是为了说这句话 这句话就好像是一根根针一样 刺进了陈墨的心头 如果没有苏木白 陈墨绝对会选择和洛秋在一起 因为他觉得自己能够找到 洛秋这样的女朋友 已经是非常幸运的事情 只不过 陈墨现在没办法和洛秋在一起 他不想做出任何对不起苏木白的事情 洛秋 我觉得你真的非常优秀 不是你配不上我 是我配不上你 你 这是在安慰我吗 洛秋听到陈墨的话后 忍不住苦笑了一声 我没有安慰你 真的是我配不上你 行了 我现在想听的不是这些东西 我就问你 咱们两个以后还是不是朋友 洛秋的声音似乎是有些哽咽 陈墨握着手机 脸上的表情异常地纠结 因为他并不知道 应该如何处理自己和洛秋之间的关系 你现在不敢回答我这个问题 是因为你担心未来的某一天 你会爱上我 对吗 洛秋在电话那边笑着问他 是 陈墨这次并没有隐瞒 直接承认了 爱上我 就有什么不好的吗 我并不能跟你结婚 也不能给你任何的名分 这样对你来说并不公平 我不想因为自己而影响你的生活 但是我不在乎这些东西啊 我爱你 根本就不在乎其他的东西 我想不明白 你身边优秀的追求者那么多 为什么你偏偏会喜欢上我呢 我也不知道 我为什么会喜欢上你 反正 我就是稀里糊涂地爱上你了 你跟我所认识的男生 都不一样 我觉得 你是最与众不同的 洛秋在电话那边笑着 说道 然后 继续问道 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呢 咱们两个以后 还能不能做朋友 沉默深吸了一口气 然后 缓缓地 放下了手机 沉默 我问你话呢 你个懦夫 你回答我的问题啊 电话对面的洛秋 一直都没有听见沉默说话 语气激动地大喊着 还是沉默 看着自己座位上面的手机 陷入到了沉默当中 出租车司机 扭头看了沉默一眼 有用的啊 虽然我不清楚 怎么回事啊 但我劝你去啊 有的时候啊 需要直面你心中的感情 有些东西 并不是你一直逃避 就能够躲得过去的啊 沉默听到出租车司机 这句话愣了一下 师傅 麻烦你掉头吧 咱们回去 诶 确定回去了啊 出租车司机笑呵呵地问 没错 确定回去了 沉默直接点了点头 诶 好 出租车司机直接掉头 奔着洛秋家所在的小区开去 沉默知道 自己心里面爱着苏木白 但是就在刚才听到了 洛秋说的那些话以后 他觉得 能够碰到洛秋这样的一个女人 是自己的福分 他并不想辜负洛秋 司机掉头之后 一路狂奔 仅仅用了不到十分钟的时间 便将车子停在了洛秋家的小区门口 沉默伸手想要找出自己的钱包给车钱 但是这个时候才发现 自己出来的比较着急 身上穿的是洛秋买来的衣服 自己的钱包 还落在洛秋家的卫生间中 小伙子 这次算我请你的 不用给钱了 去吧 出租车司机似乎看出来 沉默忘记带了钱包 师傅 我会还给你钱的 沉默直接伸手推开了车门 然后记住了出租车的车牌号 转身奔着洛秋家跑去 沉默在来到了洛秋家门前以后 根本就没有任何的犹豫 疯狂地敲了敲房门 房门打开 洛秋眼中闪过了一丝震惊 你 你怎么回来了 沉默并没有回答 一伸手直接将洛秋 搂进了自己的怀中 两个人 拥吻在了一起 洛秋紧紧地抱着沉默 感受着这个男人的霸道 现客之后 洛秋的娇躯微微一颤 眼神带着一丝魅意和羞涩 娇声地发味 你考虑好了 是吗 考虑好了 爱我 洛秋媚眼如丝 洛秋的这句话 刺激着沉默的神经 沉默根本就没有任何的犹豫 直接抱着洛秋来到了客厅当中 接下来的一切 都如同行云流水一般的顺畅 可以了吗 沉默轻声发问 可以了 洛秋紧闭双眼 睫毛微微颤抖 美艳得不可放物 第261集 沉默放下了自己心中的顾忌之后 开始变得疯狂了起来 两个人折腾了整整 一晚上 才拥抱着 互相喘息着 沉默伸手拍了拍 洛秋的后背 累了 休息吧 抱抱 洛秋娇嘀嘀嘀地说 好 沉默听到这句话 直接将洛秋 搂进了自己的怀中 快点失效吧 嗯 洛秋十分乖巧地点了点头 然后依偎在了沉默的怀中 缓缓闭上了眼睛 也许是因为刚才的运动量 实在是有些太大了 所以很快 洛秋便睡着了 此时的洛秋 在沉默的面前 并不是那个 受万千瞩目的女神 而是一个心甘情愿 当小女人的天使 沉默知道 自己根本就没有办法 拒绝这样的一个女人 沉默躺在床上 看着天花板 脸上的表情十分无奈 因为他觉得 今天经历的事情 一切就都好像是 在做梦一样 让人觉得 非常的不可思议 先是在会所里面 赢了那么多钱 然后又碰到了 两次刺杀 尤其是在江边的那一次 沉默面对的 可是两个十分专业的杀手 如果当时不是 沉默的反应比较快 他和洛秋可能 已经死在江边了 当然了 最让沉默没有想到的是 原来洛秋对自己做的事情 竟然是因为 他喜欢自己 沉默长长地 呼出了一口气 然后也迷迷糊糊地 进入了梦乡 也许是因为 晚上的时候 两个人折腾了 太长的时间 所以沉默这一觉 直接睡到了中午十二点多 等到沉默再次 睁开眼睛的时候 一副绝世美颜 映入到了视线当中 此时的洛秋 正用自己那双漂亮的美眸 死死地盯着沉默 你什么时候醒的啊 沉默一伸手 直接将洛秋 搂进了自己的怀中 然后开始在洛秋的衣服里面 摸索了起来 也许是昨天晚上 两个人已经睡在了一起 所以此时的洛秋 根本就没有躲闪的意思 相反 还十分主动地 扑进了沉默的怀中 半个小时之前醒过来的 那 你就这样看了我半个小时啊 对啊 洛秋轻轻地点了点头 你是什么时候爱上我的 沉默犹豫了一下 轻声发问 我也不知道 洛秋轻轻地摇了摇头 反正 我就是喜欢你 我觉得 你跟我所认识的男人 都不一样 想不想再来一次啊 沉默笑呵呵地问 不来了 昨天晚上 我都要被你折腾散架了 洛秋直接起身走进了卫生间 简单地洗了个澡 然后换上了衣服 不得不说 这个女人简直就是天生的衣服架子 无论穿什么衣服 都是那么的漂亮 一件纯白色的雪纺裙子 穿在了洛秋的身上 整个人看上去 就宛如仙女下凡一般 沉默躺在床上看着洛秋 心中暗暗感叹 自己到底是什么福气 竟然能够碰到这样的女人 为自己心甘情愿 你也快点起来吧 我要吃饭 我都饿了 洛秋看见沉默还躺在床上以后 风情万种地白了他 你怎么这么能吃啊 沉默无奈地回了一句 那还不得怪你 这么能折腾 洛秋媚眼如丝 沉默闪闪闪一笑 只好起身走进了卫生间 然后简单地洗了一个澡 换上了洛秋买的那套新衣服 两个人都穿戴完事了以后 手牵着手离开了洛秋的家 离开洛秋的家 两个人打了一辆车 来到了一家餐厅 然后随便点了一些吃的 你什么时候会居足啊 沉默问洛秋 今天晚上 洛秋一边吃着东西 一边回答 沉默忍不住愣了一下 眼神当中闪过了一丝惊讶 这么快就要走了呀 对啊 我这次回来 就是来学校报到的 根本就没有打算多待 洛秋仿佛也有些不舍 那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想我啊 洛秋听到沉默的这句话 十分开心地笑了笑 当然想你了 我也不知道 什么时候有机会能够回来 但是你放心吧 只要我有时间啊 我就会回来找你的 那行吧 你快点吃 快点吃 洛秋愣了一下 似乎是有些不紧 为什么要快点吃啊 节省点时间啊 回家 咱们两个还能再来一次 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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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道 你的脑子里面 怎么就想这些东西啊 洛秋十分无语地白了沉默一眼 一会儿吃完饭之后 你陪我去看个电影 然后再送我去机场 我是晚上七点的航班 时间应该还来得及 不回家了呀 沉默有些失落 回你个大头鬼啊 洛秋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然后把自己的车钥匙拿了出来 逼到了沉默的面前 对了 我的那辆车还停在昨天晚上 咱们两个吃饭的那家餐厅前面 你要是有时间了 就把车子开回来 反正我也用不上 你平时开吧 还能够方便一点 我不开 为什么呀 洛秋有些不紧 我加不起油啊 你 洛秋表情十分无语 不知道应该说些什么才好 沉默陪洛秋吃完饭以后 在餐厅附近 随便找了一家电影院 看了一部爱情片 洛秋基本上就是从头哭到尾的 而沉默看到一半就睡着了 看完电影之后 沉默又把洛秋送到了南洋市机场 沉默 这是我的银行卡 你要是用钱的话 可以从这里面拿 以后 你就是姐的人了 不要再去打工挣钱了 以后 姐姐我养着你 在等航班的时候 洛秋从自己的包包里面 拿出了一张银行卡 递到了沉默的面前 沉默看见银行卡以后 愣了一下 然后笑呵呵地问 哼 你这是打算包养我 又给车 又给钱的 对啊 我就是要包养你 我知道 你父母走得早 你一直都是自己勤工俭学 上次你在赌场里面 帮我赢了不少钱 所以这笔钱 你还是拿着花吧 反正 我也是能挣钱的 不用了 我现在也不缺钱花 你怎么可能不缺钱呢 咱们两个都发展到这一步了 你就别装了 我没装 我真的不缺钱 这笔钱还是你留着吧 沉默现在也不知道 应该如何解释 自己有钱这件事 所以并没有多说什么 直接把银行卡 塞进了洛秋的包包里面 沉默 这些钱 都是你在饭量的手里面赢的 也不用不好意思要 我现在根本就用不到这些钱 你还是自己留着吧 如果真的需要钱了 我会打电话找你要的 洛秋看见沉默 真的不打算 要自己这笔钱以后 无奈地将银行卡收了钱 我要去登机了 洛秋看了看时间 恋恋不舍地看着沉默 好 沉默点了点头 洛秋犹豫了一下 在沉默的脸上 轻轻地亲了一口 然后直接转身 奔着登机口入口跑去 沉默看着洛秋的背影 无奈一笑 转身准备离开机场 就在这个时候 沉默的手机铃声 响了起来 沉默拿出手机看了一眼 发现既然是李军成 打过来的电话 他连忙接通了电话 是不是找到那两个杀手了 找到了 那能不能从这两个人口中 问出到底是什么人 雇用到他们两个 沉默有些激动 这个可能不行啊 李军成的语气有些无奈 沉默愣了一下 然后皱着眉头问 为什么呀 沉公子 我们的人找到这两个人的时候 这两个人已经被灭口了 死亡时间 是昨天的凌晨三点 李军成低声回答 沉默直接愣在了原地 脸上的表情非常不可思议 你说昨天晚上那两个杀手 已经被人给灭口了 没错 这两个人已经死了 而且 全部都是被枪打死的 手法非常的干净利落 我觉得 肯定就是对方知道刺杀失败之后 对他们两个动的手 李军成轻声分析 王子静那边 有没有什么消息啊 王良一现在还在国外 如果是王良一对您动的手 那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既然不是王良一 那就是范亮 或者是营商的人 沉默犹豫了一下 然后又问 我让你联系范成红 你联系了吗 哦 联系了 陈公子 今天晚上您什么时候有时间呢 咱们可以和范成红见一面 我现在就有时间 你随便找个饭店吧 我要和范成红见一面 行 李军成简单地回了沉默一句 然后便直接挂断了电话 晚上九点 陈默找到了 骆秋停在餐厅门前的奔驰车 然后一个人开车 来到了李军成和范成红 约定好的饭店 先生您好 请问您事先有预定吗 进入饭店以后 迎兵小姐笑盈盈地 冲着陈默问道 李军成在哪个包厢啊 陈默直接反问 您是黎总的客人 服务员在听到了陈默的话以后 脸色大变 有些紧张 嗯 陈默轻轻地点了点头 哦 李总已经在包间里面 您这边请 迎兵小姐在知道了陈默是李军成请过来的客人以后 对待陈默的态度发生了三百六十多的大转变 连忙带着陈默来到了一个包厢门前 先生 李总就在这个包厢里面 多谢了 陈默看着迎兵小姐笑了笑 然后直接走进了包厢 陈默发现包厢里面有三个人 一个是李军成 还有另外两个人就是范亮和范亮的父亲 范成红 范亮在看见陈默走进包厢以后 愣了一下 连忙站起了身 陈默 你怎么在这里啊 范成红听到了范亮的话以后 想都不想 反手便是一个耳光 直接抽在了儿子的脸上 你他妈的怎么跟陈公子说话呢 陈 陈公子 范亮被扇了一耳光之后 直接懵逼了 脸上的表情异常不解 爸 你认识这个陈默呀 这是陈公子 范成红快步走到了陈默的面前 陈公子 实在是对不起啊 犬子有眼无珠 不知道您的身份 还希望您别和犬子一般见识啊 不是爸 这陈默就是一个普通大学生 他怎么成了陈公子呀 范亮此时依旧没有弄清楚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陈公子是我的老板 今天也是陈公子 想要见你们俩 李军成站在范亮的身边 淡淡地解释了一句 这 这陈默是 李总您的老板 范亮听到这句话以后 再次傻眼了 脸上的表情非常的不可思议 因为在赌场里面 他输给陈默很多钱 而且后来范亮想要杀死骆秋 也被陈默给破坏了 所以范亮对于陈默来说 可以是恨之入骨 回家之后便让人调查了一下他的身份 而调查出来的结果 则让范亮喜出望外 他发现陈默只不过就是一个穷学生而已 根本就没有任何的身份背景可言 所以 范亮准备找个机会 好好地收拾一下陈默 刚才李军成和范城鸿打了一个电话 说有一个大人物想要见他们两个 而这个大人物就是李军成的老板 范城鸿本身是李军成手底下的人 自然也知道李军成的老板是谁 当初在碧天牙的宴会上 范城鸿见过陈默一次 但是却没有机会和陈默说话 这次对方竟然主动要见他 心里面自然是非常的激动 而范亮对于这些事情则是一概不知 他根本就不知道陈默其实就是陈公子 也就是范城鸿的老板 范亮在听到了李军成的话以后 脸上的表情非常的不可思议 李总 您 您是不是搞错了呀 这个陈默只不过就是一个穷学生 他 他根本就不是什么陈公子呀 你觉得 不会认错我的老板吗 李军成面无表情地反问 不不不不敢不敢 范亮连忙摇了摇头 李军成淡淡地看了范亮一 然后直接走到了陈默的面前 陈公子 这两个人我都给您叫过来了 好 陈默点了点头 然后直接走到了范亮的面前 咱们两个又见面了 陈默 你 你到底是什么人呢 范亮此时已经完全傻眼了 我是什么人 你可以问一问你爸呀 陈默 扭头看了范成红一眼 第262集 此时范成红已经感觉到 范亮肯定是认识陈默 而且应该和陈默之间有什么矛盾 要不然陈默绝对不可能 把他们两个都喊到这里 爸 陈默到底是什么人呢 范亮犹豫了一下才问道 你 是不是得罪过陈公子 范成红咬着牙反问 我 我 范亮眼神中闪过了一丝紧张 似乎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他 我问你话你没有听见什么 我问你 你是不是得罪过陈公子 应该 应该也不算是得罪吧 我就是跟陈默在赌场里面玩了几把 范亮此时已经彻底的傻眼了 你他妈给我跪下 范成红大喊了一声 而范亮被吓得 咣当一声直接就跪在了地上 陈公子 实在是太不好意思了 都怪我家这个狗东西不懂事 赢了陈公子您的钱 我现在就让他把钱还给你 范成红十分紧张 你觉得 我像是缺钱的人吗 嗯 陈默瞇着眼睛反问 此时的范成红觉得 肯定就是范亮在赌场里面 赢了陈默的钱 所以 陈默才会找上门来 但是 当他听到陈默的这句话 脸上的表情 就有些不解了 爸 我昨天确实跟陈默赌了几把 但是我没有赢钱 我不仅没赢钱 而且还输给他好几千万呢 范亮十分委屈 范成红听到范亮的这句话 忍不住愣了一下 那 你是欠了陈公子的钱吗 我的钱都是在赌场借的 我也不欠钱啊 范亮扯着嗓子 为自己辩驳 陈公子 那这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范成红此时有些懵了 哼 怎么回事 他自己心里面清楚 陈默伸手指的指范亮 你还做了什么 快点说 范成红扭头看了儿子一眼 我还做了什么 我 我 我还准备杀死骆秋那个贱女人 但是被陈公子一脚踹飞了 剩下我 我也没有要做什么了呀 范亮忍不住地愣了一下 范成红 则是被气得不知道 该说点什么才好 我 我当时只不过就是一时冲动 所以才会做出那些事的 但是我被陈公子拦住了 而且我 我当时也是奔着洛秋去的 不是奔着陈公子去的呀 范亮结结巴巴地解释 啊 这 这 陈公子啊 实在是太对不起了 我没想到这个浑蛋胆子 竟然这么大 竟然会对陈公子宁动手 真是太对不起了 范成红被范亮的话吓了一大跳 直接跪在了地上 沉默淡淡地看了范成红一页 你不用这么着急下跪 我说的 也不是这件事 范成红此时都已经快要被气昏过去了 高声地冲着范亮喊 你他妈还对陈公子做了什么呀 啊 你就不能一口气说清楚吗 我 我还做了什么呀 范亮也明显有些傻眼了 昨天我离开赌场之后就回家了呀 我什么事情都没有做呀 你确定 你什么事情都没有做什么 沉默低声地问着范亮 没有 我爸可以给我证明 我昨天晚上十二点到的家 到家以后我就睡觉了 什么都没有做的我 范亮连忙摇了摇头 沉默扭头看了李军成一眼 李军成直接拿出了虎子和秃鹰的照片 走到了范亮的面前 你 认不认识 照片上没这两个人呢 范亮连忙低头扫了一眼照片 然后直接摇头 不认识 我不认识这两个人 真的不认识吗 沉默眯着眼睛问道 范亮跪在沉默面前 脸上的表情异常的恐惧 陈公子 我真的不认识这两个人呢 那两个人到底是干什么的呀 此时的范亮和范承红两人 根本就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陈公子昨天晚上的时候 碰到了两个杀手 而这两个杀手 就是照片上面的那两个人 李军成站在范亮的身边 面无表情地解释着 范亮 范承红父子俩听到了李军成的这句话 瞬间便傻眼了 诶 诶 诚公子 昨天晚上 您是什么时候碰到这两个杀手的呀 范承红十分激动 凌晨十二点多一点 沉默淡淡回应 那 诚公子 这两个杀手绝对不可能是范亮找的 因为昨天晚上十二点多的时候 范亮已经到家了 我亲眼看见过范亮啊 范承红焦急地解释 要不是范亮亲自对陈公子动的时候 范亮就算是到家了 他也可以找杀手对陈公子动手 所以 这并不能证明 这两个人不是范亮找来的 李军成面无表情地说道 这 陈公子 我昨天晚上的时候 就是一时冲动 所以才会对骆秋动手的 但是我也不是奔着你去的呀 而且 如果真的是我找的杀手 杀手也不可能这么快就对您动手呀 这 范亮此时有些傻眼了 范亮 你最好想清楚了再后说话 因为 现在这两个杀手还活着 如果我要是找到了这两个人的话 那后果你应该清楚 陈墨轻声地威胁 陈公子 这两个人跟我真的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发誓我绝对不认识这两个人 如果这件事真的是我做的 随便您怎么处置 范亮激动地 保证 这是啊陈公子 这小子性格我还是了解的 虽然平时他确实嚣张跋扈了一些 但是他绝对没有买凶杀人的胆子呀 还希望陈公子 您把这件事情调查清楚啊 范成红也跟着附和 陈墨看着范亮 范成红两人 眼神中闪过了一丝异样 现在 这两个杀手都已经死了 这件事情到底是不是范亮做的 根本就是死无对证 但是 陈墨通过范亮的反应 感觉到这件事情好像和范亮 确实是一点关系都没有 范亮呢 也确实不认识这两个人 范亮 如果我要是找到了这两个人 你敢不敢跟这两个人当面对峙 陈墨冲着范亮问 我敢 陈公子 我不认识这两个人 就是不认识这两个人 昨天晚上 我对您跟骆秋动手 确实是我一时冲动了 后来我清醒过来 心里面也非常的后怕呀 我 我真的不认识这两个人呢 范亮十分认真的回答 陈墨犹豫了两秒钟 然后冲着两个人摆了掰手 面无表情地说道 你们两个先走吧 如果有事 我会再去找你们两个的 多谢陈公子 多谢陈公子 范城洪父子听到陈墨的话 如是重负 转身准备离开 范城洪临走前犹豫了一下 陈公子 我儿子的性格 我非常的清楚 我能够保证这件事情 绝对不是范亮做的 他根本就没有这个胆子的 陈墨看了范城洪一眼 我知道了 我不是滥杀无辜的人 你放心吧 好 那陈公子要是没有什么事情 我就先走了 范城洪连忙冲着陈墨点了点头 然后转身走出了包厢 陈墨看见两人离开了以后 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扭头 问站在一旁的李军成 你怎么看这件事情啊 我觉得 应该不是范亮洪的手 李军成十分认真地回答 啊 为什么呀 因为这范亮的反应告诉我啊 他应该确实是 不认识照片上面这两个人的 啊 他现在 这两个杀手已经死了 他说什么其实都已经是死无对证了 我刚才 也只不过就是吓唬吓唬他而已 哎呀 我知道的 陈公子 您就是在故意吓唬范亮 但是刚才范亮的反应 是没有办法造假的 我能够感觉到 他眼神当中的恐惧 这说明范亮肯定是不认识那两个杀手的 否则 他绝对不可能是这样的一个反应 李军成停顿了一下 然后 继续说了下去 而且 我还调查过那两个杀手 那两个杀手是非常专业的杀手 他们两个一般在动手之前 都会跟踪目标很长的时间 绝对不可能轻易出手 陈公子 您是昨天晚上和范亮发生的矛盾 所以我觉得 就算是范亮找到他们俩 他们两个也不可能当天晚上就对您动手啊 沉默看着李军成 犹豫了两秒钟 嗯 我觉得 你分析得有道理 但是如果不是范亮动的手 也不是王良一动的手 那 还能是什么人动的手呢 而且事后马上就杀死这两个人 这明显就是不想让咱们知道对方的存在啊 或许 是营商的人对您动的手 营商的人这么着急就对我动手了 其实沉默最担心的 就是营商的人和他动手 因为 营商是目前为止最难对付的一个敌人 我觉得 营商这次的目的可能不是真的杀死您 而是想要试探一下您身边的安保情况 这样方便以后他们对您动手啊 李军成继续分析 如果真的是营商的人想要杀死您 他们完全可以找到更加厉害的杀手 但是这次 营商只不过就是找了一个非常普通的杀手而已 我觉得 他们的真正目的 应该就是在试探陈公子您 方便他们以后的行动啊 那你的意思是 营商的人以后很有可能会再次对我出手 是吗 陈默瞬间便明白了李军成的意思 陈默在听到了李军成的分析之后 心中也是震惊不已 如果真的按照李军成说的那样 营商这次行刺 只不过就是在试探陈默的话 那以后 肯定还会有第二次第三次的刺杀 陈默这次的运气比较好 能够活下来 但是以后 如果营商找到了更加厉害的杀手 陈默可能就没有那么容易活下来 嗯 陈公子 您现在是唯一一个能够威胁到营商的人 因为营商的人非常清楚您和老董事长之间的关系 所以他们肯定会把您看成是眼中钉肉中刺的 李军成继续分析 但是我现在并没有接手公司 而且我有没有对他们造成任何的威胁 他们为什么这么着急对我动手呢 杀死我 他们能够有什么好处 杀死您对他们的好处 就是可以消除他们唯一的一个威胁 营商的人做事风格一直都非常的残忍 所以 他们对您动手 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但是我也想不明白 营商的人 为什么会如此着急 这么快便对您动手了 毕竟 您现在还没有对他们造成任何的威胁啊 如果 真的是营商对我动得少 那么这肯定不是最后一次 我觉得 接下来他们肯定还会再派杀手过来 陈默有些担忧 陈公子 以后会让赵雷扶摇他们 一直都跟在您的身边 这样的话 也方便他们保护您的安全 李军成轻声地提议 可是就算是赵雷扶摇他们 一直都跟在我的身边 那也是治标不治本啊 就算他们再怎么厉害吧 营商的那些人也绝对有办法杀死我 陈默有些无奈 李军成犹豫了一下 然后又说 陈公子 我觉得您这话说得没错 如果真的想要杜绝这样的事情发生的话 其实最简单的办法 还是需要提高您自身的战斗力 毕竟只要有您自身的战斗力提高了 才是最保险的办法 我只不过就是个普通人 如果要是碰到了普通的杀手 说不定还有一线生机 但是如果碰到真正专业的杀手 我觉得就算是有赵雷扶摇他们 也不一定能够救得了我 陈默有点好奇 你说的提高我自己的战斗力是什么意思呀 陈公子 我认识一位高手 我觉得 如果您能够拜他为师的话 说不定 用不了多长时间 伸手便会有非常大的提升 以后 您要是再碰到这样的情况 应该也能够有自保的能力了 李军成一脸认真的提议 你的意思是 让我拜师学武啊 现在说这个办法 我也想不到什么其他的办法 李军成也很无奈 陈默犹豫了两秒钟 我现在平时 都需要在学校里面上课 根本就没有时间去学武 而且营商的人 已经开始对我动手了 我现在要是去拜师学武 肯定是来不及的 我刚才也只不过 就是给您提个意见而已 但是到底如何选择 还是要看陈公子 您自己的意思 我现在能够做的 也只不过就是加强 对您的保护工作而已 嗯 我明白你的意思 陈默点了点头 然后站起身 你让你的人 好好地给我盯着范亮 如果一旦要是发现了 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随时联系我 还有就是 调查一下范亮那天晚上的 通话记录 看看范亮有没有可能 是通过什么其他的渠道 来联系的这两个杀手 好的 李军成答应了一声 然后主动把陈默送出了包厢 第263集 陈默离开酒店的时候 已经是晚上十点多钟了 他一个人回到了皇宫一号 简单地洗漱了一分之后 便准备休息了 就在陈默刚刚躺在床上的时候 他的手机便响了起 陈默拿起手机看了一眼 发现 竟然是洛秋打过来的电话 喂 你已经到了剧组了吗 陈默接通了电话 我都已经下飞机这么长时间了 你竟然都没有打电话问一问我 还说我主动给你打的电话 你是不是太没良心了 洛秋十分不乐意地埋怨 我这边有点事情 所以就把给你打电话的事情给忘了 我之前确实还想着要给你打个电话来 陈默连忙解释了一句 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 那你在忙什么呀 没有什么事情 就是学校里面那点事 陈默暂时还不想把自己的事情都告诉洛秋 所以随便编了一个借口 而洛秋也觉得陈默没什么正经事去做 大部分都是学校里面那些事情 所以呢 也就没有多问 聊了差不多十多分钟吧 洛秋才恋恋不舍地挂断了电话 放下手机以后 陈默一个人躺在床上 想着这几天发生的事情 如果那天碰到的那两个杀手 真的是范亮找来的 其实事情还能简单很多 毕竟 范亮只不过就是一个富二代而已 陈默想要对付范亮 还是非常简单的事情 但是如果那两个杀手 不是范亮找过来的话 那事情可能就有点麻烦了 不是范亮动的时候 也不是范亮一 那这两个杀手很有可能 就是范亮的人找来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那陈默最大的敌人 范亮也会随之浮出水面 可是陈默现在根本就没有 做好对付范亮的打算 何况现在他也没有 对付范亮那些人的能力 就在陈默思考着这些问题的时候 手机再次响了起来 陈默拿出自己的手机看了一眼 发现竟然是一个陌生号码 陈默看着手机上面的陌生号码 眼神当中闪过了一丝疑惑 毕竟现在已经是晚上十一点多了 这个时间谁会给自己打电话呢 陈默犹豫了两秒钟 最后还是选择接通了电话 喂 你好 哪位啊 陈公子啊 我是京盛赌场的老板苏洪小 咱们前两天还见过面 你应该还有印象吧 苏洪小十分恭敬地问 哦 苏老板呢 你这么晚了给我打电话 有什么事情啊 陈公子啊 是这样的 上次在我们赌场里 您不是输给了我四千万吗 这笔钱啊 我知道您是想要故意输给我的 所以您看什么时候方便 把这笔钱取走啊 其实这已经不是苏洪小 第一次给陈默打电话了 之前陈默在洛修家里面的时候 苏洪小便联系过陈默 想要把钱还回去 但是陈默那个时候 根本就不方便接电话 那笔钱是我输给你的 我没有要回来的意思 哎哟 陈公子 这笔钱我可不敢收啊 您还是拿走吧 苏洪小连忙回举 陈默原本是打算 用这笔钱来还苏洪小 当初帮他的那个人情 但是苏洪小根本就没有 收下这笔钱的意思 肯定也不愿意用这笔钱 来弥补陈默欠他的人情 你真的不收下这笔钱吗 哎哟 这是陈公子 您的钱 我当然不能要了 陈公子您还是把您的 银行卡账号告诉我 我给您把这笔钱打过去吧 嗯 那好吧 陈默看见苏洪小 确实是没有要这笔钱的意思 只能无奈地 把自己的银行卡账号告诉我 陈公子 现在财务已经下班了 明天我就让人 把这笔钱给您打过去啊 不着急 你这么晚了给我打电话 应该不仅仅是想要还我钱 这么简单的吧 陈公子 您还真是神机妙算呢 我还真有点事 想要跟您说呢 什么事情你说吧 是这样的 陈公子 我之前跟您说过 我孙女过几天要举办一个生日聚会 我希望您能够过来给我们捧捧场 不知道您还记不记得这件事情啊 我记得这件事情 你孙女的那个生日聚会是什么时候啊 陈默也不愿意一直欠着苏洪小这个人情 所以十分直接地问道 就在后天 后天啊 陈默有些无奈 因为后天他应该是在上课 怎么 陈公子 您不方便吗 苏洪小感觉陈默的反应有些不对劲以后 连亡询问 后天什么时候啊 在什么地方 后天下午五点开始 在咱们南阳市旁边的苏和市 陈默听到这个地方以后 边上的表情更加崩溃了 刚才陈默还以为这个宴会会在南阳市举行 自己完全可以等到上完课之后再去参加 但是万万没有想到 聚会竟然是在苏和市 苏和市 虽然距离南阳市并不是很远 但是最少也需要三个小时左右的路程 陈默要是等到自己上完课再去的话 那肯定是来不及的 陈公子 如果您的时间要是不方便的话 我们也可以换个时间呢 苏洪小连忙补充了一句 你孙女过生日 时间怎么能说话就换呢 主要这不是担心陈公子您时间上面不方便吗 我也没有什么不方便的 就是后天学校那边可能还得上课 我大不了跟学校请个假就行 那陈公子您的意思是 您后天会过来参加我孙女的生日聚会 是吗 苏洪小听见陈默答应下来以后 似乎有些激动 嗯 后天我会过去的 你放心吧 那实在是太好了 如果要是没有什么事情的话 那我就不打扰陈公子您的休息了 苏洪小十分开心 然后便匆匆挂断了电话 陈默放下了自己的手机 边上的表情异常无奈 因为自己要是想去参加 苏洪小孙女的生日宴会 那就必须要找严同请假 可是此时陈默只要一想到 严同那个女人便感觉头疼 只不过 他现在欠了人家苏洪小一个人情 苏洪小从头到尾 也都没有过分要求陈默 去参加这个生日聚会 只不过就是客客气气的邀请 所以陈默自然也就更没有办法拒绝了 四日早上八点 陈默来到了学校当中 此时的陈默在学校里面 已经是个名人 先是严同说 他喜欢的人是陈默 后来又是落秋发布视频寻找了陈默 仅仅是这两件事 便把陈默推到了风口浪尖 陈默进入学校之后 很多人都用异样的阳光看着陈默 这也让他感觉非常的无语 第一节课是严同的课 陈默一直都在心里面合计着 应该如何请假 他对于严同的性格还是非常了解 除非是特殊的情况 否则严同根本就不可能给假 所以陈默已经做好了 用苏密那件事来威胁严同的打算 下课铃声响起 严同收拾好了自己的东西 直接点了陈默的名字 陈默 你跟我出来一趟 陈默起身 跟随严同一起走出了教室 陈默不会真的和严老师在一起了吧 班级里面的学生 全部都露出了震惊的表情 如果是之前 班级里的学生并不会觉得 有什么不正常的地方 毕竟之前严同也经常找陈默呀 但是在发生了苏密和严同表白的那件事以后 所有人都觉得严同和陈默的关系 很不一般呐 严同这个女人一直都非常的高冷 自然也不屑于解释这些东西 严同在离开了班级之后 根本就没有任何的停顿 直接踩着高跟鞋 鸟鸟鸟停停地 奔着办公室的位置走去 陈默知道 严同应该是有什么话 不方便在外面跟自己说 所以从头到尾都没有说过话 安静地跟在他身后 今天的严同打扮得非常漂亮 上身穿着一件性感时尚的紧身针织衫 露出了性感的锁骨和香肩 纤细的腰枝在摇曳之间散发出阵阵风情 当然了 陈默觉得这并不是最刺激的地方 严同这个女人最吸引她目光的 还是那双修长优美的大长腿 今天严同下身穿着的是一条短裙 修长白皙的美腿直接地暴露在了空气当中 严同的美腿非常的白皙 宛如白玉一般 而且小腿细长笔直 一双玉足更是精致 在高跟鞋的衬托之下 格外地诱人 几分钟以后 陈默跟随严同 走进了办公室当中 把门关上 严同叫声嘱咐 哦 陈默本能地答应了一声 然后直接关上了办公室的门 进入办公室之后 严同将手中的教材 放在了桌子上面 修长白皙的美腿 优雅地交叠在一起 那天我走了以后 你跟苏密 在包房里面说了什么 也没有说什么呀 我就是告诉她 你喜欢的人根本就不是我 你只不过 就是想要利用我来拒绝她而已 然后她就把我放了 沉默脸上的表情十分地平静 其实陈默早就想到了 严同准备问自己这个问题 自然不会傻呵呵地 说自己在包房里面 非礼了苏密的事情 你 严同美眸中闪过了一丝愤怒 瞪着水汪汪的大眼睛 陈默 你怎么可以出卖我 老师 这是你跟苏密之间的事情 跟我本身就没有什么关系 如果我要是不说实话的话 那苏密根本就不可能放过 我也是没有办法 沉默十分无奈地解释 那你就不能帮我演戏 严同伸手揉了揉自己的太阳穴 不是 主要是老师你那天也太不地道了 既然拿我当挡箭牌 你知不知道 我跟苏密进了包厢以后 他就准备动我动手啊 还好我反应快 要不然 现在可能都已经在医院里面躺着了 沉默仿佛还有些委屈呢 沉默 你这个人 实在是太没有良心了 之前 我还帮过你呢 现在我让你 帮我以这点小忙 你竟然都出卖我 嗯 严同十分不乐意地埋怨着沉默 苏密的事情 一直都让严同感觉头疼 他甚至 都已经做好了 假装喜欢沉默的打算 而且 还准备 一直让沉默帮自己演下去 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 沉默竟然这么痛快地 把自己出卖了 沉默的出卖 搭乱了严同的所有机会 老师 你帮过我 你帮过我什么呀 沉默听到严同的话 忍不住愣了一下 有些不紧 严同突然反应过来 自己刚才有些激动 所以说错了话 连忙开口解释 当初你去酒吧做兼职 不是我给你介绍的吗 而且 我帮你的事情还少吗 老师你帮我的 当然不少了 但那天我真的是没有办法 要是不说实话的话 苏密根本就不肯放我离开啊 沉默虽然嘴上这么说 但是他能够从严同的反应当中 感觉到他说过帮自己的事情 绝对不是去酒吧做兼职的那件事 严同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算了 既然你都已经说了 太久说了吧 老师 这个苏密 到底是什么人呢 我怎么感觉 你好像是很怕他也 沉默犹豫了一下才问道 其实 沉默也很少看见 严同如此为难的模样 我不是怕他 我只不过 是感觉他也挺可怜的 而且 他还是个女生 除了让你帮我演戏之外 我真的是找不到什么办法 能够让他死心 原来是这样啊 沉默若有所思地 点了点头 那老师要实在不行的话 我就再帮你演艺出戏好了 你已经跟苏密说实话了 现在演戏 能有什么用 严同轻轻地白了他一 那倒也是啊 沉默笑呵呵地回了一句 其实啊 他也就是客气客气而已 可没有真的继续 帮严同演戏的打算 他可懒得掺和 这两个女人之间的事情 行了 我找你 没有什么别的事情了 你现在可以走了 严同摆了摆手 那个什么 老师 我有件事 想要跟您说 什么事情 老师 我准备请几天假 我明天 可能要去苏和市一趟 第264集 去苏和市干什么呀 明天咱们班 应该有课才对吧 严同一边说话 一边低头看了一眼 班级的课程表 明天确实有课 有课 但是我有点私事 想要去处理 所以想请个假 严同看着沉默没有说话 老师 你不会打算公报私仇的吧 严同那件事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沉默担心严同不给他嫁 所以连忙开口解释了一句 你有什么事情 需要去处理 严同上下打量了陈墨仪 呃 陈墨知道 自己不能说是去参加 苏红小孙女的生日聚会 一旦要是说了的话 严同肯定不会给他嫁的 老师 这个不方便说呀 你是去找女朋友约会 严同瞇着眼睛问 老师 你开什么玩笑呢 我哪来的女朋友啊 我是真的有点私事要去处理 很快就能回来的 陈墨十分无奈 陈墨 你 真的没有女朋友吗 对呀 我没有女朋友的 我早就跟我女朋友分手了 那 你跟我男朋友怎么样 严同十分突然地问道 啊 陈墨整个人愣在了原地 脸上的表情非常不可思议 他想不明白 严同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呀 老师啊 你这是在跟我表白吗 对呀 严同十分自然地点了点头 反正你现在 没有女朋友 我也没有男朋友 咱们两个 可以在一起啊 但是只不过 就是名义上的在一起 我不会跟你发生任何关系 也不会跟你结婚 这样的话 苏蜜 就没有办法 再继续纠缠我了 等到苏蜜不来骚扰我了 我就把你给甩了 你觉得怎么样 嗯 老师 你这耍我呢 你要跟我在一起 然后还不能发生关系 那我为什么要跟你在一起啊 沉默一脸的无奈 怎么 难道 你还打算跟老师我 发生关系啊 严同撇着小嘴 嗯 那 那个什么 老师 我没这个意思 让你当我的男朋友 你还不乐意 算了算了 你还是快点出去吧 我现在看见你就心烦 严同十分不开心地摆了摆手 是一沉默赶紧出去 那老师 我请假的事情呢 我就给你一天的假 多了 我就算你宽客 严同犹豫了一下之后 还是答应了沉默 谢谢老师啊 沉默十分开心地喊了一声 然后直接转身 奔着办公室外面跑去 走了两步之后 沉默突然停下来 问严同 那个什么 严老师啊 您认不认识军区的人啊 军区的人 严同愿 严同愣了一下 然后 闸巴了闸巴 他那大眼睛 你为什么 突然问我这个问题啊 啊 没什么 就是好奇问问 那你觉得 我会认识军区的人吗 沉默犹豫了两秒钟 严老师啊 嗯 就当我没有问过你这个问题啊 我先走了啊 说完这句话 沉默直接转身出去了 而严同眯着眼睛 看着沉默的背影 嘴角挂着淡淡的微笑 不知道 心里面在想着什么 沉默在离开了 严同的办公室以后 也是一脸的疑惑 因为刚才严同 明显就是说漏嘴的 说他帮助过沉默 严同确实帮过沉默很多次 但是沉默知道 他这次说的 绝对不是 他知道的事情 要不然 他绝对不会那么说话的 暗中帮助过沉默 沉默的人并不是很多 只有一次 就是当初在苏家镇的时候 雷震远被一个神秘人邀请 帮助过沉默 李军成杜天豪他们 也一直都在调查这件事 但是 依旧没有调查出来 那天到底是谁 让雷震远过来帮助的沉默啊 沉默曾经听杜天豪说过 严同的身份十分神秘 而且本身的背景 也非常的强大 但是 就是没有人知道 严同到底是什么人 也没有人知道 他家里是干什么的 这些东西 全部都联系起来以后 沉默觉得 那天很有可能 是严同在暗中帮助自己呢 只不过 沉默现在有两件事情 想不明白 那就是 严同那天是怎么知道 自己出事了 如果那天真的是 严同帮助的自己 那他为什么不愿意承认呢 沉默能够通过 严同的反应感觉到 他是不想和自己聊这件事的 既然严同不想聊 沉默也非常识趣地 没有继续问下去 离开了严同的办公室以后 沉默回到了班级当中 孟亮和刘瑞两人看见 沉默回来了之后 直接围在了他身边 然后 开始询问起了 刚才严同和沉默说的事 沉默并没有和孟亮 刘瑞说太多 只不过随便应付了两句 下午四点 放学的铃声响起 沉默并没有和孟亮刘瑞两人 去食堂吃饭 而是直接拦了一辆租租车 回到了家中 到家之后 沉默拿出了手机 拨通了李军成的电话 电话响了两声之后 李军成接通了电话 那两个杀手的事情 调查怎么样了 沉默十分直接地问 还是没有什么进展 这两个人 没有什么朋友 也没有什么亲人 想要调查这两个人 还是挺困难的 李军成有些无奈 如果实在不行的话 那就别继续调查了 我觉得 对方做事这么干净利落 应该也不会给咱们 留下什么线索 沉默告诉他 哦对了 明天我准备去苏和氏一趟 参加一下苏红小孙月的 生日聚会 那我让人开车送您过去吧 不用了 我坐客车过去 坐客车过去啊 嗯 客车上面的人比较多 我觉得 营商的人即便是想要对我动手 应该也不会在人多的地方动手 他们现在 应该也没有这个胆子 所以我觉得 客车应该是最安全的 哦 那倒也有道理 可是 那我让赵雷 扶瑶 王阳他们 跟着您一块过去吧 让赵雷一个人跟着我就行了 扶瑶太漂亮了 一个女生 跟在我身边也不方便 陈墨现在并不想过分地 暴露自己的身份 如果真的让扶瑶那种漂亮的女生 跟在他身边 那肯定会 引起别人的误会 啊 那也行 我一会儿啊 给赵雷打个电话 李军成立刻答应了 好 陈墨点了点头 对了 我之前让你调查过 雷震远的事情 你调查怎么样了 没有什么进展 毕竟这雷震远 跟普通人不一样 调查他 并不在咱们公司的 能力范围之内啊 啊 陈墨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行 我知道了 有什么事情的话 电话联系吧 啊 好的 李军成答应了一声 就直接挂断了电话 和李军成通完电话之后 陈墨直接放下手机 躺在床上 休息了起来 现在那两个杀手 都已经死了 而且 没有给陈墨留下 什么线索去调查 再加上 对方做事非常谨慎 所以 想从这两个杀手的身上 调查出来点什么 那基本上 就是不可能的 陈墨现在也已经放弃了 调查这两个人 只能加强自己身边的 安保工作 等待着 对方下一次出手 四日早上九点多钟 陈墨醒来以后 简单地洗漱了一番 然后一个人离开了皇宫一号 拦了一辆出租车 来到了南阳市的汽车站 因为苏和市距离南阳市 并不是很远 所以 两个地方虽然已经通了火车 但是坐火车的时间 要比较长 而且也比较费事 所以陈墨选择 坐客车去苏和市 客车上面的人呢 确实是比较多的 陈墨觉得 就算是营商的人 胆子再怎么大 也不可能 在客车上面 对自己动手 来到了客车站之后 陈墨发现 赵雷已经等候多时了 陈墨摆了摆手 然后直接奔着赵雷走了过去 陈公子 您过来了呀 赵雷笑呵呵地 打了声招呼 辛苦你了 陈墨有些不好意思 如果不是因为 上次碰到了两个杀手 陈墨是真的不愿意 麻烦赵雷等人 因为他觉得 让赵雷他们 一直都跟在自己的身边 那非常的别扭 但是现在陈墨 为了安全起见 这也只能 让赵雷 跟着他一块去苏和市 要不然万一真的碰到了 什么突发情况 陈墨自己也处理不了啊 唉 没什么麻烦的 我的职责呀 就是保护您的安全 那行 回去之后啊 我让李军城 给你们涨工资啊 陈墨伸手轻轻 拍了拍赵雷的肩膀 然后奔着售票出走去 诶 陈公子 票我都已经买好了 您现在上车就行 赵雷连忙拦住了陈墨 陈墨淡淡地 看了赵雷一眼 并没有多说什么 直接奔着 客车的位置走去 不得不说 有赵雷跟在身边 陈墨也难得地 享受了一下 被人嗜好的感觉 无论是什么事情 都不用自己去做 只要吩咐赵雷就可以了 但是陈墨并没有 把赵雷当成 是自己的下属 相反 还是更愿意 以朋友的身份 和赵雷他们相处 这样的话 自己也能轻松不少 几分钟以后 陈墨跟着赵雷 上了客车 虽然是客车吧 但是赵雷买的车票 是最豪华的那种 这种客车的环境 要比正常客车好很多 当然了 票价也要贵上不少 陈墨和赵雷两人拿着票 找到了自己的座位坐下 陈公子 我本来是打算 给你买包厢的票的 但是 包厢的票已经卖没了 赵雷告诉陈墨 啊 没关系 就是普通的票就行了 反正 也没有多长时间 陈墨继续说道 哎呦啊 你跟我说话 不用这么客气的 就把我当成是你朋友 就行了 要不然 会引起别人注意的 哦 好的 我知道了 赵雷点了点头 陈墨则没有继续搭理赵雷 而是拿出了自己的手机 跟骆秋发起了微信 赵雷是陈墨这三个保镖当中 性格最踏实的 性格呢 也有些内向 但是身手却也是最好的 当赵雷看见陈墨不说话了以后 直接扭头看向了 窗户外面的风景 并没有主动说话 一阵高跟鞋敲击地面的声音响了起来 一位身穿白色连衣裙踩着高跟鞋的女生 快步地走到了陈墨的身边 然后 拿出了自己的车票 仔细地对了对座位号 扭头冲着自己身后的女生大喊 西西姐 咱们两个的座位在这儿 我知道了 白色连衣裙身后的女生 淡淡地回了一句 白色连衣裙女孩 手中拎着一个行李箱 虽然不是很大 但是看上去重量也不轻 女孩要是想要搬到行李架上面 肯定非常的吃力 陈墨犹豫了一下 直接起身 我来帮你吧 女孩愣了一下 随即 连忙笑着道谢 谢谢你了 赵磊本来是打算 起身替陈墨帮忙的 但是直接被陈墨给拦住了 陈墨一个人将女孩的行李箱 搬到了行李箱上面 顺便也帮助女孩的朋友 将行李箱搬了上去 身穿白色连衣裙的这个女生 长相十分不错 身材也挺好 给人的感觉清纯有活力 年纪似乎也要比陈墨小上几岁 女孩的那个朋友呢 则是一个极品美女 长相身材都算得上是极品 一张清澄精致的脸蛋 美眸中带着丝丝的魅意 根本不比陈墨认识的那些美女差 美女打扮非常的清凉 上身穿着一件白色的衬衫 下身呢 则是一条黑色的短裙 脚上踩着高跟鞋 修长白皙的美腿十分诱人 骄傲的双峰仿佛随时都能够冲破衣服的束缚一般 这样的相貌和身材 瞬间便吸引了车内无数男人的注意力 没办法 这样的美女无论走到了什么地方 都是最吸引眼球的存在 美女的身材非常的高挑 一举一动都带着妩媚的感觉 能够撩搏人心 当然了 这个女人最漂亮的地方 还是那一双丹凤颜 美女似乎已经习惯了 无论走到什么地方 都会有人献殷勤 所以 当看见陈墨主动将行李箱搬出去以后 也只不过是简单的 冲着陈墨笑了笑 并没有多说什么 你好 西西姐一直都是这个样子 比较高冷 你别在意啊 刚才真的是谢谢你了 要不是你帮我们搬行李的话 我们两个女生还不知道怎么弄上去呢 那个身穿白色连衣裙的女生笑盈盈地对陈墨说 哦 没事 陈墨直接坐在了自己的座位上 客车内 身穿白色连衣裙的女孩 跟那个高冷的美女 正好坐在陈墨和赵磊两个人的对面 赵磊性格比较木讷 一直都在观察着车厢内的人 时刻注意着应对各种各样的突发情况 所以她根本就没有闲聊的时间 而那个高冷的美女上车便闭上眼睛休息了几个 你叫什么名字 身穿白色连衣裙的女孩 眨了眨那如同黑宝石一般的大眼睛 陈墨 你叫什么名字啊 我叫许葳葳 许葳葳 淡淡一笑 扭头看了一眼正在到处打量的赵磊 这个人是你的朋友吗 嗯 是 陈墨点了点头 许葳葳这个女生的性格本身就非常的开朗 她见到陈墨非常的好相处 也就没有什么顾忌了 开始主动地和陈墨聊起了天 简单地介绍了一番之后 陈墨得知 许葳葳是南洋市医科大学的学生 这两天正好放假 所以便跟着那位性感美女一块回家去看看 而那位性感美女名叫李子曦 长相比较漂亮 身材也非常的好 所以在南洋市的医科大被很多人追求 是医科大比较出名的笑话之一 南洋市医科大学 距离陈墨所在的南洋大学 还是有段距离的 所以两个学校的学生不认识 也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陈墨觉得这个李子曦长得这么漂亮 身边追求者肯定非常的多 性子傲慢一些也很正常 陈墨 你去苏和市干什么 许葳葳笑盈盈地问 去参加一个朋友的生日聚会 那你要不要在我们苏和市多待几天啊 我就是苏和市本地人 到时候可以免费带你玩 许葳葳十分热情 李子曦听到了许葳葳的话以后 微微皱眉 但是并没有多说什么 不用了 我就是参加一个生日聚会 然后就准备回来了 没打算在苏和市多待的 陈墨摇头拒绝 那好吧 许葳葳见陈墨拒绝了之后 眼神中闪过了一丝失落 都已经等了这么长时间了 怎么还没开车 许葳葳看了看自己的手机轻声嘀咕 哪要是搬车发车的时间都是固定的 咱们这辆车应该是半点发车 陈墨低声解释 啊 原来是这样啊 许葳微微笑着点了点头 我跟西西姐是因为没有买到火车票 所以才坐客车 之前我们两个都是坐火车回家的 哦 陈墨并没有多说什么 就在这个时候 车子门口处忽然传来了一阵说笑声 四五个青年一边聊天一边走上了客车 鸡尾 麻烦你们出示一下车票 售票员看见这几个青年以后 连忙轻声地提醒 哎 你他妈找谁要车票呢 你不知道这个客运站谁开的吗 其中一个青年在听到售票员的话以后 瞪着大眼珠子喊了一声 而售票员似乎也被青年的气势所吓到 连忙后退了两步 司机听到刘吵闹声后 连忙回头看了一遍 哦 小王啊 那是汪公子 还有汪公子的朋友 汪公子是咱们南洋市客运站老总的小舅子 不用收票钱了 啊 是汪公子 售票员听到司机的话以后 脸色大变 连忙冲着那几个青年解释 汪公子 实在是不好意思 我是刚上班的 我不认识您 没事 其中留着黄色头发 带着金箱链子的青年淡淡地回了一句 随即 直奔车厢里面走了 那个所谓的什么王公子在上车之后 迟迟都没有坐下 而是一直都在车子里面寻找着什么 很快 王公子将注意力放在了李子熙的身上 脸上也露出了一个得意的微笑 其实呢 按照这个王公子的身份 他如果真的想去什么地方 根本就不用坐客车 直接开车去就行 但是这个王公子闲着没事啊 就会在南洋市的客运站六 然后寻找一些漂亮的女生 用自己是客运站老板小舅子的关系去搭讪 成功率非常的高 近两年勾搭到手不少漂亮女生 刚才王公子还有他的那些朋友啊 便发现了李子熙 一下子就被李子熙所吸引了 这才有了这几个人上车的这一幕 很明显 这个王公子就是奔着李子熙来的 王公子在找到了李子熙以后 脸上的笑容更加灿烂了 然后直接冲着沉默大喊 小子 你去找个别的位置坐去 虽然王公子是在跟沉默说话 但是他从头到尾都没有看沉默一眼 一双色眯眯的眼睛 一直都死死地盯着李子熙 而李子熙则是一脸的厌恶 你是在跟我说话吗 沉默面无表情地问道 废话 我他妈不是跟你说话 跟谁说话呀 王公子瞪着眼珠子大骂 你现在快点给我滚后面去啊 我没有心情跟你在这里废话 听到了吗 客车里面的那些乘客 此事也都是一副 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样子 毕竟在刚才的交谈当中 这些乘客都知道 这个王公子的身份背景 并不简单 根本就没有人敢招惹他 小伙子 你还是快点给那个王公子 让个座位吧 后面那么多座位呢 客车的司机 似乎也是好心地 劝了沉默一句 沉默坐在原地考虑了一下 随即叹了口气 缓缓站起身来 李子曦看见沉默站起身以后 眼神中闪过了一丝失望 即便是许巍巍 也是一脸的无奈 但是他们也知道 此时沉默站起来 让座位也是很正常的 毕竟沉默和李子曦并不认识 没必要因为一个李子曦 而得罪王公子这种人 算你小子实相啊 王公子看见沉默站起来以后 十分的开心 而沉默则是看了这个王公子一眼 面无表情 我站起来可不是为了给你让座的 而是方便我朋友出来 让你朋友出来 王公子王亮在听到了沉默的话以后 愣了一下 眼神之中闪过了一丝不解 没错 就是我的朋友 你的朋友在 嗯 王亮刚要说话 身后有人拍了拍他 王亮本能地回头看了一眼 发现赵雷正站在自己的身后 王亮上下打量了赵雷一眼 然后眯起了眼睛 你就是这小子的朋友啊 哦 应该算是 其实赵雷本来是说 自己是沉默的保镖的 但是这些想了一下之后啊 沉默并不太愿意让太多人知道他的身份 所以他只能说自己是沉默的朋友 嗯 哎不是 你什么意思啊 啊 王亮上下打量了赵雷一眼 看见赵雷的身材也不是很强壮 所以并没有把他太当回事 赵雷没有搭理王亮 而是扭头看向了沉默 似乎是在询问沉默的意思 让这几个人下车吧 此时沉默已经坐在了座位上面 语气很随意 他和王亮等人本身就是无仇无怨 所以也不想太为难他们 听到了吗 现在你们几个人下车 我可以不动手 赵雷板着脸低声威胁 哎呀 你他妈算个什么东西啊 你让我下车 我就下车呀 王亮忍不住大笑了一声 伸手指着沉默 赵雷眼神中闪过了一丝异样 根本就没有任何的废话 举起自己的拳头 直奔王亮的肚子 砸了过去 赵雷的伸手 是沉默这几个保镖中 最好的一个 虽然平时话不多吧 但是动起手来呢 绝对是最狠的 刚才这一拳就算是一个二百斤的壮汉 赵雷都有把握一拳打飞 何况是王亮这样普通的人呢 王亮惨叫了一声 身体直接倒飞了出去 然后狠狠地砸在了车窗上 跟着王亮的那些小混混 看见这一幕以后 瞬间便傻眼了 他们根本就没有想到 赵雷的伸手竟然这么好 更加没有想到 赵雷竟然这么不讲道理 说动手就直接动手了 你他们竟然敢打我 王亮趴在地上 表情十分痛苦 我最后警告你一次 赶紧给我滚下车 否则的话你会后悔的 赵雷站在原地 语气十分平静 虽然王亮身边的人多吧 但是这些人 只不过都是小混混 战斗力自然没办法 和赵雷这种高手相提并论 而且王亮也不是傻子 刚才这一拳险些 把自己打昏 他心里面非常的清楚 赵雷的伸手 根本就不是他们能够对付 王亮趴在地上 犹豫了两秒钟 行 算你小子牛皮 你们两个都他妈给我挡着 今天我要是不收拾你们两个 我就不信王了 说完这句话以后 王亮根本就没有任何的犹豫 直接转身 奔着车子外面跑去 王亮带来的那些小弟也都不是傻子 看见王亮都跑了以后 他们肯定也不会都留下来 所以呢 纷纷纷奔着车下面跑去 赵雷看见王亮等人都离开了以后 面无表情地坐在了陈默的身边 陈默扭头看了赵雷一眼 你刚才下手可有点重了 啊 我以后会注意的 赵雷有些紧张地解释了一句 陈默犹豫了一下 并没有多说什么 其实他一直都不想把赵雷等人带在身边 就是因为赵雷等人和普通人不太一样 原本是一件小事 但是如果让赵雷动手的话 很有可能就会变成一件大事 甚至还会闹出人命来 这些人虽然能够解决麻烦 但是也会给陈默带来一些麻烦 王亮等人下车之后 车内直接安静了下来 许维维和李子夕两人 打量着陈默和赵雷 他们两个都能看得出来 赵雷的身手不简单 而陈默给他们的感觉也有些神秘 客车的司机犹豫了一下之后 扭头告诉陈默 小兄弟 你们刚才得罪那个人啊 是我们南洋市客运站老祖的小舅子 听说在社会上没认识不少人 你今天把他给打 他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 要不然我看你 还是抓个时间赶紧下车吧 我把这车费给你们两个退了 陈默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手机 如果现在下车的话 可能就没办法在五点钟之前 抵达苏和市了 所以陈默只能说道 没事 开车吧 司机愣了一下 眼神中闪过了一丝无奈 但是他刚才已经提醒过陈默 陈默不听 他也没有什么办法 只能是启动了汽车 汽车启动之后 车内的乘客都是各干各的事 根本就没有人注意到陈默 而李子曦和许薇薇 则是对陈默和赵磊两人产生了很大的兴趣 但是李子曦本身性格就非常的高了 见陈默竟然没有主动跟自己说话以后 也没有搭理陈默 直接扭头 看着窗户外面的风景 陈默 你的这个朋友是什么人啊 好像很厉害的样子 许薇薇看见赵磊比较高了 而且不怎么爱说话 所以并没有直接问赵磊 而是轻声问陈默 他叫赵磊是我的朋友 原来是练散打的 针手确实厉害 陈默笑着解释了一句 赵磊你好 许薇薇笑盈盈地冲着赵磊打招呼 赵磊此时把自己钢铁直男的本色 发挥得淋漓尽致 头也不回地 嗯了一声 陈默的表情异常无语 原本他觉得自己的情伤已经够低了 但是没想到这赵磊这兄弟情伤 居然比自己还低啊 人家许薇薇主动跟你说话 你就嗯 这么一声算什么回事啊 啊 许薇薇看着赵磊也是一脸的尴尬 一时间既然不知道如何回答才好呢 呃 我朋友就这样 从小就找不到女朋友 你别介意啊 陈默一脸尴尬地对着许薇薇解释着 没事 许薇薇尴尬一笑 然后开始和陈默闲聊了起来 其实李子曦现在对陈默也非常的好奇 但是看见陈默根本就没有主动和自己说话的意思之后 肯定也不会主动和他说话 只能是一直看着车窗外面的风景 陈默和许薇薇两人一边坐车一边闲聊天 而赵磊和李子曦的情况都属于那种比较高冷的 所以两个人不是自己挖手机 就是看着窗外的风景发呆 一路上一句话都没有说过 客车在行驶了差不多半个小时之后 直接停在了路边 陈默看见客车停下来以后 下意识地往车外看了一遍 发现竟然是五六辆轿车 直接堵在了路中间呢 轿车里面的人看见客车停下来以后 车门打开 差不多有十多个青年 拿着棒球棒砍刀一类的武器 从车子里面走了出来 一边走还一边冲着客车这边呼喊着什么 陈默发现走在最前面的青年不是别人 正是之前被赵磊打下车的那个王公子王亮 很明显这些人都是王亮找过来的救兵 准备找陈默赵磊两人报仇啊 王亮本身就是客运站老总的小舅子 所以他对于客车的路线还是非常熟悉的 想要在半路拦住陈默赵磊两个人 也绝对不是什么难事 刚才打我的那个小崽子 现在快点给老子我滚下来 老子别怪我不客气了 王亮挥舞着自己手中的棒球棒子 表情十分嚣张 车内的许薇薇和李子西看见这一幕之后 直接傻眼了 因为他们两个根本就没有见过这样的情况 虽然王亮是奔着陈默和赵磊来的 但是这件事的起因在李子西 一旦王亮收拾完陈默和赵磊 那肯定也会对李子西动手的 西西姐 咱们怎么办啊 许薇薇更是一脸的慌张 伸手拽着李子西的胳膊 我 我也不知道 李子西咬着嘴唇回答 车内的乘客在看见带头的人是王亮以后 心里面清楚 这些人应该都是奔着陈默来的 所以大部分人都用一种可怜的眼神看着陈默 这些乘客都希望陈默能够赶紧下车 毕竟他们和陈默赵磊两人没有任何的关系 并不是想因为陈默的事情而连累自己 当然了 他们也知道赵磊的身手非常厉害 所以就算是心里面这么想 也不敢真的说出来 客车的司机犹豫了两秒钟 小兄弟啊 你这次可算是惹到大麻烦了 当初我就劝你抓紧时间下车 你飞不停 现在好了吧 哎 沉默淡淡地看了司机一眼 没有说话 而赵磊更是一脸的平静 因为在他的眼中 车下这些人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 我跟你说啊 你们看见王亮身后那个人了吗 那个人就是威哥 司机伸手指了指王亮身后 一个身穿黑色外套 长相有些阴狠的青年 这威哥是什么人呢 陈默开口轻声询问 这个威哥啊 是这边一个非常出名的大哥 身手非常厉害 这几年收了很多的小弟 在这一片根本就没有人敢招惹这个威哥 而且我听说啊 威哥曾经一个人打翻了十多个壮汉的 你今天得罪了这种人 哎呀 肯定是不会有什么好下场的呀 司机连忙解释 车内的乘客在听到了司机的话以后 心中更加的可怜沉默了 而许巍巍脸上的表情 似乎也更加紧张了 小兄弟啊 你要是信我的话 你现在就赶紧下车道个歉 然后再赔点钱 说不定啊 这件事还能大事化小 小事化聊 要不然事情会够麻烦 司机一番好心地劝陈默 哎是啊 小兄弟 你还是抓紧时间下车道个歉吧 现在道歉 应该还能来得及啊 车内的那些乘客也纷纷附和 其实陈默心里面非常清楚 这些人只不过就是想把自己弄下车 然后剩下的事情就和这些人没有关系了 他们担心的并不是陈默的安危 而是自己 李子曦扭头看了陈默一眼 刚才你们两个那么冲动打了人 现在知道惹到大麻烦了 后悔了吧 陈默眼神中闪过了一丝无奈 因为这件事情本身就是因李子曦而起 自己也是为了帮助李子曦才得罪了王亮 但是现在陈默碰到了危险 李子曦竟然不说帮忙 反而还在这里说风凉话 陈默现在都有些后悔了 只不过现在后悔也没有什么用了 陈默扭头看了赵雷一眼 赵雷递给陈默一个放心的眼神 陈默明白了赵雷的意思之后 根本就没有任何的犹豫 直接站起身 许微微联盟伸手 拽了陈默一把 陈默你疯了 你真的要下去啊 人家都已经过来了 我不下去又能怎么样啊 陈默平静地回应 可是对方人那么多 你们两个下去了 万一王亮根本就不接受你们的道歉怎么办 赵雷就算是再怎么能打 也不可能是那么多人的对手啊 那些人手里可是拿着武器的 放心吧 这些人不能把我们两个怎么样 陈默一脸无所谓地笑了笑 然后直接带着赵雷下了车 你要是现在求我的话 我可以帮你摆平这事 就在陈默马上要下车的时候 李子西突然开口喊了一声 陈默听到李子西的这句话愣了一下 随即没有任何犹豫 直接走下了车 李子西看见陈默就好像是 没有听到他说的话一样 直接就跟着赵雷走下了车 美眸当中闪过了一丝愤怒 没想到这个陈默还挺自大的 今天我倒要看看他怎么对付这些人 说着李子西直接把自己的手机收了起来 很明显啊 这李子西还是有一定的身份背景的 要不然他刚才也绝对不可能对陈默说出那样的话 但是陈默的态度让李子西感觉非常愤怒 所以他现在不打算继续帮助陈默了 喜喜姐 这都已经什么时候了 你竟然还有心情说这种话 你还是快点想想办法吧 许薇薇看见李子西把手机收了起来以后 十分的焦急 刚才这个陈默不是很厉害吗 他那么自信地走下车 我觉得他应该是不需要我的帮助 李子西扭托看了许薇薇一眼 撇着小嘴 哎呀 你就别在这里赌气了好不好 陈默也是因为你才扔上王亮那些人的 你现在还真能见死不救啊 对面那么多人 陈默下去了就算给人家道歉 人家不一定能原谅他的 许薇薇皱着眉头 李子西听到许薇薇的这句话 犹豫了两秒钟 那我就帮他一次好了 李子西心里面非常的清楚 陈默如果不是因为自己 确实不会和王亮等人发生矛盾 这件事本身就是因他而起 他也不想见死不救 只不过就是有些生气 沉默刚才的态度而已 那你快点打电话呀 许薇薇连忙催促 李子西重新拿出了自己的手机 犹豫了两秒钟之后 直接拨通了一个电话 电话响了两声之后 对方接通了电话 哪位啊 电话对面是一个中年男子的声音 张叔叔 嗯 是我 李子西 李子西 对方在听到了这个名字以后 明显愣了一下 哦 原来是西西啊 你今天怎么突然想起来 给张叔叔我打电话了 是不是碰到了什么麻烦呀 能够听得出来 对方即便是知道了李子西的身份 说话还是非常冷漠的 这说明这个人跟李子西的关系啊 其实也是非常一般的 嗯 张叔叔 是这样的 我跟我朋友在半路上碰到一点小麻烦 我朋友得罪了王亮 还有一个叫威哥的人 现在这些人把我们给堵塞了半路 说完这句话以后 李子西忍不住 扭头看了一眼车窗外面 发现 陈墨和赵磊已经走到了那些人的面前 威哥 什么威哥呀 对方有些不解 就在南洋市 还有苏和市交界的地方 有一个叫威哥的人 我也不清楚这个威哥到底是谁 好 原来是张威那小子呀 我知道什么人了 对方恍然大悟 嘻嘻 你放心吧 这件事情我会帮你解决的 谢谢张叔叔 李子西看见对方如此痛快地答应下来以后 也算是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不用谢了 你姐姐曾经给我打过电话 说你有什么麻烦会给我打电话 我肯定会尽力帮你的 对方淡淡地回了一句 然后直接挂断了电话 听到对方把电话给挂断了以后 李子西脸上的笑容瞬间被消失了 然后看着自己的手机 脸上的表情似乎有些恍惑 不知道 这心里面在想着些什么 嘻嘻姐怎么样啊 许葳葳看见李子西 把电话给挂断了 十分激动地问 放心吧 我已经处理好了 那你怎么好像很不开心的样子 许葳葳自然能够看出来 李子西此时的情绪有些不对劲 嗯 没 没什么 李子西并没有解释太多 其实李子西和这个张叔的关系 并不是很熟 张叔能够出手帮他 完全就是看在李子西姐姐的面子上 原本李子西是打算碰到什么大事 在使用这个关系的 但是没想到 此时竟然因为沉默这点小事 而浪费了这个关系 这个张叔 也只不过就是欠了李子西姐姐的 一个人情而已 现在李子西给张叔打了电话 那就相当于 把欠下的人情还上了 以后 若是再想找人家帮忙 人家应该也不会这么痛快了 李子西此时心情不好 就是因为他觉得 自己是浪费了这个机会 只不过 现在电话已经打完了 李子西后悔也没有什么用了 他扭头看着许薇薇 薇薇 咱们两个下车去吧 啊 现在下车 不会有什么事情吗 许薇薇仿佛有些害怕 应该没什么事情了 李子西此时已经给张叔打完了电话 觉得对方应该没有胆子 把自己怎么样 所以直接走下了汽车 而许薇薇在犹豫了一下之后 也跟着李子西走下了汽车 此时 薇哥还有王亮等人 已经把陈墨和赵雷围在了中间 这些人手中都拿着武器 脸上的表情也非常凶狠 而陈墨和赵雷两人 测试一脸的淡定 只不过因为赵雷之前出过手 所以这些人心里面 还是有些忌惮的 并没有着急出手 陈公子 用不用我解决这些人呢 赵雷低声问陈墨 先谈谈吧 别结尾生枝了 陈墨这次去苏和市 只不过就是为了参加苏红小孙月的生日聚会而已 并不想惹出其他的麻烦 如果真的打起来 事情只能是越闹越大 到时候要是耽误了正经事 那就有一些得不偿失了 而赵雷在明白了陈墨的意思之后 也没有多说什么 安静地站在陈墨的身边 兄弟 就是你们两个把王公子给打了是不是啊 那个名为威哥的青年上前一步 笑呵呵地问着陈墨赵雷两人 陈墨在听到了威哥的话以后 上前一步 没错 那个人是我朋友打的 呵呵 既然你们打了王公子 那现在 是不是应该给我们一个交代啊 威哥忍不住 冷笑了一声 虽然威哥知道这赵雷的身手不一般 但是他心里面根本就不害怕 毕竟 自己有这么多人 而且手里面都拿着武器 一旦要是真的打起来 就算是赵雷再怎么厉害 也绝对不可能是这么多人的对手啊 哦 交代 陈墨淡淡一笑 然后面无表情地反问 你想要什么交代啊 我听说 王公子只不过就是想和你换个位置而已 你的朋友就把王公子给打成了这样 咱们都是讲道理的人 我也不言难你 按照规矩 你是不是得给王公子道个歉 然后再拿一些医药费啊 这件事就算过去了 威哥看见陈墨的态度不错 并没有着急让自己的人动手 毕竟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威哥觉得 陈墨现在态度这么好 那肯定就是因为 心里面已经害怕了 所以想要趁着这个机会 好好地勒索一下陈墨 医药费啊 陈墨忍不住笑了笑 然后扭头打量了一下王亮 发现王亮此刻根本就没有受伤 那你们觉得 多少钱合适啊 嗯 威哥扭头看了王亮一眼 似乎是在询问王亮的意思 你把我给打成这个样子 最少也得五十万 王亮扯着嗓子大喊 陈墨脸上的表情十分无语 之前在车上赵磊只不过 就是打了王亮一下而已 此时王亮 竟然如此的狮子大开口 直接要五十万 这摆明就是在额钱呢 如果此时王亮说个一万两万 陈墨也许为了早点解决这个麻烦 可能会掏这笔钱 毕竟 这点钱对于陈墨来说 根本就算不了什么 他也没心情 在这里跟这些人浪费时间 但是让他没想到的是 王亮一开口 就要五十万 哎 五十万是不是不够啊 陈墨笑呵呵地问道 第二百六十七集 你什么意思呀 王亮愣了一下 嗨 你说你这么金贵的身体 五十万怎么能够呢 我觉得怎么也得五百万五千万 你说是不是啊 众人在听到了陈墨这句话以后 全部都愣住了 脸上的表情十分疑惑 他们不明白陈墨到底是什么意思 一般这个时候都已经开始讲价才对呀 但是陈墨竟然自己往上面加价 咋的 你要给我五百万呢 王亮根本就没有听出来陈墨这句话是在嘲讽他 心中还有些激动 哎你他妈是不是傻呀 威哥十分无语地踢了王亮一脚 然后瞪着陈墨 老大 你是不是不想给这笔钱啊 你要是不想给这笔钱的话 那我们可就不客气 我最多出五千 你们要是能接受 那就拿这笔钱滚蛋 要是接受不了 那就算了吧 陈墨淡淡地回答 哎 你他妈竟然耍我 兄弟们 动手 威哥扯着嗓子大喊了一声 威哥的那些小弟在听到了这些话以后 直接拎着武器 奔着陈墨赵雷两人的位置冲了过来 一会儿动手的时候注意一点 下手别太狠 陈墨轻声地提醒了赵雷一句 我知道了 赵雷轻轻地点了点头 然后奔着威哥等人冲了过去 都住手 就在两边人马上就要打起来的时候 陈墨身后突然响起了一声交呼 众人纷纷扭头看下了陈墨的身后 只见两位美女从车子里面走了出来 而威哥在看见李子曦的绝世容颜之后 眼神当中也闪过了一丝激动 没办法 李子曦这种女生 简直就是游物中的极品 但凡是个男人都会心动 王公子 你是因为这个美女 才跟这两个人发生冲突的吧 威哥扭头看了王亮一眼 嗯 王亮一边打量着李子曦 一边轻轻地点了点头 李子曦踩着高跟鞋 直接走到了威哥面前 你就是威哥对不对 没错 是我 你有什么事吗 这两个人都是我朋友 今天这件事到此为止吧 我不想把事情闹大 李子曦面无表情地说 因为知道张叔已经答应帮助自己了 所以李子曦现在心里面还是非常自信的 美女啊 你要陪我们威哥几个晚上 那今天这件事啊 都算是过去了 你看看怎么样啊 威哥的那些小弟连忙起哄 许巍巍听到众人口中的乌言晦语之后 俏脸一片羞愤 而李子曦似乎早就已经习惯了这种事情 威哥 你到底打算怎么样 威哥上下打量了李子曦一眼 美女啊 刚才我那些兄弟都开玩笑呢 你别介意啊 你到底想怎么样 李子曦看着威哥 行了 既然美女都亲自说话了 那不如这样吧 我就退一步 让这小子给王公子道个歉 然后出五万块钱的医药费 我也就不为难你们了 你觉得如何呀 李子曦在听到了威哥的这句话以后 心中大喜 因为这五万块钱对于李子曦来说 根本就算不了什么 而且这样的话 也不需要张叔帮忙 所以他本能地看向了陈墨 想让陈墨抓紧时间道个歉 陈墨淡淡地看了威哥一眼 我刚才已经说过了 五千块钱一分都不会多 还有 就是如果这个人跪下给我道个歉 我也不会继续追究这件事 众人在听到了陈墨的话以后 全部都愣在了原地 即便是威哥眼神当中 也闪过了一丝疑惑 上前打量了陈墨两眼 小子 你刚才跟我说什么 我说 如果这个人现在给我跪下道歉 我或许还能不追究这件事情 不明白我的意思吗 陈墨平静地回应 喂 你他妈是不是活得不耐烦了 威哥的那些小弟 此时终于听懂了陈墨的这句话 一个个脸上的表情异常激动 挥舞着手中的武器 便要往陈墨的位置冲 而威哥则是伸手拦了一下 自己的小弟 然后将手中的烟头扔到了地上 眯着眼睛打量着陈墨 小兄弟 没想到你还挺有魄力的 我原本是打算让你赔点钱 这件事就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 但是你既然这么不知道好歹 那就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威哥 别跟这小子废话 直接动手吧 是啊 我看这小子脑子有问题 打他一顿 就知道咱们的厉害了 威哥的那些小弟啊 一个个脸上的表情 那都十分的激动啊 仿佛这件事 跟他们有多大的关系一样 扯呢 其实这些人之所以这么生气啊 那一部分原因 就是他们能够从陈墨的话中 听到对威哥的不屑一顾 混社会的最讲究的 就是一个面子 一旦要是被人瞧不起的话 那对方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 赵雷安静地站在陈墨的身前 只要对方动手 他有信心 在两分钟之内放到这些人 所以他脸上根本就没有 一丝一毫的慌张 而李子曦表情十分无助地看着陈墨 一时间 竟然都不知道说点什么才好了 原本威哥那边已经退了一步 陈墨怎么还这样说话 都这个时候了 惩能有什么用啊 李子曦忍不住在心中感叹 此时李子曦对于陈墨的印象 简直就是跌到了谷底啊 在他的眼中 这个人根本就是一个自大狂 而且还没有什么脑子 就算是赵雷的身手不错 那也绝对不可能是这么多人的对手 陈墨这个时候说这些话 那不就是给自己找麻烦吗 小子 我现在给你最后一个机会 威哥上前一步低声威胁 好了 那我也给你最后一个机会 陈墨直接打断了威哥的话 行啊 今天我算你小子有种 我希望一会儿你也能这么有种 威哥冷笑了一声 然后扭头看着自己身后的小弟 给我打 那些小弟听到这句话以后 一个个脸上的表情都非常的激动 直接奔着陈墨的位置冲了上来 希希姐 你快点救救陈墨 许威威看见威哥真的打算动手了以后 脸上的表情变得十分紧张 许威威看见威哥的人真的打算动手了以后 脸上的表情变得十分紧张 李子希原本是不打算管陈墨这点事情的 但是无奈 刚才自己已经给张叔打了电话 现在想不管也不行了 毕竟那份人情不能白白浪费 所以他在犹豫了一下之后 还是硬着头皮沾了出来 威哥 你这是什么意思 难道你现在连我张叔的面子都不给了 是吗 你张叔 威哥忍不住愣了一下 你张叔是什么人呢 苏和氏张百灵 李子希想都不想就直接说出了这个名字 威哥在听到了这个名字以后 脸色一变 那些小弟也全部都停下了自己手中的动作 很明显 张百灵 这个名字确实非常有用 陈墨下意识地扭头看了李子希一眼 他早就感觉到李子希应该是有点背景 要不然自己下车的时候 李子希也绝对不可能说出那句话 但是陈墨并不知道 这个张百灵到底是什么人呢 陈墨不知道张百灵是什么人 但是威哥却是非常的清楚 这个张百灵 在苏和氏虽然说是算不上什么特别厉害的人物 但是 也是能够算得上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地头蛇 手底下的兄弟位不少 手中的势力 自然也不是威哥这样的小混伙 能够相比的 如果威哥真的因为今天这点事而得罪了张百灵 对自己来说也会有很大的影响 只不过此时口说无凭 威哥还不至于 仅仅是因为这句话就认定了李子希真的认识张百灵 知道张百灵的人很多 但是认识不认识张百灵 那就是两回事了 你跟张百灵什么关系啊 威哥犹豫了一下 问李子希 李子希淡淡地看了威哥一眼 张百灵是我的叔叔 刚才我已经给张叔打过电话了 你说他是你叔叔 我就相信啊 威哥忍不住地冷笑了一声 如果你真的认识张百灵啊 这个面子我肯定会给你 那你现在给张百灵打个电话 我来确认一下 李子希在听到了威哥的这句话以后 脸上的表情开始变得尴尬了起来 因为他没有想到 这个威哥竟然会如此的谨慎 自己和张百灵之间的关系 本身就是非常一般的 只不过就是因为李子希的姐姐 张百灵才能给他这个面子 所以李子希觉得 自己要是再打电话的话 张百灵肯定会心生不满 毕竟人家都已经答应你办的事情了 你却一而再再而三地打电话 催促人家 那就显得有些没有礼貌了 我刚才已经给张叔打过电话了 张叔说他的人马上就会过来了 威哥知道张百灵的人要过来以后 心中也是震惊不已 你确定张百灵的人要过来是我 我确定 李子希连忙点头确定 行 那我就等着 威哥面无表情地回了一句 然后示意自己手底下的那些人 先不要动手 威哥担心李子希真的认识张百灵 要是因为这点事情 而得罪了张百灵 自己也是得不偿失 所以呢 也就没有着急动手 而是站在原地 安静地等待了起来 赵雷犹豫了一下之后 轻声地提醒陈默 陈公子 五点钟的生日聚会 如果要是继续在这里浪费时间的话 可能会耽误的 陈默拿起自己的手机看了一眼 此时才上午十一点多钟 时间上应该还是能来得及的 等半个小时 如果半个小时之后没有人来 你动手解决到这些人吧 陈默并不想节外生枝 能够让李子希解决这件事情 那自然是最好的 但是如果对方一时半会儿不能过来 他也就不打算继续在这里浪费时间了 哦 赵雷点了点头 然后开始观察威哥手底下的那些人 赵雷呢 是非常专业的保镖 所以他动手都是非常有规划的 首先打什么人 接下来打什么人 多长时间能结束 用多大的力气能够让这些人 瞬间失去战斗力 但是又不至于直接打死 赵雷心中都有计划 此时 王阳和扶瑶两人不在 如果他们两个也在的话 这三人联手啊 即便对方是五六十个人 他们也有办法在短时间内 击倒这些人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 威哥等人一边在等待 一边闲聊天 而李子曦则是一脸无奈地走到了 陈墨的身边 撇着小嘴 刚才对方明明已经答应了 只要给医药费就可以让咱们离开 你为什么还要逞门啊 我没那么多钱 陈墨扭头看了李子曦一眼 你没有那么多钱 我可以帮你 你说 现在事情闹成这个样子 对你有什么好处吗 你当时并没有说 帮我出这笔钱啊 你 李子曦看着陈墨 眼神当中不满了无奈 实在是不知道 应该说点什么才好了 西西姐 事情都已经这样了 你就不要怪陈墨了 许巍巍站在李子曦的身边 轻声地劝了一句 要不是因为刚才陈墨 是为了我 所以才得罪的那个王亮 你以为我会多管闲事吗 李子曦撇着小嘴 然后抱着肩膀 翘炼身寒地 等着张百灵的人过来 你说的那个张百灵 是个什么人哪 陈墨有些好奇 只不过就是个地痞流氓而已 李子曦这边还没有说话呢 赵雷就面无表情地 回了一句 陈墨 李子曦 许巍巍听到这句话之后 全部都扭头看向了赵雷 脸上的表情异常地疑惑 你说神是地痞流氓 你胡说什么呢 你知不知道 今天如果不是张叔帮忙 怎么都走不了 李子曦瞪着水汪汪的大眼睛 十分激动 哼 就算没有这个人的帮忙 我和陈公子也能走 赵雷十分平静地回答 你 你这个人跟陈墨一样 都是疯子 李子曦看着赵雷 气得都不知道 该说些什么才好 你认识那个人吗 陈墨 问着赵雷 哦 和李总见过几次 李总说 这个人成不了什么大气候 陈墨看着赵雷笑了笑 心中已经清楚 这个张百灵是个什么人了 既然李军成能够如此评价 那说明张百灵 确实不是什么厉害的大人物 第二百六十八集 你说的李总是什么人 竟然 李子曦似乎还是有些不服气 扭头冲着赵雷问的 但是 他的这句话还不曾说完 便看见一辆白色的奔驰车 缓缓地开了过来 奔驰车在人群前面停了下来 一个脸上带着刀疤的青年 从车子里面走了出来 赵雷 你是不是活得不耐烦了呀 既然连张总的人都敢拦啊 赶紧把人给我放了啊 张薇在看见是这个青年以后 眼神中闪过了一丝不屑 我还以为张总亲自过来 没想到是你啊 如果是张百灵亲自过来的话 张薇心中肯定是会忌惮几分的 但是张薇看见这个青年以后 瞬间便放松了下来 因为这个青年并不是张百灵手底下的人 青年和张薇一样 也都是这附近的小混混 只不过这个青年和张百灵的关系不错 但是如果真的要是说势力的话 这个青年甚至都不如张薇 张百灵没有亲自出面 而是让这个青年代替他过来解决这个事 那只能代表李子熙跟他的关系 也就只能算得上是一般而已 要不然张百灵怎么可能不亲自出面呢 就算是人不来 那也得给张薇打个电话说一下不是吗 李子熙自然也清楚这个情况 所以呢眼神中闪过了一丝失落 自己在家中的地位本身就非常的低微 所以张百灵如此做事也是非常正常的 青年和张薇说话的时候 也是一副试探性的语气 毕竟青年也只不过就是接到张百灵 秘书的电话而已 所以张百灵到底是个什么态度 他自己心里面也拿不准 但是如果张薇这边的态度 真的非常强硬的话 青年也不愿意 因为这点事情 把自己搭进去 张薇这个人非常的聪明 这些情况摆在自己的面前 他能够看得出来 张百灵也不是非得要救人不可 只不过就是给个面子罢了 但是 今天这件事的冲突点 本身并不在李子熙的身上 李子熙呢 也不曾得罪过张薇等人 所以张薇也就做了一个顺水人情 嗯 既然张总都已经说话了 那这个面子呀 我是肯定要给的 你把人给带走吧 啊 哼 算你小子 懂点事情 青年十分开心地笑了笑 然后冲着李子熙等人喊了一声 行了 咱们走吧 等一下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 张薇突然喊了一声 哪的 你要反悔啊 青年扭头看了张薇一眼 十分不愿 不是反悔 这两个女人认识张总 你带走没有任何的问题 但是这两个男的 你必须给我留下来 张薇伸手指了指 陈墨和赵磊 李子熙 许葳葳两人在听到了这句话以后 全部都愣住了 因为他们两个根本就没有想到 这个张薇竟然会如此的过分 张百灵的人都已经过来了 张薇竟然还是不准备 放过陈墨和赵磊两个人 李子熙给张百灵打电话 根本就不是为了自己的事情 她就是想要救陈墨的 如果救不了陈墨 那自己这个电话岂不是白打了 西西姐 陈墨和赵磊他们两个 可是因为咱们才打了王亮的 咱们不能把他们两个 扔在这儿不管 许葳葳有些焦急 而李子熙则扭头看向了 张百灵喊过来的那个青年 似乎是想要寻求对方的帮助 青年的实力本身就不如张薇 这次张百灵的秘书给她打电话 她本身也是一百个不乐意 此时看见张薇的态度还算是不错 放了李子熙和许葳葳之后 心里面也轻松了不少 她知道 如果此时自己要是再找张薇 要沉默赵磊两人 那张薇的心中肯定也是有很多的不满 说不定两个人的矛盾 还会越闹越大呢 冯乐 这两个人把我的兄弟给打了 刚才我已经很给你面子 让你把这两个女人给带走了 但这两个人 我绝对不可能让你带走的 张薇抬头看了一眼青年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冯乐自己心中明了 所以只能无奈地告诉李子熙 李小姐 我得到的命令 就是把你一个人带走 剩下的其他人 张总根本就没有提起过 所以 剩下其他人的事情我管不了 我也不会多管闲事 你 李子熙听到了张薇的这句话以后 脸上的表情异常绝望 既然你们不是为了保存墨来的 那让你们过来干什么的 许巍巍也跟着喊了一声 如果 你想要保下这小子 那也可以 你们现在给张总打个电话 如果张总说要保下这两个人 那我也可以把这两个人带走 冯乐想了一下之后这样回答 李子熙脸上的表情 已经开始变得纠结了起来 因为 此时张百林没有亲自过来 而是让这个青年过来 其实就已经能够说明很多的事情 但是李子熙 不甘心真的 就把陈默和赵磊两个人扔在这里 所以犹豫了两秒钟之后 直接答应了 行 我现在就给张叔打电话 说完这句话以后 李子熙直接把自己的手机拿了出来 然后拨通了张百林的电话 琪琪 怎么了 张百林很快便接通了电话 李子熙犹豫了一下 随即把自己这边的情况 和张百林说了一遍 张叔叔 我的这两个朋友 也是因为我的事情 所以才惹上张薇这些人的 你能不能帮一帮他们啊 琪琪啊 你姐姐跟我说的 就是保护你的安全 至于其他的事情 和我没关系 你也不要多管闲事了 张薇那小子的性格 你应该不了解 一旦要是真的把张薇个热鸡演了 可能连我的面子都不给 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吗 李子熙直接愣在了原地 张百林的意思 只要是个正常人都能听明白 张百林明显也是不想多管沉默这件事 所以李子熙深吸了一口气 张叔 你的意思我知道了 嗯 张百林根本就没有任何的废话 直接挂断了电话 看见电话被挂断了之后 李子熙表情有些绝望地 看向了沉默赵磊两人 此时他也是无能为力了 此时李子熙的心里 还是非常的悲哀的 张百林的态度 就已经说明了一切 希希姐 怎么样了 许巍巍十分地焦急 张百林告诉我 不要多管闲事 李子熙 就有些悲伤 我在我们李家的地位 本身就很低 张百林这次能够帮我 也全部都是看在 我姐姐的面子上 这可能就是 嫡系跟庞系之间的差距吧 当初我姐姐去苏和市的时候 张百林带着人亲自迎接 对我姐姐也是言听计从 毕恭毕敬 但是我给她打电话 一直都是挨打不理的样子 而且最后 还随便找了个人 处理几件事 那怎么办 希希姐 你快点再想想办法 许巍巍急得差点 就直接哭出来了 我还能有什么办法 如果不是因为 我姐姐的关系 张百林 可能连咱们两个 都不会管的 李子熙十分地无奈 许巍巍站在原地 整个人都傻掉了 因为她知道 如果连李子熙 都说没办法了 那应该是真的没有办法了 同样是李家人 但是差距 竟然会这么大 李子熙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心中犹豫着 到底要不要给她姐 打一个电话呢 但是犹豫了一下 李子熙很快便放弃了 这个想法 因为她知道 自己的姐姐 肯定也不会管这些事情 毕竟沉默赵雷两人 和李子熙 只不过就是 见过一面的朋友罢了 如果是李子熙 自己有了危险 那姐姐可能会出手 但是此时 她根本就没有危险 怎么样啊 张总那边怎么说的呀 其实张薇啊 此时已经知道 是怎么回事了 毕竟 从李子熙的表情中 便能够看得出来 你到底要怎么样 才能把我这两个朋友 给放了 李子熙皱着眉头 非常的简单 拿十万块钱的医药费 我就放人 当然了 你们要是苏和氏 孙北阳 孙公子认识 我也可以把你们放 张薇笑呵呵地回答 众人在听到了 张薇的这句话以后 瞬间便爆发出了 一阵哄哮的声音 因为刚才张薇说的 这个孙北阳 孙公子乃是苏和氏 最厉害 最有背景的富二代 孙家在苏和氏 也是数一数二的大家族 张薇此时 明显就是在 故意地嘲讽李子熙 孙北阳 李子熙在听到了 这个名字以后 眼神当中 闪过了一丝异样 许巍巍眼神 也有些不对劲 李子熙 和许巍巍 对于刚才这个张薇 说的这个孙北阳啊 其实还是挺熟悉的 而且李子熙 确实是认识 这个孙北阳的 手机里面呢 也有她的电话 但是此时 别说是被困的 是沉默和赵雷了 就算是李子熙 遇到了什么危险 她都不可能 给这个孙北阳打电话 你认识孙公子吗 张薇有些挑衅地问他 许巍巍愣愣了一下 上前一步准备说话 但是 李子熙直接伸手 拦了许巍巍一把 我这辈子都不会 求那个人的 许巍巍抬头 看了李子熙一眼 然后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把自己想要说的话 咽了回去 我不认识这个人 李子熙低声回答 既然不认识 那就赔钱 你要是没钱的话 这两个人 就等着挨打吧 我出门的时候 根本没有贷那么多钱 你先把我朋友给放了 我回去之后 就给你打钱 你看怎么样 你在这里跟我 开玩笑呢吧 我现在要是 把你们都给放了 我上哪里找你们去 必须现在给我钱 而且必须是现金 否则我现在就 打断这两个人的腿 其实 此时的张薇说是要钱 无非就是 给自己找一个借口 这完全都是借口 这里是公路 谁会出门 带十万块钱现金 所以 他真正的目的 就是想要对陈墨 这两个人 动手给王亮出气 就算是李子曦 真的能够拿出来 十万块钱 张薇绝对还能 找到别的借口动手 客车上面那些乘客 此时也都在看热闹 他们原本以为 张百林的人来了 哎 这个 这件事情啊 应该也就能够结束了 但是这这 谁也没有想到 最后 竟然还是这样的一个结果 李子曦 站在原地 脸上的表情 十分无奈啊 此时他也不知道 应该如何是好了 陈公子 可以动手了吗 赵雷轻声地问着陈墨 不用 陈墨上前一步 冲着张薇问 你说的这个孙公子 我不认识 但是我在苏和市 认识另外一个人 我要是把这个人叫过来 你说行不行啊 除了孙公子之外 我们谁的面子 都不会给的 王亮表情激动地大喊 你确定吗 陈墨淡淡地反问 我 王亮张嘴准备说话 但是张薇却伸手拦了他一项 你在苏和市认什么人呢 说出来 我听听 张薇这个人 一直都非常的谨慎 刚才他看见 陈墨脸上的表情 十分平静 仿佛根本就没有害怕的意思 那说明 这对方啊 可能是真的有点背景 所以他准备 先把陈墨的背景 给打听清楚了 然后再动手 这样才能保证万无一失 而在场的众人 全部都对陈墨 不抱有任何的希望 在他们的眼中 李子熙都已经 把张柏林给搬出来了 却没有任何的用 而这个陈墨看上去 普普通通的 怎么可能会认识 什么大人物呢 李子熙牛头 看了陈墨一眼 心中也是非常的不服气 他根本就不相信 陈墨能够认识一个 比张柏林还要厉害的人物 如果陈墨真的有 这样的本事 那之前他怎么没有说呢 苏洪小 你认识吗 陈墨觉得 既然苏洪小 能够把他孙女的生日聚会 放在苏和市 那说明 苏洪小在苏和市 应该也是有些地位的 苏洪小是谁呀 王亮的表情十分不屑 是啊 你小子提的这人是谁呀 苏洪小 我怎么从来都没有听过这名字呀 其他人也纷纷跟着喊了起来 仿佛在场所有人都不认识这个苏洪小 唯独张薇一个人脸色一变 然后上千一步 你说的是我们苏和市精盛会所的老板苏洪小 苏洪小不仅在南阳市开了一个精盛会所 还在苏和市开了一个 只不过苏和市那个会所规模要比南阳市小很多 但是在苏和市还是非常出名的 张薇本身就经常去会所玩 自然也就听说过精盛会所老板的事情 没错 就是精盛会所的老板苏洪小 沉默看着众人点了点头 第269集 在场的那些人 在听到了沉默的这句话以后 全部都愣住了 王良脸上的笑容也直接凝固了 你要是提苏洪小这个名字 那肯定没有多少人能够听过 毕竟这些人都是最底层的混子 自然跟苏洪小没有任何的接触 但是如果要是提精盛会所的老板 那他们就知道是谁了 张薇上下打量了沉默一言 表情疑惑 你竟然认识精盛赌场的老板 喂哥 这小子肯定说谎了 他怎么可能认识那种大人物呢 是啊 人家精盛赌场的老板是什么人呢 他怎么可能认识呢 我觉得这小子就是听说过精盛赌场老板的名字 现在准备笑唬咱们 你可千万不能被笑唬住啊 张薇的那些小弟都不相信这件事情 而张薇此时也是非常的疑惑 苏洪小那是什么样的大人物啊 陈默怎么可能会认识这种人呢 李子曦脸上的表情也非常的疑惑 忍不住扭头看了陈默一眼 你竟然认识苏洪小 苏洪小是什么人啊 许巍巍根本就没有听说过苏洪小这个名字 她皱着眉头问 李子曦连忙给许巍巍解释了一下苏洪小的身份 而许巍巍瞪着水汪汪的大眼睛看着陈默 不曾想到陈默竟然能够认识这么厉害的大人物 小子 你知不知道骗我是什么下场了 张薇挑着眉毛威胁 陈默根本就没有搭理张薇 而是从裤子里面拿出了手机 然后找到了苏洪小的电话拨了过去 许巍巍一脸期待地看着陈默 她知道如果陈默真的认识苏洪小的话 那今天这件事就好办了 电话响了两声之后 苏洪小那边终于接通了电话 陈公子 您是不是已经到了苏和市了呀 苏洪小在接到了陈默的电话以后 十分地激动 还没有呢 路上碰到了一点小麻烦 有一个叫张 张薇的人 把我给拦住了 沉默淡淡地回答 张薇 张薇 苏洪小听到这个名字以后愣了一下 这是不是我们苏和市的张薇呀 没错 就是这个人 混账东西 是不是活得不耐烦了 竟然连陈公子您都敢来 苏洪小十分愤怒 陈公子 您不用担心啊 我现在就给这个张薇打电话 我肯定会把这件事处理好的 嗯 好 陈默轻轻地点了点头 然后直接挂断了电话 其实陈默现在完全可以让赵雷动手 但是对方有这么多人 虽然赵雷的身手非常好吧 但是陈默也是会担心的 所以陈默觉得让苏洪小解决这件事情 才是最好的选择 众人在看见陈默放下电话以后 面面相去 谁也不知道陈默刚才到底是不是给苏洪小打了电话 也没有办法确定 他是不是真的认识苏洪小啊 小子 你不会以为你随便打个电话 就能够吓唬住我吧 张薇也不是傻子 冲着陈默冷横了一声 陈默看了张薇一眼 并没有多说什么 因为 现在即便是张薇的人动手 他也不害怕 毕竟赵雷就站在身边嘛 陈默 你真的认识苏洪小吗 你要是不认识的话 就直接跟我说 我现在给我姐姐打电话 这件事 说不定还有转机 李子曦此事对于陈默 也是保持着怀疑的态度 我当然认识苏洪小 陈默淡淡地回应 维哥 咱们还是别跟这小子废话了 我觉得这小子就在这拖延时间呢 直接动手吧 王亮站在了张薇的身边 似乎有些迫不及待了 张薇迟疑了一下 随即冲着自己身后的小弟挥了挥手 众人在看见张薇这个手势 根本就没有任何的犹豫 直接奔着陈默冲了过来 就在赵蕾准备出手的时候 张薇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 张薇连想到了之前陈默说的那些话 连忙把自己的小弟喊住 然后拿出了手机 看了一眼 发现是一个陌生电话 脸上的表情轻松了很多 然后直接接通了电话 谁啊 张薇觉得陈默就算是真的认识苏洪小 那苏洪小肯定也是找其他人联系自己 毕竟苏洪小那种大人物 根本就不可能主动给他打电话 此时他看见是个陌生号码之后 并没有想到是苏洪小亲自打过来的电话 张薇是吧 我是苏洪小 对方接下来这句话直接把张薇给吓傻了 苏老板 真的是你吗 张薇只不过就是一个小笨 跟苏洪小这种人啊 根本就没有任何的交集 也可以说张薇根本就不认识苏洪小 但是却听过这个名字 我是从你老板手中要过来的电话 陈公子是我的贵宾 你现在拦住陈公子是什么意思呀 苏洪小直接质问 您真的是苏老板吗 张薇此时还是有些疑惑 毕竟他觉得 陈默就算是真的认识苏洪小 苏洪小应该也不至于 亲自给自己打电话呀 所以此时张薇心中 还是有侥幸心理的 那就算是给自己打电话的人 根本就不是什么苏洪小 只不过就是陈默随便找的一个人而已 既然你不相信我 那我就让你的老板 给你打电话好了 苏洪小此时也非常的着急 他担心万一真的惹怒了沉默 事情只能是越闹越大 所以便直接挂断了电话 张薇看着自己的手机 脸上的表情变得紧张了起来 王亮似乎也看出来 张薇的情绪有些不太对劲 魏哥 怎么了呀 没 没事 张薇摆了摆手 并没有把苏洪小亲自给他打电话的这件事情 告诉王亮 毕竟他现在也没有确定苏洪小的身份 张薇觉得如果对方真的是苏洪小的话 那自己老板的电话 应该很快便能够打过来 陈默此时脸上的表情则是十分的平静 那魏哥 咱们现在动不动手 王亮犹豫了一下 先不着急动手的 等一下 张薇的手机铃声再次响了起来 当他看见手机上面的名字以后 整个人都愣在了原地 脸上的表情也开始变得非常紧张 因为此时手机上面仅仅写着两个大字 老板 张薇猛然抬头看了沉默一眼 动作僵硬地接通了电话 老板 您怎么给我打电话了呀 张薇 你他妈是不是疯了 你知不知道你现在拦住的是什么人呢 对方十分激动 谁啊 张薇狠狠地咽了一口唾沫 表情十分绝望 他是你爷爷 你他妈现在赶紧把你爷爷给我放了啊 要不然你就惹上大麻烦了 他老板高声大喊 好的老板 我知道了 张薇语气崩溃地回了一句 然后哆哆嗦嗦地挂断了电话 表情十分紧张地看向了沉默 众人看见张薇此时脸上的表情以后 心里面也都开始嘀咕了起来 爷爷 下一秒 张薇直接开口冲着沉默喊了一声 爷爷 张薇本能地冲着沉默又喊了一声之后 才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 所以连忙改口 陈公子 实在不好意思啊 我这 我 薇哥 你跟这小子费什么话呀 咱们直接动手就行了 这小子要不服 直接打到他福气为止 此时的王亮根本就没有弄清楚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张薇在听到了王亮的这句话以后 吓出了一身的冷汗 想都不想 反手便是叶耳光 狠狠地抽在了王亮的脸上 王亮被张薇打了叶耳光之后 整个人都愣在了原地 在场的众人也全都露出了疑惑的表情 然后才想起来刚才沉默说的那些话 莫非沉默真的认识苏鸿小 此时的李子曦心中也开始疑惑了起来 因为张薇的态度变化实在是有些太大 刚才竟然还喊了一声沉默爷呀 你他们还愣在这里干什么呀 安静跪下来给陈公子道歉呢 张薇扭头冲着王亮大喊 王亮在听到张薇的这句话以后 脸上的表情似乎更加的不解了 张薇看见王亮没有反应 抬腿便是一大脚 直接踹在了王亮的腿上 王亮光当一声直接跪在了地上 而此时的王亮才终于意识到了 问题的严重性 如果陈默没有任何身份背景的话 那张薇绝对不可能是这样的一个态度 道歉呐 张薇瞪着眼珠子高喊 对不起对不起陈公子对不起 刚才都是我有眼无珠 您大人不惧小人过 抱放了吧 王亮一边跪下戈头 一边高声地道歉 而张薇此时也是满脸堆笑 陈公子啊 这个王亮就是个没脑子的小人物 您就别跟他一般见识了 沉默看了看张薇王亮二人 脸上的表情十分平静 根本就没有说话 赵雷上前一步 走到了王亮的面前 把你的手伸出来 王亮听到了赵雷的这句话 忍不住愣了一下 让你把手伸出来 你他妈没有听见是不是 张薇现在哪里有胆子啊 得罪沉默赵雷两个人呢 表情异常地激动 王亮迟疑了一下 哆哆嗦嗦地伸出了自己的右手 咔啪一声脆响 赵雷根本就没有任何的废话 一脚直接踩在了王亮的右手上面 瞬间就踩断了王亮的手骨 啊 王亮惨叫了一声 然后抱着自己的右手啊 开始在地上打滚了 脸上表情异常痛苦 在场的众人看见这一幕以后 全部都傻眼了 李子曦跟许薇薇两个女生看见之后啊 那心中也是无比的恐惧啊 因为他们两个根本就没有想到 赵雷竟然会如此的心狠手了 到你了 赵雷收拾完王亮以后 走到了张薇的面前 大哥 张薇哆哆嗦嗦地想要求饶 你若是废话的话 我就打断你的腿 赵雷面无表情地说道 没有感情啊这个人 张薇看着赵雷 他心里面清楚 这赵雷此时并没有跟自己开玩笑啊 迟疑了两秒钟之后 还是把自己的右手给伸了出来 赵雷抬腿便是一脚 紧跟着忧估是一声惨叫出来 陈默看见这一幕以后 轻轻地摇了摇头 然后直接转身 奔着客车上面走去 李子曦和许薇薇两人 在愣了一下之后 也连忙跟着陈默 一块回到了车子上面 还有什么人不服吗 赵雷在打断了 王亮张薇两人的手骨之后 面色平静地 冲着两人的小弟问 在场的所有人都愣在了原地啊 脸上的表情异异常的恐惧 没有一个人敢出来说话 今天打断你们两人的手骨 只不过就是给你们一个小小的教训而已 陈公子宅心人后 并不想过分为难你们 要不然 你们现在可能都已经是废人了 以后若是再碰到陈公子 记住磕头行李 赵雷环视着在场的众人 平静地扔下了这句话 然后直接转身回到了车厢当中 众人看着赵雷的背影 心中只有无限的骇然和惊恐啊 此时此刻他们才明白了 自己刚才惹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一个保镖都能够如此霸气 那陈默就更不用说了 张百灵喊过来那个冯乐 呆愣愣地看着张薇王亮两人 忍不住低声地感叹 你说你们两个如果早点把陈默放了 不也就没有这么多事情了吗 陈默赵雷 李子夕 许月威 四人在回到了车上以后 大部分的乘客 都用一种敬畏的目光看着陈默 甚至许月威和李子夕啊 他们的目光啊 看陈默都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刚才张薇等人可是嚣张无比的 甚至连张百灵的面子都打算不给 但是陈默一个电话打过去之后 张薇竟然直接跪下道歉了 这足以证明陈默的身份有多么恐怖 只不过李子夕本身就是出生在大家族中 所以此时心里面还是非常不服气的 不就是认识一个苏洪小吗 有什么了不起的 我们李家认识的大人物 随便拿出来一个都比苏洪小厉害 只不过就是我不认识这些人而已 陈默听到了李子夕的话后 忍不住淡淡一笑 陈默知道李子夕这个女生 其实心底还是非常善良的 只不过就是因为生长环境的关系嘛 有些喜欢逞能 但是对于自己呢 也没有什么恶意 要不然刚才李子夕 也就不会帮忙了 第二百七十集 赵雷 你刚才下手为什么那么重啊 而许葳葳则还在忌惮赵雷刚才打断了张威王亮两人手骨的事情 皱着眉头 这些人得罪了陈公子 这样的笑诚已经算是轻的了 如果扶摇在场 估计这些人都得死 赵雷面无表情地回了一句 陈默摇了摇头 脸上的表情异常无奈 这也许就是他不愿意把赵雷等人带在身边的原因了 赵雷等人都是十分专业的保镖 出手从来不计后果 如此狠辣的行事风格 让陈默这个普通人一时间有些没办法接受 只不过陈默知道 自己也需要去适应这种事情 毕竟他已经不是一个普通人了 所以赵雷刚才出手的时候 陈默也不曾阻拦 汽车再次启程之后 除了车内的那些乘客 看见陈默和赵雷两人的眼神啊 发生了一些变化之外 也就再没有碰到什么意外的情况发生了 刚开始的时候 许巍巍似乎还有些紧张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陈默主动和许巍巍说了两句话之后 许巍巍便再次放下了心中的芥蒂 十分开心地跟陈默聊起了天 下午一点多钟 汽车终于是抵达了苏和氏了 众人下车之后 许巍巍看着陈默一脸的不舍 他主动邀请陈默 要带着他在苏和氏玩玩 但是陈默因为还要去参加 苏红小孙女的生日宴会啊 所以便直接拒绝了 而李子曦上下打量了陈默一眼 削着小嘴 陈默 我知道赵雷的身手不错 但是我们苏和氏 还是有很多厉害的大人物的 这些人都不是你能惹得起的 到时候就算你认识苏红小也没有用 所以你最好小心一点 知道吗 嗯 谢谢提醒啊 陈默知道 李子曦这个女生 一直都是刀子嘴豆腐心 所以也就没有跟他过多地争论什么 毕竟马上就要分开了嘛 而李子曦 看见陈默的态度 似乎还算是不错以后 犹豫了一下 你要是真的碰上了什么大麻烦 千万别动手打人了 你可以说我的名字 说你认识李家人 应该会给我些面子的 李子曦在说最后一句话的时候 心里面明显没有了底气 这个世界上 没有陈公子惹不起的人 陈默本来是打算说句谢谢的 但是没想到 站在他身边的这个钢铁直男赵雷 十分傲娇地抢着回了那么一句 陈默则是一脸尴尬地扭头看了赵雷一眼 随着这次的接触 陈默发现这赵雷的性子 实在是太过于耿直了 就算是苏和氏真的没有几个人能够惹得起自己 那也不用如此直接地说出来吧 你怎么比这个陈默还能吹牛啊 李子曦无奈地翻了翻白眼 然后主动拿出了自己的手机和陈默交换了电话号码 几分钟以后 李子曦许微微两人和陈默分开 然后便乘车离开了 赵雷扭头看了陈默一眼 说道 陈默的表情很无奈 还没有想到这个赵雷竟然还挺八卦的 我的直觉 滚一边去吧 你能有个屁直觉啊 陈默一场无语地骂了一句 然后伸手便拦了一辆出租车 因为时间还早啊 所以陈默和赵雷两人在上了出租车之后 并没有第一时间赶往苏红小所说的那个酒店 而是坐着出租车在苏和市溜达了一圈 之前陈默在南阳市的时候 虽然也听说过苏和市 但是一直都没有机会过来玩玩 这一次正好也可以过来溜达溜达 苏和市在南阳市旁边 两座城市距离并不是很远 但是苏和市却不如南阳市繁华 毕竟南阳市也能够算得上是省会城市 但是苏和市只不过就是一个普通的市区而已 也不知道苏红小为何要在这里 给他的女儿办生日聚会啊 陈默忍不住 他自己嘀咕了一句 呃 苏红小的老家就在苏和市吧 当初他还是在苏和市建造了第一家精神会所 所以他在这里举办生日聚会 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再加上苏红小的很多生意啊 也都在苏和市 南阳市的大部分生意 都被陈公子您的公司垄断着 他根本就没有任何机会可言 这次邀请您过来 无非就是想要借着他和您的关系 让苏和市的人害怕他而已 赵磊扭头看了沉默一眼 轻声解释 沉默眼神中闪过了一丝不解 哦 没想到你对苏家的情况竟然还这么了解的呀 在出发之前 李总已经跟我说过这些事情了 哦 原来是个样子啊 沉默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然后并没有多问什么 下午四点多钟 沉默和赵磊在苏和市遛到的差不多了 直接坐着输租车来到了苏红小举办的生日聚会的酒店 京盛大酒店 京盛大酒店和京盛会所一样 都是苏红小的产业 也是苏和市唯一一家五星级的大酒店 沉默来到了京盛大酒店的门口以后 发现一辆辆豪车正在往酒店的停车场里面看 这些豪车随便拿出来一辆都是价值百万以上 从这一点便能够看得出来 这苏红小的人缘还是非常不错的 仅仅就是他孙女儿的一个生日聚会 竟然就能够请过来这么多的大老板参加 跟这些参加宴会的大老板相比 沉默这明显就寒酸了不少 我自己进去就行了 你不用进去了 沉默扭头告诉赵磊 这个京盛大酒店啊 本来就是苏红小的地盘 里面的安保工作做得也应该不错 所以沉默并不担心有人在这里面动手 还有就是啊 沉默觉得如果自己带着赵磊进去 也会让苏红小等人觉得自己是不放心 所以才会在身边带个保镖 再加上赵磊做事一直都非常的耿直 话说不上两句就要动手的性格 也会惹出许多麻烦来 沉默虽然不害怕麻烦 但是却也不愿意因为一些小事而浪费时间 抓紧时间参加完宴会 抓紧时间回去 这才是最重要的 赵磊对沉默的话一直都是言听计从的 所以根本就没有问沉默为什么 那我在酒店外面等你 啊不用了 你去周围6的6的吧 顺便找个饭店吃点东西 你也都一天没有吃饭了 哦好的 赵磊点了点头 然后直接转身离开 沉默看见赵磊离开了以后 迈着步子准备往酒店里面走去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 一辆黑色的奔驰车停在了酒店的门口 一位身材十分性感的美女 在几个保镖的护送下 走下了奔驰车 诶 这个背影好熟悉啊 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呀 沉默此时看不到美女的正脸 但是却可以看见那诱人的背影 忍不住轻声感叹了一句 从奔驰车里面走下来的这个美女啊 因为身边有很多的保镖保护 所以呢 基本上是挡住了沉默大部分的视野 他没办法看见美女的正脸 而且美女走路的速度也非常的快 几乎一眨眼的功夫 便已经走进了酒店当中了 沉默站在酒店的门口 心中确定自己肯定是在什么地方 见过这个背影 但是无奈 又有点想不起来了 嗯 可能是我看错了吧 沉默轻声地感叹了一句之后 直接走进了金盛大酒店 不愧是苏和氏 唯一一家五星级大酒店 里面的装修确实非常的豪华气派 进入酒店之后 便是一条完全由大理石铺彻而成的大厅 而在大厅的最里面 则是服务台 服务台里面站着四位身穿旗袍 长相精致 身材性感的美女 先生您好 请问是过来参加苏小姐生日聚会的吗 其中一位美女看着沉默主动询问 没错 我是来参加聚会的 麻烦您里面请 左手边第一个大厅 就是举办苏小姐生日宴会的大厅 美女笑盈盈地回答 谢谢 沉默直接转身 奔着美女刚才所说的那个大厅走去 走了几步 沉默在一扇看上去十分华贵的大门前停了下来 此时这扇大门是紧闭着的 但是沉默隐隐约约 透过这扇大门能够听到阵阵动听的音乐声 而在大门的两侧 站着两位身穿黑色燕尾服的侍者 这些侍者应该都是经过专业训练的 看上去就十分的有这种专业气质 沉默走到了大门前 这是苏小姐生日聚会的地方吗 没错 侍者一边说话 一边上下打量了沉默仪 看见沉默的穿着打扮十分的一般之后 直接伸手拦住了准备往大厅里面走的沉默 毕竟 今天能够过来参加生日聚会的 那全部都是苏和氏有头有脸的大人物 像沉默这样的普通人 根本就没有 逝者肯定有些怀疑沉默的身份 而且还有更加重要的一点 那就是据说 今天会有一个从南洋市过来的大人物 安保工作必须做到位 要不然万一让什么杀手混进来 对这里面的客人造成什么伤害的话 就算是苏洪小的本事再怎么大 也绝对不可能摆平这件事 所以 这次生日聚会 无论是谁 都必须出示邀请函 否则 根本就不可能进去 但是逝者可能还不知道呢 此时被他拦住的这个沉默 就是传说中重要嘉宾 陈公子 你什么意思啊 陈默被逝者给拦住之后 忍不住地愣了一下 表情有些不解 先生 请您出示一下您的邀请函吧 邀请函 陈默听到逝者的这句话直接愣了 脸上的表情 有些 无奈 还有一些尴尬 因为之前苏洪小邀请他 只不过就是打了一个电话而已 根本就没有提到过这个什么邀请函这回事 所以 他根本就没有邀请函 哦 如果要是没有邀请函的话 您是不可以进去的 我是苏洪小亲自打电话邀请过来的 我也不能进去吗 啊 如果您真的是苏总打电话邀请过来的 您现在可以给苏总打个电话 证明一下您的身份 如果您要是不能证明您的身份的话 那我们是绝对不可以让您进去的 试者面无表情地回答 陈默特意请了假来到了苏和市 如果此时仅仅就是因为没有邀请函 就这么走了 那实在是有些尴尬了 所以想了一下之后 他直接拿出了自己的手机 嗯 好吧 那我现在就给苏洪小打个电话 拴这句话以后 陈默找到了苏洪小的电话号码拨了过去 诶 但是让陈默尴尬的是啊 这电话打过去了能有一分钟的时间 苏洪小那边竟然是迟迟没有接通电话 怎么就这个时候不接电话了呢 陈默看着手机十分无语地嘀咕了一声 而两位逝者看到这一幕都露出了不屑的表情 他们两个都觉得陈默此时根本就是在演戏 苏洪小那种级别的大老板 怎么可能会认识陈默这样的人呢 先生 如果您暂时联系不上苏总的话 您可以在一旁等待 呃 我们不要影响到其他客人嘛 虽然心中非常的瞧不起陈默 但是这些逝者还是非常客气地和陈默说着话 啊 行吧 陈默有些无奈地点了点头 然后拿着自己的手机走到了一旁 开始不停地给苏洪小打电话 此时此刻的苏洪小正在大厅里面招待客人 根本就没有把手机带在身上 自然也就接不到陈默的电话了 陈默在门口等了差不多将近十分钟的时间吧 最后实在是等得有些不耐烦了 你要请我过来 我过来了 赶紧打电话你也不接 门口这两个人也不让我进去 那就不能怪我了 我还是赶紧回去吧 省得耽误明天上课 陈默觉得自己现在也算是人之一境了 打了这么多的电话 但是苏洪小一个都不接 那也不算是自己的问题了 所以陈默直接转身 准备离开 但是就在陈默刚刚转身的那一瞬间 忽然间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当陈默看见这个身穿黑色晚礼服 长相精致 身材性感的女人以后 直接就愣在了原地 脸上的表情非常不可思议 因为他根本就没有想到 自己竟然在这里碰到了他 陈默 你怎么来这里了 漂亮女人眨了眨水汪汪的大眼睛 十分不可思议地看着陈默 我 我那个什么 我是来参加生日聚会的呀 你是来参加生日聚会的 美女在听到了陈默的这句话之后 脸上的表情似乎更加地震惊了 第271集 陈默 你说你是来参加生日聚会的 美女直接快步跑到了陈默的面前 疑惑地问 对呀 陈默无奈地点了点头 此时站在陈默面前的这个美女 不是别人 正是当初和严桐表白的那个 同性恋美女 苏密 陈默自己都没有想到 这个世界竟然会是这么地想 自己都已经来到了苏合市了 竟然还能够碰到熟人 虽然她和苏密并不是很熟吧 只不过 陈默此时看着苏密那纤细的美腿 还有挺翘圆润的香臀 忍不住想起了 之前自己在包厢里面 和苏密做的那些事情 你也是来参加生日聚会的吗 陈默轻声问苏密 废话 我 苏密张嘴想要说话 但是犹豫了一下之后 直接改口 对啊 我是来参加生日聚会的 哦 陈默点了点头 不知道应该继续说些什么了 而苏密 则是一脸奇怪地打量了一下陈默 既然你也是来参加生日聚会的 那你为什么不进去 我 那个什么 陈默脸上的表情有些尴尬 一时间不知道该如何解释 她担心 如果说自己是因为没有被邀请函 所以进不去 那苏密肯定会嘲笑自己 苏小姐 这个人是因为没有邀请函 所以我没有让他进去 但是如果他是您的朋友 那是可以进去的 站在不远处的逝者 在看见苏密主动和陈默讲话之后 脸上的表情明显紧张了几分 陈默 你没有邀请函 参加什么生日聚会啊 苏密听到逝者的话后 脸上的表情明显就释怀了很多 然后拽着陈默 你是打算在这里蹭吃蹭喝 对不对 我不是蹭吃蹭喝 我真的是来参加生日聚会的 陈默有些无理的解释 哼 你就是蹭吃蹭喝也没关系啊 正好我还要谢谢你呢 这次我带你进去吧 苏密淡淡一笑 随即 直接拽着陈默 奔着大厅里面走去 逝者看见苏密认识陈默以后 根本就没有阻拦的想法 相反 还冲着苏密和陈默两人深深地 拘了一躬 走入大门之后 陈默跟随苏密经过了一条挂满了名画的走廊 然后走进了举办生日聚会的大厅当中 不得不说 这个大厅还是非常豪华的 里面呢放着舒缓的音乐 精致的水晶吊灯闪闪发光 柔软的羊毛地毯 踩上去呢也十分的舒服 陈默现在虽然已经非常的有钱了 但是他去过的高级场所并不是很多 最多也就是上次去过一次碧天涯 所以陈默忍不住地开始东张西望了起来 而苏密看见陈默如此好奇之后 忍不住淡淡一笑 你是第一次来这种地方吗 应该算是吧 陈默觉得这种事情也没有什么可丢人的 所以便轻轻地点了点头 其实我觉得这种宴会虽然看上去高级 其实挺没意思的 陈默听到了苏密的这句话以后愣了一下 随即疑惑地问道 那个什么 刚才我看见门口的侍者好像认识你了 你和苏家是不是有什么关系啊 大哥 你是不是傻呀 我本身就姓苏 而且还是苏和人 你说我跟苏家是不是有什么关系啊 苏密一脸都无语 陈默担心自己如果继续问下去 可能会让苏密怀疑 此时的他并不想让苏密知道自己的身份 一旦要是让他知道了的话 那严同可能就会知道 到了那个时候啊 事情可就麻烦了 而且苏密本身就姓苏 所以和苏家人有点关系 也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大厅里面已经来了不少人了 这些人基本上都是身穿着昂贵的礼服 打扮得也非常的时尚 而陈默的打扮和这些人相比 明显有些格格不入 其实陈默心里面还是非常郁闷的 毕竟 他今天为了参加苏红小孙女的生日宴会啊 特意找了一套价格昂贵的衣服 此时陈默身上的一套衣服 夹在一起要好几万块钱 放在普通人的眼中 已经非常的不错了 但是 无奈此时来参加宴会的这些人 穿着的都是礼服 只有陈默一个人穿的是休闲装 所以呢才会显得陈默有些另类 即便是苏密 此时的穿着那都是晚礼服 大厅里面 每个人手中都拿着一杯红酒 脸上挂着淡淡的微笑 这些人 一般都是所谓的上层人士 所以 对于自己的言谈举止 还是非常在意的 即便是这么大的大厅 这么多人 依旧听不到任何喧闹的声音 这些人都是准备趁着这个机会 好好地扩展一下自己的交际圈子 而陈默其实心里面 并不是很喜欢这样的场合 因为他觉得 这些人实在是太虚伪了 你在这里根本就认识不到什么有用的朋友 大家也只不过都是各取所需罢了 诶 陈默 我还要谢谢你呢 就在这个时候 苏密突然开口了 谢谢我 陈默愣了一下 有些不解地问 你为什么要谢谢我呀 上次你跟我说完之后 我按照你的建议去看了心理医生 医生说我现在其实并不属于同性恋 只不过就是对自己的定位不够准确罢了 如果要是配合治疗 很快就能恢复正常了 那实在是太好了 陈默连忙回了一句 他觉得苏密这种女人要是真的当了同性恋 那对于广大的男性同胞来说 简直就是一种损失啊 如果不是你的话 我可能根本就不会想到去看心理医生 苏密笑盈盈地回答 陈默正要说话 突然发现苏洪小竟然从人群当中走了出来 当陈默看见苏洪小以后 整个人都傻眼了 因为他知道 苏洪小肯定会主动和自己说话的 到时候自己的身份也会暴露 陈默在看见苏洪小以后 脸上的表情开始变得紧张了起来 脸毛扭头冲着自己身边的苏密说 那个什么 我今天晚上还没有吃饭呢 我看见那里好像有点好吃的 要不然咱们两个去吃点东西吧 我就知道 你肯定是过来蹭吃蹭喝的 苏密白了沉默一眼 但是也没有多说什么 静止带着沉默 奔着摆放糕点的位置 走了过去 而苏洪小其实根本就没有注意到 沉默已经过来了 他只不过就是在和自己的一些好朋友 寒暄罢了 走到了摆放着蛋糕的长桌前面之后 沉默随便拿起了一块蛋糕 尝了尝 怎么样 好吃吗 苏密笑盈盈地问 嗯 挺好吃的 沉默心不在焉地回了一句 其实他的视线 一直都在盯着苏洪小那边 此时的苏洪小 虽然正在和自己的朋友寒暄 但是其实也在大厅里面寻找着沉默 刚才 他已经和客运站那边的人联系过了 沉默早早地就已经抵达了苏和市 但是却一直都没有露面 再加上 刚才苏洪小换衣服的时候 忘记把衣服拿出来了 所以此时苏洪小心里面还是非常着急的 他之前已经把沉默准备来参加生日聚会的消息传出去了 在场的很多人其实根本就不是给苏洪小面子 而是给沉默面子 他们今天过来也就是想要目睹一下 这个南洋市沉公子的风采 但是沉默得迟迟不出现 让苏洪小心里面开始变得有些紧张了起来 苏洪小和自己的朋友简单地聊了一会儿之后 便找了一个机会离开了 然后带着自己的保镖走到了大厅的一个角落 看见沉公子了吗 苏洪小低声地向着保镖问道 刚才我也问过门口的侍者了 他们都说没有见过一个叫做沉公子的人 我也在大厅里面找了一下 也没有发现沉公子 那沉公子能去哪里呢 苏洪小眼神中闪过了一丝无奈 苏总 实在是不行的话 您现在给沉公子打个电话吧 保镖轻声地建议 我要是能打电话 我现在肯定打了 我的手机放在更衣室里了 这样吧 你去更衣室里面把我的手机找来 我给沉公子打个电话 苏洪小低声吩咐 哦 行 保镖点了点头 然后便转身离开了 苏洪小看见保镖离开了以后 瞇着眼睛 打量着大厅里面的那些客人 脸上的表情十分无奈 他清楚 如果今天沉默要是不过来的话 自己丢人可就丢大了 但是苏洪小不知道 其实沉默现在已经在大厅里面了 只不过担心苏洪小认出自己 所以一直都是背对着苏洪小的 再加上苏洪小那些保镖 对沉默本身就不是很熟悉 所以呢 也就一直没有能够发现 沉默和苏蜜两人一边吃着糕点 一边聊着天 相处下来之后 他发现其实这个苏蜜这个女生的性格 那还是非常不错的 他对苏蜜的印象呢 似乎也是好了很多 唯独让沉默觉得不满意的是 这么高级的酒店 竟然只有红酒和糕点 连肉食都没有 沉默原本以为生日就会 就是随便吃点饭而已 所以之前呢 根本就没有想过吃任何的东西 沉默 你尝尝这块蛋糕 挺好吃的 苏蜜拿起了一小块的蛋糕 递到了沉默的面前 哎呀 不吃了不吃了不吃了 吃不进去了 沉默想都不想地摆了摆手 也都不知道这苏蜜人怎么想的 这么多人见就准备了蛋糕和红酒 根本就吃不饱好不好 大哥 人家这是生日聚会 又不是请你来吃饭的 苏蜜听到沉默的话以后 表情十分无奈 我要早知道这样的话 那我来的时候就吃点东西好了 哎呀 我跟你实在是没法沟通 你看看 能来参加宴会的 那都是什么人啊 人家怎么可能会在乎 这里面吃什么 苏蜜看着沉默 不知道说点什么才好 这东西开什么宴会啊 沉默随便拿起了一杯红酒 简单地喝了一下 哎 对了 你不是说 你是来参加生日宴会的吗 那你给人家准备什么礼物了 苏蜜看见沉默 两手空空 笑盈盈地问 礼物啊 沉默愣住了 哎 眼神当中明显地闪过了一次尴尬呀 因为他根本就没有想到礼物这件事 但是沉默发现 苏蜜仿佛也没有拿东西进来 所以直接反问 你准备什么礼物了吗 我应该不需要准备礼物 苏蜜笑盈盈地回答 你不用准备礼物啊 那我也不用 沉默想都不想直接回了一句 然后抬头看了苏蜜一眼 疑惑地问 哎 不对啊 你为什么不用准备礼物啊 因为 苏蜜张嘴刚要说话 就在这个时候 一阵芳香袭来 沉默本能地抬头看了一眼 发现 竟然是两位身穿晚礼服的美女 奔着自己 还有苏蜜的位置 走了过来 小蜜 你怎么还在这里啊 机会马上就要开始了 你还有心情在这里闲聊 你快点啊 其中一个身材不错的女生 与其交集地 冲着苏蜜喊了一声 而苏蜜在听到这句话以后 连忙伸手拦了一下自己的闺蜜 然后扭头告诉沉默 呃 沉默 那个什么 我还有事啊 你自己在这里多待一会儿吧 啊 啊 沉默觉得 这两个女人 应该是苏蜜的朋友吧 所以呢 自然也就没有多想什么 只是轻轻地点了点头 而苏蜜看见沉默点头以后 直接拽着自己那两个闺蜜 走了 小蜜 刚才那个小子是什么人啊 从来都没有见过呢 其中一个闺蜜扭头看了沉默一眼 她是我在南洋市认识的一个朋友 苏蜜解释了一句 又问道 礼服都已经送来了是吗 苏蜜跟着两个闺蜜 急匆匆地奔着大厅的门口出走去 其中一个闺蜜十分的无奈 大姐 礼服人家早就送过来了 化妆师也一直在化妆间里等你呢 今天可是你的生日 我们几个人都在帮你忙活 你自己却跑到这里 跟一个不知道从哪里来的穷小子聊天 我真不知道你在想什么 沉默可能现在都没有想到 其实苏蜜小那个孙女啊 不是别人 正是苏蜜啊 刚才苏蜜呢 原本是打算逗一逗沉默的 但是她发现 沉默竟然真的不知道 自己和苏蜜小的关系 而且苏蜜觉得 沉默应该不是来参加 自己的生日聚会的 只不过就是来蹭吃蹭喝的 但是她也并没有揭穿沉默 毕竟啊 今天是她的生日嘛 她邀请了什么人 心里面啊 还是非常清楚的 第272集 什么穷小子 沉默是我朋友 苏蜜 听到自己闺蜜说的话以后 撇着小嘴反驳 哎呀 行了 知道那个人是你朋友了 你什么时候认识的 这样的朋友啊 闺蜜拽着苏蜜 往化妆间走去 不知道 一会儿沉默发现 其实我就是这场 生日聚会的主人以后 心里边会做何感想啊 苏蜜忍不住淡淡一笑 然后跟着闺蜜 走进了化妆间 开始换衣服化妆 毕竟今天她才是主角 自然要好好的 打扮得漂亮一下 而且苏蜜还听苏鸿小说 今天会来一个 非常重要的客人 让自己务必好好的 打扮一番 而沉默在看见苏蜜 离开之后 根本就没有把苏蜜 和苏鸿小孙女 这两个人的身份 联系在一起 一直都站在角落 安静地 看着大厅里面的那些人 另一边 保镖在拿到了苏鸿小的手机以后 直接回到了苏鸿小的身边 苏鸿小打开自己的手机一看 发现 竟然有十多个 沉默打过来的电话 这下子啊 算是把她给吓坏了 想都不想 直接回播了过去 很好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sorry 手机里面传来了一个女人的提示 完了 陈公子肯定是到了苏和氏 但是找不到地方 所以才给我打了这么多的电话 现在 陈公子应该是一生气 直接走了 苏鸿小看着自己的手机 十分绝望 其实 陈默的手机只不过就是因为 刚才给他打了很多的电话 直接自动关机罢了 那苏总 咱们现在怎么办呢 保镖皱着眉头询问 陈公子是半个小时前给我打的电话 现在应该还没有离开苏和氏 你快点让人去火车站 酒店 机场 客车站 这些地方找找 找到陈公子以后 立马给我打电话 知道吗 苏鸿小清楚 生日聚会马上就要开始了 自己还不能够离开这里 所以只能让自己的人 先去找陈默 而他则拿着手机 开始给李俊诚打电话 看看李俊诚能不能联系到陈默 但是无奈 李俊诚那边也找不到陈默呀 这一下子 苏鸿小算上彻底绝望了 原本他以为陈默能够过来 对他们苏家是一个机会 但是他没有想到 仅仅就是因为自己的一时大意 便酿成了大祸 今天陈默不来 那都已经是小事了 如果陈默因为今天自己的招待不招 而生气那事情可就真的麻烦了 哎呀 早知道我就不去接待别人了 老老实实等着陈公子过来就好了 怠慢了陈公子那种人物 这下子可如何是好玩呀 此时的苏鸿小 肠子都快悔清了 只恨自己实在是太大意了 但是现在已经来不及多想了 下午五点整 大厅里面响起了一阵舒缓的音乐 大厅里面的灯光明显暗淡了几分 大门缓缓拉开 众人纷纷将自己事先准备好的礼物拿了出来 然后围在了大厅入口的位置 等待着今天的主角登场 陈默清楚自己并没有准备礼物 而且他的身份也比较特别 一旦要是让人知道 堂堂南洋陈公子来参加人的生日聚会 竟然连礼物都没有准备 那真是够丢人的 所以陈默打算以后把这个礼物补上 今天就不跟这些人凑热闹了 一个人安静地站在了角落 苏蜜在两位闺蜜的陪同下 走进了大厅当中 此时的苏蜜已经换上了一套白色的晚礼服 精致的晚礼服搭配完美的身材 以及那张娇艳欲滴的俏脸 给人的感觉简直就是美艳到不可方物啊 在场所有人都把注意力放在了苏蜜的身上 纷纷围在了苏蜜的身边 一边递上礼物一边说着生日祝福 这些人都是有钱人 准备的礼物呢 也都是非常昂贵的 各种各样的奢侈品啊 也是层出不穷啊 最让陈默没有想到的是 竟然还有人啊 送了一架钢琴 陈默眯着眼睛看着那些人 心中忍不住的感叹呀 这些礼物加在一起 应该都得将近上千万了吧 仅仅就是过个生日 就能够接受到这么多的礼物 这实在是有些夸张啊 只不过 因为围在苏蜜身边的人 实在是有些太多了 而且再加上陈默站着的位置 距离有些远 所以此时 陈默根本就没有办法 看见苏蜜的模样 他也就不知道 苏鸿小的孙女儿 其实就是苏蜜 谢谢各位 真的非常感谢 苏蜜此时脸上挂着淡淡的微笑 开始和众人寒暄了起来 苏蜜早就已经适应了这样的场合 所以得带每个人呢 都露出了真诚的微笑 让人感觉非常的舒服 片刻之后 这些人终于都把礼物送得差不多了 接下来就是 苏蜜上台演讲的时间了 陈默知道有人要上台演讲以后 本能地看了一眼舞台的位置 但是当他看见 走上舞台的人是苏蜜之后 瞬间就傻眼了 哇 不会这么巧吧 苏蜜原来就是苏鸿小的孙女儿啊 啊 陈默瞪着眼睛 脸上的表情非常的不可思议 非常开心呢 大家今天能够来参加我的生日夜会 苏蜜一边拿着话筒 说话一边扭头 看向了目瞪口袋的陈默 然后露出来一个十分开心的微笑 陈默这个时候才反应过来 自己竟然是被苏蜜这个女人给耍了 陈默站在大厅角落 看着舞台上面那个性感诱人娇艳欲低的苏蜜 此时才反应过来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原来这苏蜜竟然就是这苏鸿小的孙女儿啊 刚才陈默原本以为苏蜜只不过就是 和苏家有什么亲戚关系而已 并没有多想 毕竟他对于苏和氏啊 并不是很了解 对于苏鸿小的事情 了解的也不是很多 陈默仅仅知道苏鸿小是靠着 做会所生意起的家 而且李俊成说 苏鸿小为人还算是不错 所以多接触一下 对自己来说并没有什么坏处 这也是陈默为什么会过来参加 苏鸿小孙女生日聚会的原因 但是陈默哪里会想得到 苏鸿小的孙女儿 竟然就是苏蜜啊 怪不得刚才苏蜜一句话就能够带进来 怪不得苏蜜一直都是在问我 是不是来参加生日聚会的 怪不得大梯里面那么多人都认识苏蜜 靠 恨爹 陈默忍不住在心里面连续地感叹了几句 此时他才反应过来 苏蜜本身就是这场生日宴会的主人 但是苏蜜并不知道 自己是被苏鸿小邀请过来的 刚才苏蜜竟然一直都在耍我 陈默看着苏蜜 脸上的表情 有些好看了 一时间竟然是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了 此时的苏蜜正拿着话筒 对到场的那些嘉宾呢 说着那些感谢的话 陈默非常的想要冲上去 和苏蜜把话说清楚 因为他只要一想到 苏蜜刚才脸上的那种 似是而非的笑容 那就非常的愤怒啊 但是当陈默看见 站在苏蜜身边的苏鸿小以后 直接打消掉了这个念头 陈默知道 如果现在冲上去和他理论 那苏蜜就会知道 自己和苏鸿小之间的关系 也会知道陈默的身份 这一旦苏蜜要知道了自己的身份 那严童也就会知道了 此时的陈默根本就不希望 有这么多人知道自己的身份 因为解释起来将会非常的麻烦 所以他最后还是选择 迎人了下来 而陈默也担心苏鸿小 在人群当中看见自己 所以呢故意找了一个角落站着 准备等待生日聚会结束以后 自己抓紧时间离开 苏蜜的演讲结束之后 就是跳舞的环节了 大厅里面播放起了舒缓的音乐 苏和氏的那些青年才俊 纷纷奔着苏蜜的位置走了过去 想要邀请苏蜜跳舞 但是无论什么人邀请 苏蜜都直接拒绝掉 然后开始在大厅里面 寻找起了沉默 苏鸿小一直都在担心 沉默没有过来这件事 所以呢也就没有过分地关注苏蜜 一直都在拿着手机打着电话 苏蜜在大厅里面找了一大圈之后 发现了躲在角落里面 瑟瑟发抖的沉默同学 他直接踩着高跟鞋 笑盈盈地跑到了沉默面前 诶 沉默 我找你半天了 你竟然躲在这儿啊 今天是你过生日啊 沉默激动地问道 对啊 苏蜜笑盈盈地点了点头 既然今天是你过生日 那你为什么没有告诉我呀 沉默咬牙切齿瞪着眼睛 冲着苏蜜喊着 大哥 是你自己亲口说的 你是来参加生日宴会的 我原本以为你知道是我过生日啊 哎 但是后来我发现 你根本就不知道是谁过生日 那你进来肯定就是为了蹭吃蹭喝的 所以啊 我为了不伤害到你的自尊心 就没有揭穿你 怎么 你现在竟然还怪我 没有跟你说清楚啊 苏蜜似乎也有些不乐意了 沉默脸上的表情十分的苦恼啊 他觉得人家苏蜜说的这句话 其实还是非常有道理的 毕竟 他说自己是来参加生日聚会的 但是既然连谁过生日都不知道 那确实是有些说不过去 其实沉默不是不知道谁过生日 他只是不知道 苏蜜是苏公小的孙女而已 而且现在沉默也没有办法解释这些事情了 毕竟一旦要是解释了 苏蜜就会知道沉默的身份了 哎 行了 你也不用纠结这个了 咱们两个呢 也算是朋友 你来参加我的生日聚会也很正常啊 来 咱们两个去跳舞 苏蜜看见沉默半天都没有说话 觉得他是因为被自己揭穿了 所以有些尴尬 连忙伸手拽着他 往舞池里面走去 哎 哎 哎 我不会跳舞啊 沉默愣了一下 你不会跳舞 我可以教你啊 我真的不会跳舞啊 刚才不是有很多人都要请你跳舞吗 你还跟他们去跳吧 沉默同学确实不会跳舞 而且他也担心 如果自己真的去和苏蜜跳舞的话 可能会被苏宏小发现 我现在一看见那些男的就恶心 但是看你不恶心 你去跟我跳舞 沉默皱着眉头问 不是 你这句话什么意思呀 你的意思是说 我不是男人哪 哎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的事 你不知道吗 苏蜜翘脸一红 沉默看见他这个样子以后 才反应过来 苏蜜是一个同性恋这件事 所以他简单地打量了一下大厅里面的情况 此时大厅里面已经有不少的男男女女都在跳舞了 但是沉默并没有看见苏宏小 所以他只能无奈地答应了 那行吧 就就就跳一会儿啊 好啊 苏蜜十分开心地答应了一声 然后直接拽着沉默走进了舞池当中 另一边 苏宏小此时确实没有在大厅里面 因为他根本就没有心情继续待下去了 毕竟自己怠慢了沉默 让沉默一生气直接走了 这件事情对于他来说 那简直就是天大的事情 在江南省得罪了沉默 那跟找死有什么区别啊 所以苏宏小在舞会开始之后 直接来到了金盛大酒店的办公室当中 找到沉公子了吗 苏宏小进入办公室后 就急急忙忙地问着自己的贴身保镖 还没有呢 车站啊 机场啊 还有我们酒店 我们都找过了 但是都没有找到沉公子 保镖低声回答 哎呀 废货 苏宏小在听到了保镖的这句话以后 那表情十分愤怒了 那几个保镖 看见苏宏小真的生气了以后 吓得一个个呀 哎呦 那都是在原地立正了起来 脸上的表情异常地紧张 别人可能不了解苏宏小的为人 但是这些保镖天天都跟在苏宏小的身边 对于他的性情还是非常了解的 苏总 我觉得陈公子应该是已经回到了南阳市了 咱们在苏和市肯定找不到他 其中一个保镖犹豫了一下之后 结结巴巴地说 苏宏小缓缓地眯上了眼睛 我费了这么大的力气 好不容易才认识陈公子 如果陈公子能跟我们苏家处好关系 那对于我们苏家来说 绝对是天大的好事啊 这是老天给我的机会 我绝对不能放过这个机会 那 苏总 咱们现在怎么办呢 苏宏小坐在原地想了一下 你们现在 把小蜜喊过来 我要带着他 去找陈公子当面道歉 这个 保镖们在听到了这句话以后 全部都露出了为难的表情 我现在让你们去把苏蜜给喊过来 你们都没有听到是不是 苏宏小看见这些保镖都没有动以后 瞪着眼珠子大喊着 苏总 现在宴会都已经开始了 很多客人都在大厅里面呢 您如果要现在把小姐带走 是不是有些不妥呀 有什么不妥的呀 这个大厅里面所有人加在一起 都不如一个陈公子 只要陈公子能够不生气 就算是得罪这些人又能怎么样 苏宏小想都不想直接回答 几个保镖在听到了苏宏小的这句话以后 全部都愣在了原地 脸上的表情非常不可思议 要知道今天过来参加苏蜜生日宴会的人 那可都是苏和氏非常出名的大人物 其中身价超过十亿的就有好几个 但是此时苏宏小竟然愿意 为了一个陈公子 而得罪这么多的人 那足以证明 这个所谓的陈公子 身份背景有多么的恐怖了 你们都还愣在这里干什么呀 快点去呀 苏宏小看见自己的保镖 还愣在那里 那家伙十分激动地喊了一声啊 眼珠子都痛红啊 保镖们连忙转身啊 奔着办公室外面跑去 而此时 陈默和苏蜜两人还在舞池里面跳舞 苏蜜其实本身呢 也是非常喜欢跳舞的 但是无奈 跳舞需要舞伴 他本身就非常的讨厌男人 所以也就没有办法 在公众场合跳舞了 喂 我很没有骗你啊 我是真的不会跳舞的 陈默低声告诉苏蜜 没关系 我知道你不会跳 我可以教你 苏蜜继续说了下去 你现在啊 把你的左手搭在我的肩膀上 然后右手搂着腰 这个动作 是不是有点亲密了呀 陈默愣了一下 你这个人废话怎么这么多呀 我都不嫌弃你 你还嫌弃我啦 苏蜜撇着小嘴 然后直接将陈默的手 放在了自己的腰只上 苏蜜的腰只 非常的纤细柔软 摸上去 手感也不错 面对这样的一个大美女 而且还是如此暧昧的姿势 陈默的心跳 难免有些加速 你想什么呢 你现在跟着我动起来就行了 一二三四 哎呀 你能不能认真一点啊 你踩我脚了 苏蜜看见陈默 此时完全就是一副 心不在焉的样子 有些愤怒了 而陈默也是一脸的无奈 不是 我早就跟你说了呀 我不会跳舞的 非得让我跟你一起跳舞啊 现在不是你会不会跳舞的问题 而是你态度不认真 苏蜜冷哼了一声 从现在开始 只要你踩到我一次 我就掐你一次 听到了吗 不是 刚才咱们两个只是说要跳舞了 这 这没说还得掐人的呀 你要这样的话 我不跟你跳了啊 沉默十分无语 你走一个试试 你现在要走的话 我就让保安把你抓起来 让所有人都知道 你是来蹭吃蹭喝的 你根本就没有要紧寒 苏蜜 凶巴巴的威胁着沉默 沉默瞬间就无语了 表情无奈地看着苏蜜 不知道应该说些什么才好 如果苏蜜真的把保安喊过来 那自己的身份 肯定也会跟着曝光 所以沉默没有办法 只好认真的学习了起来 不得不说 沉默的跳舞天赋还是可以的 认真起来 他也再也没有踩到苏蜜的脚 两个人呢 也越发地熟练了起来 此时 大厅里面有很多人都在关注着 苏蜜的一举一动 但是 当他们看见苏蜜此时 正在和沉默跳舞以后 全部都露出了不解的表情 这个小子是谁啊 既然能够跟苏小姐在一起跳舞 是啊 而且苏小姐好像还很开心的样子 这两个人的关系 不简单啊 刚才苏蜜拒绝了那么多人的邀请 但是此时 竟然和沉默在一起跳舞 这确实 让人忍不住 开始在心里面 怀疑起了沉默的身份 当然了 此时觉得最不可思议的人 还是苏蜜的那几个闺蜜 苏蜜本身是同性恋这件事情 知道的人并不是很多 大部分人觉得苏蜜一直都没有谈恋爱 那是因为眼光比较高的缘故 毕竟 苏蜜在苏和市 也算是很出名的大小姐了 一旦这个丑闻传出去 那苏家也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但是 她的闺蜜确实知道 苏蜜是同性恋的 而且这段时间 还和南洋大学的一个老师表过白呢 可是此时 苏蜜竟然又和沉默在一起跳上了舞 这就让她的那些闺蜜想不明白 是怎么一回事呢 哟 小蜜难道喜欢男人了 其中一个闺蜜 忍不住感叹了一句 是啊 刚才小蜜好像就是在跟这个人聊天 这两个人关系肯定不简单 另外一个闺蜜跟着附和 就在沉默和苏蜜在大厅里面 跳舞的时候啊 在场的那些嘉宾 已经开始小声地议论了起来 毕竟 苏蜜的身份比较特殊 而且这么多年了 她从来都不曾和任何人闹出过绯闻 但是此时的苏蜜 竟然跟一个 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青年当众跳舞 而且两个人好像还有说有笑的样子 这也就让众人心里面 更加地怀疑沉默的身份了 大厅里面 苏蜜的追求者很多 他们看见这一幕以后 眼神中都带着一丝嫉妒和愤怒 几分钟之后 大厅里面的音乐 缓缓地停了下来 沉默也算是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啊 连忙松开了 放在苏蜜腰间的右手 在别人的眼中 和苏蜜跳舞可能是一件非常荣幸的事情 但是对于沉默来说 这可不是什么好事啊 仅仅不到十分钟 苏蜜连续掐了他十多下 沉默感觉自己的腰 都快被这个女人给掐断了 而苏蜜 则是看着沉默淡淡一笑 刚要说话 突然看见一个保镖 急急忙忙地跑到了自己的身边 苏蜜看了保镖一眼 小王 你有什么事吗 因为这个保镖啊 跟在苏红小身边多年 所以 苏蜜对这个保镖啊 也算是熟悉的 小姐 那个 苏总 我喊您过去一趟 有非常重要的事情 想要跟您说 保镖扭头看了沉默一眼 低声回答 苏蜜能够看得出来 保镖这个样子 那说明肯定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所以直接对沉默说 嗯 沉默 我有点事情先离开一下 你自己玩会儿吧 嗯 好 沉默轻轻地点了点头 走吧 苏蜜冲着自己身边的保镖 喊了一声 然后直接迈着步子 奔着苏红小的办公室走去 沉默看着苏蜜的背影 眼神中闪过了一丝不解 此时 他还在担心着 会不会苏红小已经发现了自己 但是 沉默觉得 如果是苏红小发现了自己 那苏红小肯定会第一时间 过来和自己说话 所以他觉得应该是自己想多了 另一边 苏蜜跟随着保镖 来到了苏红小的办公室 爷爷 你喊我过来有什么事啊 苏蜜进入办公室以后 十分随意地坐在了沙发上 小蜜 你现在快点去换一下衣服 我要带你去南洋市见个人 苏红小十分地焦急 换衣服去见个人 苏蜜直接愣在了原地 脸上的表情十分不解 爷爷 今天是我的生日聚会 聚会还没结束呢 什么事啊 这么着急 哎呀 我现在跟你解释不了这么多了 你还是快点去换衣服吧 苏红小十分着急地回了一句 可是大厅里面还有那么多客人呢 如果我现在就这么离开的话 那些人心里怎么想啊 苏蜜皱着眉头 脸上的表情十分地不情愿 毕竟今天有很多苏蜜的朋友过来 而且人家刚刚还都给自己 送了生日礼物 自己的生日蛋糕还都没有切呢 现在就这么走了 确实有些不太合适啊 我要带你去见的这个人 非常的重要 宴会的事情 我会让人处理 啊 你就别管这么多了 快点换衣服跟我走 苏红小急急忙忙地催促着 那个人就算再怎么重要 难道还能有这一屋子的人重要吗 苏蜜很少看见苏红小如此地着急啊 他顿时有些不解 当然了 我带你见的这个人 要比这一屋子的人都重要 苏红小想都不想就直接回答 苏蜜直接愣在了原地 脸上的表情十分地疑惑 哎 爷爷 这到底什么人啊 能让你这么重视 其实苏红小本身还是非常了解苏蜜的性格的 他清楚 如果不把这件事情说清楚啊 苏蜜肯定不会跟着自己离开 所以只能低声地解释 小蜜啊 呃 我之前跟你说过 要介绍一个非常重要的客人跟你认识 你还有没有印象啊 南洋市的那个什么陈公子 苏蜜想了一下 没错 就是陈公子 苏红小点了点头 今天啊 陈公子应该是来过了 但是因为我的一时疏忽 把手机放在了办公室里面 并没有接到陈公子的电话 咱们今天的生日聚会安保工作做得比较严格 我也没有给陈公子邀请函 所以卡特肯定是进进不来的 而且也没有联系到我 我怀疑陈公子一生气 直接回南洋市了 所以我现在准备带你去南洋市 亲自给陈公子道个歉 哎 不就是个陈公子吗 走了就走了呗 有什么大不了的 苏蜜撇着小嘴 十分不耐烦地回答 哎呀 小蜜呀 你不了解这个陈公子 他的身份非常的特殊 背景也不是咱们能够想象的 基本上 这要是咱们江南省的大企业 都是这个陈公子的产业 而且这还只不过就是他在江南省产业而已啊 陈公子在其他省份的产业 甚至是在全球的产业 那就更多了 这种大人物根本就不是咱们苏家能够得罪得起的 所以我必须要亲自过去给他道歉呢 苏洪晓 一脸的担忧 这个陈公子这么厉害呢 苏蜜忍不住地惊呼了一声 南阳市的李俊成 你知道吧 啊 听说过 那 杜天豪呢 也听说过 这两个人都是陈公子的手下 你现在能够理解 这个陈公子 是个多么厉害的人物了吧 苏蜜在听到了这句话以后 直接愣在了原地 脸上的表情 非常的不可思议 因为 苏蜜对于李俊成和杜天豪两人 还是非常了解的 这两个人随便拿出来一个 那都是足够堪比自己爷爷苏洪晓的人物 而这两个人 竟然都是那个陈公子的手下 那陈公子的背景有多么恐怖 也就不可言喻了 苏蜜在知道了陈公子的真正身份以后 心中除了震惊之外 便还是震惊 他想不明白 这个陈公子 到底是什么人呢 竟然能够有如此恐怖的背景 可是爷爷 就算这个陈公子非常厉害 咱们也不至于这样吧 这件事 咱们并没有做错什么 而且 再加上仅仅就是因为这一个陈公子 而得罪 大厅里那么多人 是不是有点得不成失啊 如果最后这个陈公子能够原谅咱们那还好 那如果他要是不原谅 咱们怎么办啊 苏蜜此时已经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心 但是他依旧不愿意 因为一个自己根本就不认识的陈公子 就得罪了这么多过来给他庆祝的客人 现在咱们已经考虑不良那么多了 如果陈公子能够原谅咱们 那自然是最好的 但是如果他不能够原谅咱们 那也没有什么办法 只能是听天由命了 苏鸿小的语气十分无奈 可是爷爷 我觉得陈公子应该也不是那么小气的人 咱们也用不着这么着急的过去吧 完全可以等宴会结束再过去 而苏鸿小看见苏蜜 似乎还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小蜜 其实爷爷有件事情一直都没有告诉你 既然事情都已经这样了 我就跟你说实话吧 实话 苏蜜愣了一下 眼神当中闪过了一丝不洁 爷爷 什么实话 小蜜啊 我跟陈公子见过几次面 这个陈公子的年纪 和你差不多大 这个陈公子年纪跟我差不多大 那这下苏蜜脸上的表情更加的震惊了 他哪里能想得到 陈公子如此年纪 竟然能有这样的本事 陈公子或许还要比你小上几岁 苏鸿小继续说了下去 爷爷 你到底要说什么 苏蜜看见苏鸿小脸色不对了 所以 我想要撮合你和陈公子认识认识 如果能够成为情侣 那自然是最好的 做不成情侣 当个朋友也可以嘛 苏鸿小直接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 苏蜜直接就愣在了原地 脸上的表情异常的震惊 其实 苏蜜已经猜出来 问题都不对劲了 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 苏鸿小竟然是想要撮合自己和陈公子 爷爷 你不会是在跟我开玩笑的吧 苏蜜有些激动 我没有开玩笑 我是非常认真地跟你说这些话 小蜜啊 这么多年了 爷爷从来都没有要求过你任何事 无论你有什么要求 爷爷也都是尽量地满足你 但是这件事情你必须要听我的 苏鸿小十分认真的 冲着苏蜜说 为什么 苏蜜啊 瞪着那黑油油 水汪汪 哺铃哺铃的大眼睛 表情啊 也是异常的激动 小蜜 其实有些事情啊 我原本是不想和你说的 但是既然都这个时候了 我也就不对你隐瞒什么了 现在咱们苏家 无论是在南洋市还是在苏和市 位置都是非常尴尬的那种 很多的大家族都在盯着咱们 想要吞并咱们苏家 说白了 就是因为咱们苏家后面的靠山不够强大 在这个社会上没有关系和人脉 你就算是有再多的钱 也是给别人打工 如果在未来十年内咱们家要是 还是没有找到合适的靠山 那咱们苏家就会免临被吞并的风险 你明白了吗 苏密沉默了两秒钟 所以 爷爷您就打算让我去勾引这个陈公子 让陈公子当咱们苏家的靠山对吗 第274集 我不是让你去勾引陈公子 我只是觉得你和陈公子年纪相仿 如果你要是能够和他在一起 那对于咱们家来说 绝对是一件天大的好事啊 即便不能成为情侣 成为朋友也可以啊 苏红小神色嫉妒 我为什么要跟一个我根本不认识的男人在一起 苏密根本就没有想到 苏红小竟然有如此过分的想法 小密 你不是苏家人吗 你现在拥有的一切 难道不是苏家给你的吗 现在苏家需要你做出一点小小的牺牲 难道你都不乐意吗 苏红小的情绪明显也变得激动了起来 他根本就没有想到 苏密的反应如此的激动 但是其实苏红小根本就不知道 苏密根本就是不喜欢男人 更不可能和一个陌生男人在一起 我是苏家人没错 但我不是工具啊 我凭什么要因为苏家而牺牲我的幸福 苏红小愣了一下 突然意识到自己刚才的话确实有些过分了 连忙解释 小密啊 爷爷刚才可能是有些激动了 其实我是想告诉你的就是 如果你能够和陈公子在一起 无论是对你还是苏家 都会有非常大的帮助 就算你不愿意和他在一起 你们两个能够成为朋友 对咱们家的帮助也是非常大的 那个什么陈公子 如果我不跟他上床 他凭什么要跟我成为朋友 我有什么资格成为他的朋友 你不就是想牺牲我来成全苏家吗 那你就为了苏家牺牲一次又能怎么养啊 苏红小瞪着眼珠子喊了一声 我跟你说这件事并不是在和你商量 我是在通知你 你必须去接近陈公子 那我要是不同意呢 你凭什么不同意啊 我 我已经有男朋友了 我是不可能跟那个成公子在一起的 苏密突然想起来 当初 颜同拒绝过自己的方法 你已经有男朋友了 苏红小眼中闪过了一丝震惊 脸上的表情也非常的不可思议 他根本就不知道 苏密竟然已经有了男朋友这件事情 苏红小其实对于苏密的私生活还是很了解的 他非常清楚 无论是南洋市还是苏河市 追求苏密的人都非常的多 而且啊 大部分呢 都是富家子弟 无论是家境背景长相都能算得上是上乘 但是苏密却从来没有和任何人谈过恋爱 也从来都没有喜欢过任何人 这也是为什么 苏红小想要撮合陈默和苏密在一起的原因 自己的孙女身材长相都没得说 圈子呢 也都十分干净 而陈默 背景逆天 性格低调 两个人在一起也是非常适合的 但是苏红小万万没有想到 苏密竟然说他已经有了男朋友 这让他觉得非常的吃惊啊 连忙快步走到了苏密的面前 小密啊 你跟我说什么 你在开玩笑对不对 我没有开玩笑 我是认真的 我确实已经有了男朋友 我是绝对不可能跟那个什么陈公子 苏密十分肯定地说 不可能 我找你身边的朋友都调查过了 你根本就没有什么男朋友 你就是在骗我 苏红小时分地激动 爷爷 你竟然调查我 苏密瞬间便瞪大了美眸一脸的不可思议 如果苏红小真的调查过苏密 那说明苏红小早就有了预谋了 我也只不过是想要了解一下你的情况而已 你刚才的反应证明你说的话就是在说谎 你根本就没有男朋友 对不对呀 我有男朋友 而且这件事除了我之外没有任何人知道 苏密想都不想直接回了一句 那好 既然你都这么说了 那你告诉我 你的男朋友是谁呀 他是什么地方的人呐 苏红小上下打量了苏密一眼 这个 苏密听到这句话之后 瞬间就傻眼了 毕竟他说这些话 只不过就是为了应付苏红小而已 但是他没有想到 苏红小竟然会这么较真 说不出来了是吗 哼 小密 你是骗不了我的 快点去换衣服吧 咱们现在出发 是南洋市 我真的已经有男朋友了 那你男朋友是谁你告诉我 我 我男朋友现在就在我生日宴会上 你要是不相信的话 我现在就把他带过来 苏密一激动直接喊出了这句话呀 你男朋友就在宴会上面 你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呀 苏红小脸色瞬间就变了 我说的当然是真的 苏密有些心虚的小声回答 苏红小上下打量了苏密一眼 那行 既然你都这么说了 你现在就去把人给我带过来 我看看 苏密站在原地没有动 脸色似乎也有些为难 毕竟刚才这些话都是他编出来的 他哪里有什么狗屁的男朋友啊 此时苏密明显有些不知所措 还愣在那里干什么 你不是说你男朋友就在这里吗 你带来让我看看哪 苏红小冲着苏密喊了一声 带就带 你等着吧 苏密转身便走出了办公室 苏红小看着苏密的背影 眼神当中闪过了一丝异样 此时 他的心中想法非常简单 如果苏密没有男朋友 那自然是最好的 但是如果苏密真的有了男朋友 那他只能使用一些特殊的手段 处理这件事情 毕竟他已经做好了 无论如何都得让苏密和陈墨在一起的打算 你们去跟着小密 看看他去见了什么人 是不是真的已经有了男朋友 苏红小犹豫了一下之后 扭头冲着自己的保镖吩咐 好的 保镖答应了一声之后 连忙离开了 另一边 陈墨一个人站在大厅里面 看着那些来来往往的客人 准备找个机会 和苏密大声招呼就离开 无奈 苏密却是迟迟都没有回来 而苏密在离开了苏红小的办公室之后 直接回到了大厅当中 表情无奈地 看着里面的人 哎呦 我上哪儿找男朋友啊 苏密突然发现 自己身后好像有什么人跟着 他连忙回头看了一眼 发现是苏红小的保镖 我也让你跟着我的 是 保镖连忙答应了一声 哼 苏密冷哼了一声 然后直接踩着高跟鞋 鸟鸟停停地奔着大厅里面走去 不远处的沉默看见苏密回来了以后 直接走了过去 想要和苏密说一下 自己准备走了 而苏密在看见沉默以后 美眸当中闪过了一丝异样 随即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 都觉得不可思议的举动 苏密一伸手直接搂住了 沉默的胳膊 主动跨着沉默 沉默被苏密这个举动 吓了一大跳啊 连忙准备问苏密他要干什么 别说话 苏密轻声提醒了沉默一句 焦嘀嘀地冲着沉默喊道 亲爱的 你怎么在这里啊 苏密说完这句话 扭头淡淡地看了苏红小的保镖一眼 保镖连忙转身奔着苏红小的办公室跑去 苏密看见保镖离开了之后 露出了一个十分得意的微笑 而大厅里面的这些人啊 全部都用一种异样的目光 看着苏密和沉默两人 苏小姐 既然真的跟这小子在一起了 这小子到底谁啊 那凭什么跟苏小姐在一起啊 各种各样的议论声在大厅里面轮番响起 而沉默则是一脸不解地看着苏密 大姐 你是干什么呀 走 你跟我去见个人 见个人 什么人哪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苏密大大咧咧地说 你不说 我可不去啊 沉默突然觉得事情不对 连忙甩开了苏密的手 哎呀 你废话怎么这么多 一会儿你就知道我要带你见什么人了 你能不能别废话 苏密瞪着水汪汪的大眼睛 语气激动 你今天要是不告诉我到底要见什么人 我是不会和你走的 沉默十分严肃地回答 苏密无奈地看了沉默一眼 从现在开始 你就假装是我男朋友 我要带你去见我爷爷 去见你 爷爷 假装你男朋友 啊 沉默瞬间就傻眼了 表情中带着一丝崩溃 不知道应该说些什么才好啊 毕竟 他现在最害怕见到的人 可能就是苏洪小了 因为这么多人 只有苏洪小知道沉默的身份 还真的是怕什么来什么呀 我为什么要跟你去见你爷爷呀 我不去啊 沉默想都不想直接拒绝 然后转身便打算离开 沉默 你给我站住 你要是现在赶走 我就把你那天在包厢里对我做的事情告诉严童 让所有人都知道 你是什么人 苏密瞪着水汪汪的大眼睛威胁他 沉默直接就傻眼了 呆愣愣地看着苏密不知道应该说些什么才好 大姐 你为什么要带着我去见你爷爷呀 没有为什么 我现在需要一个男朋友 你比较合适 所以你必须假装我男朋友 别废话了 快点跟我走 说着 苏密便拽着沉默 往苏洪小的办公室走去 另一边 苏洪小在保镖口中得知 苏密既然真的有了男朋友以后 震惊不已 什么人这么大的胆子 竟然连我的孙女都敢骗 看那个男生的样子 应该不是大家族里出来的公子哥 应该就是一个穷小子 保镖语气恭敬地回答 穷小子 苏洪小愣了一下 穷小子也配和我的孙女在一起吗 活得不耐烦了吧 保镖没有说话 等会这个人离开之后 无论付出什么代价 都必须要让这个人离开小密 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吗 苏洪小冷声吩咐 明白明白 保镖连忙点了点头 别说是一个穷小子了 就算是真的富二代 苏洪小也绝对不可能 允许苏密和其他人在一起 就在这个时候 办公室的大门被人从外面推开了 沉默被苏密拽着 进了苏洪小的办公室 爷爷 你不是说要看我男朋友吗 我把人带来了 苏密大大咧咧地喊了一声 苏洪小那是头也不抬啊 直接张口就来 小子 你胆子不行 苏洪小一边说话 一边抬头看向了沉默 当苏洪小看见沉默之后 整个人都愣在了原地啊 脸上的表情非常地不可思议 他感觉就好像是在做梦一样 自己一直苦巴巴 正在找的陈公子 此时竟然站在自己的面前 不会是看错了吧 苏洪小连忙伸手揉了揉眼睛 发现自己并没有看错以后 快步地冲到了沉默的面前 陈 陈公子 苏洪小十分激动 他现在已经明显有些不知道 说点什么才好了 而沉默看着苏洪小 脸上的表情也是非常无奈 因为他早就已经猜到了 苏洪小见到自己会是这样的一个反应 只不过苏密一直都在威胁陈默 他也是不得不过来的 苏密愣了一下 撇着小嘴 爷爷 什么陈公子 这是我男朋友沉默 陈公子竟然就是你的男朋友 那实在是太好了 苏洪小听到苏密这句话之后 那脸上那表情简直就和开了花一样啊 哎呀 这是陈公子啊 之前您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没有接到 还以为您已经离开了 没想到您竟然没走啊 哎呀 还有就是您和小蜜是什么时候认识的呀 啊 我这次喊您过来呀 其实就是想把小蜜介绍给您认识 但是没想到您和小蜜竟然这么早就认识了 而且还是男女朋友 那呀 那个真是太好了 哎呀 您看这 苏密听到他爷爷的这些话以后 脸上的表情异常的不解呀 爷爷 你说什么呢 这是我男朋友 陈墨 不是什么陈公子 小蜜呀 这位就是我之前跟你说过的陈墨 陈公子呀 啊 我没有想到你们两个人竟然认识啊 苏洪小十分的激动 苏密看着苏洪小 脸上的表情除了疑惑就是不解 他扭头看了陈墨一眼 然后又看了看苏洪小 陈墨 陈公子 苏密突然仿佛明白了什么一样 连忙冲着苏洪小问道 爷爷 你不会是搞错了吧 我搞错了什么 我都跟陈公子见过好几次面了 而且当初也是我邀请陈公子来参加你的生日聚会的 但是我就是没有想到你们两个竟然认识啊 哎呀 苏密听到了这一句话 这才反应过来啊 原来陈墨说自己来参加生日聚会那并不是在开玩笑 也不是来蹭吃蹭喝的 还是自己的爷爷邀请他过来的 但是让苏密想不明白的是 陈墨只不过就是一个普通的大学生而已 无论是行为举止还是各个方面 都不像是一个背景惊人的富二代啊 莫非是陈墨假装富二代 把我爷爷骗了 苏密忍不住在心中感叹了一句 然后连忙小碎步 登登登登登登 走到了陈墨的面前 抬头问道 陈墨 你就是陈公子 陈墨 第二百七十五集 陈墨看着面前的爷孙俩人脸上的表情十分无奈 陈墨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我爷爷说你是陈公子 苏密 皱着眉头问 陈墨犹豫了一下 我和你爷爷之间 确实认识 今天来参加你的生日宴会 也是因为你爷爷的邀请 但是我之前并不知道你就是苏红小的孙女 陈墨此时已经不打算隐瞒下去了 毕竟都已经这样了 也没有必要隐瞒什么了 可是 苏密此时似乎还是有些没办法相信这件事 他上下打量了陈墨一眼 脸上的表情似乎还是非常的不可思议 因为苏密实在是想不明白 陈墨为什么突然之间就变成了一个背景非常恐怖的富二代 一个能够让自己的爷爷都如此恐惧地存在 那绝对不是什么普通人啊 没想到陈墨竟然是陈公子 这也太巧了吧 苏密忍不住在心里面感叹了一句 然后又扭头看向了苏红小 脸上的表情十分无奈 不知道应该如何解释现在的这件事情了 而苏红小此时心里面则是非常的激动啊 他本来就是打算把苏密介绍给陈墨的 但是他没有想到 苏密的男朋友竟然就是陈墨 这下还能够省下很多的麻烦了 陈公子 您快点请坐呀 苏红小笑呵呵地冲着陈墨说 陈墨犹豫了一下 跟随着苏红小走到了沙发旁边坐下 而此时的苏密 翘脸上挂满了疑惑 似乎还没有弄明白 这一切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当然了 还有最为重要的一点那就是 苏红小认为苏密和陈墨是情侣关系 但是其实他和陈墨根本就没有任何的关系 陈公子啊 您跟小密是什么时候认识的呀 苏红小轻声地问着陈墨 陈墨听到这句话 忍不住扭头看了苏密一眼 似乎是不知道应该如何回答这个问题 我跟陈墨认识的时间不长 苏密犹豫了一下之后说道 那你们两个是什么时候在一起的呀 苏红小继续问了下去 苏密深吸了一口气 哎爷爷我跟你说实话吧 其实陈墨根本就不是我男朋友 我们两个只不过才认识了几天而已 嗯 你们两个没有在一起啊 苏红小听到这句话十分激动 当然没有了 我让陈墨假装我男朋友 其实就想骗骗你而已 但是我没有想到 您竟然认识陈墨 苏密嘟着小嘴 表情可爱 哎哟 你说你这孩子 你说你骗我干什么呀 苏红小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不知道说点什么才好 我为什么骗您 您自己不清楚吗 苏密瞪着水汪汪的大眼睛 苏红小听到了这句话 眼神当中闪过了一丝尴尬 然后故意板着脸低声呵斥 小咪 你现在真的是太过分了 竟然让陈公子陪你演戏 你快点给陈公子道个歉 啊 不用了 陈墨轻轻地摆了摆手 我和苏密也算是朋友了 不用这么客气 苏密听到这句话 淡淡地看了陈墨一眼 并没有多说什么 那就好 那就好 苏红小笑呵呵地点了点头 然后扭头看了陈墨一眼 陈公子 既然现在已经没有什么事情了 那咱们去宴会那边吧 小密的生日蛋糕还没有切呢 陈墨低头看了看手机 发现此时已经是晚上的八点多钟了 自己也见到了苏红小了 所以呢 他也不打算留在这里了 时间不早了 我就不继续待着了 今天晚上我准备回南洋市的 陈墨站起身来 虽然苏红小非常想让陈墨 在宴会上面露个面 但是既然陈墨想走 他肯定也不敢违背陈墨的意思 而且他现在也不需要陈墨露面 帮助他们苏家助长声势了 他能够感觉到 陈墨和苏密的关系应该不一般 陈公子 用不用我让人开车送您回去呀 苏红小轻声地问 不用了 我的朋友还在等着我呢 好好好 苏红小连忙点了点头 然后扭头看着苏密 嗯 小密 还愣在那里干什么呀 快点去送送陈公子出去呀 知道了 苏密嘟着小嘴回了一句 然后扭头 看着陈墨 走吧 我送你出去 嗯 好 陈墨点了点头 然后跟随苏密 一块走出了苏红小的办公室 而苏红小 并没有跟随两人一块离开 他这是打算给陈墨苏密两人 多创造一些单独相处的机会 苏密认识陈墨 对于苏红小来说 简直就是天大的好事 这绝对能够给苏红小 省下很多的麻烦 走出了苏红小的办公室以后 苏密 扭头 看了陈墨一眼 然后 撇着小嘴说道 没想到你竟然还是个富二代 之前我还真没看出来啊 哇 你这句话 是在嘲笑我吗 陈墨有些无语 嘲笑你 苏密连忙摇了摇头 我可没有那么大胆子 一个连我爷爷都不敢得罪的富二代 你就算给我一百个胆子 我也不敢嘲笑你啊 虽然苏密嘴上是这么说 但是陈墨还是能够感觉到 他有点那种冷嘲热讽的意思啊 对了 你刚才为什么要让我假装你的男朋友啊 陈墨一边走一边问 还能因为什么呀 我爷爷要我去勾引你 陈墨瞬间就愣住了 脸上的表情那是相当无语啊 陈墨根本就没有想到 苏密竟然把话说得如此直接 他一时间 竟然不知道应该怎么回答了 陈墨脸上的表情顿时僵住了 你爷爷让你勾引我 对啊 我爷爷就说你有背景 如果我能跟你在一起 会对我们苏家有很大的好处 那你就这么告诉了我合适吗 有什么不合适的 我不喜欢说谎 但是当初我并不知道 你就是我爷爷口中那个陈公子 所以呢 我就说已经有了男朋友 准备让我爷爷打消这个想法 但是爷爷并不相信我有男朋友 最后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 我就把你喊过来 准备让你装一下我男朋友 明白了吗 明白了 陈墨无奈地点了点头 合着自己只不过就是给苏密 当了一次挡箭牌而已啊 嘿 我还真就没看出来 你竟然是个超级富二代 整个江南省都没有几个人 能让我爷爷这么重视 你家里边应该很有背景吧 苏密打烊着陈墨 我父母在我很小的时候 就已经死了 那我爷爷为什么说你很有背景啊 苏密脸上的表情更加疑惑了 陈墨觉得 既然苏密已经知道了自己的身份 他也没有必要隐瞒下去了 所以直接回答 其实 我并不是什么富二代 我父母在我还小的时候啊 就死了 我一直都是自己勤工俭学 所以在很多人眼里 我根本就不是一个富二代 相反 我就是一个穷屌丝 那然后呢 苏密对陈墨的故事 产生了很浓重的好奇心 后来啊 我莫名其妙地继承了一笔遗产 这笔钱非常多 多到我自己都不知道有多少钱 我的身份也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有些人知道我有钱了 就开始卖力地讨好我 还有些人 依旧还把我当成是穷屌丝 哎 你说的这些都是真的吗 苏密眨了眨大眼睛 他觉得 这一切好像是电视剧里面的情节 让人觉得 非常不可思议 你觉得我有必要骗你吗 要不然 你觉得你那种人 为什么会讨好我呀 也是啊 你这经历也太神奇了吧 苏密捂着小嘴 我也觉得很神奇啊 从一个穷屌丝 变成了富二代 你有什么感觉 苏密笑盈盈地问着 也没有什么感觉 只不过就是 不会再为钱的事发愁了 钱的烦恼虽然没有了 但是其他的烦恼 也就都出来了 也是 这个世界上 还是有很多问题 是钱没有办法解决的 对了 知道我身份秘密的人不是很多 所以这件事情 我希望你能够替我保密 沉默十分认真地看着苏密 帮你保密啊 苏密淡淡一笑 我为什么要帮你啊 如果你要是能够帮保密的话 你爷爷那边的事情 我可以帮你 沉默直接回答 我爷爷的事 苏密眼神中闪过了一丝疑惑 似乎是不明白 沉默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对啊 你也不是说让你勾引我吗 我觉得这件事 应该是你最担心的问题了 这件事跟我爷爷让我勾引你 有什么关系 当然有关系了 既然你爷爷让你勾引我 那就说明你爷爷肯定是希望 我能够帮助你们苏家 做一些什么事情 要不然他也绝对不会这么对我的 但是现在你不需要勾引我了 你也不用和我在一起 只要你能够答应我 帮助我不把我的身份说出去 我就可以去帮助你们苏家 嗯 苏密撇着小嘴 迎牙一咬 嘿啊 陈默 你这是在威胁我是吗 嘿嘿 你也可以这么理解吧 如果你要是把我的事情说出去的话 我就会跟你的爷爷说 让他把你嫁给我 哼哼 我觉得你爷爷 应该不会拒绝我的这个要求吧 你敢 沉默的这句话还没有说完呢 苏密便是瞪着水汪汪的大眼睛 十分激动地喊了一声 我有什么不敢的 你现在已经清楚了我的身份了 而且你爷爷 也是想让你和我在一起的 但是 现在我可以给你一个机会 你帮助我 不让别人知道我的身份 我就可以帮你 解决你现在的烦恼 苏密上下打量了陈默一眼 虽然他觉得 陈默和其他的男生不同 但是啊 他根本就不喜欢陈默 现在呢 也没有办法和陈默在一起 但是如果苏洪小真的想让自己和陈默在一起的话 苏密也是无法去反抗这件事情 苏洪小的性格还是非常清楚的 所以帮助陈默保守这个秘密 是他最好的选择 考虑的怎么样了 陈默笑呵呵地问 苏密上下打量了陈默一眼 十分的无奈 陈默 你这个人怎么可以这么无耻 我一直都是这么无耻的 苏密无奈地白了陈默一眼 行 那就这么说定了 我不跟别人说你身份 你也要答应我爷爷的要求 不能让我爷爷逼我跟你在一起 知道了吗 嗯 陈默点了点头 然后直接奔着酒店外面走去 苏密似乎有些不满意陈默对她的威胁 但是她还是把陈默送出了酒店 然后便转身一个人回到了大厅当中 再回酒店的路上啊 苏密的心里面一直都在想着一件事情 她实在是想不明白 陈默这样有钱的富二代 为什么还要隐瞒自己的身份 难道让所有人都知道自己有钱 不是一件很值得炫耀的事情吗 这种事情 在苏密等人的眼中 可能非常的值得炫耀 但是 其实在陈默的眼中 这种事情 只会给自己带来无穷无尽的麻烦 相比较当一个富二代 陈默觉得 还是做普通人的时候比较快乐 毕竟那个时候的陈默 缺的只不过就是钱而已 每天也只会为了钱而发愁 但是现在 陈默通过有钱得到的快乐 远远要少于烦恼 陈默在离开酒店之后 想要拨通赵雷的电话 但是无奈自己的手机 已经关机了 所以陈默没有办法联系上赵雷 只能一个人站在酒店门口 等着赵雷回来 一个多小时 时间过去了 陈默终于看见赵雷晃晃悠悠地 奔着酒店门口走来 陈公子 您怎么出来了呀 赵雷连忙快步地走到了 陈默的身边 有些抱歉地问 宴会刚刚结束了 我就出来了 原来是这样啊 刚才我出去溜达了一圈 没想到陈公子 您竟然这么快就出来了 赵雷拿出了自己的手机 看了一眼时间 陈公子 咱们现在是准备回去了吗 现在几点了 陈默抬头看了一眼黑暗的天空 已经快晚上九点多钟了 都已经这么晚了呀 没想到 刚才竟然浪费了这么长的时间 陈默原本是打算今天晚上回去 然后明天好去学校上课 严童也只不过给他一天的假期而已 但是看现在的这个情况 两人应该是回不去了 现在已经是晚上九点多钟了 如果准备坐客车回家的话 那时间上肯定是来不及的 所以只能等到明天早上再回去 陈默扭头 看着赵雷 今天这么晚了 还是算了吧 今天都已经这么晚了 贺云站应该也没有车了 咱们两个随便找一家酒店住一晚上 然后等到明天早上再坐车回去 如果陈公子你要是有什么急事的话 我可以让李总的司机开车过来 接咱们两个 不用了 我还是觉得做客车安全一些 陈默想都不想直接摆了摆手 好的陈公子 这附近正好有咱们公司开的一家连锁酒店 要不然就去那里住吧 那里的环境还算是不错 而且还是咱们公司开的 安保工作也能够到位一些 嗯 可以 几分钟以后 陈默跟着赵雷 来到了一家名为盛兴大酒店的门前 然后再来一家名为盛兴大酒店的门前 再来一家名为盛兴大酒店的门前 再来一家名为盛兴大酒店的门前